188集 皇家议事 自长春宫出来 宫外却是有几名太监在等候 见到韩墨立马迎上来 恭敬说 韩大人 你可出来了 韩墨打量一番 这几名太监都是衍生得很 周梅问道 你们是 韩大人 咱家是凤秀公主吩咐 在此等候大人 一名中年太监上前来恭敬说 啊 公主吩咐 韩大人见过淑妃娘娘后 便请大人前往秀春宫一趟 有事相伤 韩墨微皱眉头 微转过头去 见到小倩那圆溜溜的眼睛 正望着自己温和一笑 小倩 你先出宫去 秀公主传召 我去秀春宫 见秀公主 小倩温顺点头 上了车子 在护卫的护送下 缓缓离去 皇家内庭面积庞大 各宫之间的距离也不短 所以内庭之中 倒也不禁止马车 只不过马车入宫的时候 自然是要经过严密的检查 绝不允许有任何禁物入宫 自长春宫到得秀春宫 自有人入宫禀报 随后便有宫女出来 领着韩墨进去 这一次却并未往申殿内领 而是带到了秀春宫侧殿的院子里 行在御郎之中 老远就听到院子里 传出阵阵的金歌交击之声 韩墨微微皱眉 随着那宫女进了一处极大的院子里 却见到院内 红光闪动 未有些错愕 但是一瞬间却是看清 在这院子里 竟是有着十多名身着红色盔甲的女武士 一个个都是英姿萨爽 长长的绣发 被一根红绳子系着搭在肩后 腰间却都是佩刀 这一批女武士身材都是颇为丰满 看起来与宫中秀丽的宫女们不同 透着一股子鹦鹉之气 手脚比之普通女子那也是粗壮不少 这样装束的女武士 韩墨初见秀公主的时候倒也是见过的 知道这些红甲女武士 都是秀公主身边的女进卫队 战斗力并不弱于男子 这群女武士围成了一个半圈 在场地中间却有两名女子正在对战 一名女子身着黑色紧身衣 身子窈窍 紧身衣将她优美的身材曲线 勾勒得玲珑剔透 秀发也是用一根红色的丝带记住 只是脸上却套着一张红色防护面具 手中只是拿着一根一米长的木棍 身形飘逸 打斗之间 姿势也是极为优美 虽然女子脸上戴着防护面罩 但是韩墨一看那妖娆的身形 瞬间就判断出那是风情万种的秀公主 与秀公主对垒的是一个身材玲珑的女武士 身上也是穿着红色夹皱 面上戴着红色面罩 手中如同秀公主一样 也是一根木棍 场中的形势 却是这个女武士连续出招进攻 而秀公主则是身姿优美 动作轻盈地招架着 秀公主手中虽然只是一根木棍 而且只是防守 但是她的身形移动之间 却如同凌波仙子一般飘逸脱俗 就像是在跳着最优美的舞蹈一样 那玲珑娇小的女武士 却是显得很有些特别 在秀公主的手下 女武士就像男人一样训练着 挑选的也都是人高马大的健壮女子 经过训练 这一批女武士 个个都显得恐无有力 手脚粗壮 看上去如同一头头凶悍的母狼 可是与秀公主对战的这位女武士 一看她的身形 就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义赖 娇小女武士进攻的招式 倒也是有模有样 但是速度和力量 都是大大的欠缺 韩默清楚秀公主身上的恐怖舞技 也知道 凭秀公主的能力 只要一招之内 那娇小女武士便会被打得趴下 如今这二人一攻一守 看那样子 倒像是秀公主 在亲自训练那娇小女武士 韩默站在院子门边 一时间也不好上前打扰 只是静静看着 身披重甲 又是连连进攻 那娇小女武士的体力显然有所不知 本来攻击速度就不快 片刻之后变得愈加的缓慢 幸亏手里拿的是木棍 要是真正的金属武器 恐怕早就不知了 那娇小女武士倾尽全力 手中的木棍却始终碰不上秀公主一片衣裳 终是停住手 不再进攻 秀公主却已经冷声说 为何不进攻 再来 娇小女武士显然对秀公主很是敬畏 握紧木棍再次向秀公主攻过来 韩默看的却是有些古怪 以秀公主之尊 完全没必要亲自来训练部下 而且看秀公主对那娇小女武士的态度 可是极其严格的 秀公主为何会如此厚待一名手下的武士呢 娇小女武士又连续进攻了二十多招 终是气力不支 瘫坐在地上 将手里的木棍扔到了一边 秀公主右手拿着木棍 身姿优美 扭着水蛇一般纤细的腰肢上前去 冷声道 拿手出来 那女武士坐在地上 抬头看了秀公主一眼 忠实伸出右手 探开手掌 秀公主毫不留情地用木棍 重重打在女武士的手上 那女武士倒也不收回手 只是五六下 那只小手便被打得有些泛红 秀公主伸手 取下防护面具 早有一名女武士上前来 结果面具和木棍退了下去 更有一名女武士从旁搬了一张大椅子上前来 秀公主在那椅子上坐下 那张妩媚艳丽的脸上 此时却是淡漠无比 旁边有女武士端来银子的水盘 秀公主优雅地在里面洗过手 结果紧怕擦干 而后又接过布下缝上的茶盏 轻轻瓶了一口 这才交给身边的女武士 神情冷漠地 看着瘫坐在地上的女武士 冷声道 站起来 旁边便有女武士要上前扶起娇小的女武士 秀公主冷声道 让她自己起来 韩墨站在院子门边 倒有几个人瞧见 却是无人上前理会 她耳力极佳 而且院子里寂静无声 秀公主在此 自然是没有谁敢轻易出声 所以秀公主的言语 是十分清晰地传到了韩墨的耳朵里 只不过 往日里韩墨见到秀公主 要么妖娆中风情万种 要么英姿萨爽中尊贵无比 要么就是如同姑娘家般 有着清纯可爱的一面 像今日这样冰冷肃然 倒是韩墨从未见过的景象 娇小女武士从地上站起来 也不取下面具 只是站在秀公主面前 垂着琴手 虽然身着英姿 萨爽的红色甲皱 但是整个人看起来 还是极其柔弱 那套冰冷的红色甲皱 非但没有让这个女武士 显得如同其他武士那样 鹦鹉强悍 反倒如同捆绑着 女武士的冰冷囚牢 将她死死地束缚在甲皱之中 秀公主的神色 很是冷淡 凝视着眼前的女武士 淡淡说 一直没有长进 你是不是不想练了 女武士捶着琴手 没有说话 秀公主冷哼一声 进了这个院子 便只是一名战士 一切遵循他们的规矩来 打第一天开始 我便对你说过了 你是不是忘记了 韩墨远远望着秀公主 只觉得秀公主严肃起来 倒真是由里到外 散发着一股子强悍的气息 这个时候 才真正拥有 同管东华厅 无数暗黑立缘的 那股子气势 你并不聪明 秀公主缓缓说 可是 自始至终 你的心思都没有放在这上面 这只是最简单的招式 练了快一个月 中间依然破绽百出 你到底想怎么样 女武士终于抬起头 声音里甚至带着一丝哭腔 姑姑 我不要学武 我不要杀人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七百八十九集 宫中剑 韩墨本来还在感叹秀公主的冷峻之威 猛地听到那女武士的话语 顿时有些吃惊 她可是听得极为清楚 那娇小的女武士 可是称呼秀公主为 姑姑 这一句姑姑 自然表明这名娇小的女武士 也是皇族的直系成员 韩墨脑子飞速地运转 能够称呼秀公主为姑姑 那只能是秀公主兄弟的子女 而当今之事 虽然皇亲国戚不少 但是秀公主的兄弟却只有一人 那便是当今圣上 对于宫中之事颇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先帝育有三名皇子 一名公主 公主自然是秀公主 而三位皇子 其中一位便是当今皇上 另外两位 一位是大皇子麒麟王 另一位则是三皇子宣德王 很多人都知道 先帝在位时 燕国的太子是麒麟王 只是当今圣上登基的前三年 不知何故 麒麟王突然身患齐症 此发现症状起不到两日 便一命呜呼 为此 当时朝中还翻起过一场风波 麒麟王当时的王妃 是叶家的女儿 更是有望成为大殷皇后 而当时的叶吾两大世家 那是坚定地拥护着麒麟王 麒麟王突然暴毙 大受打击的 自然是将所有精力 都投在麒麟王身上的叶吾两家 两大世家 当时便在朝中掀起一番风波 要查验麒麟王的真正死因 为此 当时的燕京城乌烟瘴气 各方势力纵横交错 轨迹频出 最终 是先帝使出雷霆手段 镇住朝臣 更是当机立断 策立了二皇子 纯人王曹鼎为太子 也就是当今的皇帝 这才将危乱局势稳住 不过 那一场风波 最终还是让无数的官员 葬身其中 后来 宫中更是下旨 禁止议论那起事件 否则杀无赦 也正是曹鼎当上太子之后 各大世家 才先后从家族里献出女儿 肖家便是当时第一个将女儿献给曹鼎为侧氏的家族 而肖家在其后也是鼎力相助曹鼎 让她顺利登上了地位 曹鼎登基前一年 当时的王妃便即因病猝死 留下了一对儿女 登基之后 下旨后宫不利后 而肖家的女儿则被册封为皇贵妃 其后 其他各大世家纷纷献上女儿 韩家亦是在曹鼎登基一年之后 也将韩淑送入了宫中 册立为韩淑妃 只不过曹鼎登基之后 秦于正世 不好女色 后宫竟是将近十年没有诞下一名龙种 这也算是古往今来极罕见的事情 所以当今圣上的西夏 如今只有上位登基前 由逝去的王妃生下的一对子女 暴毙前的太子麒麟王 本也有两个儿子 但是在曹鼎登基之后 便都被册封出京 分别被封到夷春郡和吴郡 做个安乐王爷 各郡都是世家势力 虽然时有皇族成员册封下来 但实际上都只是有名无实 在当地虽然有着自己的王府 更是得到当地世家的礼遇 但实际上只能是暗于享乐 不会从世家手中 得到任何的真正权利 只不过 这两名王爷也都是英年早逝 官方宣称都是病逝 但是民间则是暗地里流传 恐怕是被人害死 否则两位小王爷 不可能在同一年死去 至于三皇子宣德王 二皇子被册封为太子之前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 倒也有一股势力在他身后支撑着 在朝中也是颇有势力 只不过太子暴毙 京中大乱 二皇子曹鼎被策立为太子之后 这位宣德王爷一直消沉 府中虽有花庆夫人这样的绝色王妃 却依然沉迷于酒色 重情声乐 本来依附于她的势力 也渐渐离她而去 最终成为京中最无事的王爷 在大烟平光六年 因为酒色过度而去世 竟是连一子嗣也没有留下了 只留下了花庆夫人这样的绝色寡妇 至于昌德侯曹音 虽然是皇亲国戚 却并非先帝这一戏 那是先帝的兄弟留下的后嗣 所以只封侯 未封王 像曹音这样的皇族侯爵 大烟也不在少数 但是曹音却是其中最有能力 也是势力最强的一位 大多数侯爵们 只是在京中纵情享乐 流连于歌舞生平之中了 所以算来算去 韩母知道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站在秀公主面前的 很有可能便是当今圣上 仅有的一对儿女中的小公主 娇小女武士的回答 让秀公主那一对 非常好看的柳燕眉 顿时紧促起来 那一双往日里 极其妩媚美丽的眼眸子 此时紧紧盯在 女武士的面具上 或者说 是盯着面具下的 那一双清澈的眼睛 杀人 秀公主嘴角 泛起一丝轻蔑的笑意 就你这个样子 连一只鸡都杀不了 谈何杀人 而且 我何时说过让你杀人 女武士显然对秀公主 十分敬畏 低下头 轻声说 那 那姑姑为何总要我习武 习武 不就是为了杀人吗 秀公主冷冷一笑 她的冷笑与媚笑不同 一旦她妩媚地笑起来 颠倒众生 那万种风情天下没有任何男人可以抗拒 甚至连女人都会因为她显露出的妩媚风情而自行蚕色 但是当这位风韵万千的女人冷笑起来 却是给人一种极其冰冷的感觉 我问你 如果你面前站着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你是愿意她死 还是愿意自己死 秀公主冷淡地问 女武士摇了摇头 可是 可是没人想害我 那只是因为你的眼睛还没有张开 从小到大 你的眼睛就一直没有张开 看不透人心 秀公主柔软的胶躯靠在椅子上 但是姑姑告诉你 总有一天 会有那样的情况出现 你要活下去 就必须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有父皇和姑姑 没有人会伤害到我 女武士倔强地说 韩莫听到女武士这样说 终于肯定 这位身着红色甲皱的娇小女武士 竟然真的是当今皇帝的女儿 那是大英国当今的公主殿下 只是 韩莫听到小公主的声音 却感觉异常的熟悉 永远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秀公主声音严厉 你的父皇和我 保护不了你一辈子 而且 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你身边 每一个人 都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借助外力来保护自己 永远都靠不住 你要记住这话 永远不要忘记 韩莫望着秀公主 听她声音虽然严厉无比 但是她十分清楚 在那严厉的训斥下 却充满着对小公主的无尽关心 这是长辈对晚辈最深的爱 只有关爱 才会说出这番话 也才会如此严厉 小公主站在秀公主面前 乖巧的如同一个小孩子 不敢反驳 秀公主似乎也觉得 自己的语气重了一些 终是站起身来 上前亲手为小公主摘下了面具 只可惜小公主此时 正是背对韩莫 韩莫一时 却看不清她的模样 远远瞧见秀公主从身上 取出一方粉红色的锦帕 温柔地为小公主擦拭 韩莫乔的动作就知道 是在为小公主擦拭 眼泪 看来这位小公主 还真是柔弱得很 秀公主几声严肃的训斥 便让这位小公主 梨花带雨了 姑姑不能永远保护你 姑姑能做的 只是教你如何保护自己 秀公主声音 虽然不似方才那般冷峻 却也依然很是严肃 你看看她们 当初也都只是弱女子 但是现在的她们 就是连那些御林军 也都不敢对抗 男人在她们的手里 只能是手下败将 等你练成和她们 一样的本事 姑姑就会放心了 我只想和姑姑在一起 小公主声音 带着一丝哭腔 姑姑在哪里 我就要在哪里 秀公主悠悠叹了口气 她显然是早就知道 韩莫的存在 此时终于抬起头来 望向韩莫 韩莫立刻拱手行李 秀公主似乎并不忌讳 小公主在场 向韩莫招了招手 示意她进到院子里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七百九十集 莫哥哥 满院子的女人 还有一个小公主 这让韩莫有些尴尬 但是秀公主既然召唤 韩莫还是硬着头皮 保持着镇定之色 快步上前 在这一众部署面前 韩莫倒是不敢施力 更是不敢像单独 与秀公主在一起时 那般调小 丹西跪下 恭敬道 小陈 参见公主 秀公主平静道 起来吧 韩莫这才起身 此时 那小公主也已经转过头来 韩莫也是忍不住看了过去 二人四目相对 脸上一时间都显出震惊之色 莫哥哥 那小公主失声叫道 这是一个 有着水晶般晶莹 剔透眼睛的小公主 瞳孔如同镶嵌在眼睛里的 两颗黑色宝石 她的鼻子粉嫩小巧 肌肤白皙血嫩 下巴处还有一些婴儿肥 长相甜美可爱 只是眼睛有些泛红 自然是刚才流泪所致 她的五官精致到不可思议 就如同韩莫初次见她时那样 如同死娃娃 好像一碰就会破碎 这不是那个可爱的小双儿 又会是谁呢 双 双儿 虽然素来冷静 但是猛然看到小公主竟然是双儿 韩莫还是震惊无比 情不自禁地叫出双儿的名字来 当初双儿出现的很特别 是韩莫在西城区的闹市遇见 那还在整治萧明堂和贺俊义之后的事情 当初第一次见面 韩莫对这个瓷娃娃的印象就极好 后来二人一同被抓进了燕京府衙 更是一同去了城外的杨树村 二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经过的事情也很少 但是对于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韩莫却是一直印象极为深刻 本来二人有个约定 只要双儿想见韩莫 便在那一家面馆前的大树上系上红绳子 韩莫那时候倒也一直安排了人每天必须去看一次 他当然不想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失约 更不想让这个可爱的瓷娃娃失望 只是后来大树上一直没有红绳子出现 韩莫也是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可爱的小罗莉 其实韩莫当初与双儿接触之后 就觉得双儿绝非普通人家的女儿 背景一定非富极贵 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可爱的瓷娃娃 竟是当今皇帝的爱女 竟是大燕国的小公主 二人在这绣春宫中久别重逢 相互之间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但是一时之间却又不知道如何说才好 更何况在这样的地方 也不是可以说话的地方 大胆 见了双公主为何不败 旁边女武士见韩莫只参拜秀公主 并没有向双公主行礼立刻交赤道 韩莫一正 但是寻即醒悟 面前这位可不是当初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双儿 这可是大燕帝国的小公主 是皇帝陛下的掌上明珠 韩莫不敢怠慢 重新单膝跪下 对双儿恭敬道 小臣韩莫参见双公主殿下 想到当日 二人如同兄妹一般 今日却要以君臣之礼相见 她心中只能苦笑 双公主想要上前扶起韩莫 却又不敢 往日里参拜她的人多如牛毛 宫中的宫女太监们见到她 哪一个不是倒头酒鬼 她倒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是 但是今日韩莫跪在她面前 她只觉得说不出的别扭 更是说不出的讨厌这种规矩 有些慌乱 急忙说 莫 你快起来 快起来 谢双公主 韩莫恭敬谢恩 这才站起身了 一时间不知道是不是该看着双儿 无可奈何 只是低着头 场面一时极其尴尬 双儿也是咬着嘴唇 捶着琴手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却又情不自禁地去看韩莫 见到韩莫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不知为何 心中竟是有一种酸楚的感觉 她一直在宫中受尽奉承 除了几个至亲之人 无一不是对她毕恭毕敬 难有之心人 当初初宫遇到韩莫 韩莫就如同一个邻家大哥哥一般 对她很是关乎 甚至还陪着她前往杨树村去 从韩莫身上 小公主找到了难得的舒服感觉 虽然与韩莫相处的时间极短 但是每一刻都很是快乐 中间的点点滴滴 小公主是记忆犹新 但是今日一见 只是这一跪 就似乎将两人的距离 拉开了很远 小公主不知道此生 还有没有机会 与韩莫一起享受那种快乐 只是这种距离感 却已经让小公主心中很是难过 就在默默无语之时 小公主就见到韩莫忽然抬起头来 对着自己温和一笑 那一笑如同春风一般 竟是让小公主心中的难受 顿时消去大半 情不自禁的 刚刚还流过泪水的小公主 竟也是奄然一笑 如同阳光下最美丽的花儿 绚丽无比 而此时的秀公主 却并没有因为二人的相识 而显出任何异色 只是香唇边滑过一丝微笑 挥了挥手 众红甲女武士立刻攻身 迅速退了下去 只转眼间 院子里便只剩下三人 韩莫微转头 看了秀公主一眼 见那张美丽的脸上平静无比 不由皱起眉头 自己与小公主相识 这应该是一件很令人惊讶的事情 为何秀公主 却显得淡定无比呢 这个问题在瞬间 就被韩莫自己想通了 只消秀公主和小公主 方才的情形 就知道二人的感情 那是极其深厚的 不问可知 秀公主平日里对小公主 自然是尽心呵护 不令她受到任何的伤害 小公主从皇宫大内 偷偷溜出去 那肯定是在秀公主的监测之下 甚至小公主能够顺利出宫 有可能也是秀公主故意安排 不过是担心小公主 在宫里憋得慌了 所以让这个小丫头出去透透气 试想一下 身为东花厅厅长 秀公主在小公主出宫的时候 自然是派了大批的 暗黑力员暗中保护 对于小公主出宫后的动静 自然是一清二楚 韩默甚至怀疑 双公主在宫外接触的每一个人 暗黑力员甚至都事先试探过 看看是否对小公主存在威胁 至于自己与小公主那般的交情 暗黑力员自然也是在暗中 看得一清二楚 秀公主有哪里可能不知道呢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七百九十一集 我很累 秀公主看起来有些疲倦 在椅子上坐下 慵懒地靠在椅子上 目光盯在韩默的身上 嘴角泛起一丝笑 听说你和你夫人 进宫觐见淑妃 如今怎的只有你一个人过来 你那媳妇去哪里了 莫非 不愿意带给本宫瞧一瞧 秀公主此话一出 偷偷打量韩默的小公主 神色顿时黯然下去 低下头 眼睛却不敢再看韩默 韩默一时间想不通 秀公主为何要当着小公主的面 问这样的问题 虽然秀公主声音淡然 但不知为何 韩默总感觉秀公主的语气里 带着一丝古怪的味道 那是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韩默当然没有时间去细品 秀公主语气中的意思 只能拱手说 公主传诏 说是有事吩咐 所以 所以臣下没有带她过来 唉 秀公主眼角的余光 瞥了在旁黯然无语的小公主一眼 悠悠坦道 本宫听说 你的夫人相貌美丽 清中上下 都称你们是一对金童玉女 那范小姐 更是范尚书的掌上明珠 如今范家的掌上明珠 成了你们韩家的宝贝 自然是要藏起来 不轻易对外展示了 韩默愈发的尴尬 特别是小公主在旁边 她只觉得秀公主 此时说出这番话 看似很平常 却是另有用心 小公主沉默片刻 终于抬起头说 姑姑 我先下去了 不等秀公主答应 转头看了韩默一眼 勉强笑了一下 看上去心情似乎有些沉重 随即转身离去 顺手将头上的红色头盔取下来 那一头乌黑的绣发 则是如同波浪般倾泻下来 步子也是越来越快 很快便没了踪迹 秀公主望着小公主远去的身影 摇了摇头 悠悠叹了口气 园子里一时只剩下韩默和秀公主 寂静了一下 韩默终于问她 公主 这一向可好 秀公主终于显出了她应有的妩媚笑容 声音柔腻 你这是在关心本宫吗 韩默因为小公主临去前的黯然模样 心情却也不是很好 只是勉强笑了笑 却没有回答秀公主的问话 男人的心 果然是容易变的 秀公主 悠悠悠叹道 慵懒的身子站了起来 大婚之后 连本宫的话都不敢回答了 韩默摇头说 公主 你自然知道的 我 一直都很关心你 秀公主 轻叹道 你都有了媳妇 本宫想见你 却都找不出一个好理由来 韩默忙说 公主想见陈下 随时传话 陈总是要迅速过来的 秀公主摇摇头 没有说话 却是往旁边指了指 说道 将披风拿给本宫 韩默顺眼看去 只见旁边的木架子上 果然有一件红色披风 韩默上前取过披风 竟是闻到这披风上 带着淡淡的香味 自然是秀公主自己所批 这阵子 天忽冷忽热的 秀公主悠悠道 本宫最受不得这样的天气了 你看 这天上还是阳光明媚 可本宫却总是觉得 身子有些发冷 韩默看到秀公主眼眸子深处 戴着难以隐藏的疲惫之色 心中却也知道 就是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子 支撑着皇家内裤 更是统领着东花厅一帮暗黑立员 为燕国获取无数的情报 西花厅虽然在韩默的带领下 渐渐恢复元气 但是当前西花厅立员 还只是在积蓄力量的时候 大部分立员只是在京中潜伏 而目前燕国的情报机构 实际上 还是以东华厅为主 韩默走到秀公主身后 默不作声地打开披风 为秀公主轻轻披在肩上 秀公主转过身来 与韩默相对 二人此时距离极近 韩默甚至能够清晰地闻到 从秀公主阴唇中喷出的忧香味道 秀公主凝视着韩默 呼得身体微微前轻 做了一个让韩默有些吃惊的动作 他竟是将脸颊 轻轻靠在韩默的肩头 韩默有些吃惊 这毕竟是在园子里 他担心的是小公主去而复返 要是被小公主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那可是尴尬无比的事情了 但是他却也不敢动 只能如同镖枪一样站着 任由秀公主的琴手搭在自己肩上 秀公主身上的熟悉的香味 极其汹涌地钻入了韩默的鼻子里 那是一种让人十分惬意的香味 对于大多数的男人来说 这种忧香充满着无尽的诱惑力 韩默本宫很累 秀公主双眸闭着 靠在韩默肩头轻声说 这句话亦是让韩默有些吃惊 这样一位尊贵的女人竟是在自己耳边道出这样的话来 那是一种真情流露的话语 韩默能够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秀公主深入骨髓的那种疲倦 她不知这个女人为何而疲倦 但是毫无疑问 诚如秀公主自己所言 她确实很累了 再强悍的女人 也总会感到疲惫 也总会有柔弱的时候 而通常情况下 这一类女人 也只会掩饰自己的疲惫 掩饰自己的柔弱 展现出来的 永远只是强悍的一面 绝不会将自己的柔弱 展示在外人面前 她们偶尔流露出的柔弱和疲惫 也只会在自己极为亲密的人面前 所以 当秀公主在韩默面前真情流露 这让韩默吃惊之余 却有一种极其怪异的感觉 难道这位美丽的艳妇 真的将自己 当成她可以流露真实感情的对象 在她眼里 自己如今到底是韩默 还是古朝星呢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七百九十二集 变故 感受到秀公主的疲惫和无力 韩默情不自禁地双手环抱着她 许久之后 秀公主才慢慢睁开眼睛 微微抬头 看着韩默那张清俊的脸庞 微微一笑 凑近韩默的耳边 声音虽低 却极是娇柔 你是不是觉得 我在勾引你 韩默微转过头 与秀公主的脸庞几乎触碰到一起 二人都能清晰地闻到对方的呼吸声 只要公主需要 我的肩膀 可以随时奉献给公主 韩默凝视那张美艳无比的脸 闻着那阴唇中出来的幽香 情不自禁开口 秀公主轻轻一笑 悠悠道 本宫有时候 也是要借肩膀靠一靠的 韩默此时也不好再抱着秀公主 松开了手 虽然韩默素来不是好色之徒 但是秀公主的身体 一直也是给了韩默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秀公主刚才那种疲倦的情绪 似乎已经消散了不少 扭动腰肢 重新在那张椅子上慵懒地坐下 而后瞧着韩默 嘴角泛起笑意 问道 知道为何 今日要让你与双儿见到吗 其实这也是韩默心中疑惑之处 摇了摇头 秀公主这次却没有卖关子 淡淡开口 道理很简单 不过是想让那丫头知道 你 已然大混 韩默皱起眉头了 本宫还是要谢谢你 秀公主声音颇有些严肃 至少丫头与你在一起的那两日 倒是很为开心 在宫中 很难见到她那样子开心 韩默似乎明白了什么 问道 双公主后来一直没有出宫 是否是公主阻止 秀公主摇了摇头 叹道 本宫不得不那样做 本宫不能让她再在宫外见你 一旦她对你有了依赖感 那便是本宫大大的失策了 韩默淡然道 公主果然是情报通天 无论是宫里宫外 所有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她今日带着小倩进宫进见淑妃 秀公主竟然在第一时间便知道 由此可见 这位皇族的游物 对于宫中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 那也是了若指掌的 深邃皇宫 发生着无数的事情 却都是在秀公主的眼皮子底下 韩默忽然觉得 虽说那萧贵妃以贵妃之身份 同管后宫 但是内庭的真正主人 只怕是深藏不露的秀公主吧 你是不是在心里责备本宫 秀公主看了韩默一眼 是否责怪本宫控制那丫头的行踪 韩默沉吟了一下 缓缓道 公主关爱小公主 这自然没有错 只不过 就如同公主所说 小公主在宫里没有笑容 何不让她出宫 都笑一笑呢 秀公主那一双美丽的眼睛 凝视着韩默 轻叹道 若非她遇见你 本宫还是可以让她偶尔出宫的 但是 因为你的存在 本宫便不得不将她安在宫中 不允许她出宫了 为何如此 依赖 秀公主正色道 本宫刚刚说过 担心她会对你有依赖感 我们只是好朋友 韩默苦笑道 我只是将她当作妹妹一样看待 我只是希望 她能多开心一些 秀公主说 本宫当然知道你没有其他心思 否则本宫也不会让她第二次去见你了 悠悠叹了口气 可是你对她越好 本宫便会越不放心 本宫不担心你有别的心思 只是担心 她对你生出依赖之心 对她来说 这注定只能是一种伤害 本宫 不愿意看到她日后由此而受到伤害 韩默微皱眉头 秀公主的话 显然不是表面这么简单 秀公主也并没有就这样的话题继续谈下去 看了韩默一眼 平静道 经理最近的事情多 你也该存些小心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还是往后拖一躲吧 这莫名其妙的话 韩默一时间还真是有些听不懂 以一种狐疑的目光看着秀公主 秀公主淡淡一笑 声音娇柔 也莫愿本宫插手你西花厅的事 只不过 对于你西花厅 本宫想来还是有兴趣的 总想看看你如何带着西花厅 恢复当年薛公言在世之时的风采 这一刻 韩默立刻将公主的身份转移过来 变成了东花厅的厅长 一山不容二虎 同行是冤家 燕国本来只有一个强势的暗黑衙门 但是如今 却是形成两个花厅并存的局面 不可否认 或明或暗 这两大花厅总是存在着竞争的 虽然到目前为止 双方在明面上没有掀起什么大的冲突 但是双方一直关注着对方的动静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韩默只是淡淡一笑 没有说话 你的人被蛇人抓去 对于你来说本是一场危机 不过 秀公主故意停了一下 美眸转动 轻声道 你处理的倒是不错 借此机会 倒是在西花厅树下了不小的威望 本宫 是不是该恭喜你 抖闻此言 韩默心里吃了一惊 她的眼眸则在这一刻 划过犀利的光芒 微眯着眼睛看着秀公主 一个念头瞬间在她脑中划过 难道 已知是她在背后高贵 其实她自己也觉得和秀公主的关系很是奇怪 私下里 二人间有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 至少在某些时候 秀公主确实表现出对韩默有某种情愫 但是在公事方面 韩默却也没有忘记过 二人所处阵营不同 绝对算不上朋友关系 首先是东西花厅本就是两个并不和睦的暗黑机构 身为燕国暗黑两大巨头 双方自然都会考虑到本花厅的利益 另一方面 秀公主是皇祖的人 而韩默则是世家的人 虽然如今在表面上看来 皇祖与韩家关系似乎很融洽 但是只要有头脑的人便知道 双方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 微笑和谐的背后 手上可都是握着锋利致命的快刀 皇祖与世家 终究是势不两立 水火不容 而皇祖和韩家也迟早会公开对立 这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任何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包括韩默在内 虽然私下里 二人偶尔显出真实的性情 但是归根结底 双方一直是处于敌对阵营 韩默脑中想到可能是秀公主在背后搞鬼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两个人也不会阴私忘功 或许双方在骨子里 一直是小心翼翼地警惕着对方吧 秀公主却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 淡淡一笑 郊区慵懒地动了动 平静说 本宫没那个心思 而且本宫若真想对你不利 也不会给你将计就计的机会 更不可能给你机会 让你在西花厅收复人心 提高声望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七百九十三集 你想说什么 本宫没那个心思 而且本宫若真想对你不利 也不会给你将计就计的机会 更不可能给你机会 让你在西花厅收复人心 提高声望 这一点韩莫倒是不得不相信 以秀公主的智慧真要出手 手段一定会更加高明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一次对方的计划 并不如何的高明 其中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 而韩莫早已看穿 其中的某些漏洞 迟迟不发 不过是在等待更好的机会而已 而韩莫倒是相信 如果是秀公主布的局 恐怕是很难发现其中的漏洞 公主误会了 韩莫微笑道 其实从一开始 我便知道此事与公主无关 只不过 公主似乎知道一些什么 秀公主叹道 本宫知道的实在不多 本宫只是想提醒你 如今外国使团尚在京中 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掀起任何风波 韩莫心知 秀公主肯定知道一些事情 只是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她也不多问 只是拱手 公主吩咐 臣下定当遵从 秀公主一只手贴到额头处 大拇指轻轻按了按太阳穴 看似很随意的 看似很随意的问道 韩莫 若是我大烟与清国无法谈下去 你们韩家会不会很失望 韩莫不动声色 只是微笑 只要对国有力 韩家便会高兴 若是对国不利 韩家都会失望 秀公主轻谈 此处就你我二人 也不必藏头漏尾 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 她看了韩莫一眼 妩媚笑道 本宫又不是凶兽 说错了话 也不会吃了你的 韩莫苦笑道 公主其实明白 一旦与清国无法谈下去 那就只能与魏国人结盟 后果必定是我 燕国儿郎奔赴沙场 血肉相拼 可怜路边无定谷 有始深归梦中人 可怜路边无定谷 有始深归梦中人 秀公主念了一遍 悠悠叹道 虽然是令人感伤的句子 可惜 这终不是你真正的理由 公主既然这样说 那臣下只能冒昧而言 一旦魏烟结盟 我韩家很快就会陷入危局 韩莫抬眼看着秀公主 萧家借战争揽拳 到时候 公主只怕也会很不舒服吧 这才是真话 秀公主笑了 韩莫 你知不知道 虽然你说起谎话的时候 很让人着迷 但本宫还是喜欢看到 你说真话的样子 这样看起来 更像一个男人 摇了摇头 悠悠道 不过本宫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 韩莫立刻凝视着秀公主 秀公主声音缓慢 什么消息 你很快便知道了 只是 这个消息带来的结果 对你们韩家并无什么好处 他凝视着韩莫 神情很平静 若无意外 庆国人 和我燕国已经无法谈下去 换句话说 若是没有好的解决法子 这一次 我大燕只能与魏国人结盟了 韩莫眉头再次皱起来 脸色也变得肃然起来 秀公主的神情已经充分地表明 她所言乃是十分肯定的结论 与魏国人结盟 这是韩家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只不过 主动权已经不在你们韩家的手中 甚至庆国的使臣 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结果 秀公主缓缓说 或许咱们大燕国的太师大人 正在仰天大孝 韩莫不知道 为何突然会有这样的转变 据她所知 如今三国的谈判尚在僵持之中 魏庆两国谁也没有占得上风 为何秀公主此时 却断言庆国已经没有了机会 秀公主 究竟得到了什么消息 韩莫的拳头微微握起 一旦燕卫结盟 那么萧族一党 在此次斗争中完全处于上风 最可怕的是 接下来 燕国必定会有军事动作 而燕国的焦点 将会立刻对准西北军 对准萧怀裕 战争一旦打起来 不可否认 以魏燕两国的实力 即使不能完全击垮庆国 却也绝对大有可能通过此次战争 获得巨大利益 而鞠躬制伪的 到时候必定会是萧怀裕 萧族在军中 甚至在燕国的声望 将更加如日中天 就算是皇族 到时候 也不得不向萧族 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账簿 萧家的得势 直接代表着 韩族一派危机的降临 到时候 面对军功制伪的萧氏一族 韩族一派 是否有足够的力量 抵挡住对方的反扑 身为韩族一员 韩末不得不考虑 韩族的将来 考虑韩族会面临的危机 秀公主没眼间 看起来心情也并不好 毕竟那样的结果 对皇族也并无多大益处 实际上 朝野稍有政治觉悟的人 都能看出来 皇族一直以来 对于萧家的强势 很为不满 近一年来 并不隐晦地扶持着韩家崛起 目的就是为了 与萧家以及苏家 形成鼎立的局面 三派鼎立 互相消耗 这是皇族 最愿意看到的局面 在此情势下 皇族也一直在 慢慢地积蓄着实力 各方势力 还是以一种 比较平衡的状态 往前推动着 但是一旦开战 皇族喜欢的这种局面 自然要被打破 作为皇族的一员 秀公主自然是要 维护皇族利益 她显然也不愿意 看到这样的局面 罢了 只怕你回府的时候 便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秀公主看起来很疲倦 慵懒的郊区显得绵软无力 您府中还有一位娇美的夫人 本宫也不耽搁你们在一起了 你先下去吧 韩默看着秀公主 并没有立刻退下去 只是沉默着 你想说什么 秀公主察觉到 韩默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由轻声问道 韩默忠实拱手 恭敬道 陈下有一事想求公主 王公主 能够应允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七百九十四集 首可摘星辰 黑色的夜空中 繁星美丽地让人心计 淡银的光芒 挥洒在燕京城的各个角落 温柔的微风吹动着树枝 枝叶发出沙沙的清响声 就如同在于梦中人轻声滴雨 沐浴星光的燕京城 也已经寂静下来 白日里的喧嚣 已被宁静所代替 苍穹之下 很少有人会将目光 转向一条老街的一家面馆 面馆门前 是一棵参天耸立的大树 枝繁叶茂将面馆掩映齐下 面馆之中幽静无比 柜台边的老板 已经眯着眼打盹 而那名伙计更是靠在角落处 强撑着要搭了下去的眼皮子 这家面馆做的是小生意 一直以来生意都算不上红火 每天只要天色黑下来 便会打烊收工 很少这么晚都敞开着门 但是今天却不行 因为铺子里还有客人 虽然他们已经很困倦 但是却也不敢上前去让客人离开 因为那两个客人的华柜装束 已经表明他们的背景 非富即贵 小小的面馆实在是得罪不起 而且他们十分相信 这两个客人离开的时候 肯定会留下很丰厚的赏钱 所以他们只能撑下去 总不会吃到天亮吧 伙计心中嘟囔着 寒墨神色柔和 静静地看着对面坐着的小公主 如同初见之日 小公主穿着那紫色的小袄 浅绿色的白褶裙 梳着两个小辫 一切都如初见一模一样 小公主只是低着头 右手握着筷子 夹着一根面条 小口小口地吃着 他吃得很慢 只是这一小碗面条 已经吃了大半日 或许在小公主的心里 希望时间就此停止 永远定格在这个时候 两人都没有说话 韩墨知道 此时在面馆四周 隐藏着不下十名暗黑立员 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 许久 小公主再抬起头来 那一双水灵灵的眼睛 此时却是无声无息地 滑下泪水了 韩墨温和地笑着 取出锦帕 伸过手去 就如同哥哥一般 温柔地为小公主 擦去眼角的泪水 可是 区区锦帕 如何能消去 小公主内心的伤感呢 莫哥哥 我们以后是不是不能再见面了 小公主看着韩墨 虽然泪水刚刚被擦去 但是新的泪水又从眼睛里滑落出来 精灵之泪 精盈提头 汉墨微笑摇头 揉声道 当然能再见 小公主摇摇头 青色的脸庞 却显出于年纪不相符的悲伤 你不用骗我 我知道的 姑姑今天让我出来 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以后 我再也不能出宫了 韩墨深情未安 却没有说话 他心中明白 或许今日相见 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见吧 秀公主答应了她的要求 允许小公主最后一次出宫 所以韩墨领着小公主 整个下午都在闹市游玩 他们逛街 看艺人们玩杂技 去戏院听戏 去茶馆喝茶 最后 来到这家小面馆 而这家面馆 或许便是最后离别的地方 小公主是皇室公主 身处深宫 被秀公主 呵护着 韩墨即使能够进宫 但是想见到小公主 只怕已经没有了机会 更何况 秀公主也并不愿意看到 二人日后还在一起 不愿意小公主 与韩墨走得太近 有这样的阻力 二人更不可能有机会见面 今日的快乐 日后只怕 很难重现 谢谢你 小公主自己失去眼角泪水 勉强笑起来 莫哥哥 能够认识你 双儿很开心 双儿会记着你的 韩墨心中更是黯然 凝视着小公主的脸庞 终于说 你放心 只要有机会 莫哥哥一定还会带你出来玩 还会带你来这里 吃面 小公主很清楚 这不过是一种奢望而已 但她还是用力地点头 双儿相信 莫哥哥一定可以做到的 下一次来 我要吃两大碗 韩墨尽量不让自己 显出伤感之色 如果那样 更会让对面的瓷娃娃 感到离别的伤感 所以只是笑道 你放心 下一次过来 咱们还保下这家面馆 你想吃多少 咱们就吃多少 小公主奄然一笑 用力点头 她放下筷子 从袖中取出香帕 擦拭一番 这才站起身来 缓步走到了面馆的门外 韩墨跟在她身边 二人并肩站在面馆门口 一阵清风吹来 小公主两手忍不住环抱起来 似乎有些发冷 韩墨急忙从身上脱掉外套 披在小公主的身上 小公主瞧了韩墨一眼 清秀可人的脸上 燕燃一笑 随即便抬起头 望着繁星似锦的天幕 轻轻说 莫哥哥 你知道吗 一直以来 我心中有两个愿望 是什么 第一个愿望 就是想再看看大海 小公主目不转睛地 凝视着天上的繁星 书里都说 大海浩瀚无边 海上有美丽的海鸟 海下有美丽的鱼儿 当年和父皇去吴郡 那时还小 只是看了一眼 我现在真想好好看看 韩墨转头看着小公主 充满憧憬的脸 心中只是感叹 这本来并不是 很难实现的愿望 甚至许多平民百姓 都可以实现 但是身为皇家公主的双儿 对此反而是一种奢侈 还有一个愿望呢 韩墨柔声问道 星星 小公主望着天上的繁星 嘴角显出笑容 多美丽的星辰啊 如果能够摸一摸 那该多好啊 韩墨眼睛亮了起来 她笑着请小公主说 你等一等 转身进了面馆 小公主有些奇怪 看着急匆匆 进入面馆的韩墨 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只见韩墨走到角落处 低声吩咐那小伙计句 那小伙计 奄奄欲睡的脸上 带着疑惑的表情 随即 见到韩墨从袖中 取出一顶银子 少说也有五六两 放到小伙计的面前 那小伙计时精神起来 睡意瞬间消失 小心翼翼地收起银子 更是往柜台那边望了吧 见到老板趴在柜台沉睡 顿时面上带笑 麻利地起身 往后面去了 很快 便见那小伙子 端着一个木盆子出来 交给韩墨 韩墨则是接过木盆子 快步出来 经过小公主身边 将那木盆子放在地上 而后请小公主招手 双儿 你来 双儿眨了眨眼 走到韩墨身边 往那木盆里看去 只见里面 确实盛满了水 木盆子底部 垫着黑色的方巾 而且双儿清晰地看见 天上的繁星 此时已经倒映在水面之上 随着水波轻轻晃动 波光淋漓 天上的繁星 已经是近在眼前 双儿缓缓蹲下身子 直见韩墨微笑道 从天上见了星星下来 你现在便可以摸一摸它们 双儿咬着嘴唇 本就泛红的眼睛 顿时又流出泪水了 伸出白嫩嫩的小手 轻轻抚摸水面 眼睛确实看着韩墨 双儿 还记得墨哥哥 送给你的仙袍吗 韩墨温和地看着小公主 柔声问道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七百九十五集 微局 双儿 还记得墨哥哥 送给你的仙袍吗 韩墨温和地看着小公主 揉手问道 小公主点点头 她当然记得 那件仙袍 是韩墨在幼时的时候 神仙赐予韩墨的护身服 穿上仙袍 便时时刻刻有神仙保护 能够抵挡任何妖魔鬼怪的伤害 这是一件隐形的仙袍 只有到了十八岁 方能看到仙袍的样子 韩墨这般对小公主说 小公主一直记着 也深信不疑 她一直都知道 自己身上穿着一件隐形的仙袍 谁也伤害不了自己 你记着 有了仙袍 谁也不能伤害你 韩墨柔声道 你以后什么都不必害怕 因为咱们都知道 会有很强大的神仙 在暗中保护着你 任何想伤害你的坏人 都会自食恶果 嗯 小公主点头道 莫哥哥 我记得 韩墨站起身来 沉默了一下 勉强一笑 听完了 莫让秀公主担心 你 回宫吧 小公主站起身来 娇小玲珑的身子 站在韩墨的面前 低着头 黯然无语 片刻之后 小公主才抬起头来 呼得上前来 在韩墨脸颊上亲了一下 然后迅速转身 到大树下解开一瓶马浆 翻身上马 也不回头 打马便离开 骏马飞驰 驰出十多米远 小公主忽地勒住马 调转马头 远远望着韩墨 不发一眼 但是精盈的泪水 却是无声地从眼角滑落 从白皙娇嫩的脸颊滑落 最后 如同珍珠一般滚落下去 韩墨也是无声地望着小公主 终是轻轻抬手 挥了挥手 小公主终是显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调转马头 催马而去 人马很快就被黑夜所吞噬 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星光灿烂 韩墨却是觉得身体有些发寒 一时间 他却是想起那一首词来 多情自顾 伤离别 耿纳看 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暗 小凤残月 此去惊年 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但与何人说 户部尚书府 韩玄道的神色 看起来奇差无比 手中捏着一块方圈 向来欲视冷静的它 此时眼眸子中 却闪着阴郁的寒光 西河王爷今日来访 韩玄道没有想到 带来了如此糟糕的消息 西河王爷和身边的云苍蓝 神色也很是不好看 云苍蓝靠在椅子上 似乎在想着什么 而西河王爷 则是很机械地喝着茶 韩玄道手中的黄圈 自然不是普通的黄圈 这是庆国崇仁帝 颁下的圣旨 圣旨的内容 其实极其简单 那是命令庆国使团 立刻返回庆国 没有其他的言语 仅仅是让庆国使团 返回庆国而已 但是旨意下的意思 自然是不言而喻 毫无疑问 庆国方面已经放弃了这次谈判 庆国方面虽然不想继续谈下去 但是自然也不会愚蠢到 公开在圣旨上 宣称终止与燕国谈判 这种时候 面子上的问题 还是要顾及到的 但是这份旨意在这个时候来临 那么也就证明 庆国朝堂反对与燕国结盟的势力 已经占了上风 谁都能够想象 这样一份旨意到达燕京城之时 在庆国内部 却是经过残酷的斗争 才最终决定下来的 本王早就说过 西河王爷看起来 似乎更是苍老不少 放下茶盏 无力地说 那帮子人 一直在国内反扑 多是在燕国谈判进展不顺利 时间拖得太长 弄不好便要出问题 一直以来 本王担心的就是这样一道旨意 来到燕京 如今却是噩耗成真 这是皇上的旨意 本王已经无力回天了 韩玄道将庆国圣旨放在桌子上 眉头紧重 双手扣在一起 若有所思 今日接到贵国君主的旨意 本王倒是很高兴啊 西河王爷看了韩玄道一眼 韩大人是尽力了 只不过 若是早些时日动手 早些时日 见到贵国君主 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本王尚未从四通馆起身 这份圣旨便及时赶到 还真是他妈的及时啊 西河王爷显得有些恼怒 堂堂王爷至尊 忍不住爆出了粗口 可见他心中的怒火实在不小 韩玄道叹了口气 哎 王爷莫太恼怒 免得伤了身子 也顾不得了 西河王爷苦笑起来 本王年近六十 这一生都是碌碌无为 此番前来燕国谈判 倒是本王主动请应 本王好歹也是大庆皇族 这一生之中 总要为我大庆国做一些事情 本以为能借此番谈判 了本王心中之愿 便是闭了眼睛也无遗憾 只是可惜啊 这一份旨意 将本王先前所做的所有努力 都付诸东流 化为了灰烬啊 韩玄道俯着胡须说 啊 王爷 本官倒也曾听说 你们沁国后堂的强势 但是实在是没想到 竟是强势到如此地步 唉 他们当真是因私利而废国本 阻扰谈判 对他们来说能有多大的好处啊 贵国圣将伤大将军 难道就没有对策 喜和王爷说 唉 不瞒韩大人 若无圣将周旋 咱们大庆根本不会派使团来 只不过圣将终归是军人 玩弄起权谋 岂能是后党的对手啊 而且后党 唉 罢了罢了 再说这些也没用了 向着韩玄道拱手苦笑着 韩大人 上次前来府上道别 不过是不得已之计 无非是想催促韩大人早些出手 让贵我两国的谈判 能早有结果 但是这一次 本王却是真的要与韩大人辞别了 入燕京以来 一直承蒙韩大人照顾 本王很是感激 心中也一直将韩大人当作朋友看 只不过 此一别 贵我两国必将是化有为敌 本王只怕也要与韩大人沙场相见 再无机会把酒言欢了 到了如今这个份上 情势显而易见 庆史撤离 终止谈判 受益最大的 自然就是魏国人 在只有一个谈判对手可谈的情况下 魏国人 绝对是最受益的 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 燕国还会受到一定损失 在没有谈判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魏国人自然不会拿出太过丰盛的谈判条件 庆国使团的撤离 必定会被萧太师一党抓住把柄 大肆斥责庆国的无礼 谈判中途撤离 那就是对燕国最大的亵渎 如此情况下 朝野的舆论自然是对庆国产生敌意 那么整个国家的结盟倾向 自然也会倒向魏国一边 在没有太大阻力的情况下 魏燕结盟只是迟早的事情 如此一来 燕国必定会与魏国 进一步磋商战争计划 本来是魏庆之间的战争 必定会将燕国也拉入进去 那个时候 韩祖一派自然不能违背 燕国的整体战略 只能够参与到对庆国的军事作战之中 服务于萧怀裕所领导的军事系统之中 事情如果真是这样发展 韩祖也将陷入危局之中 西河王爷说 两人要在沙场上相见 却绝非虚言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七百九十六集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如今就算是本王想接受你们那位太师的条件 也没机会了 西河王爷叹了口气 站起身了 颤巍巍地向韩玄道拱了拱手 韩大人 深夜打扰 亦是讨扰多时 本王先行告辞了 若是此战过后 本王不死 为我两国能重新江河 本王愿意再与韩大人把酒言欢 显得很无奈 摇头叹道 告辞了 云苍蓝一直是一语不发 见西河王爷起身 也站起身了 将韩玄道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沙场之上 怨平赐教 韩玄道也站起身来 却是缓缓说 啊 王爷准备 何时动身呢 韩大人也看到了旨意 西河王爷从桌上拿起圣旨 收紧袖子里 旨意上说得清楚 见到圣旨 即刻启程 返回上京 韩玄道神情肃然 王爷能否缓上两日 看看是否有转机 转机 西河王爷摇头叹息 执意已下 无需再谈 哪里还能有什么转机啊 王爷 韩玄道正色道 韩某不才 单请王爷能迟还两日 此战一开 贵我两国无数二郎 必将葬身杀场 无数孤儿寡母将云集于世 哪怕是有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也不可放弃啊 西河王爷皱起眉头 看到韩玄道一脸肃然 不由问道 韩大人有法子 总要让本官再面见圣上一次 韩玄道皱着眉头 王爷 今日圣上召见 您进宫之时 可有说些什么 西河王爷说 今日是在宫中的前兴殿 召见我们 除了本王 还有魏国那位老家伙 清元先生 是 西河王爷点点头 本王进宫之前 刚刚接到了这份旨意 心情可想而知 进宫之后 燕帝倒是设了小宴 请本王与清元先生在座 韩玄道凝视着西河王爷 仔细聆听着 西上燕帝却未谈国事 只是询问我两国的一些风土人情 西河王爷平静说 实际上贵国君主的心思 本王是十分清楚 只不过是想通过这些 了解我国当前的局势 以及财力而已 啊 王爷睿智 韩玄道感叹了一声 宴席过后 本王身体便很适不适 辞别出宫 倒是那位清元先生 只怕是与贵主相谈甚欢吧 西河王爷摇了摇头 事已至此 局势也已定 不须徒劳了 韩玄道上前 搀扶着一脸疲态的西河王爷 问言说 啊 王爷最近操劳过度 该当保重身体才是啊 韩某指望王爷 能在燕京再待上两日 两日之内若无转机 玄道也只能亲自送王爷离京了 只不过 圣旨名言 令本王皆旨 即刻返京啊 西河王爷犹豫了一下 终是轻轻拍了拍 韩玄道的手臂 本王身体不适 又急在身 一时无法启程 只能多留两日 待身体稍微康复 才能返京了 韩玄道显出笑意来 啊 王爷放心 玄道经夜 便请御医 去为王爷诊断 云苍蓝在旁 终于向韩玄道行了一礼 恭敬道 韩大人 若有用得上苍蓝之处 但请吩咐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韩玄道笑着说 云大人客气了 若有相助之处 本官绝不客气 宋别西河王爷 韩玄道立刻返回房里 在夫人韩曹氏的服饰下 换上了巢服 老爷 这大半夜 你是要去哪里啊 韩曹氏 见韩玄道从头至尾 脸上都是一片肃染 不由担心问道 进宫 韩玄道声音平淡 明日便有巢会 今夜不进宫 明日只怕要出大事了 韩曹氏芒说 如此深夜 圣上只怕已经安歇 深夜进宫惊扰圣上 我料定圣上 尚未休息 韩玄道愣笑着 咱们的这位皇帝啊 此刻只怕就在宫中 等着我前去呢 就算真的惊扰了他而获罪 也总比眼睁睁地 看着咱们韩家 走向危局要好 韩曹氏心中明白 能够让韩玄道 在深宫半夜 冒着惊扰皇帝的风险 去深宫觐见 那么事情 必定是非同一般 忍不住说 老爷 不如连夜之会 兵部尚书范大人 大理寺清胡大人 一起进宫面圣 若不然 将三弟也一起带上 人多了 圣上也不会责罚 韩玄道闻言 眼眸子显出冷丽的目光 豁然转身 冷视韩曹氏 韩曹氏见到韩玄道 冷丽的目光 心中一惊 妇人家 不要过问正事 韩玄道冷声开口 难道是要去逼宫 韩曹氏闻言 低下头 不敢再言 虽然人人都知道 我们三家如今关系和睦 但是有些事情 即使天下人都明白 也不可摆在台面上 韩玄道冷声说 更何况 范狐两家虽然如今与我韩家交好 却不过是形势所迫而已 难不成你以为 他们真的甘心跟随我们韩家 谁家没有自己的心思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有一日他们找到机会 反而会在我们韩家背后 狠狠咬上一口 贺家背着萧家置办兵背 野心勃勃 前车之简 难道你不知道 韩曹氏连忙说 切身胡言乱语 老爷你息怒 莫伤了身子 韩玄道叹了口气 咱们对任何人 都要有提防的心思 否则便是被人吃了 那也怨不得别人 有些事情 还是少让那两家掺和的好 冷冷一笑 低声说 而且咱们的皇帝 有些事情 未必愿意让太多的人知道 人去的多了 有些话反而不好说 甚至会让皇帝对我们生出戒备之心 到时候适得其反 反而不妙了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目 下集更精彩 第七百九十七集 一集当年事 肖太师最近这几日 每日里都是很晚才睡 在这种时刻 一个老人家考虑的事情 总会很多很多 即使躺在床上 那也是难以合眼 太师为了方便办事 除了在书房 备有大量的藏书 就是在自己的卧室之中 那也是准备了不少的文书 这些文书的内容 自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观赏 夜色深沉 太师物资坐在书桌边 披着衣裳 就着油灯 手指狼嚎在纸上写着什么 她的身体显然不是很好 不时地咳嗽几声 有时候咳嗽起来 脸上憋得通红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只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 爷爷 还没歇息吗 太师眼中 划过一道犀利的光芒 但是那道光芒很快消失 眼眸子显出复杂之色 望着被敲响的房门若有所思 一时间竟是没有回答 爷爷 安歇了吗 门外那柔和的声音又响起 灵芝为你熬了参汤 小太师终时轻叹一声 起身了 过去打开了门 死合地看着门前的秀丽女子 问言说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有歇息啊 啊 爷爷你不也没有安心吗 站在门外的 自然是清美脱俗的销灵纸 身着乳白色小外偶 内着玉色罗衫 穿一件水色纱裙 左手拎着瓷罐 右手则是拿着一支玉碗 脸上带着清美的笑容 您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 晚上便少熬夜才是 你身子一向不好 这是灵芝刚熬出的参汤 您老多少喝一口补补身子 夜里熬夜费神 补些参汤倒是可以提提神的 萧太师慈祥地笑着 进了屋内 萧灵只倒了半碗 参汤在玉碗当中 放上玉勺 这才奉给萧太师 萧太师接过玉碗 竟是将小半碗 参汤锯都引下 萧灵只将玉碗接了过去 便要再为萧太师道谢 萧太师已经白手 罢了罢了 人老了 凡事都不能贪度 刚才那一小碗 已是让老夫舒服多了 若是再饮呢 反而会撑得慌 萧灵只笑了笑 收拾好碗勺 拎起瓷冠 说道 爷爷 那您早些歇息 都到子时了 莫要太熬夜 说完 行了一礼 便要退下 萧太师开口道 灵只 你稍等一下 萧灵只转过身 问道 爷爷还有什么吩咐吗 萧太师沉吟了一下 才温和笑着 你到这边来坐下 爷爷呀 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萧灵只犹豫了一下 终是上前去 站在书桌旁边 却没有坐下 坐下吧 萧太师柔声道 萧灵只这才坐了下去 灵只犹啊 你今年 已经二十了吧 萧太师凝视着萧灵只 抚着花白的胡须 闻言问道 萧灵只轻轻点了点头 嗯 还有三个月 还有三个月 哎呀 世光如水呀 萧太师轻叹一声 这一晃间 七年便已过去 你也从一个小丫头 出了成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了 凝视着萧灵只 喊笑问 灵只 还记不记得 咱爷俩的第一次相见呢 萧灵只点头 灵只此生永不会忘记 若非爷爷当年救下灵只 灵只今日 只怕是早已不在人世了 萧太师摆了摆手 叹了口气 哎呀 也不是这般说 靠在椅子上 脸上显出一丝思绪之色 轻轻开口 老夫记得 当年初见你之时 那天可是下了大雨啊 萧灵只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却不知萧太师为何今夜 旧式重提 那一年 是老太夫人八十大手 萧太师嘴角含着微笑 她老人家高手 我这做儿子的 自然是要回去为她助手的 老太夫人这一生啊 都是在青朴老家生活 很少离开那儿 便是我们都进了京 她还是要在老家生活 不肯进京 如今想来 老人家那身炼土 青浦县 是快基郡下辖的一处县府 萧家也是发迹于那里 所以在萧氏族人的心中 他们的根便是扎在快基郡青浦县 萧灵只只是静静地看着萧太师 一时间弄不清萧太师今夜 为何要回忆往事 所以并不言语 那一日大雨倾盆 老夫为了早些赶回老家 拜见老太夫人 却是马不停蹄 冒于返乡 萧太师声音缓慢 老夫还记得 车队刚要进青浦县城之时 便有人在路边发现了你 那时 你还只是个小丫头 不知是何原因倒在路边 一场湿头昏迷不醒 当时老夫见到你 你便只有一口气 萧灵只深情黯然 低下琴手 轻声道 当日若不是爷爷收灵 灵只只能成为路边的孤魂野鬼了 萧太师微微一笑 继续说 老夫令人将你带回了城 请了大夫 总算是天可怜见 保住了你一命 他神色柔和 面容死想 后来一打扮 却是一个极标志的小丫头 当时老太夫人高手 老夫心情不错 也颇喜欢你这孩子 便让你 拜老夫为干爷爷 一黄奸 一十七年过去 这些年 于公于私 你都帮了老夫许多 老夫的心里 那也是真的将你 当成了我的孙女 萧灵只急忙起身来 向萧太师跪道 爷爷的大恩 灵只此生无以为报 快起来 萧太师急忙道 哎呀 你这是做什么 竟是从椅子上起来 快步上前扶起萧灵只 谈道 灵只啊 这些年来 你对老夫的关心 老夫是心智肚明的 光我萧家众人 能将老夫放在心上的 也只有你一人而已 我那些子孙 在孝心上 那是没有一人 急得上你 老夫如今 尚未老眼昏化 这些事情 那都是清楚的 萧灵只摇了摇头 比起爷爷当年的救命之恩 灵只做的这些 那都只是分内之事 萧太师微微汗手 颤微微地回到椅子上坐下 温言说 灵只啊 这一阵子 你每夜都很晚才救济 而且瘦了不少 心中是否有什么难事 若有难事 尽管向爷爷说来 爷爷虽然年老体衰 但是有些事 还是能够帮上你的 没 没有 萧灵只低下头 她的两手搅着一脚 便是傻子也能看出来 这位姑娘心中 必定有着大大的心事 萧太师苦笑着摇了摇头 柔声说 哎 也深了 你先回去歇着吧 啊 本事想开一些 总不能伤了自己身子才是 记住爷爷的话 这天下剑呢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爷爷这一生啊 遇到了无数的风波 但是 依然一道一道 砍得过来 萧灵只点头 抬头看着眼前 慈祥的老人 爷爷 灵只明白了 你早些歇息 萧太师温和一笑 抬起手 轻轻挥了挥 示意萧灵只 下去歇着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198集 前方谈 后方谋 萧灵只拿起瓷罐碗勺 走到门边 萧太师忽然说 孩子 有些缘分 那是上天注定的 强求不得 该是你的 跑也跑不了 不是你的 就不要多去烦恼了 萧灵只娇去微微一震 回过身 盈盈一礼 这才退了下去 萧太师望着萧灵只离开 摇了摇头 一声叹息 眼中充满着复杂的神色 他沉默了一阵 随即将披在身上的衣裳 往上拉了拉 提起狼嚎 便又开始书写起来 过了小片刻 终于放下笔来 拿起写满自己的纸张 看了一遍 从旁取过一只信封 装了进去 便在此时 门外又传来脚步声 脚步匆匆 很快 方才被萧灵只带上的房门 被推开 公布尚书 萧怀金已经急匆匆地 冲进了房间里了 他神色阴沉 双手握拳 进屋后左右看了看 见到萧太师在书桌边坐着 立刻往这边走过来 萧太师皱起眉头 淡淡说 何时如此惊慌啊 我一直教你浴室冷静 多少年下来 你怎定没有半点长进 萧怀金喘着气上前来 爹 进宫了 进宫了 他说得很不清楚 萧太师皱着眉看着他 喘过气来再说话 这天呢 踏不下来 萧怀金顺了顺气 才压低生意 爷 孩儿听你吩咐 命人监视着 韩家两个兄弟的动静 今晚庆国的那位 西河王爷 去了韩玄道府上 半夜才离开 那西河王爷离开之后 韩玄道便深夜进宫去了 萧太师神色平静 坐在椅子上 泰山一般 扶着胡须 是否派人在宫外守着 韩玄道出宫没有 没有 萧怀金说 进去了半个时辰 不见出来 那定然是真的进宫 见到了圣上 若是圣上 歇下不见 韩玄道早就该出来了 萧太师眯着眼睛 目光闪动 沉吟片刻 才淡淡说 先前有人禀报 西河王爷 今日进宫面前圣上之前 从沁国来了几个人 其中 还有一名通室社人 也就是说 沁国方面 肯定是来了旨意 萧怀金盲问 爹 你可知沁国来了什么旨意 萧太师此时 早已没了之前的慈祥温和之色 取而代之的是阴冷表情 那眸子里闪动着丝丝寒光 并没有当面宣读 所以并不知旨意内容 不过 清元先生出宫之后 对我说过 那西河王爷入宫之后 神情很不好 而且 颇有些神不守舍 以我看来 必定是那旨意所致 西河王爷 是商中离一派 那是铁心要联合我大燕 能够让他那样神不守舍 恐怕 是后院起火了 后院起火 萧怀金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 萧太师冷笑 清国的后党 那可是强悍得很 这一份旨意 恐怕是按照后党的意思 扳下来的 爹 后党会是什么意思 萧太师冷冷看了萧怀金一眼 虽然这个儿子 如今也算是位高权重 但是一直以来 都算不得厉害人物 换句话说 这个大儿子 总是很难看清 某一些大的局势 想想远在边关的小儿子 再看看眼前的大儿子 萧太师总是有一种无奈感 后党 一直在阻扰庆国 与我大燕结盟 萧太师 只能这样解释 若是老夫没有猜错 清国的旨意 只怕是要召回清国使团了 萧怀金一愣 随即显出不可思议之色 这 这怎么可能 清国的后党 难道疯了 萧怀金走到旁边 拉过椅子坐了下去 难以置信 爹 你例子是说 清国后党 故意在背后破坏清国 与我大燕结盟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清国人那岂不是自取灭亡 萧太师神情阴质 淡淡说 若是乍一听来 十个人 便有九个人会说清国后党是疯了 只不过 仔细想来 明白清国如今的局势 那倒也释然了 萧怀金一震 虎疑地看着萧太师 清国后党如今在清国 那可是最强一党 萧太师冷笑 重人帝好色成性 却又懦辱无比 据我所知 清国如今的朝政 那是有一半把持在庆后的手中 庆后所言 重人帝十有八九都是一从的 也正因如此 这些年来 后党日盛 全清朝野 萧怀金摸着有些凌乱的呼须 微微皱起眉头来 爹 即使如此 那清后便更不会这样做了 后党把持清国朝政 自然是希望清国越安全越好 只有那样才会有大益处 若是这样 便更应该全力争取 与我大焰结盟啊 却为何要从中作隔 大肆破坏谈判呢 这 这可有些说不通了 萧太师 将桌上的茶盏推了过来 萧怀金这道不笨 急忙上前拿起茶盏 过去为茶盏针上茶水 这才双手奉送过去 萧怀金接过茶盏 拧了一口 润了润嗓子 因为伤中离 伤中离 上京圣将伤中离 那可不是白得其名 萧太师声音缓慢 清国看似国土辽阔 物产丰富 钱粮无数 但是这只是表面而已 清国的贵族官员们 那可是远远赶不上 我打烟清廉 生活之奢华 更是我打烟官员 无法比拟 清国人附庸风雅 凡事都要讲大排场 便是区区一介 小小的县令 据说排场便急得上 我一郡郡守 如此穷尽涉迷 便是国土再辽阔 那也经不住 他们那般挥霍 萧怀金立刻说 啊 爹 这事我还真知道 我听说清国中山郡 坐拥几十处打金矿 本来清国朝廷 明文竟只不许 地方官府开采 可是中山郡 三县官员 却是置若罔文 大肆开采 那三县的支县 征荣彼赴 什么地方都攀比 此时后来 京东庆国朝野 朝中派出清差 下去调查 据说当时结果出来 那清差 竟是经的一个时辰 说不出来话 那三县县令 攀比机械 最多的一个 竟有三十七人之多 而且每一个 都置办宅子 那些宅子 任意一座拿出来 都是要耗费 几千两银子的 可谓是奢靡无度了 据说在中山县之下 有些百姓不堪压榨之苦 欲要上京告状 被他们得到了消息 挡在道上 准备进京告状的 十几名百姓 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着无数百姓的面 活活被打死 他说起来 竟是显得有些气愤 实际上 以上七下贪污纳垢的事情 他也做过不少 但是说起那几名县令 肖怀金眼中 竟是显出怒火来 或许在他的心中 那些大贪的事 只能是位高权重者能干 小小的县令 竟是那般奢侈狠毒 那却是很不适合的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目 下集更精彩 第七百九十九集 因为伤中离 后来这事查出来 庆国管理制的监察院 欲要查办 却为何不知 突然终止查办 那三名县令 竟然没有受到惩处 依然无法无天 肖怀金握着拳头说 那自然是他们 买通了朝里的人 而且 他们似乎也都是后党的人 肖太师微微汗手 由此可见 庆国从上到下 那都是烂到骨子里的 上有崇仁帝如此昏君 下有欺压百姓的刁冠 更有后党乱政 如此国家 浮烂到根基 所谓的上国之邦 那也不过是 他们自己给自家挂上脸面而已 他们的骨子里 已经是虚弱不堪 顿了顿 才向萧怀金问道 如此不堪之国 为何卫国要穷尽 十年之力整备 到今日才发难 为何怀育手掌雄兵十万 却不敢北上呢 因为 伤中离 小怀金 小心翼翼地说 小太师叹了口气 当然是因为他 伤中离是沁国 最后一根支柱 伤中离一倒 整个沁国 也就垮了 他的目光如冰 嘴角却又挂着一丝冷笑 我刚才说过 后党在沁国 把持了一半的朝政 虽然狂妄无比 却也不能肆意妄为 归其原因 另一半的朝政 便是伤中离阵中的 如此情况下 后党自然是伤中离 为眼中钉肉中刺 除之而后快 沁国的那位皇后 一定也明白一个道理 她要想总揽朝政 想要一手揽着沁国之权 便需除掉这个最大的阻碍 小怀金皱起眉头 那岂不是自断手足 有时候因为一些事情 会让人忘记另一些事情 小太师叹道 权势实在是好东西啊 在他的诱惑下 总会忘记许多东西的 伤中离首长沁国天下兵马 沁国的军权 全都在伤中离的手中 萧怀金声音缓慢 沁国武道兵马 通兵之将 都是伤中离手下出来的人 那后党权势日大 无非是因为崇仁帝 对沁后言听计从 这才一步步强势起来 但是没有军权在手 后党只怕也奈何不了伤中离 更别说除掉伤中离了 他握着拳头 忍不住说 以孩儿之见 那伤中离实在是太过于衷 以他手头掌握的权力 只要大手一挥 率兵拿下上京城 去从人帝而代之 谁又能阻挡 那个时候 后党根本不是伤中离的 议和之敌啊 放肆 小太师猛的立合出声 指着萧怀金一脸怒死 你还有没有脑子 如此言语 怎可忽言乱语 萧怀金一愣 不知萧太师 缘何如此恼怒 但是很快 他就明白了一个原因 庆国的伤中离 就等于是燕国的萧怀裕 萧怀裕在燕国 又何尝不是手握 西北雄兵十万 萧怀金口不择言 说商中离可以造反 取而代之 这话要是被人听见 那就等同于说 萧怀裕可以领兵造反了 如此言语 萧怀师自然是极为恼怒的 燕国世家争斗 尔虞我诈 明面暗面 自然都是天下皆知的事情 这毕竟是你死我活之争 谁都知道 在燕国的国情之下 一个世家想要存活下去 只能壮大自己的实力 除掉竞争对手 但是篡夺地位 诛灭皇族 这却是谁也不敢胡言乱语的 皇帝是上天之子 皇族是国之天祖 在天下子民的心中 国作在皇族 国脉在天子 只有皇族才是国之正统 任何对皇族有触动者 那便是乱臣贼子 天下人得而诛之 任何一个世家 即使心中有着无数的想法 但是事关天道正统 谁也不敢有 知言骗语的显露 皇族便是再弱 终究是天之正统 谁若敢冒天下之大部位 对皇族动手 势必会遭到天下舆论的痛斥 更会遭到无数势力的攻击 所以在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想要娶皇帝而代之 历朝历代 那都是极有风险的事情 虽然是在自家私事 这一类话那也永远是禁语 萧怀金知道自己失言 不敢在语 萧太师无奈叹了口气 才说 正因伤中离手握天下兵马 后当无计可施 才要借这次机会 从中作坑 破坏燕庆谈判 只有这样 或有机会搬到商中离 他端起茶盏 又饮了一口 才缓缓说 你且想一想 若是我大焉与庆国结盟 庆国后顾无忧 以商中离的本事 未必会输在司马晴天的手上 弄得不好 商中离率领庆军击退卫军 如此一来 商中离更是功劳贤赫 权势会更省 后当一派 更是会此消彼长 商中离军功之下 清后便更难在朝中施展手脚了 顿顿 继续说 退一步讲 即使商中离不省 只要顶住司马晴天的进攻 那也是大功一剑 到时候 庆国人更会明白 商中离对于庆国的重要 如此一来 后党依然占不得便宜 孝怀今似乎明白了什么 眼睛一亮 但是如果燕庆谈判失败 我大焉与卫国结盟 前后夹击 有司马晴天和怀玉联手 商中离只怕就抵挡不住了 小太师点头 不错 司马晴天率卫军东进 怀玉率我西北将士北上 两路大军 狐狼之士 商中离身后 只是一个空了架子的庆国 那是万难抵挡两路大军的进攻 他俯着胡须 声音缓慢 商中离只要连败几仗 后党必会跳出来弹劾商中离 丢成尸体 到时候 商中离只怕就不好过了 哎呀 商中离是个要颜面的人 连续战败 就算后党不参谈 只怕他自己也会主动向朝廷请罪 那时候 庆后从中作梗 商中离的兵权 就保不住了 若是商中离在两路大军的夹击下 邪剑沙场 那更是会正中后党心意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萧怀今恍然大悟 那个愚蠢的妇人 难道就不想想这样一来 他庆国毕竟处于危局之中吗 萧太师摇了摇头 哎呀 妇人之心迹 难以预料 或许 他还有别的后招 也未可知 能够把持庆国半壁江山 这位庆后 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 这能有什么后招啊 你莫忘记 攻打庆国的是 威烟两国之军 一旦连胜 只怕我打烟与魏国之间 就要生些是非出来 萧太师如同老狐狸一般 平静道 老夫一直以为 此战就算胜 秦国也难以覆灭 秦后 总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萧怀今黑黑笑着 嘿嘿嘿 不管如何 我大烟总是会站立的 让他们争个你死我活 争得越凶 我大烟获利越多 脸上显出兴奋之色 若是从庆国来的旨意 真的是召回庆国使团 那庆后 反倒是帮了我们肖家大忙了 庆史一撤 便只有魏国人与我们谈判 只要我们在好生谋划一番 必能与魏国结盟 如此一来 怀玉 必能剪下赫赫战功 我肖家 必将如日中天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八百集 萧宫 萧太师咳嗽起了 随即取出手帕擦拭嘴角 毛子里显出阴沉之色 深更半夜 韩玄道连夜入宫 事情自然不简单 老夫还真想知道 韩玄道有什么法子逆转行驶 冷冷一笑 明日朝堂 老夫清除折子 看看韩家兄弟 是否还有精力管这档子时 忽得想到什么 将刚刚装好的信函 递给萧怀金 吩咐道 火前封上 派得力之人 连夜将此信函 往边关送去 交给怀玉 父亲 这是 萧怀金 接过信函 疑惑道 为请开战 我西北军将士 总要做些准备 萧太师 胆胆笑着 让怀玉 往户部催一催 钱梁军饷 往兵部催一催 装备军马 总要让韩玄道 和范云澳忙起来 让他们无暇顾及踏实 萧怀金忍不住说 别 这一手真是高明 还儿福了 四日清晨 宫内鼓起 群臣入朝 燕国朝会 三日一朝 这三日来 发生了不少事情 但是众人最在意的 自然是皇帝陛下 在昨日接见了 两国使团的正使 朝臣们都知道 今日朝会 总要拿出一个结果来 究竟与谁结盟 已经无法再拖了 太平殿上 直李太监持扶尘而出 高声喊道 圣上驾到 殿上 已经等候多时的朝臣们 立刻整肃一山 拜扶于地 七生山呼万岁 皇帝从旁转过来 往龙椅上坐下 挥手淡淡说 都平身吧 待众臣起身 在皇帝的事宜下 直李太监才高声道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当然不会无事 只不过 近日却有些反常 往日朝会 御史台的御史们 总要第一时间出来 揍上一些事情 然后弹劾某人 再然后 又互相在朝堂上 打起嘴杖来 不过 今日 御史们都没有行动 一个个眼观鼻 鼻观心的 站在对列当中 作为燕国的一大怪胎 御史台这帮子 骂人不嘴软的家伙 安静下来 反倒让朝堂 有一种出奇的诡异 皇帝嘴角 划过一丝冷笑 他在心中猜测着 今日的朝会 将会以一个 什么样的议题开始呢 一阵沉寂过后 公部尚书 萧怀金 终于从朝列中出来 起奏圣上 臣 有事要饼 皇帝微微皱眉 他倒是了不到 今日 第一个走出来的人 竟然是萧怀金 今日 东海镇府军 往公部来了攻函 萧怀金 恭敬说 韩玄陵上报 镇府军战船 已有五艘破损严重 恳请公部派人 前去修缮 臣请圣上示下 是否该派人去修 皇帝心中顿时明白 才撤东海镇府军的事 已经从萧怀金 这里开始了 他不由往 韩玄道那边看去 只见韩玄道 神色淡定 如同老僧入定一般 没有半死异色 皇帝声音平淡 此事 不是向来 由你们公部自行处置吗 今日为何要朕的意思 回皇上 五艘战船若要修缮 也需不少银子 臣是在考虑 如今边关情势不同从前 凡事都要以西北军为先 却不知户部如今 是否还能拨出银子 往东海去修战船 萧怀金瞥了韩玄道一眼 冷冷一笑 继续说 若因为公部的事 到时候户部缺了银子 往西北攻击不少 微臣担心户部到时候 要责怪公部胡乱花银子了 所以微臣斗胆 此事请圣上做主 哦 皇帝嗷了一声 望向韩玄道 平静开口 韩爱卿 你如何看 韩玄道出列发言 齐奏圣上 肖尚书所言 倒是让微臣 颇有些诧异 今年公部立项甚多 公部的官员 也是每日离往户部催营子 说句不怕圣上降罪之言 公部有几名官员 几乎是日日在户部蹲点 时时催促着工程款项 微臣都想让公部立项 给几位公部的官员 在户部衙门里 修几间院子了 也好让他们 就在户部衙门住下算了 若是公部有这个立项 微臣便是砸锅卖铁 那也是要将银子 筹措给公部 他这话一说出来 顿时朝上便有不少人笑起来 本来僵硬无比的气氛 顿时缓解不少 萧怀金文言 不由狠狠瞪了韩玄道一眼 今日萧尚书 应整修几艘战船 却要请奏圣上 微臣更是诧异 韩玄道缓缓说 公部往户部催 其他工程的影子 从未有过担心 却为何因为修缮几艘战船 却要担心日后户部 会因为缺少银子 而找公部的麻烦呢 此 微臣失所不解 萧怀金皱气浓霉 东兄说 徽圣上 臣只是奇怪 如今东海镇府军并无战事 却为何战船总是破损 年年都要往潮里要银子修战船 臣是担心 我公部若是年年 以这个理由往户部咬银子 恐户部的同僚 会有些厌烦而已 比起修缮战船 臣倒是厌烦 萧尚书派人在户部 天天催咬银子 韩玄道声音平静 而且萧尚书 似乎还不了解 东海水师的状况 不瞒萧尚书 东海镇府军的战船 就算是没有战事 那也是有着极大的消耗 每日离在海中浸泡 受海浪冲击 而且为增强我大烟水师之战力 战船还需用来操练水师 更有纳海上匪货 政府军每月都要出海巡视 经受海上大风大浪之冲击 这些都要让水师战船受到损伤 所以修缮战船 那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户部虽然潜梁紧张 但是公部若是立项修传 户部也不会置若网闻的 却是萧尚书自己多虑而已 便在此时 从队列中间出来一人 向皇帝恭敬说 圣上 臣有事要走 朝臣们将目光望过去 只见却是户部侍郎 萧桐光 萧桐光是萧太师的亲弟弟 更是如今刑部尚书萧万长的父亲 兼着户部侍郎的差事 当初与昌德侯曹音 一同前往东海郡 调查过响吟失踪的案子 在东海之时 那是对碧姨娘有过垂贤之心 萧桐光的能力 比起其凶 自然是远远不如 就是连自己的儿子萧万长 那也是挤不上 实际上 这位萧侍郎最大的爱好 便是借着萧家之事 在京中玩弄一些妇人而已 他生性爱好熟妇人 暗中也不知道 玩弄了多少美艳熟妇 他虽然能力不强 但终究是萧家很有辈分的人 不看僧面看佛面 因他身后有着强大的萧族 所以在京中干的那些龌龊事 却是没有多少人敢过问 更有些想依附萧家门下的达官赋户 想走萧家的门路 便去奉迎这位萧侍郎 送银子自然不在话下 有些知道萧侍郎爱好的 更是千方百计悬摸一些美艳熟妇 专门送与这位侍郎大人玩弄 户部的大权 毫无疑问 自然是掌握在韩玄道手中 但是萧同光这颗钉子在户部之内 却也是让韩玄道很不舒服 萧同光的存在 自然让户部有一批人 因为萧家的原因而跟着他 所以户部一直以来那也是分为两党 只不过 韩玄道的手段远高于萧同光 所以除了掣肘韩玄道 独领户部之外 让韩玄道在户部账目方面更加小心之外 萧侍郎一党 却也不能给韩玄道在户部的地位上造成太大的威胁 往日朝会 这位户部侍郎都是极少说话 便是朝堂上争得再凶 他也是躲在人群里不说话 毕竟他的口才不好 搞不好越说越乱 而萧族一党在朝堂上能言善辩的人物又不缺乏 争论起来也用不上他出马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801集 发难 他今日陡然出来 却是让朝臣们都有些纳闷 但更多的人却都清楚 萧同光出马 估计是要坏韩玄道的事了 毕竟萧同光身处户部 说的自然也只能是户部的事 户部韩玄道既然出来说话 自然用不上别人 户部侍郎出来 那十有八九 是要与户部尚书唱反调了 果然 只听这位嗜好美妇人的户部侍郎 大声说道 起造圣上 今年宜春水患 不但无法收缴足额赋税 只怕还要倒贴不少银子进去 处理水患之后的事宜 这一阵子 户部已经把几十万两 用于宜春的灾后重建 比起往年 户部今年收取的赋税 必将大大减低 他脸上危险得意之色 毕竟在朝堂上 很少有他露脸的时候 但是今年边关却骤然吃紧 要守护边关 自然不能慢带了边关将士 钱粮装备更是不能缺少 如此一来 户部实际上已经十分吃紧 臣心思国事 是想削减无意用度 便翻阅了户部支出账目 想看看能在何处截略一些用度 能让我大烟熬过此关 你可查出来了 皇帝在金鸾殿上 高高地俯视着萧桐光 萧桐光立刻说 回圣上 户部的开支用度 那几乎都是恰到好处 并无太多滥用之处 韩尚书尽心竭力 账目分明 所用必须并无不妥 朝臣们便有不少皱起眉头来 萧族一党 自然是差一位 韩玄道说好话 而韩族一派 却是从画里行间感觉到了一丝阴谋的气氛 精明之人却已经想到啊 这萧桐光言辞流畅 条理清晰 与平日里酒色过度 说话没有分寸 大不相通 十有八九 是事先便排练好的 现在说两句韩玄道的好话 接下来只怕便要发难了 果然 便听到韩玄道画风一转 做出肃然之色 但是 微臣却是从中亏出 有一项开支极其庞大 每年户部都要拨出大笔的银子 仅这一项 便给我大烟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若是将此项压缩 于户部于大烟 那都是大有益处啊 皇帝明白 正蹄已经出来了 右手轻轻抚摸着龙座 把手上的金色龙头 丹丹问 你说的是哪一项 东海镇抚军 小铜光高声说 圣上 东海镇抚军每年的军饷 巡海用部 修缮战船 以及兵器甲轴装备补给 那都是耗资巨大 东海镇抚军的军饷 那比之各军成手军都要高出不少 如今 东海镇抚军兵士 每月都是三两银子的响银 自吴俊水师 化归东海镇抚军之后 将士已经达到了一万五千人 每年仅仅军饷所需 便要五十万两银子 加上其他用度 每年仅东海镇抚军的花销 便要得到近百万两只局 说到这里 朝中所有人都明白 萧家这是要拿韩家的东海镇抚军开刀了 不少人都是面露吃惊之色 萧家这一刀 那可是支戳韩家的心脏啊 须知 韩家 能够在东海占据一席之地 就是因为他们背后 有着一只强大的水师 那是自 韩家祖上东海王 韩天崖在世的时候 便保留下来的军队 几乎没有几个人想到 萧家在这个时候 会突然对 韩家的根基 刺出一刀 而且 在如今这种情势下 这一刀 似乎刺出的也很是时候 不少人都将目光 瞧向韩玄道 韩玄昌两兄弟 心中暗响 老萧家这突如其来的一招 你们可接得住 自南北朝时代的 西魏宇文太史 开始施行辅兵制 全国设有负责选拔 训练辅兵的折冲府 兵农合一 平时斧兵是耕种土地的农民 农系训练 战时从军打仗 参战所需兵器与马匹 都是自备 而兵户则可以免除赋税 这一类斧兵既无军饷 有的话销甚至还得自己掏钱 除非立下功劳 才有可能得到赏赐 这种兵制 一直延续到统一南北朝的大齐国时期 大齐历朝两百余年 一直实行辅兵制度 但是到得大齐后期 土地兼并日重 辅兵制度所依靠的土地农民 也失去了经济基础 如此情况下 辅兵逃散日多 到得大齐灭亡之前 大齐国兵源匮乏 兵官无守军 兵不满园 蒸蒸房 难以掉发 大齐国灭亡之后 外戚霸国建下的庆国 便开始实施 募兵制 兵农分离 农移养兵 而魏国与燕国 也先后开始实施了募兵制 燕国六郡所处 都有兵部所设的义兵府 专门用来选拔各郡军事 不论出身 都可以从军 若是能够入选 便可以每月从国家领取响吟 而且武器装备都是由国家提供 入选的兵士 一部分会编制入成熟军 一部分则会送至边关 编入西北军 其中条件极家者 则有可能直接进京 编入御林军 编入御林军的士兵 自然是身体素质极好的精装青年 而且这义兵府 会派人调查其背景绅士 一旦过关 那么也就成了令人羡慕的对象 谁都知道 御林军是燕国的贵族兵种 负责的是维护燕京保护皇族 一旦编入御林军 那么家人便可以减低一半的赋税 而且御林军的响吟 在燕国各军之中那是最高的 兵部则是按照冰原籍冠 分配成熟军驻扎 通常情况下 成熟军都是一军而驻 就好比驻扎在东海军的成熟军 一般情况下 兵员都是出自其他各军 混杂在一起 很少有本军将士 驻扎其中 这也是防止各军世家 对各军成熟军的影响 而东海镇府军却是燕国的一个特例 东海镇府军自然是水师 兵士必须要熟练水性 而燕国内境 兵士大都是汉鸭子 并不熟水性 如此一来 东海镇府军便只能在沿海郡县招募 而东海镇府军自东海王时期 就保有大批的水师底子 一直以来 水师的招募名额 大都是覆退子顶 一旦水兵年纪大了 若有子嗣 便会优先录用其子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东海镇府军的将士 大部分都是世代相传 是从东海王寒天涯时期 就效忠寒家的嫡系水军 也正因如此 东海镇府军与寒家 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不可分割 东海王当初与燕国开国君主燕武王 在东海之宾一番长谈 投靠在燕武王麾下 南征北战 为建下大燕国 立下许多的汉麻功劳 立国之后 燕武王感念东海王之功 令其镇守东海 震慑东海群道 更是要防范庆国水师的侵犯 而东海镇府军 自然也是名归燕国治下的 一只强大水师 由朝廷发放响吟 到如今算来 东海镇府军 已是在东海坐镇了近百年 在燕国的军饷之中 成手军的响吟最低 一名普通军士一年下来 大概有二十两白银 而位数边关的西北军 自然要高出一些 每月三两银子 一年下来也有将近四十两 高出成手军一倍 但是不可否认 相比起成手军 西北将士生活更艰苦 而且身处边境所处 危险性要大出许多 银子高出一些 那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韩家的东海镇府军 响吟却是与西北军一样的额度 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确实是给燕国国库 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须知东海镇府军编制不少 每年下来 那也是要百万两银子 才能打发下去的 此刻 萧甲忽然对东海镇府军 发起难来 自然让许多朝臣 都很是震惊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策幕 下集更精彩 第802集 不堪一击 在今日朝会之前 萧甲一直是暗中策划 自然没有几个人知道 萧甲会在今日突然发难 其实 若非灵磊偷偷交给韩末的 那一封便条 韩家兄弟 只怕也难以想到 萧太师竟然打起了 东海镇府军的主意 不过 有些人在心中 却也对萧太师这条老狐狸 感到一丝钦佩 原因无他 只因为老狐狸选择的时机 实在是恰到好处 如今正值乱世危局 魏庆对垒 无论燕国参不参与这场战争 西北军都要做好应对准备 而这个时候 燕国的利益安危 自然也是要寄托在西北军的身上 萧怀裕便是天总英才 西北军便是再英勇善战 到最后 还是缺不了银子 而燕国自历朝开始 便十分重视西北军的后勤补给 几代皇帝下来 对于西北军的补给 从都没有丝毫的马虎 燕国朝堂虽然世家争斗不断 但是大伙却也明白一个道理 想要保住自己的利益 首先便要保住燕国这个大堡垒 而保住燕国这个大堡垒 就需要强大的边关力量 所以一直以来 各大世家对于西北军 那也是极其的配合 边军将士的银梁供给 从来都不会有丝毫的怠慢 武器装备 那也是定时供给上去 如今 正处非常之时 那么 对于西北军的支持 自然更要不遗余力 任何有碍西北军的因素 都要全力解决 说起来 遗春水患导致国库乏力 却是给了萧太师 一个极好的机会 如此情况下 要保障西北军的后勤补给 那自然是要压缩 其他国库开支 这个时候 无论压缩哪项开支 只要言之有据 那都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 而且众人更是知道 东海镇府军的职责 无非是两项 一项是镇住东海群道 二来 则是应付庆国水师 有可能的侵犯 但是消息稍微灵通的人 就都知道 如今的东海群道 那都是已经放下手里的屠刀 成为开通海上贸易的先驱 也就是说 海上群道 贸易已经被韩家招安了 海上群道 十城已有八城 投靠韩家之下 成为海上贸易的先驱 而剩下的两城 实在掀不起任何风浪 至于沁国水师方面 谁都知道 那已经连纸老虎也算不上了 沁国水港码头漂浮的那几艘破船 那是绝对不可能威胁到燕国的海防 若说当初 庆国最盛之时的庆国水师 尚能与燕国水师一较长短的话 那么如今的庆国水师 都不够东海政府军打上一拳的 如此行事之下 肖太师对东海政府军突然发难 也确实是选对了良机 因为许多人心中都隐隐觉得 每年耗费巨大国库开支的 东海政府军 保持一万五千人的编制 对于燕国整体政略来说 实在已经没有必要 保留下去 唯一得意的 只能是东海韩家 萧同光代表韩族 在朝堂上骤然发难 许多人便都向韩玄道兄弟望过去 只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韩家兄弟竟是出乎一致的平静 没有表现出半丝惊慌 这样的反应 让端坐在朝臣前列的萧太师眼中 划过一丝阴质之色 韩家兄弟的反应 自然也是出乎萧太师的意料之外 在萧太师的预料当中啊 这一次那是直插韩族的心脏 韩家兄弟便是再镇定 便是再能忍 多少也会表现出一丝慌乱吧 但是 如同泰山一般 韩家两兄弟镇定自若 这样的反应 除了韩族的官员心里 畏畏镇定于些外 倒是让朝堂上其他所有的官员 都有一丝纳闷 难不成韩家对于此事 难道真的毫不畏惧 皇帝眼睛扫过韩玄道二人 虽然看到他二人并无异色 皇帝却也是淡定自若 向萧同光吻道 萧爱卿所言 可是属实 萧同光立刻说 圣上 微臣不敢有丝毫夸大 那萧爱卿的意思是 皇帝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发问 萧同光站直身子 高声说 圣上 众所周知 东海政府军总督韩玄陵 治军严谨 乃是我大焉难得之虎将 在他率领下 东海贼寇望风而逃 如今都是被东海政府军招安 在东海上做起买卖来 说到这里 朝臣中顿时有不少人笑了起来 庆国水师更是不堪一击 早已不复当年之雄凤啊 萧同光站在朝堂上 侃侃而言 如今我东海政府军确实是无可匹敌 而且东海一线的海换 已经荡然无存 说到这里 萧同光故意咳嗽一声 缓缓说 但是不可否认 政府军每年所耗费的银子实在是让我大焉负担沉重啊 往日里海换未清 我大焉自然是要竭尽全力支撑政府军镇守东海 但是如今形势不同 微臣以为东海政府军方面是该压缩国库开支了 皇帝平静道 那萧爱卿可想出妥善的法子 萧同光也不犹豫 立刻说 回圣上 若是能削减军饷 倒是可以减轻国库不少负担 向韩玄道看了一眼 如今振抚军兵士的响吟 那与西北军将士一般无二 西北军将士镇守边关浴血沙场 军饷丰厚 自然也是我大焉朝廷该尽心的事 只是如今政府军无敌可较 这军饷是否可以减低一些呢 微臣觉得 每位军士每年十五两银子的开支 户部倒也能够勉强支撑得住 另外 政府军每月出海巡视 可改为每季 甚至是每半年一次 如此一来 出海的耗费也会大大降低 他话声刚落 立刻有人站了出来 受伤 万万不可 众人望去 那是吏武侍郎 韩信策 乃是韩族在朝堂上 颇为重要的一位官员 除了韩氏兄弟 便是这位韩信策手头上 最有权势了 圣上 削减军饷 却也不能如此削减 韩信策正则道 政府军将士上万 如按萧侍郎所说 每年每人只能领 十五两银子的军饷 那是每月连一两五钱都达不到 每年比守城军还要少五两 如此一来 为臣只怕将士们心中有怨言啊 并乃国之利器 岂可如此清代 当下便有不少韩拜官员出声附和 若是不愿萧建军饷 那只能裁军了 萧同光毫不犹豫 如今海防无患 国库也吃紧 难不成 每年还要花上百万两银子 养着镇抚军 当兵的不打仗 还要他们做什么 向皇帝一攻守 圣上 微臣为国库考虑 恳请圣上下旨 撤裁镇抚军 萧同光将最终心思亮了出来 萧党官员立刻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时间 数名御使从陈列中出来 赋亿萧同光之意 更有一名御使 一副康然模样 号称大燕如今 已经是非常之时 削减军费开支 迫在眉睫 更是关乎大燕中兴的大势 那语气说出来 就如同 若不裁撤镇抚军 大燕国便要灭亡一般 一时间 萧党官员纷纷出列 黑压压的跪满朝堂 此时此刻 苏官衙以及苏派官员 却是冷眼旁观 淡定自若 都老实地站在朝列 不发一眼 而大理寺卿胡雪芯 与兵部尚书范云敖对视一眼 二人眼中都划过一丝怪异的光芒 站在朝列当中 也未轻举妄动 韩派官员见到萧党势大 都忍不住皱起眉头来 不少人心中都有些惊慌 毕竟东海镇府军 是整个韩家的根基 若是东海镇府军真的被裁撤 韩族那可是遭受到重大一击 等于是要了韩族大半条命 倒是韩玄道如同泰山一般 站在朝堂之中 镇定自若 面无表情 感谢客观收听 有六部九卿的主要官员 亦有御史台的阎官 文武两列 加起来也有一百四五十人 那都是有着上朝资格的 燕国重要臣子 而萧族在这其中 便要站上两城 以萧怀金为首的二十多名朝官 黑压压的跪在那里 那是要请使皇帝撤裁东海镇府军 皇帝深情淡定 终是向韩旋道问道 韩爱卿 萧侍郎所言 你有何看法 韩旋道一躬身 启禀圣上 臣以为萧侍郎所言 言之有理 众人顿时都愣住 皇帝一时也有些出乎意料 微皱心眉头 而端坐在大椅子上的萧太师 眼中划过一道怪异的光芒 神情却还是颇为平静 哦 皇帝抚恤说 韩爱卿 莫非赞同萧侍郎的裁军之意 韩旋道恭敬开口 回圣上 萧侍郎的裁军之意 那是为了压缩国库开支 是为了大燕的整体政略考虑 乃是老成谋国之举 臣却也是深调赞同的 不少人顿时都有些吃惊 更有人心中暗想 韩旋道这家伙 莫不是发疯了 才撤镇府军 那可是断了他们韩家的手臂 他怎会赞同 朝堂上下 出现这不可预料的一幕 一时间所有人都没了声息 太平殿上 顿时笼罩着压抑的气息呀 萧太师那苍老的声音 终是打破了疆局 声音有些嘶哑 韩大人是户部尚书 他既然赞同裁撤镇府军 那自然是考虑到了户部的开支问题 乃是宫中提国之举 既然如此 老臣请职圣上 可着兵部立刻拟定裁军事项 皇帝似乎有些不相信 裁军之事 怎可能如此顺利 一时间俯着胡须 并没有说话 就在群臣大感诧异之时 却听韩玄道忽然开口 圣上 臣赞同裁军 只不过 却不知萧侍郎所见裁军事宜 要裁撤多少将士呢 此话一出 群臣们顿时明白 韩玄道终究是没有发疯 人家的对策 这才刚刚搬上台面呢 萧同光立刻开口 照如今东海防务看来 保留两成镇抚军 有个三千将士 便足以镇守东海一线了 两成 韩玄道脸上 献出轻蔑的笑意 萧侍郎说出这样的话 只怕对东海防务并不了解 东海海岸线 那是有数百里之长 三千将士便想守住 东海海岸线 这是儿戏之语了 萧同光也听出 韩玄道话中的轻蔑之一 不由很是恼弄 陈生说 那韩尚书还想留下多少兵 并非是本官想要留多少兵 韩玄道正色起来 不过是要从东海防务考虑而已 东海海岸线 绵延几百里 要想做到万无一失 镇抚军最多只能裁撤三分之一 若是裁撤过多 东海一线的防务力量 必然不够 三分之一 萧怀金也说 你的意思是 政府军还要保留万人的编制 这已是最低限度 韩玄道毫不犹豫 为劫掠国库之开支 裁撤一批政府军势在必行 但是要想保住吴军和东海军两军沿海周边的安危 必须要有万人的政府军编制方可 萧同光大声叫道 韩尚说 东海已无患 何须那么多兵力守卫 要那么多人用来对付谁 韩玄道冷笑起来 东海无患 小侍郎 却不知你凭什么在朝堂上放出此言 这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萧同光声音依旧不小 东海海盗已被招安 庆国水师更是不堪一击 政府军哪里还有什么敌人 这不是东海无患 那又是什么 韩玄道站直身子 如同泰山般镇定 声音平淡 众所周知 萧侍郎的意思 那是朝中所有的官员 都知道东海无患了 萧同光一时却弄不明白 韩玄道究竟是何心思 毕竟这朝上可不都是萧家党羽 只能说 不管他们是否知道 本官却是一清二楚 本官年前奉旨 随同昌德侯前往东海 更是被海盗挟迫 后来令公子与海盗达成协议 海盗这才放了本官 本官事后 本要政府军派兵剿匪 不过令郎和韩总督 据说东海海盗亦有大半被招安 这可是他们亲口所言 难道有假 若是没有被招安 令郎与海盗却能走得那么近 甚至能够让海盗放出本官 这却有些耐人寻味了 萧同光在东海遇险 那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萧同光回京之后 大谈自己虎口脱险之事 将自己描述得临危不乱 每次说起 这位侍郎大人不以为耻 反而满脸得意 他此时在朝堂上这番话说出来 许多人便都听出 他话中可是影射韩家 与海匪有勾结 韩玄到上前一步 也不理会萧同光 向皇帝攻守 圣上 萧侍郎所言确有不妥 他声称东海无患 但事实上 东海如今之患 反而比以前愈发的严峻 群臣们顿时面面相去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东海镇府军如今确实是安享太平 并无太大敌手 此时听韩玄到这样一说 都不知韩玄到所言的东海之患 出自哪里 萧太师微皱眉头 以萧太师的精明 实际上 对于朝中几位敌手的性情 是很为了解的 此时韩玄到面无巨色 侃侃而言 镇定自若 表现得极是正常 但是这种正常 瞧在萧太师的眼中 那便是大大的不正常 萧太师本以为 自己砍出的这一刀犀利无比 韩家十有八九接不住 但是此时却隐隐觉得 韩玄到今日的反应 却向一个穿了假皱的战士 防护的极好 准备的也极好 这种反应 却使萧太师敏锐的感觉到 今日朝堂上 就裁撤政府军的议题 对韩族突然发难 只怕在韩族方面看来 至少在韩玄到看来 并不突然 韩玄到 似乎已经做足了 应对的准备 萧太师内心深处 立刻感觉 是不是裁撤 政府军的消息 已经泄露出去了 实际上 在今日之前 裁撤政府军的事宜 都是暗中策划 哪怕是萧族的重要官员 知道的 那也是极少 事先知道这个消息的 萧族内 除了萧太师自己 不过萧怀金和萧同光二人而已 虽然这两位至亲之人能力平庸 但是萧太师却也知道 如此大事 这两个人便是再愚蠢 也不可能泄露半丝消息 除此之外 那便只有当今圣上 知道这件事情了 萧太师那日进宫 与皇帝商议此事 无非是想看看皇帝 对此事的反应而已 毕竟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得到皇族的支持 仅凭萧家的势力 裁撤政府军如此大事 却也是很难办到 其实皇族不支持 但是只要皇族不反对 那么此事 却也十有七八可成 正因如此 萧太师才事先试探 皇族的反应 而皇帝表现出来的态度 也确实如同 也确实如同萧太师预料 皇族虽然并不想直接插手此事 但是皇帝表现出的态度 显然还是乐于看到 韩家的政府军被裁撤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804集 圣意已定 只要稍有政治觉悟的人便能看出来 如今的韩族 就是皇族拿来平衡 燕国政治形态的一把利器 只不过 这把利器似乎太过扎手 在皇族看来 既能伤敌 却也有可能伤己 所以皇族一直都是小心的使用 皇族提拔韩族 给予韩族一些可以对抗 萧苏两派的权势 但是却又小心翼翼 因为韩族本身也有着不小的力量 权势太盛 那反倒有违皇族的本意 给皇族带来威胁 而韩家自身的力量 自然就是在东海 韩族在东海郡栖息上百年 根基深深的扎在那里 而且韩族在东海之境 一直是以仁善治理 深得民心 在东海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 另外 更有一只名为国蜀 施为私家的强大水师 这都是韩族的立足之本 如果有机会削弱韩族的力量 皇族自然是非常乐意看到的 皇族最希望看到的 便是韩族自身的实力被大大削减 然后只能依附于皇族之下 借助着皇族给予的权势和力量 像疯狗一样去咬其他的世家 皇族给予韩族的权势 可以随时收回 但是韩族本身的力量 皇族却是控制不住的 萧太师对于皇族的心思 自然是早就砍痛 深知皇族对于韩族的态度 是既用之又防之 而且皇族很愿意看到 韩族本身实力被削弱 所以才将此意识 先与皇帝商量 本以为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韩旋到今日的反应 大出萧太师预料 这就让萧太师心中一斗突起 似有若无地 向龙座上的皇帝看了一眼 心中却颇有些疑惑 难不成皇族事先向韩族透露了消息 可是 这根本不符合皇族的利益啊 龙座上的这个男人 究竟在打着什么算盘呢 韩大人是在威严耸听吧 萧通光冷笑 你声称今日之海患比往日更严峻 却不知你所指的海患 来自何处啊 海患自然是来自海上 韩旋到毫不犹豫 是海盗 还是沁国人呢 萧怀金也冷笑起来 韩旋到神色平静 声音缓慢 既非东海海盗 也非沁国水师 而是东洋窝盗 东洋窝盗 对于毫无海洋阅历的大多数官员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 萧怀金立刻问 韩尚书 什么东洋窝盗 在圣上面前信口雌黄 那可是欺君之罪 本官活了几十年了 可从未听说过有什么东洋窝盗 萧尚书身居京城 自然知道的少 韩旋到淡定自若 连是本官 那也是近日才知道东海之上 还有这样一群匪患 皇帝皱起眉头 声音低沉 韩爱卿 你所说的东海窝盗 又是怎么一回事 韩旋到拱了拱手 回圣上 半个月之前 臣就接到过家书 臣之二弟坦言 最近在东海之上 发现了一伙不明来历的敌船 当时并不清楚敌方底细 但是对方却有两艘战船 进入我东海海域 而且对方战船之速度 远胜我大烟战船 而东海之上的海盗 绝不可能有那样的战船 所以玄灵心中很是奇怪 不过当时双方并无冲突 玄灵也只是在来信之中提了一下 并无声说 萧同光立刻嚷嚷起来 海上有此军情 韩旋灵为何不禀报兵部 为何朝中如此事情 朝堂上下无人知道 萧侍郎 当时敌有未明 东海镇府军也在查探之间 并无结果 如何向上禀报 韩旋到声音低沉 兵部事物繁多 是否底下稍有风吹草动 便要往上承报啊 萧太师冷冷看了 萧同光一眼 咳嗽一声 才终于向韩旋到问道 韩大人 既然不明对方生死 今日却为何能确定对方是东海窝盗呢 韩旋到 向萧太师拱了拱手 声音缓慢 回太师话 就在昨夜 下官接到了老家那边的书信 终于得知 在海上游荡的战船 来自东阳岛国 对方来势汹汹 几日前 集中四艘战船 开进我东海海域 更使于我政府军 巡海战船遭遇 敌船率先开战 我政府军将士勇猛无敌 战退敌船 同时也弄清楚了对方 乃是来自东阳 一个叫做倭之丸的国度 海上的商船来往之间 却也经常受他们的攻击 据海上商船提供的情报 这窝之丸的国人身材极矮 四肢也极短 生性野蛮残忍 贪婪成性 而且对南洋诸国 也发动过无数次的进攻 可说是海上最野蛮的一帮禽兽 兵部范云奥 紧皱眉头 终于开口 韩大人 国有此事 范大人明鉴 东海镇府军的红头极折 恐怕已经送至内阁 往兵部城上的兵爆 恐怕也正在路上 韩玄道正色道 如此大事 本官怎敢胡言 朝堂上顿时议论纷纷起来 跪在堂上的萧党官员 一时间目瞪口呆 万万想不到 韩玄道会丢出这么一招来 若是东海出现敌情 那么裁撤政府军的议题 也便只能放下了 政府军 果真与那 与那窝人交战 萧怀金依然有些不甘心 那可有抓到俘虏 可有证据 敌船速度快于我大烟战船 交战之后敌船不敌 迅速撤退 并无抓到俘虏 韩玄道淡定自若 至于证据 萧尚书是公布的人 倒也不必交给你公布吗 此事自有兵部处理 若是萧尚书插手进来 那可是越拳了 皇帝脸上顿时颇有些不好看 如果真的有窝人在海上出现 那不但无法裁撤政府军 那日后反而要在海防上 加大力度了 圣上 韩玄道上前一步 正色道 萧侍郎上言要裁撤政府军 缺减国库开支 这乃是上上之意 微臣觉得萧侍郎 这确实是为国谋事 所以裁军之事倒也可以 只不过要裁撤八成将士 那却是万不可行 属卿虽无东海之道 也无履沁国水师 但是窝人却不可不防啊 他们有着胜过我大淹水师的战船 若是兵力不足 东海海岸线不能严加防守 那么受苦的只怕是我无军 与东海两郡百姓 到时候窝人趁戏登岸祸海 造成的损失 只怕比削减出来的军费 还要多上许多呀 臣也算过 为了支援西北战士 可削减三成的政府军 但却必须保有万人编制 才可能严防东海一线 使窝人不得有可乘之机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805集 禁剑 朝城当中 却有一大批人都对韩玄道的发言 有些迷糊 若是东海真的有海匪 韩玄道当然可以借着这个理由 反对裁撤政府军 但是若有这机会 韩玄道却为何要主动提出 可以裁撤三分之一的军力 难道 这是对萧族的妥协吗 皇帝看向萧太师 问道 太师 你所见如何 萧太师 颤巍巍起身来 恭敬道 韩大人 这是卫国谋事 老臣并无异 可逐兵部派员 往东海调查窝人之时 以可逐公部派人去修正战船 若是海上果真有窝人侵犯 东海政府军倒也不能大肆裁撤 韩大人急说 裁撤三分之一政府军 有利于户部供应西北军 那么就依韩大人所言 着政府军协助兵部处理裁军之事 皇帝沉吟一番 终于开口 既然如此 此事便由内阁商议 派人往东海去查寻此事 若是窝人猖獗 便不以大肆裁军了 圣上幽灵 群臣俱到 都平身吧 望着满殿跪着的萧党官员 皇帝心中说不出的厌恶 挥了挥手 萧淮金撤才领着一大群官员回到陈列 兵部尚书范云傲 却是微皱着眉头 韩玄道主动请裁政府军 在范云傲看来 其中自然是大有问题 范云傲主管兵部 在这件事情上 自然有着一般官员难以企及的敏锐洞察力 只是片刻间 他已经隐隐明白韩玄道的心思 如今的政府军 可不是仅有东海之兵啊 西门一族事发后 韩玄陵率领东海政府军进入吴郡海域 那可是与吴郡水师打过一战 结果自然是东海政府军大获全胜 西门一族被诛后 吴郡水师便由韩玄陵接管 之后更是纳入东海政府军的编制之中 吴郡水师也就成了东海政府军的一支 这一支吴郡水师编入东海政府军后 自然让政府军不再如当初那般清澈 当初的政府军 那可完全是东海系将士 吴郡水师编制将士 只有东海政府军的一半 三大水师合编之后 人数达到了一万五千人之多 也就是说 吴郡水师在东海政府军的数量 恰恰是三分之一 今日 韩玄道提出可以裁撤三分之一的水军 范云傲忽然明白 今日这一阵 萧家不但没有搞到韩家政府军 反而被韩玄道将计就计 借机要铲除政府军中的吴郡系水军了 而且裁军之意是萧家先提出来 到时候若是裁撤大批吴郡系水军 那么韩家自然会大大的造势 告诉吴郡水师将士裁军的主意 那可是萧家提出来的 如此一来 到时候吴郡水师的怨恨目标 不是动手的韩家 反而是率先提出裁军建议的萧家了 如此一来 吴郡百姓自然是对萧家大加怨恨 萧家至少就失去了吴郡一地的民心 萧家先亮出刀刺向韩家 却被韩家挡住一刀 更是反手劈了一刀回去 不动声色之中 韩玄道今日竟是反客为主 取得了大大的胜利 范云傲心中暗叹 韩玄道的老谋深算 比起萧太师 那可真是不慌多让啊 诸位爱卿 皇帝眼中闪着金光 缓缓说 另有一桩事 今日朝上也该溢出个结果来 前几日 朕召见了几位爱卿 宣问与魏庆两国谈判事宜 但是却一直没有出来结果 如此下去 对我大焰实在没有益处 群臣都是竖起耳朵来 这可是如今大焰国最紧要的大事了 入朝之前 所有人都知道 若是不出意外 今日朝堂之上 总要拿出一个结果 内阁这些年来处事得当 让朕无需操心 朕心甚暗 皇帝缓缓说 但是谈判之事 过了大半个月 毫无进展 朕自私不可再拖 心中思虑再三 终是有了计较 众人都抬起头来 望着龙座上的男人 萧太师看似神情淡定 但是眼角却也是微微的跳动着 宣两国使团入朝进监 皇帝吩咐 很快 太监们尖利的声音撕起彼伏 旨意便一层一层的传了下去 朝堂上一时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在等待 等待一个结果的出现 无论是怎样的结果 都会让人吃惊 汉白玉台阶上 西河王爷和清元先生 并肩向殿上走来 二人的心情自然是各不相同 昨日 二人都进钱心殿见过燕蒂 更是得到燕蒂设宴伺候 只不过 当时西河王爷因为上京城来到的旨意 而心情低沉 知道谈判无望 很早就退去 剩下清元先生与燕蒂 虽然没有谈国事 但是却探讨了不少古书国策 相谈甚欢 在清元先生看来 燕蒂内心深处 只怕是愿意与卫国结盟了 西河王爷心中 自然是想极力撮合燕庆的联盟 但是国内后党强势 更是借着安玉清之死 以及谈判迟迟无结果为由 声言燕国谈判之心不成 已是下了旨意 令庆史返回 那是不愿意继续谈下去了 事到如今 西河王爷只觉得事情极是渺茫 就算燕国如今想谈下去 庆国内有阻扰 已经是没有底气 与卫国竞争了 道德太平殿前 清元先生与西河王爷 同时停下步子 远远就望见 金碧辉煌 却又肃目无比的太平殿上 群臣云集 高高的金鸾垫上 铜鹤嘴中飘着渺渺青烟 金蓝环绕之间 是那硕大的金色龙椅 龙椅之上 正坐着威严肃穆的 大燕国皇帝 西河王爷 与清元先生对视一眼 二人都是显出笑容来 清元先生的笑容含有几分得意 而西河王爷 却有几分勉强 王爷 请 清元先生竟是拱手说 西河王爷叹了口气 也不客气 脉开步子 进了燕国的太平殿之内 而清元先生迅速跟上 也不落在西河王爷身后 几步便与西河王爷并肩而行 道德殿中都是屈身行礼 他们是外使 道也不用对燕帝下跪 但是屈身行礼 表达对大燕的尊敬 那却是必不可少的 两位使臣辛苦了 皇帝显出一丝笑意 挥了挥手 是以二人平身 朕今日召见二位 并无其他原因 不过是要亲自给二位 一个答复而已 两位率领各自使团来我大燕 诚心结盟 朕吩咐我大燕重臣 与两国商谈 只不过两国都是诚意十足 倒是让我们难以抉择 太平殿上 济然无声 所有人都在等着皇帝 宣布最终的结果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06集 龙颜定顶 燕国人好茶 就如同魏国人好酒 这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情 天下八大名茶 倒有三种是出自燕国 纳杏茶 一红茶 和青螺烟 乃是天下文明的好茶 而且燕国稍微有些档次的茶楼 给客人呈上的 并非已经沏好的茶水 而是奉上煮茶的物件 茶炉 茶叶 茶具等一套物事 都是精美的很 茶壶放在茶炉上 慢火煮茶 茶香在细火之中 慢慢的冒出来 耳后愈来愈香 茶香满屋 茶楼品的不是茶 而是雅 韩墨此时便坐在茶楼之上 透过半场的窗户 望着街上 稀稀落落的行人 一大早 本来是要前往暴突营去看一看 只不过尚未出府 就被对面这位意想不到的家伙 拉到这里来品茶 云苍蓝穿着宽松的紧袍 靠在椅子上 饶有免有兴趣地盯着茶炉上的茶壶 也不知他是在等着茶好 还是在见上茶壶上 那茶女采茶的雕化 韩墨的目光从街上收回来 妄想云苍蓝 胆胆说 你一大清早请我到这里 莫非真的只是请我喝一杯茶 当然 云苍蓝含笑 韩大人莫非觉得 苍蓝还有其他的意思 韩墨叹了口气 在这里啊 还是莫要叫大人的好 太别扭了 云苍蓝呵呵一笑 韩大人若是不介意 苍蓝便称一声寒凶 不知是否失敬 失不失敬也没什么 韩墨平静道 只不过我总觉得 云兄表面上看起来彬彬有礼 但是骨子里 却像一个最无礼的人呢 云苍蓝又是笑起来 这是苍蓝头一次 听到有人这般评价 却不知韩兄是否有何说到 韩墨靠在椅子上 鼻中闻着从茶壶里 漂浮出的茶香 缓缓说 第一次见到云兄 那是半夜三更进我府里 让我好生意外 今日却又是一大早 便从府中请我出来 又是让我感到意外 两次都让彼人感到意外 那自然是超出礼数之外的事情 所以彼人才觉得 云兄的骨子里 并非受礼之人 韩兄所见真是独特 云苍蓝笑着 这两个长相都很漂亮的年轻人 四目相视 只不过今日若是再不请韩兄出来喝茶 只怕此生再无机会了 苍蓝是个不喜欢留下遗憾的人 所以临行之前 总不能留有这个遗憾 他右手食指 轻轻抚摸左手食指佩戴的祖母绿斑着 悠然说 至少日后提及 总要让人知道 我云苍蓝也曾与燕国的少年才俊韩大人 饮过酒品过茶 燕国之行没有留下太大的遗憾 韩莫不知可否 闻着茶壶里的茶香已浓 站起身来 提起茶壶 先为云苍蓝的茶盏内针上茶 而后也将自己的茶盏针了半盏 这才将茶壶放回茶炉之上 淡淡笑着 云兄 这就要回清国了吗 云苍蓝叹了口气 端起茶盏 微微闻了闻 却没有饮茶 似乎只是嗅一嗅茶香 而后轻轻放下茶盏 若无奇迹出现 今日黄昏 我大庆使团便要离开燕京 韩兄也该体谅 一大早将你请出来 也实在是没法子 奇迹 韩莫凝视云苍蓝 云兄所指的奇迹是 云苍蓝苦笑 苍蓝已承待韩兄 韩兄却在这里 与苍蓝装糊涂了 韩莫摇头 云兄莫误会 实际上 在下每天要想的事情太多 很多事情却总是没有头绪 所以 有时候你可以将话说得明白一些 这样咱们说起话了 不会太累 伸手指了指雅士紧闭的房门 而且这里静得很 不会有其他耳朵在听 即使有 以云兄的本事 只怕立刻就能发现了 云苍蓝哈哈一笑 也不绕弯子 直接说 所谓的奇迹 意思倒也简单 此番若是能与贵国结盟 苍蓝只怕还能多留几日 反之 苍蓝今日便要率团离开了 韩莫端着茶盏 品着香茶 又然说 所谓奇迹 通常而言 那都是几乎不可能实现之事 莫非云大人觉得 贵我两国之间 几乎没有可能结盟了 云苍蓝叹了口气 若说苍蓝出来之时 尚有七分把握 那么现在 却连一成把握也没有了 云兄何出此言 内忧外患 由心而发 云苍蓝苦笑 苍蓝又年时意气风发 总以为人定胜天 有时候凭借个人之力 可以翻云覆雨 但时至今日 沧海横流 苍蓝却也渐渐明白 所谓人定胜天 通常而言 都只是一种奢望 世事无常 风云变换 人力 焉能胜天 韩莫想了想 很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似乎说得很有道理 顿了顿 才缓缓说 朝中正在朝议 结果尚未出来 云兄至少还是有几分机会的 云苍蓝笑了 或许如此吧 韩兄 今日与军为友 同品相差 他朝却要与军杀场相见 一笔高下 到时候还真要领教 韩兄的本事了 燕庆若战 除了江场上的血肉拼杀 后面的暗黑对抗 也必不可少 韩莫是燕国西花厅厅长 而云苍蓝 亦是沁国紫衣卫中掌握实权的副指挥使 二人所领的暗黑衙门 在后方 势必也是有一番较量的 韩莫淡淡一笑 并没有立刻说话 只是品着茶 若有所思 片刻之后 才问道 兵兄 贵我两国 当真没有结盟的可能性 云苍蓝沉吟了一下 终于说 韩兄 不瞒你说 我大庆父使安玉卿死在你燕国 燕京城 到如今你大燕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说法 甚至没能交出凶手来 在我庆国不少人看来 这可是奇耻大乳 许多人便是利用此事 加打发难 阻挠谈判 摇了摇头 苦笑下来 实话对你说 即使你燕国如今想谈 我沁国使团 却也没有任何底牌了 上京城那边 已经表明不愿意继续谈下去的意思 如此一来 自然不可能给予使团任何的帮助 哪怕你燕国现在降低谈判条件 哪怕不要我大清割地 只是提出一些其他合理的条件 我们使团也已经无法做主答应 而魏国底气十足 我沁国使团已经无法与他们竞争 如此情况下 你觉得贵我两国还有可能结盟吗 韩莫皱起眉头了 他明白了云苍蓝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今就算燕国有心与庆国结盟 大大降低谈判条件 但是庆国使团 却也没有任何资格答应了 因为庆国国内 罢了谈判之念 就不可能给予庆国使团任何谈判资本 魏国手头握有大笔的谈判资本 而王爷和我 已经无底派可出了 便是贵国的皇帝 就算想与我国结盟 却也不能下诏了 云苍蓝抚摸着大班转 缓缓说 他总不能选择一个 拿不出任何利益的庆国 而舍弃可以提供燕国许多利益的卫国吧 若真是这样做 你们燕国自然会有大批朝臣反对 韩末靠在椅子上 听云苍蓝这样一说 燕庆结盟已经几乎无望了 除非 云苍蓝出乎意料地说 除非贵国皇帝真的使出最后一招来 或许可能改变当朝局势 只不过要贵国皇帝那样做 可能性微乎其微 什么着 云苍蓝幕中闪着光 却并没有立刻说话 只是转过头 将目光投在长街之上 第807集 和亲策 太平殿上 所有人都等着皇帝的旨意 皇帝犀利的目光扫过朝臣 缓缓道 朕思虑再三 终是觉得 如今我大焉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时不宜起刀兵之争 他的眼睛盯在清元先生身上 平静道 魏国择失东晋 在朕看来 必将献为请两国将士百姓 于水火之中 生灵涂炭 此时非朕所愿见到 只不过 这是你们两国之事 我大焉自不必多言 但是我大焉 却是不会卷入战火之中 皇帝的话 在太平殿清晰传开 萧太师的眉头已经紧皱起来 而朝中所有的人 表情不一 却是丰富多彩 你们两国入我燕京 习义都集成 但是所谋 却又有不同 皇帝声音威严而低沉 魏国所谋 是要大焉同进退 卷入战火 而庆国所谋 无非是想我大焉不动刀兵 免除后顾之忧 朕觉得庆国所谋 却是与我大焉利益相符 所以 朕决定与庆国结盟 不动刀兵 皇帝话声刚落 清云先生面色大变 而西河王爷 却是显得有些意外 又惊又喜 但是一瞬间 眼眸子深处 却又显出深深的担忧之色 朝堂上顿时有些繁杂 官员们都是窃窃私欲 萧太师神色阴沉 正要起身 皇帝却已经看出他动作 伸手止住 陈生说 当然 要想我大焉不动刀兵 清国总是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来 皇帝口中所谓的诚意 自然是清国要拿出大量的财帛了 这也正是西河王爷担心的 因为现如今 清国使团手上已经没了底牌 根本没有资格答应燕国的任何条件 虽然听燕帝下旨决定与清国结盟 但是西河王爷一时间却高兴不起来 如果上京城方面后党阻挠 不同意拿出财帛了 结盟之事依然不可撑 只不过 燕国皇帝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是让西河王爷欣喜若狂 却又让朝臣们惊呼出声 朕未表与清国结盟之诚意 愿将双公主许配与清国太子 结秦晋之好 去燕庆之和 愿我大燕与清国 世代邦交 和平共处 皇帝一字一句 但是他的眼眸子深处 却藏着难以察觉的痛苦 和亲 云葬兰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凝视着汉墨 才从嘴中吐出两个字了 韩末皱起眉头 和亲 云兄刚刚说过 你们已经没有底牌 怎的又能拿出一位公主来和亲 云苍蓝摇了摇头 平静道 韩兄理解错了 苍蓝所言的和亲 并非是我国的公主 嫁入贵国 而是贵国的公主 嫁入我国 这个玩笑不好笑 韩末胆胆说 云兄莫忘记 如今不是我们燕国求你们 而是你们清国求着我们 你们有求于我大燕 我大燕 怎可能反将公主许配过去 其实云苍蓝说这话 韩末心中却是十分的不痛快 如今大燕不过两位公主 一位是秀公主 一位是双公主 和亲之意 秀公主自然是不可能 那只可能是双公主 双公主千里迢迢 嫁到异国他乡 别说这是事实 韩末只听一听 那便是大为反感 而且也觉得此事万不可能 云苍蓝微微汗手 平静说 无论谁听的 都只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而已 便是苍蓝 那也是觉得这样的事情 很难发生 所以方才已经说过 此事极其渺茫 顿了顿 目光猛地吸力起来 压低声音 但是苍蓝却不得不想 如果贵国君主 真的有心与我大清结盟 事到如今便只有最后一场 韩末皱起眉头 瞧着云苍蓝神情肃然 不由问道 此话怎讲 时至今日 燕庆谈判的主动权 已经完全不在我大清使团手里 云苍蓝缓缓说 唯一可以改变此形势的 便只有贵国的君主 而途径 也只有和亲这一场 韩末凝视着云苍蓝 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不瞒韩兄 在我庆国国内 对于与贵国结盟 一直有两种声音 云苍蓝平静道 一种是以圣将为代表 坚决支持与贵国结盟 而另一种 则是我庆国后党 想尽办法 无所不用其极破坏结盟 因为安玉卿之死 更因为贵国迟迟没能与我 大清达成结盟协议 所以国内后党 利用这两件事 大肆攻击 贵国诚意不足 而我大清朝野 也确实被后党的意思 所蛊惑 所以就在昨日 圣上的旨意 到达了燕京这边 下旨令 我大清使团 接纸后立刻返回 也就是说 后党破坏谈判 已经成功了 贵国两国谈判 难以继续下去 韩莫没有说话 只是眼眸子里 显出冷然之色 如此情况下 除非贵国表示出 极大的谈判诚意 圣将才有可能 在国内造出声势 将后党一派 破坏和谈的阴谋 打下去 云苍兰说 而贵国如今 能够表示出 诚意的最好方法 便只有和亲这一条路 一旦贵国将一位公主 许配到我大清 那就是诚意十足 我大清上下得知 这样的消息 必定欢喜鼓舞 能够感受到贵国的真诚 如此一来 圣将便可以此为契机 毕竟我大清上下 只是一时之间 被后党蒙蔽而已 贵国一旦嫁过公主 表现出十足诚意 那么我大清上下 也会清醒过来 无论怎么说 能与贵国结盟 终究是符合 我大清的利益 到时候我大清 也必定愿意 拿出足够的诚意 与贵国合作 那么如今的困局 便可解开 困局是你们庆国的 而不是我大烟的 寒莫声音平淡 除了你庆国 我大烟还能与贵国结盟 一旦贵烟结盟成功 你大清危在旦夕 难不成你们庆国上下 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的左手微微握成拳头 冷笑的 正如我方才所说 你大清如今是求我大烟 反而让我大烟嫁出公主 表示诚意 这实在是太过荒谬 云苍蓝苦笑 韩兄说得是 事情说起来也确实很荒谬 苍蓝也觉得 可能性微乎其微 顿顿 又说 但韩兄却不得不承认 因为某些利益因素 这个世界上 时时刻刻都发生着 极其荒谬的事 苍蓝虽然觉得 此事希望渺茫 但却不是代表没有可能 关键之处 便要看贵国君主 着眼在何等利益上 无论圣上是何打算 也不会将公主嫁过去 汉莫摇摇头 心中不愿意 也不敢相信有这个可能 云苍蓝摇了摇头 压低生意 韩兄这话说得倒也不能太早 如今 此处便只有你我二人 恕苍蓝指引 贵国君主 想要稳住皇权 就未必不会下次决心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808集 贵国和亲 韩兄这话说得倒也不能太早 如今 此处便只有你我二人 恕苍蓝指引 贵国君主 想要稳住皇权 就未必不会下次决心 韩莫冷视云苍蓝 嘴边泛着冷笑 云苍蓝神色不变 正色说 苍蓝不才 对贵国如今的形势 却也略有所知 云兄身为子一位副指挥时 情报工作自然是做得极好 韩莫淡淡的 这一点 韩莫倒是不会怀疑 云苍蓝淡淡一笑 其实贵国如今的局面 乃是贵国君主最愿意看到的 自从你韩族崛起之后 燕国政坛三派鼎立 相互消耗 如此僵持下去 世家三派都只会在明征暗斗中削减实力 而皇族则是此消彼长 手中的实力越来越强 这一点韩兄不必否认 韩莫声音淡然 我并不否认 如果此番贵国与我大庆接盲 那么贵国朝堂政局不变 皇族依然受益 而萧家也不会因为萧怀玉的战功 而权势更胜 云苍蓝就像一个洞察一切的小狐狸一样 对于燕国的政局分析的入目三分 可以想象 大战一开 萧怀玉若见下大功 萧家必会因为萧怀玉的战功 如日中天 而到时 萧家在你燕国朝堂更将是位高权重 受苍蓝指引 到时候你们韩族 只怕也会陷入危机之处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燕国一旦参战 萧怀玉必会建功 而萧家必会重新崛起 到时候 魏国君主希望看到的三族鼎立 便会被打破了 失去平衡牵制的燕国朝堂 那将是你们燕国皇帝最为担心 也是最为害怕的事 韩莫冷笑 云大人 你这些话若是被其他人听到 只怕你们庆国使团 一个也走不出燕京城了 此番前来 苍蓝做好一切发生意外的准备 云苍蓝淡定自若 微笑道 便是现在死在这茶楼之中 苍蓝也是无所畏惧 韩莫凝视着云苍蓝 片刻之后 眼眸子里危险钦佩之色 平淡说 继续说下去 其实不必再说下去了 云苍蓝笑了 如果贵国君主 是想与魏国占往大庆疆土 破土增疆 那么苍蓝所言的和亲之举 便只能是个笑话 徒增孝儿 但是贵国君主若想保住 如今燕国的政局 慢慢积累皇族的威势 那么他便很有可能出此一招 你莫忘记 双公主可是圣上的掌上明珠 岂会舍得嫁过去 韩莫叹了口气 禁不住摇头 云苍蓝声音平淡 韩兄这话便有些口不对心了 你我都该明白一个道理 虽是无情帝王家 牺牲一个女儿 为皇族的崛起 争取一个良好的政局 这并无不妥之处 贵国君主虽是父亲 但更是一位皇帝 他肩负的 可不是一个女儿的未来 而是整个皇族的未来 云苍蓝的话虽然很残酷 但是韩莫却清醒地认识到 他的话却是说得极其有理 当然 此事是怎样一个发展 你我只能等待 云苍蓝摇头叹息 要做出如此决定 对于贵国君主来说 那是极为为难之事 那是需要无比坚强的 毅力和忍耐力 才能做到的 贵国君主帝王至尊 未必会选择这条路 韩莫端起茶盏 抿了一口 然后放下 这才直视云苍蓝 淡淡说 比起将我大燕的公主 嫁入你们庆过 韩莫倒是宁愿与云凶 在沙场上一较高低 或许有许多人这样想 云苍蓝微笑 只不过决定权不在你我 而在贵主身上 韩莫只觉得身上有些发冷 他的脑海中 情不自禁想起那夜 在面馆前面 双耳临别时期 在马上的那奄然一笑 这样一个可爱 单纯的小公主 若是沦为政治工具 那是韩莫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韩莫想到燕帝 那张坚毅的脸庞 却是不得不想 皇帝真的愿意 舍弃自己的爱女 将她远嫁异国他乡吗 就在此时 从窗外忽然飞进来 一只白色的鸽子 皎洁地落在窗台上 云苍兰的神情 在这一瞬间 立刻变得严肃无比 腾身而起 快步上前 右手抓住鸽子 竟是从鸽子的小腿上 取下了一张小便签 韩莫看着那便签 云苍兰已经拿着便签 回到了座上 凝视着韩莫 韩兄 苍兰今日是否离开燕京 返回庆古 只看上面所写 内容便一清二楚了 上面是朝义的结果 是 云苍兰点头 朝义那边一旦有结果 便会放出信鸽来通报 他将便签递过去 韩兄不妨先看看 是负是货 还是阁下自己承担吧 韩莫端起茶盏 淡淡说 云苍兰也不客气 看起来也颇有些紧张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便签 只看了一眼 眼中显出异彩 看向韩莫 如同解脱般地说道 贵国 和亲 碰的一声 韩莫手中的茶盏落下 落在桌面 茶水 箭洒在桌子上 夜雨萧萧 雨滴像珍珠一般 从琉璃瓦上滚落 秀公主鞋椅在软榻之上 闭着双目 那张美丽的脸上 波澜不惊 耳边是悠扬的琴声 一名宫中乐女 正在秀公主身边不远处 轻抚摇琴 琴音如水 涓涓细流 幽静的秀春宫内 琴音飘渺 人 亦飘渺 一名宫女匆匆来到门前 远远望见秀公主闭目听琴 一时间不敢上去打扰 正在犹豫间 那琴声终于止歇 却听到秀公主那柔美的声音 淡淡问道 何事 宫女连忙上前来禀道 公主 韩莫 韩大人求见 秀公主并不惊讶 依然闭着眼睛 似乎在回味着方才琴声中的余韵 微抬一只玉壁 淡淡说 让她进来吧 当韩莫来到秀公主面前时 秀公主依然是美人睡姿 慵懒勾人 臣参见公主 韩莫行了一礼 秀公主这才睁开一对美丽的眼睛 挥了挥手 示意四周的宫女们都退下 这才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向韩莫说 三更半夜 外面还下着雨 不在府里陪着你的夫人 好来我这里做什么 韩莫神情颇有些严峻 开门见山 公主应该已经知道 我大燕要与庆国和亲了 秀公主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公主也应该知道 是庆国有求于我大燕 我大燕却要嫁出公主 韩莫站直身子 如同镖枪一般 秀公主 还是点点头 那公主更该知道 和亲出去的公主 是双公主 韩莫神情肃然 公主不知 如何看待此事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809集 雨夜绣春宫 秀公主一只手臂 撑着白皙的下巴 平静地看着韩莫 声音平淡 这是圣上的旨意 是国策 无论本宫有何看法 都无法改变 韩莫皱眉 公主愿意看到双公主 嫁到庆国去 事情难道会因为 本宫的意愿而改变 秀公主十分平静 如今天下都知道 我大燕为燕庆和睦 要嫁公主去往庆国 本宫又有何能力改变 看到韩莫如同镖枪般战力 叹了口气 指了指踏边的春凳 坐下说话吧 韩莫沉吟了一下 忠实上前 靠近秀公主坐下 此时二人距离甚近 韩莫能够清晰地闻到 秀公主身上的迷人体香 公主是否早就知道 圣上会有今日之决定 韩莫凝视着秀公主 那张美丽的脸 所以才让我与双公主 见了最后一面 秀公主看着韩莫清俊的脸 悠悠叹了口气 你以为本宫会那样聪明 但是我总感觉 公主事前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一些什么 此时殿内只有二人 韩莫说话也不忌讳 圣上既然早有心与庆国结盟 为何不早些下旨 要拖到今日 若是早些下旨 便可不必和亲了 秀公主微醋柳眉 沉吟片刻 终于说 韩莫 你要明白 正值是一场游戏 是一场有风险的游戏 便是再有能耐之人 都无法掌控 韩莫知道他这样说 必有深意 所以并没有打断他的话 或许圣上根本没有想到 沁国人竟然疯狂到决定终止和谈 秀公主美眸里 危险冷峻之色 更没有想到 短短半个月 沁国后党 竟然真的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逆转行事 让沁国的皇帝搬下召回使团的旨意来 轻轻叹道 沁国人的疯狂和愚蠢 实在是出人意料 韩莫却也同意 沁国皇帝下旨沁国使团返回终止谈判 这确实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 也可以说是一个愚蠢之极的决定 这是一个很难让人置信的决定 让谈判僵持下来 让魏沁两国争下来 本来是可以从他们的竞争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秀公主缓缓说 常理而论 若是多坚持一天 或许我大焉 便能够多得到几万两银子 但是沁国人疯狂之举 让这场游戏的规则被破坏 事到如今 圣上不得不出此下策了 其实秀公主 并没有将皇帝迟迟不下旨的理由说出来 皇帝迟迟未下旨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等到韩潇两家 僵持到无法给出任何谈判结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 皇帝出面传下的旨意 才有决定意义 这才会让谈判毫无进展的世家 无话可说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 就等于是世家办事不利 皇帝这才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所以收拾烂摊子的皇帝 无论拿出何样的决定 世家都没有理由反对 若是皇帝一早就显出与庆国结盟的决定 那么肯定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反倒萧家必定会出面反对 在这件事情上 萧家一旦反对 哪怕是皇帝的意思 那也未必能实行 反而将皇帝早早卷入僵局之中 到时候就更难以打破僵局了 皇帝有心在最后时间出来打破僵局 而且时机显然也已经到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在这最后一刻 庆国的旨意却也到了 就是这一份旨意 打乱了皇帝的计划 可想而知 当寒玄道深夜入宫 向皇帝暗禀庆国这一道旨意来临的时候 燕帝心中必定是又惊又怒 惊于庆国人的愚蠢和疯狂 怒的是自己的如意算盘 被一道庆国旨意打乱 此事难道没有回旋余地 韩末沉吟片刻终于问道 秀公主凝视着韩末 圣上的旨意已经朝野去之 庆国使团应该也早已经将这消息 往上京城方面传过去 你觉得有可能改变吗 韩末握着拳头 却见到秀公主已经伸过一只手来 轻轻抚摸韩末的手 眉眸流转 看来你很关心那个小丫头 你真的不愿意她嫁到庆国去 韩末被秀公主抚摸着手背 感觉有些痒痒的 但是这个时候 哪里有心情去感受这份暧昧 只是轻声说 公主难道就愿意看到她远离故土 嫁到异国他乡 秀公主的手停住 闭上双眸 一时间并没有说话 许久之后才缓缓开口 本宫当然也不愿意 但是 本宫却也无能为力 韩末立刻站起身来 有些突然 韩末一直以为公主是有情有义的女人 今日看来 原来也是很残酷的人 放肆 秀公主眉头紧簇 韩末 你好大胆子 竟敢这样与本宫说话 你不想活了吗 韩末冷笑 小公主将自己的安危 全都寄托在公主的身上 可是危难时刻 公主却以一句无能为力来应对 让韩末好生失望 公主若要降罪 韩末甘愿领受 秀公主盯着韩末的脸 轻叹道 韩末 你当真觉得本宫是个残酷的女人 韩末见到秀公主的翘脸上 甚至带着一丝悲伤 不由叹了口气 重新在春凳上坐下 公主 韩末失言 你 你莫放在心上 其实韩末心中也明白 如今大事已定 秀公主便算再有能耐 那也是难以改变如今的事实了 事情 终是怨不得这个女人 秀公主慵懒而优美的娇躯 缓缓起来 在软榻上坐起 若有所思 沉默许久 忽然道 这一次送亲使团 你是要去的 韩末再次皱眉 虽然如今并没确定谁是送亲正事 但是 你担任此次送亲的副事 是免不了的 秀公主平静地说 为何要我去 韩末摇头 看着双公主眼睁睁地嫁到庆国 还是我亲自送过去 恕我直言 这柴室我接不了 你绝不会接 你必须要接 秀公主美眸的光芒犀利起来 声音却很低 最合适的和谦夫事 便只有你 为什么 因为你是寒家的人 秀公主淡淡道 燕国世家之中 对于庆国结盟最热情的 便是你寒家 你寒家也绝不愿意 此次和亲 出现任何的差子 所以 你最合适 韩末摇头 公主放心 这一趟差事 我不会接下的 如果实在需要寒家的人出马 我还有一位大哥 如今在火山营担任护军参领 他可以送亲前往庆国 公主应该知道 我的家族还有这样一个人吗 秀公主淡淡笑着 你当真不要去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二百一十几 紫袍女 秀公主淡淡笑着 你当真不要去 绝不会去 心中却在想着 有什么法子 帮助双尔逃脱这次难关 若是旨意下去 韩末淡然笑着 公主恐怕忘记了 韩末懂得用毒 更知道如何下毒 对付其他人 韩末或许手段一般 但是要对付自己 本事确实绰绰绰有余 给自己下毒 让自己一两个月 起不来的本事 韩末自信还是能够做到的 秀公主一正 眼眸子显出无奈的笑意 摇了摇头 倔强 而且卑鄙 神情立刻肃然起来 轻声说 你过来 韩末没有动 秀公主瞪了她一眼 你敢违抗本宫的旨意 韩末无奈上前 秀公主亲手凑上前来 靠近韩末的耳边 声音极低 韩末 你想不想救双公主 韩末顿时露出疑惑之色 微转头 不解地看着秀公主 你若不想让那丫头 嫁入秦国 此番 便必须随和亲使团 前往秦国 秀公主声音很严肃 否则 你就看着她 嫁给秦国的太子吧 叶更深 细雨依然没有停歇 秀公主站在窗前 望着窗外院子里 种的几棵金丝菩提树 秀眉微粗 整个身形如同一朵鲜花般 在窗边静静盛开 韩末已经出宫 临别时依然带着不解 但是秀公主死时 却不便对她解释太多 但是韩末今晚能够进宫 却让秀公主 微微松了心 她看得没有错 韩末骨子里 虽然有着很深的阴冷痕迹 但是却不可否认 在她的骨子里 也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男人 清风从窗外吹进来 扶起她额前几缕绣发 唯美至极 轻盈的脚步声 从身后响起 秀公主并没有转身 只是淡淡问道 人带到了 回公主 就在殿外等候 让他们进来 秀公主淡淡的说 脸上危险眷色 终于转过身 走到软榻边坐下 片刻之后 一名宫女 引着两人 从殿外快步进来 走到前面的 是一名年过三十的女人 此时一时一身 宫女的打扮 行走间步伐轻盈 身形矫健 一看就是习过舞蹈的人 跟在这个女人身后的 却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桥内人行走的动作 鸟鸟轻盈 自然是女子无疑 不过 这名女子穿着一件紫袍 从头到脚都演在紫袍之中 看不到她一寸肌肤 便是脸庞 也完全掩映在袍帽之中 看起来很是神秘 这二人到得秀公主面前 巨都跪倒在地 垂着头并不说话 辛苦了 秀公主淡淡说 目光却是落在那 紫袍女的身上 娇小玲珑 那紫袍虽然很宽厚 但是却掩饰不住 紫袍女的柔弱身段 奴婢不敢 那中年宫女不敢抬头 只是恭敬说 主子的交代 奴婢性不辱命 秀公主脸上显出温和的笑容 轻声说 改变一个人并不容易 你能够做到 本宫很欣慰 这两年 可辛苦你了 猜到 你确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中年宫女很自信地说 回主子 奴婢得到主子的口信 便将知道此事的人拒都杀了 奴婢保证 绝不会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秀公主 畏畏汗手 你做得很好 她站起身来 轻盈走到那紫袍女的身前 蹲下身子 伸出一只手 轻轻拖起那紫袍女的下头 望着紫袍眼映下的脸庞 一双美眸中闪动着异样的光芒 一只手指 轻轻抚过紫袍女的脸庞 这才转头看着中年宫女 柔声道 你该知道 此事不同寻常 本宫 只想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还有第三个人知道 中年宫女也不抬头 声音却也极为平静 奴婢的性命 当初便是主子赐下的 方才奴婢已经服下剧毒 这条性命 今日便还给主子 秀公主眼中划过惊讶之色 起身走到中年宫女身边蹲下 凝视着中年宫女 抬起头 中年宫女这才抬起头来 此时她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 却开始泛青 虽然神色依然镇定 但是那一双眼毛子深处 却流入出一丝痛苦 秀公主伸出手 握起中年宫女的手 轻声说 你放心 本宫不会让你白死 你那些未了的心愿 本宫定然帮你完成 中年宫女的嘴角 已经溢出一丝鲜血 微笑道 奴婢 谢过主子 秀公主叹了口气 伸出手 抚摸那中年宫女的脸庞 却见到那中年宫女脸上的颜色 愈发的轻子 本来温热的脸庞 却在迅速的冷却 秀公主轻轻将中年宫女 睁开的眼睛合上 然后将中年宫女的尸身 轻轻放倒躺下 这才站起身来 刚才领着二人进来的那名宫女 紧闭着嘴 毛子里闪着惶恐之色 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两步 望着秀公主 眼毛子里显出祈求之色 秀公主并没有看她 只是走到紫袍女的身边 轻声道 该做什么 你应该知道 紫袍女 微微汗手 秀公主从身上取下一只玉扳子 那是如同雪一样 洁白晶莹的白玉扳子 只是在那扳子上面 却有着一处清晰可见的红色印记 如同血痕一般 这是血玉扳子 秀公主平静道 天下间只有两只 绝不可能仿造出来 至于为何 你拿过去细细一看便能明白 说完将血玉扳子递过去 紫袍女伸手 接过了血玉扳子 两只血玉扳子 这一只 本宫赐给你 剩下一只 本宫会留在身上 秀公主缓缓说 从今以后 这便是你我之间的信物 没有信物 什么都不要相信 是 紫袍女轻声应道 她小心翼翼地将血玉扳子收起 而后依然恭敬地垂头跪着 两年时间并不长 本宫知道 这两年你很用心 达到了本宫希望看到的目标 秀公主回到软榻上 慵懒得邪倚着 本宫对你其他的都很满意 只不过 杀人的本事 你学会了多少 紫袍女没有说话 她缓缓站起身来 转过身 微微抬头 看向了惊恐无比的那位宫女 那宫女本来很清秀的一张脸 此时却是因为害怕而极度地扭曲 她想说话 但是一时间却根本说不出话来 就在此时 却见那紫袍女的身法如同鬼魅一般 竟是在眨眼间到了宫女的面前 寒光一闪 从宫女的咽喉处划过 随其身影又如鬼魅般地回到原地跪下 就仿佛根本没有动过 那宫女的咽喉 已经被割开一条口子 两只手捂着咽喉 脸上肌肉完全扭曲 可不一场 瞳孔扩张 喉咙里发着咯咯的声音 鲜血从她两手的指尖冒出来 她的身体摇摇晃晃 终是倒了下去 如同一朵刚刚盛开的鲜花 却在瞬间凋谢 宫中死上两个宫女 就如同大树上掉了两片枯叶 实在引不起任何人的关注 秀公主轻叹一口气 只是凝视着紫袍女平静道 你没有让本宫失望 本宫希望 你永远不要让本宫失望 紫袍女恭敬地拜扶在秀公主的软榻前 就如同镶嵌在地上的紫色明珠 绚丽夺目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目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一十一集 西北当初一猛将 潜心殿暖阁内 皇帝靠坐在椅子上 闭着双眸 两手搭在小腹前 宁静无比 只是眼角处却时不时地抽动着 似乎在睡梦中做着什么噩梦一般 义总管进了暖阁 见到皇帝的样子 轻轻叹了口气 从旁拿起虎皮大肠 便要上去为皇帝盖上 尚未走近 皇帝已经睁开眼睛 看了义总管一眼 莫名其妙地问道 老义 天下人 会不会议论朕十分愚蠢 义总管一正 随即微笑着说 圣上乃是天下最为睿智之人 凡夫俗子 又怎能理解圣上的良苦用心呢 皇帝叹了口气 唉 只怕朝堂里的那些大臣们 此时都在府中 讥笑朕的良苦用心了 朕身为一国之君 最后却是将自己的女儿 送到他国去 而且还是在他国有求于朕的时候 如此决定 他们定会以为 朕是一个无能的婚君 圣上 义总管上前一步 将虎皮大厂盖在皇帝的身上 圣上也曾说过 非常之实行非常之事 又何须在乎他人之议论 而且圣上这样做 乃是为了我大燕国的千秋之计 英明无比 奴才一时好生佩服 皇帝摇了摇头 终于问道 老义 人手可都选好 义总管立刻说 为圣上 二十名随行太监 二十名贴身侍女 奴才都已经细细挑选 个个都是聪慧忠诚之人 必能尽心伺候公主 从旁帮助公主殿下 皇帝点点头 轻声吩咐 你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尽心帮助双尔 就不必担心他们的家人 朕定会令人好生照料他们的家属 义总管攻守 圣上宅心仁厚 奴才替那帮奴才叩谢圣恩 庆国的那位崇仁帝 病入膏荒 想来也活不了几年了 皇帝声音平淡 朕只盼那位太子 真的能够顺利登上帝位 圣上 此番与庆国结盟 商中离便可全心对付魏国 以商中离的能力 呈上一年半载 应该不成问题 义总管轻声说 有我大燕在后 魏国人必不敢全力进攻庆国 他们总要提防 一旦全力进攻 后方空虚 我大燕便有可能趁虚而入 魏国人的国力 以庆国耗不起 一年半载没有进展 他们只能退兵 而商中离到时候 依然威震庆国上下 庆国后党绝不敢轻举妄动 有商中离相助 庆国太子登上帝位 应该不是难事 只要庆国太子登上帝位 到时候 有商中离辅助 后党定然不是对手 皇帝轻叹口气 唉 若是一切如此 便是朕心所望 庆国太子成为庆帝 公主殿下便是庆后了 义总管声音极轻 到了那个时候 小公主 应该已经十分成熟了 皇帝微眯着眼睛 缓缓说 听说商中离的身体越来越差 也不知这位上京圣将 还能活多久 花开花落 人生人死 他总会死 义总管 义总管十分平静 皇帝靠坐在椅子上 闭上眼睛 喃喃自语 是是非非 谁又能说得清楚 朕这一生 这一生从来没有聪明过 朕这一生 一直很 愚蠢 燕帝当朝下旨 与庆国和亲结盟 并无太大的阻力 亦是成为了事实 京中上下 也都已经传遍开去 对于这次和亲 街头巷尾 自然也少不了背地里议论一番 所见者 自然也都是各有不同 不少人便是在内心 诽谤他们的皇帝 很是懦弱 明明是庆国眼巴巴地来求燕国 到最后 皇帝却要将自己的公主 许配与庆国太子 笼络结盟 这从某种角度来说 似乎是对燕国的尊严 有一丝亵渎 但是却也有不少人觉得 皇帝的决定 乃是英明之举 虽然牺牲了公主 却让燕国避免卷入战争之中 对于大多数的百姓来说 安居乐业 才是真正的人政 所谓阔土增疆 只不过是让贵族们 有着更奢侈的财富 去消耗而已 当然 没有几个人 能猜透皇帝真正的用心 而庆国使团 也在第一时间 向国内禀报此事 无论是西河王爷 还是云苍蓝 这两日的心情都是极好 因为他们很清楚 燕国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那已经表现出十足的诚意 庆国人的骨子里虽然高傲 但是他们还是十分清楚 此番与燕国结盟 才是真正的立国之道 所以 燕国皇帝下旨和亲 也就等于给远在千里之外的 庆国后党重重一击 有这样的诚意 安玉清之死 也就只能被双方 有意地遗忘了 西河王爷深知 有这样的契机 在圣将商中离的主持下 庆国方面也一定会做出积极的反应 如果不出意外 几日之内 庆国方面便会有新的旨意传来 而且西河王爷更深信 前来的旨意之中 必定会有十足的诚意 带给燕国 于是乎 身在司通馆之内的西河王爷 再无几日前的烦闷 所有阴霾一扫而空 有云苍兰以及胡勇 护卫他们的安全 他每日里可以高枕无忧地 饮酒品茶 更是赏舞听取 过上了到燕京城之后 最舒服的几日 而魏国使团 在燕地下达旨意的当天 便在清源先生的带领下 带着满腔怨怒 离开了燕京城 虽然京中发生这样大的事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生活依然很平静 一切依然如同往常一样 井然有序地生活着 和圣标局 是京中最有实力的 三大标局之一 标局坐落于北城 极庞大的一个院子 青砖百瓦 门前两头张牙舞爪的 石狮子微风凛凛 门头的石匾 以及门前高高 棋杆上飘扬的秀奇 都是写着金色的 和圣标局四字 自走龙蛇 霸气无比 和圣标局 养着八名标头 和四十多名烫子手 大都是常年走标的 经验老道者 也正因有这样一群人支撑 所以和圣标局 在京中也有了立足之地 名列三大标局之一 和圣标局在京中有名 特别是一些商贸行走远货 那都是愿意聘请和圣标局的标识护标 而商贸行首选的标头 无疑不是有铁老虎之称的铁魁 铁魁入和圣标局并不早 八大标头之中 他排名只在第六 但是点名让他护标的客户 那却是占了标局生意的七成 有时候实在分不开身 标局只能安排其他标头护标 如此一来 就好像那群标头是靠着铁魁吃饭一样 木秀鱼林 风壁摧之 铁魁在和圣标局的威名月圣 在局子内也就越受排挤 铁魁是一个沉默寡欲的人 平时并不善于八戒讨好 也正因如此 他与其他七名标头的关系 实在是极其糟糕 虽然底下的烫子手们 都愿意随同铁魁出标 在心中也觉得 铁魁是个非常优秀的标头 但是一回到标局之内 却很少有人敢靠近铁魁 并非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太过靠近铁魁 被另外那几名标头看在眼里 那就等于自己很快就要 滚出和圣标局了 铁魁虽然很受总标头的喜爱 但是在总标头的心中 那几个当初与他一起打下 和圣标局旗号的老标头 却也是不能得罪的 所以总标头一直以来 对于铁魁也只是保持着 若疾若离的关系 如果不是因为铁魁 为标局挣下大笔的花红 恐怕早就被其他标头 排挤出和圣标局了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812集 英雄需要用武之地 铁魁从标局里走出来 神情有些僵硬 虽然找他护标的客人多如牛毛 但是标局最近 却总是以铁魁有标在身为有 将护标的任务 交给了其他的标师 除非是那几家老客户要走远标 标局才会安排铁魁出马 铁魁虽然口中没有说话 但是心里却跟明镜似的 知道定然是那帮老标头 在后面搞鬼 那帮老家伙从铁魁手中抢去的 都是一些短图标 但是分到手的花红却不会比远标少多少 而且风险性极小 走远标 虽说花红要多一些 但是危险性却也大得多 换句话说 轻松的活如今都被老家伙们占据 真要动刀子玩命的远标 却都给铁魁放在那 今日无远标 而几路点名要找铁魁的禁标 却都已经被老标头们分走 所以铁魁犯到无标可走 他只能无奈地走出标局 准备找家酒馆饮酒解闷 北城这边多的是酒馆 特别是标局附近 那更是每条街都会有那么一两家 普通的门面 比起东城南城那些气派的大酒楼 自然是差了许多 但是这些小酒馆里面的烈酒 却是汉子们最喜欢的 进了一家酒馆 伙计看起来对铁魁很熟悉 迎上来笑道 铁标头 今日怎么闲下来了 一切照旧 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 铁魁是和尚标局 如今威名最盛的标头 但是却没有几个人知道 他身处环境的无奈 虽然总标头 将许多的短图标 分给其他标头 铁魁心里却并不愿意 他清楚 和尚标局能够有今日 那帮老标头的功劳不小 总标头 自然不会断了他们的活路 总要给他们一些护标之刃 大家都是要挣些花红 养家糊口 坐在桌边 一碟花生米 一碗牛肉 此外便是一小坛烈酒了 就着花生米和牛肉 铁魁引下了半坛子烈酒 便看到一名年轻人 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这是一位看起来 很漂亮的年轻人 带着淡淡的微笑 身着锦衣 一看就是一位贵族的公子哥 像这样一类贵族公子 几乎不可能走进这种 没有任何档次的小酒馆 再来两坛子酒 年轻人向伙计喊道 两碟花生米 外下两碗牛肉 伙计有些疑惑地看着年轻人 等到年轻人将一块碎银子 丢在桌子上 伙计终于清醒过来 叫了一声 好嘞好嘞 急忙去准备 想不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铁盔平静道 今日找我可有事情 年轻人自然便是寒慕 他微微一笑 小水早便说过 回京之后要请铁镖头喝酒 铁镖头难道忘记了 铁盔淡淡一笑 你倒是狠手心用啊 伙计已经将两坛子酒 先捧过来 很快又将花生米和牛肉 送上去 韩末只是将那碎银子 推过去 不必找了 多的是赏钱 这一块碎银子 虽然不算多 但是足够买二十坛子酒 那伙计很是欢喜 毕竟在这样的小酒馆 像这样出手大方的客人 那是极少极少的 铁盔也不客气 拉过一坛子 拍开风泥 仰手灌了一口 这酒链 你们这些贵公子 穷江玉叶喝得多了 只怕喝不惯了 韩末也不答话 拍开风泥 也是仰手灌了一大口 耳后放下酒坛子 并用衣袖 浮去嘴角的酒水 免不变色 笑了 果然是烈酒 只不过 我还喝得惯 说完 伸手从大碗里 抓起一块牛肉 放在嘴中搅摇 连连点头 嗯 这才是正宗的牛肉 有那股味 铁盔终于笑起来 说吧 找我有事 有事 韩末肃然点头 你说 英雄需要用武之地 韩末凝视着铁盔 铁镖头 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铁盔皱起眉头 有些疑惑地看着韩末 韩末 微笑道 沙场勇士 如今寄居于标局之中 也不过是拳宜之计而已 铁镖头 老鹰虽然可以在大树上栖息一时 但总不能栖息一世 歇够了 就该展翅高飞 熬翔于苍穹之下的 铁盔左手握起拳头 眉头皱起 看着韩末 铁镖头当初 亦是西北军中一员猛将 韩末凝视着铁盔 缓缓道 为何从西北军中离开 在下并不知道缘由 不过在下相信 铁镖头的心中 或许并没有忘记过西北军 更没有忘记过 与你一同出生入死的同袍 铁盔目中闪着异光 沉生道 你是谁 铁镖头 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韩末缓缓道 离开西北军之后 一直到如今 都赡养着六名阵亡同袍的遗孤 究竟是谁 铁盔的拳头紧紧握起 青金暴突 双目中的光芒更是极其犀利 韩末看着铁盔 平静道 我是韩末 韩末的名字 当然算不上天下皆知 但是在燕京城这燕国都城 那却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京中的人们 总会以身在都城为荣 更以掌握一些国事为傲 韩末是燕国立国以来官位上升最快的人 又是立国以来年纪最轻的御林军指挥使 更是西花厅建厅以来最年轻的厅长 人们虽然不明所以然 但是这样一个受宠的年轻官员 在京中的名头自然是极其响亮的 标局是一个消息源泉最盛的地方 韩末这个名字 和尚标局上上下下 自然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铁葵自然也不例外 那张宝京风霜的脸 终是显出一丝震惊 正正地看着韩末 铁葵呼地叹了口气 抨击酒坛子 竟是一口气将剩下的半坛子酒 饮个一干二斤 他虽然酒量极大 但是这一坛子终归是烈酒 而且一口饮尽 等他放下酒坛子后 那张本来有些有黑的脸庞 却泛红起来 韩末只是静静地看着铁葵 并没有说话 在韩末心中 铁葵是个很精明 也很有原则的人 而且风国一行 倒也隐隐展露出铁葵的领导才能 谨慎小心 却不失威严 这样的人物 韩末心中还是很有印象的 西华厅的情报系统 自然是犀利无比 铁葵的一些陈年旧事 早已经放在了韩末的案头上 你可知道今天我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 放下酒坛子后 这位沉着的猛汉看着韩末 问了一句很莫名其妙的话 韩末只是微笑着 依然没有说话 我很后悔今日不该问你是谁 铁葵叹了口气 不然我或许就不用做出选择了 韩末呕了一声 瞧道 哦 铁镖头这话 从何说起啊 铁葵 微微靠近了一些 温国知情 你隐藏身份 此时有许多不便之处 如今我知道你的身份 你更将我的情况查得一清二楚 如果我不跟你走 我担心我日后的生活 会很不安宁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一十三集 一别 韩末哈哈笑起来 倒也不会不安宁 只不过我确实打算 今日请不动铁镖头 那么以后每个月 都要找铁镖头喝酒 日子久了 大家感情深厚了 自然会好说话许多 铁葵沉吟着 终于说 铁葵是莽夫 五人出生 有的是利器 韩大人若是想用我的利器 铁葵并无二话 只是铁葵不希望那些 遗孤卷入是非之中 却不知韩大人 是否能够好生待不安断 韩末立刻点头 底镖头放心 我已经为他们 想好妥善的安排 铁葵也不多说 起身向韩末抱了抱拳 韩大人 铁葵想告辞 有事情还要办 铁镖头好走 韩末也起身抱了抱拳 韩末 静候铁镖头前来 铁葵点点头 再不多言 快步离去 韩末 韩末望着铁葵远去的身影 轻弹道 终究还是有志向的人 和胜镖局的后院之内 总铁镖头斗天达 正在一手八卦刀法 舞得虎虎生风 周围几名标师和烫子手 都是纷纷喝彩 一趟刀法练完 早有烫子手递上了毛巾 总铁镖头 刀法出神入化 我等真是大开眼界 一名五十多岁的铁镖头上前了 扶着山羊胡须 笑眯眯地说 旁边顿时又是一阵凤影之声 斗天达用毛巾擦着手 脸上还是有些得意的 今年五十四岁的斗天达 在京中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当年便是以这一套八卦刀法 闯出了一片天地 建下了和胜镖局的旗号 如今镖局生意不断 裁员广进 早已用不上斗天达出镖 但是闲暇之时 他还是喜欢练上一练 更是喜欢召集手下众人前来 无非就是要听一些奉承话而已 人老了 耳根子就软 最喜欢听的就是马屁话 纵镖头这一套刀法 包罗万象 气势非凡 而且是招中有招 实在是 事所罕见的刀法呀 旁边一名标师奉迎道 在我看来 这天下能有此刀法者 寥寥无几 山羊胡须 嘿嘿笑着 嘿嘿嘿 全标头 我们都知道 这刀法厉害无比 可是只怕有些人 心中还不服气 窦天达闻言 眉头皱起来 看着山羊胡须 淡淡说 谁不服气 其实也没什么 使我多嘴了 山羊胡须急忙摇头 哎 总标头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窦天达走到院中大树下的太师椅边坐下 接过旁边奉上的小茶壶 对着壶嘴咪了一口 不快道 老元 你话中有话 有什么就说什么 藏头露尾 真是不痛快 山羊胡须忙上前来 凑近窦天达 总标头 只怕我说了 你不相信 快说 奔吞吐吐的做什么 是是是 山羊胡须急倒米式的点头 压低声音 总标头 前几日 铁魁也是在侧院炼刀 我凑巧碰上 夸了他几句 不过却也说他的刀法 比起总标头 还差了些活 见窦天达皱着眉头 于是接着说 可是那铁魁 说话却有些不好听了 窦天达又在胡子 咪了一口 贴了山羊胡须一眼 他说什么 山羊胡须 在窦天达身边 弓着身子 低声说 那小子却扬言 他的刀法是军中刀法 是从西北军中练出来的 那是嗜血的刀法 用于对敌所向披靡 窦天达微微汗手 野魁的刀法确实不错 军中刀法那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简洁实用 以杀敌制胜为最终目的 野魁出自航武 不过以我之间 能将军中刀法炼成他那般 却也不是多数 山羊胡须忙说 总彪道 有两下子倒也罢了 夸赞军中刀法 咱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只是他后来说的那句话 却是让人十分气愤 说的什么 山羊胡须 做出了一份气愤的样子 那小子竟说 除了军中刀法 其他的刀法 只是花拳绣腿 中看不中用 他这话一说 旁边的标师们 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立刻有人上前添油加醋 总彪头 他那明显是在讥讽 总彪头的刀法呀 真是无法无天了 总彪头 铁魁仗着自己如今有了名声 在标局里目空一切 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是全部放在眼里了 是啊 总彪头 那小子也不想想 当初在京里 衣衫蓝绿上门 来求总彪头收留 若不是总彪头 宅心仁厚收下他 他如今 恐怕还在沿街乞讨呢 如今有了一些功劳 便如此嚣张 果然是一头白眼狼 众人议论纷纷 将铁魁说得一文不值 斗天达皱起眉头 终是咳嗽一声 胆胆说 别亏得性情内向 不喜言语 倒也不是不将你们放在眼 至于说 其他刀法都是花拳绣腿 比不上军中刀法 这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军中刀法画盘为浅 单脆利落 极其实用 而其他的刀法 多少还是有些花架子的 便是我这八卦刀法 也是少不了瑕疵 此事 之后便不要再议论了 众人听斗天达这样说 顿时都不敢言语 那山羊胡须 顿时颇有些尴尬 就在此时 脚步声响起 却见到铁魁 正从长廊处走过来 众人见到铁魁 顿时便都不敢言语了 毕竟大家也都知道 如今的铁魁 可是和尚标局的顶梁柱 背后议论倒也罢了 当面说他闲话 确实没有人敢 斗天达见到铁魁 立刻将茶壶放在旁边 起身笑道 铁魁啊 今日不是回去歇着了吗 怎的又来橘子里了 过两日要跑长镖 在家好好歇几日 养养精神 铁魁静止走到斗天达面前 在众人的注视下 向斗天达深深一礼 缓缓说 总标头 当日铁魁自军中出来 来到京城 局目无亲 穷困潦倒 若非总标头收留 给铁魁一碗饭吃 铁魁必然没有今日 这份大恩大德 铁魁永世铭记 四周众人面面相觑 意识不明白 铁魁为何今日一反常态 竟是对总标头 说出这番话来 众人可都知道 铁魁平日沉默寡言 便算心中有感激 却也不轻易外露 像今日这般说话 那真是从没有过 四周几名标师 神情有些不自然 方才他们大声斥责铁魁的不适 却不知道是否被铁魁所听见 窦天达也有些疑惑 但还是微笑扶着铁魁说 铁魁 这是你我缘分 说这些话做什么 铁魁从腰间摘下一块铁牌 双手奉上 总标头 这是您两年前次 给铁魁的标牌 那一日 铁魁也从烫字手 变成了一名标头 两年来 这块牌子铁魁从不离身 今日需要将它还给总标头了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八百一十四集 房中雨 总标头 这是您两年前次 给铁魁的标牌 那一日 铁魁也从烫字手 变成了一名标头 两年来 这块牌子铁魁从不离身 今日需要将它还给总标头了 听到铁魁这样说 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 归还标牌 只有一种解释 那便是要离开和省标局 铁魁 这是何意 陆天达豁然变色 他虽然年纪大了 可是一点也不糊涂 铁魁如今 可是和省标局当之无愧的镇局之宝 和省标局这几年来 繁荣昌盛 裁员广进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物在 这一点 窦天达可是清楚得很 所以局里其他的人在背后说起铁魁的闲话 窦天达都是置之不理 他可不会因为其他人的言语 而自毁长城 没有铁魁 和省标局很快就会从三大标局的名头中消失 铁魁平静说 纵标头针 铁魁一声铭记 窦天达握住铁魁的手臂 皱起眉头 你这是要离开标局 铁魁点了点头 铁魁 他人的闲言闲语 你莫放在心上 窦天达正色道 我对你可是信任有加 你可不能就这样离开啊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我都应允你 窦天达这样一说 周围的几名标师更是尴尬 铁魁看着窦天达 缓缓说 总标头 铁魁有一桩心愿未凉 有一笔血债未报 留得此区 就是等着有朝一日能够报仇血恨 如今也该去做些事了 他对着窦天达又是一礼 平静道 若是大仇得报还能活下来 必将报总标头之恩 否则 此案来世再报 众人都是惊讶无比 铁魁这话没头没尾 众人都是一脸疑惑 铁魁又是对着四周众人抱拳 神情肃然 趁今天承蒙诸位兄弟照应 日后若有机会 定当报答 竟是不再多言 转身毅然而去 留下了满院子错愕的人们 深夜 屋内没有点灯 漆黑一片 但是暗箱 却在幽静的房内漂浮着 两道激情过后的喘息声 互相交融着 充满着丝丝诱惑的味道 韩莫抱着自己的妻子 享受着激情过去的宁静 年轻的男女 精力总是很旺盛 也总需要宣泄出去 小倩光滑的粉脸 贴在韩莫的胸口 鹰唇中发着细细的喘息 帐内充满着异样的芳香 事后坐在韩莫的怀里 这已经成为了她的一种习惯 相公 那些传言 是不是真的 喘息静下来后 小倩终于在韩莫怀中 轻声吻闹 韩莫不解 什么传言 就是和亲啊 小倩抬起头 虽然是在黑暗之中 韩莫却依然能够看到 她亮晶晶的两只大眼睛 双公主 是不是真的要嫁到清国去啊 韩莫微微皱眉 其实这是当前 她最不愿意谈论的话题 虽然与秀公主夜谈一次 隐隐觉得事情似乎有转机 但是真相未明之前 她内心深处 还是在为双儿的前途担忧 但是她却有些奇怪 小倩平日里也很少谈论这一类事情 今夜怎的突然问起 也许吧 韩莫柔成说 那是皇家事 亦是国之重事 咱们管不了 小倩轻声道 我小的时候还进宫见过她呢 她比我还小两岁呢 哦 你们认识啊 嗯 小的时候 进宫见过两三次 那个时候 她才七八岁 整天在院子里面属蚂蚁 小倩缩在韩莫的怀里 大了之后 便再也没有见过了 韩莫心中一沉 她能够明白 当一个人整天无聊到去属蚂蚁 那只能说明她的内心 已经孤独到了极点 只有这种方式 才能打发心中的寂寞孤独 也就是说 双儿在七八岁的时候开始 就体会到了深深的孤独感 或许会有很多人羡慕着皇族的高贵血统 羡慕着他们优越的生活 但是却并无多少人知道 帝王之家非比寻常 古往今来最险恶的地方 恰恰就是皇家内院 这是一群至高无上的人 但是他们的生活 却往往充满着灰色的印记 罪是无情 帝王家 来生不作 帝王种 后世多少诗词 反映出身为皇族成员的 无奈和悲哀 或许穿越之前 韩墨对此并没有直观的感受 但是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世家生活 他已经深有感悟 仅仅身为世家子弟 就有许多的无奈和不自由 更别提万人瞩目的皇族了 如此说来 你们还曾经是小姐妹了 韩墨揉声笑道 笑倩嬉嬉一笑 只是见过几面而已 谈不上姐妹的 顿了顿 声音又充满同情 只是 要嫁到庆国去 被紧离乡 一定会非常难过吧 他一定不想去的 说到这里 小倩似乎有什么感悟 更是贴近韩墨 便是想挤进韩墨的身体里一样 韩墨感觉 这个话题谈起来有些沉重 忽得想起一事 问道 对了 今日晚饭时 我瞧小妹神情很不自然 似乎有什么心事 问的她也不说话 究竟发生何事 你可知道 小倩嬉嬉笑着 相公 我忘记告诉你了 今天福利又来了一位客人 这一点 韩墨道不出奇 这一次 皇帝拿出合金策 与庆国结盟 放弃了魏国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看来 这一场政治博弈的结果 那是韩家击败了肖家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从某种角度来说 与庆结盟 韩家的声望 又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如此形势下 那些本就与韩家有些交集 但关系并不十分稳固的官员 更是时常往韩家走动 那些模棱两可 摇摆不定的官员 亦是有一部分 往韩家这边靠近 所以韩家良府 也就每日里都少不了客人 特别是韩家兄弟回府后 那客人更是络绎不绝 对于大多数非世家官员来说 哪家有事 便往哪家走动一番 孝敬一些礼物 拍上几具马屁 拉近一些关系 那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种政治环境下 大多数官员觉得 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燕国的非世家官员 实际上 一直都不是争斗的主力 大部分非世家官员 无非是摇摆不定的墙头草 朝勤暮处 世家真要逗起来 大多数非世家官员 还是缩在一旁 不敢轻易掺和进来 今日韩家有事 他们过来表现亲目之意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 他们明日便会去肖家 甚至是苏家 表现恭顺之态 是那个沁国人 小倩说 那天晚上 突然过来的沁国人 云苍蓝 对对对 就是那个云苍蓝 小倩立刻说 他今天下午过来的 带了许多的礼物过来 韩莫淡淡一笑 燕国和亲 沁国使团的任务 起死回生 不可否认 韩家从中 自然是帮了不少忙 云苍蓝过来表示感谢 倒也是意料中事 只不过 韩莫却有些奇怪 就算要谢 也该等到韩玄昌 从礼部 云苍蓝回来之后 应该等到夜里过来 半下午过来 父子二人 拒不在府中 那总是有些 不合适的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 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一十五集 兄弟会 林苍蓝给小妹 送了一幅画 小倩轻声说 听说 是清国那个 唐叔虎的话 小妹说了那幅画之后 便开始心神不宁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一幅画 韩莫若有所思 心神不宁 似乎想到了什么 忍不住说 云苍蓝骨子里 果然不是一个手里之人 小倩眨了眨眼睛 奇怪的 怎么了 没什么 韩莫忙小的 只不过是觉得 那小子太没有规矩 府中只有女眷 她选那个时候 过来送礼 那可是有些失礼了 小倩嘻嘻一笑 随即说 是了相公 你上次 不是说要 结识那帮人吗 他们都回了话 营运也过来拜访 你会不会有事啊 谁啊 韩莫一时没有明白过来 小倩忍不住 在韩莫胸口轻轻拍了一下 称怪道 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呀 是你自己说要见他们的 你自己都忘记了吗 韩莫一瞬间明白过来 小的 是你那些姐妹的夫君吗 是啊 小倩点头 他们约好明日来拜访 韩莫说 那可都是贵客 要好生招待 明日里 倒是要见见这帮精忠军少了 这帮人 那都是兵部官员的子弟 可说都是军方的年轻一辈了 虽说他们本身或许没有多大影响力 但是他们的父辈 却都是兵部军方的重要人物 这样一群人 自然是要见的 次日 韩莫便没有出府 军方那几名子弟约好下午来见 所以今日的韩府 少不得有一场欢宴 韩莫一大清早便吩咐下人准备着 将酒宴设在后花园中 入京半年 韩莫倒还真没有结交多少同龄的贵族子弟 虽然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达到了同龄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但是在贵族子弟圈子中 他却是十足十的一个局外人 韩莫深知 要真正融入京中的环境 结交一批贵族子弟是必不可少的 毕竟这一群人算得上是京中的主流 自己定然要成为主流中的一员 对于那些游手好闲 无所适事 城日里只知斗鸡走狗的贵族子弟 韩莫自然是没有什么好感 也不会有太多的兴趣去结交 而且他也深知 京中那一类子弟 大都是跟着萧明堂混日子 从某种角度来说 萧明堂虽然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在京中的少爷党中 却有着极强的人脉关系 至于今日所见的那几个人 却都是兵部官员子弟 兵部官员 大都是在军中担任过职务 接受过军事训练 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官员阶层 他们从军中入兵部 多少还带着军方的干联气息 对于自家的子弟 比之普通官员 约束力多少还是要强一些的 对于今日所见的几名军方子弟 韩莫倒也派人调查过 却也知道一些底细 这些年轻人 虽然免不了贵族的骄横气息 但是却都是有职在身 倒也算不上顽固子弟的行列 韩莫本想找三哥韩斌 下午过来作陪 所以一大早 也派人去户部尚书府 请韩斌过来 下人却是回来禀报 三少爷竟是天不亮就离开了府 不知去向 韩莫心中叹气 知道韩斌十有八九 是往金钱方去了 如今韩斌 只怕是被花庆夫人迷得神魂颠倒 早忘记自己是谁了 京中贵族子弟的往来结交 那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燕国这种畸形政治的国家 所谓的结党营私 根本已经是行之诸道 并无隐晦 便是连瞎子也知道 燕国的世家党派之争 那已经是光明正大的存在 隐藏在下面的 不过是手段与策略而已 所以大部分官员 朝勤暮处地互相走动 那也是京中很常见的事情 几名贵族子弟前来韩府拜访 在京中纷纭交集当中 实在是很不起眼的事情 如果是大批的兵部官员上门了 与韩玄昌相交 那多少还会让人感到有些吃惊 但是一批并无太大实权的军方 贵族子弟前来拜访韩末 倒也不是很让人奇怪的事情 至少在这样的交集下 还披着一层女眷的面纱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这些子弟的妻子 与兵部尚书范云傲的女儿范小倩 关系极好 如今范小倩成为韩末的妻子 与这些姐妹之间互相走动 那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对于军方的这些子弟来说 如果是往日 他们未必会登韩末的门 毕竟在某种角度来说 他们已经是被划分为范家的派系 但是如今韩末是范家的姑爷 而且大家都清楚 范氏旁之虽然不缺少子嗣 但是范云傲却是只有一个独生女儿 视范小倩为掌上明珠 对于自己的女婿也很是满意 韩范如今一家亲 作为范派子弟 而且并不是身居要职的子弟 适当地与这位范家大姑爷走动一番 自然不是什么坏事情 而且说句实话 大家都能够看出来 范家如今隐隐有依附于韩家的趋势 如此情况下 范派子弟与韩末走动 更是有着大大的益处 所以午时过后 往礼部尚书府过来的马车就多了起来 掀开马车连着 出来的都会是一对青年夫妻 那都是几名军方子弟领着妻子过来拜访 论起身份和地位 所来的几位客人 自然没有一人能够与韩末媲美 但是韩末今日却是收拾整洁 一身白色锦衣 每到一人都会亲自到府前相迎 完美地进到了一个身为主人的职责 女眷们入府之后 都是往小倩那边去 而男客人则是被领到后花园 那里早就设好了宴席 按照原先的计划 小倩共有六位姐妹 只不过其中两位的夫君远在西北军 自然无法设宴 剩下的则有四名军方子弟 不过此番前来的却是多了两人 共有六名军方子弟 韩末一开始还有些迷糊 但是很快就弄清楚 今日来的客人还真是有些诡异 计划中的四名客人 却有一人因故不能前来 那是九门提督府提督 陆英纪的儿子陆宗轩 并没有前来赴宴 而是多出三名子弟 虽然妻室与小倩并无交情 但是这三人却是这群军方子弟圈子里的人物 却是被其他几人硬拉着过来 没有接到邀请 这三人到了府里自然有些尴尬 但是韩末却表现得极其热情 让几人的尴尬之心进去 后花园摆放着大桌子 摆满了瓜果酒食 天公作美 今日竟又是一个好天气 阴凉之下 凉风轻浮竟是异常的舒服 比之在厅中正儿八经的设宴 这些客人们也少了许多的拘束 坐在酒桌上 一开始众人都还有些拘束 不敢轻易言语 毕竟韩末的身份确实不一般 而这群军方子弟 虽说都是兵部嫡系子弟 但是他们自身却并无多少权势 即使是父辈 在兵部也算不上位高权重 燕国世家权重天下皆知 非世家贵族子弟 也只能算是二流 甚至是三流的贵族子弟 在京中 向来也都是被世家子弟所蔑视的 但是如今风头最近的一位世家子弟 下了帖子 请大家来赴宴 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这让这些军方子弟有些感动之时 心中却也有些惶惶 韩末举起酒盏 笑道 不瞒诸位 韩末入京之后还未请过客人 今天是第一次 因为在我心中 诸位值得我请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816集 宝刀赠英雄 不瞒诸位 韩末入京之后还未请过客人 今天是第一次 因为在我心中 诸位值得我请 六名军方子弟不敢说话 只是看着韩末 诸位都在卫国办事 所以值得我请 韩末微笑道 卫国某事 总是要远胜于陆路无为之辈的 都是国之动量 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 却是一下子说到了这些人的心坎上 相比起大多数世家子弟 那种花天酒地 穷极奢靡的生活 这帮普通官宦子弟 自然是远远及不上的 实际上 燕国的大蛋糕 一直是被世家瓜分着 这些边缘贵族所得的利益 终究只是极少一部分 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就让世家贵族 与非世家贵族出现了裂痕 非世家贵族 对于自身利益的稀少 那是从骨子里 对世家贵族有着极深的怨言 世家子弟的花销 自然是远高于这些非世家子弟 而且世家子弟 做官的虽然不少 但是大部分人却是无所事事 终日只知道 欺男霸女 嚣张跋扈 而非世家子弟 自然也是世家子弟们 欺辱的对象 如此一来 非世家子弟 对于世家子弟 便是既怕又恨了 而韩默一句 为国谋事 顿时让这几名非世家子弟 心中极其的舒坦 对于韩默的印象 那是非常的不错 众人顿时都举起酒盏 纷纷说 小韩大人严重了 一杯酒下肚 年轻人的拘束感 也就松了不少 毕竟是年轻朝气 不比那些老家伙的原话 韩默几句话一带头 众人顿时便开始 接下话茬子 酒过三巡 拘谨之感 几乎都已消散 大家谈天说地 这几名客人 都是兵家子弟 也都是练过武艺的 不管功夫高低 却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慢慢把话题 便转到了武艺之上 随后 又是转到了统兵作战之上 各输己见 畅谈甚欢 韩默从头至尾 都表现得极其温和 带着笑 众人看在眼里 只觉得这位小韩大人 果然是不同寻常 千千有礼 怪不得会如此受圣上的恩宠 上好的美酒 一谈一谈送上来 年轻人聚在一起 开怀畅饮 理所当然 酒过三巡 一个个都已经是面红耳赤 罪态可居 至于女眷方面 自然有小倩和韩沁 在另一边照顾着 韩默 最喜欢结交的 就是你们这样的好朋友 身为主人 韩默自然也饮了不少酒 清俊的脸上也带着几分罪意 并没有故作深沉 拍着身边一人的肩膀 把酒言欢 快在 快在 旁边这人 被韩默拍了拍肩膀 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 这人叫姚靖 如今是在御林军英祥营 担任一个校尉之职 官职不高 比起韩默的指挥使之职 相差极远 今日却能与暴徒营指挥使 把酒言欢 心中却也是颇为激动的 在众人的欢声笑语当中 韩默向不远处的一名下人 挥了挥手 那下人立刻快步离去 只是片刻间 却见三名身材粗重的仆从 在那名下人的带领下 每人都捧着两只长形的木盒子过来 那木盒子外形很是漂亮 充满古朴肃穆之气 道德韩默身后 一字排开站住 韩默起身笑道 诸位今日给了韩默面子 想来把酒言欢 韩默很是高兴 这里有些小玩意儿 想必诸位还能看得上 还请笑呢 众人面面相去 瞧着那六只长形木盒 却是猜不出里面究竟是何物事 韩默使了一个眼色 那几名家丁立刻上前 将木盒子分发给在场的六人 众人接过木盒子 面面相去 终是有一人打开木盒子 取出一看 却是一把很奇特的兵器 似乎是一柄刀 但是相比起中原的各样刀具 这种刀显得很是特别 这是从南洋那边弄过来的 韩默笑道 图个新鲜而已 你们都是习武之人 想必对这样的东西 还是有些兴趣的 一听说是南洋刀具 众人都纷纷取出观看 东海已经开通海上贸易 南洋的货物 已经开始进入中原市场 身处燕京城 这帮子弟自然是明白情况的 也知道南洋货物的价值 从南洋过来的东西 固然新奇 价格却也是昂贵无比 几乎每一样都是奢侈品 至于这种刀具 如今尚未在市面上流通 所谓物以稀为贵 价值自然也是非同一半 所谓宝刀赠英雄 这些刀具虽然算不上宝刀 但是却也削铁如泥 锋利无比 不是普通刀具可比 韩莫笑道 便是在南洋 那也是很为稀少 也只有我大言勇士 才配用此刀 众人闻言 更是知道此刀的价值 顿时都纷纷起身 向韩莫表示感谢 心中却都是觉得 韩莫果然是慷慨大方 出手也是与众不同 落座之后 一名青山公子谈道 宗宣倒是没有这个福气啊 如此宝刀 事所罕见 他平日里最喜欢的就是兵器 回头他要是知道 小韩大人送我等这样的宝物 只怕是羡慕不已了 陆宗宣 是九门提督陆英纪之子 今日却并没有前来 其实韩莫心中却也是明白原因 陆英纪身为九门提督 那是皇帝陛下的亲信 虽然隶属兵部 但是平日里 陆英纪并不与任何人接触 只是尽心地管好 自己的义母三分衙门 这自然是为了表示 对皇帝的忠诚 他的衙门极其特别 负责着燕京九门 衙门不大 但是却极其敏感 陆英纪若是与其他官员走动过多 反倒会引起皇帝的疑心 陆英纪不去与其他官员接触 自然也会严加约束 自己的家人的行动 今日陆宗宣不能到场 实际上却也是 韩莫预料中的事情 那青山公子一感叹 旁边立刻有人咳嗽着 显然是在提醒青山公子 莫要乱说话 以免引起韩莫的不快 那青山公子自知诗语 不敢再说 韩莫只是微微一笑 个人有个人难处 韩莫明白这个道理 我倒也为他准备了一把 只不过如今也不好 以我的名义送去 这个说到这里 韩莫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含蓄地笑了笑 本来欢快的宴席 顿时有些尴尬 韩莫旁边的姚静 沉吟了一下 终于说 小韩大人 其实 其实宗宣 最近也是出了一些麻烦 焦头烂额 大人莫要怪他 韩莫笑道 诸位 大人的称呼 私下里咱们就免了 大家兴趣相投 私下里 不如以兄弟相称 众人互相看了看 以韩莫的身份 众人却是不敢称兄道弟的 你们放心 我并无其他的意思 韩莫微微一笑 只不过 我确实需要一些朋友 一些为国谋士的朋友 韩 韩大人 若是瞧得起诸位兄弟 咱们日后 便称您为韩大哥 您看 成不成 姚静在旁 小心翼翼地说 对于贵族子弟来说 称兄道弟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只是与韩莫这样地位的 世家子弟称兄道弟 这帮人还是觉得有些怪异 那岂不是委屈诸位了 韩莫笑道 众人互相看了看 呼的 巨都抱拳攻身 韩大哥 韩莫微笑着 他知道 虽然与这些人称兄道弟 但是他却不奢望这些人 真的为他能做些什么 他需要的 只是一个圈子 以这几人为基础 融入到一个圈子中去 只要融入进去 总是有许多机会可寻的 也总会谋求到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 如果自己控制得足够好 自然是可以得到许多助力 圈子 就是一个根基 根基需要一步一步去扎牢 如果手中有着一些所谓的权力 却是孤家寡人一个 那么 这些所谓的权力 在某些时候 就会显得太过的虚弱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一十七集 刘京河畔 阎武行 宗轩在南城流经河畔 有一处秦楼 生意一向都很好 姚静解释道 只不过最近出了一些麻烦 宗轩无法处理 每日里哀声叹气 都有一阵子没出门了 寒墨摸着下巴 为何 却看到众人脸上 都微微显出怪异之色 甚至有两人脸上 明显表现出了愤怒之色 姚静小心翼翼说 秦楼被人霸着 可人不敢上门 霸着 韩莫一正 陆宗轩是陆英纪的儿子 陆家虽然算不得 什么位高权重 但也不是任人欺凌之户 如今却有人敢霸占 陆家的产业 那么对方的来头 必定不小 南城流经河畔 贯川南北 河畔两岸 乃是京中最休闲之处 也是达官贵人 顽固子弟 流连忘返的地方 或者说 绵延流经河畔 十里有余的长街 便是京中贵人们的天堂 方纯美酒 雅音家人 在这里都能找到最好的 流经河畔东岸 有一处两层高的楼子 雕梁画洞 飞沾院角 乃是河畔有名的一家秦楼 换作流芳阁 流芳阁在这条繁华的河畔 能够出名 最重要的原因便是阁楼里 有秦楼十二相差坐镇 到过这里的客人便都知道 十二相差无一不是貌美如花 十二名家人十二种风韵 女人的各色风情 都能在这十二差的身上寻觅到 秦楼不是妓院 楼里的姑娘 也只是卖艺不卖身 无论是故作附庸风雅 还是垂涎于十二相差的美貌 刘芳阁这两年生意都很是红火 归其原因 便是十二相差 据是可看不可碰的角色游物 而人们 往往对于得不到的东西 总是充满着激情 实际上 知道底细的人明白 刘芳阁的真正主人 是陆英纪父子 陆英纪虽然是九门提督 但是在官场上 也算得上是孤家寡人 仅靠俸禄 是很难维持府里的开销 所以两年前 置办了这么一家秦楼 陆宗轩 更是亲自物色了十二名美艳少女 精心包装打造 最终 这十二名少女 便成了刘芳阁的台柱子 更是成了刘芳阁的摇钱树 陆家也正是因为刘芳阁的生意 一斧子人才过得极是舒服 其实刘京河畔 无数的青楼戏院 赌场酒楼 背后都是有官家的背景 陆英纪能够在刘京河畔的生意中 占据一个位置 却也是颇不容易 只不过 刘芳阁的老客人们 却都知道 最近这阵子 却已经不能前往刘芳阁 一睹十二相差的风情了 道理很简单 门前有狗 刘芳阁的大门敞开着 只不过此时的刘芳阁 却是只能看不能进了 当门横放一条长凳 一名赤着上身的大汉 凶神恶煞地坐在长凳上 身上的肌肉结实有力 实质黄昏 夕阳的余光照在他身上 那油光可见的有黑皮肤 充满着力量感 一看就知道 是一名重量级的力量型选手 在门前 更是有两名禁衣打扮的大汉 只要有客人稍微靠近 那两名大汉便是眼睛一瞪 保管下走来访的客人 至于刘芳阁的二楼 却是欢声笑语 喧哗无比 势而夹杂着鸟鸟琴音 后果 琴音之中伴随的那些乌言晦语 却是完全破坏了琴声的美感 熟悉的人都知道 这已经是第五天了 自从五天前来了这一批人 刘芳阁的生意便彻底的断了 客人们不敢上门 而且让许多人奇怪的是 就是刘芳阁幕后的主人 竟然也一直没有露面 似乎任由这刘芳阁 就这样被这一伙人胡闹下去 稍有些见识的人心中清楚 这是有人故意要与刘芳阁的幕后东角为难 而且这些人的背景绝不简单 有些对十二相差颇为喜爱的子弟 远远望着刘芳阁 想着十二相差 屈服在这伙人的淫威之下 当真是心如刀割 但却没有人敢靠近一步 因为大伙都清晰地记得 这伙人来的头一天 便有一名官家子弟想要硬闯进去 竟是被门前的黑大汉打掉五颗牙齿 那官家子弟声称要回去找人 可是一去不返 大家知道 未必是那官家子弟找不到人 恐怕是事后知道了这帮人的底细 所以不敢再来惹麻烦而已 于是乎这几日每到华灯初上之时 其他楼子方间客人云集热闹非凡 而刘芳阁却只有一群泼皮样的人物 在这边胡闹喧哗 真正的客人只能望而兴叹 黑大汉百无聊赖地坐在长凳上 一只脚更是踏在凳子上 真如铁打的守门恶鬼 至于门前两名禁仪大汉 也是百无聊赖 听着楼上的喧闹欢愉声 都在算着时辰 什么时候上面派人下来换班 就在此时 却听到一阵马蹄声响起 只见从流经河畔正有一队人骑马而来 乍一看去 却也有将近二十号人 前面的几人都是锦衣华服 一看就知道是贵族子弟 在流经河畔贵族云集 丸固子弟更是多如牛毛 像这种阵仗那也是时常见到的 无非是某些丸固子弟显摆威风而已 所以这里的人都是见怪不怪 这一群人速度极快 竟是在转眼之间 便来到了流芳阁之前 更是在门前停下马来 黑大汉和两名禁仪大汉 都是神色不善地看着前来的这一群人 见到前面的六七人锦衣华服 后面的十几人都是跟班打扮 立刻就知道 想来是一群贵族子弟到这里来消遣 黑大汉咧嘴一笑 露出满嘴的黄牙 两只铁拨一样的大拳头挤在一起 发出咯咯的鼓响声 而两名禁仪大汉已经上前了 指着当先一名清俊的白衣年轻公子喝道 这里不接客 快些滚开 这一群人聚都下马来 白衣公子也不理会这二人 下了马 二话不说 便要往流芳阁内进去 两名禁仪大汉互视一眼 都显出愤怒之色 自从第一日 那位官家子弟惹过麻烦之后 再也无人敢来挑衅 今日怎的来了这样一批人 不过想想他们身后的主子 不管来的是何样的人物 他们都是毫不害怕的 一人已经上前了 伸手便往白衣公子身上推过来 口中还骂道 滚开 只是 他的手还尚未碰到白衣公子的衣襟 白衣公子身后 便有两名华服公子冲上前来 二话不说 其中一人一拳便打在那大汉的脸上 另一人更是飞起一脚 踹在那大汉的心窝 那大汉猝不及防 根本想不到 来人竟是二话不说便开打 脸上被重重击了一拳 一颗门牙带着血水 从口中飞出 还来不及感觉痛苦 心口更是被有力的一脚重重一击 整个人便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一时间 竟是被打得爬不起来 另一名禁仪大汉 一愣肩 白衣公子身后 又有一名华服公子上前去 也是二话不说 一脚踹中他的小腹 那其一大汗 哎呦叫了一声 捂着小腹贪婪下去 所有的事情 只是发生在瞬间 这一群来人竟是异常的凶猛 根本不啰嗦 上来就是给了对方 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818集 打她个桃花满天飞 瞧着这一幕的路人 一时间目瞪口呆 流经河畔不少人都知道 霸着刘方阁的这一伙人 来头很大 便是在达官贵人云集的 流经河畔 那也是无人敢惹 却是万万想不到 今日却是有人打上门来 而且出手意识如此的凶狠 而这一群来人 自然是韩莫一行人 至于白衣公子 自然就是韩莫本人 韩莫与众军方子弟 在府中谈论 知道了刘方阁这里 发生的事情后 那便是主动要到这里 来看一看场子 众军方子弟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韩莫的意思 知道韩莫这是要为 刘方阁出头 二话不说 剧都是跟着韩莫前来 若是平时 这帮军方子弟 倒也真不敢到这里来挑衅 但是如今有韩莫 韩大哥带头 那就等于有了主星谷 有了靠山 而且年轻人 哪一个不是年轻气盛啊 更何况是胡勇的军方子弟 更是唯恐天下不乱之辈 如今在韩莫的带领下 便是毫不犹豫 领着各自的跟班过来 韩莫入京之后 在京中其实一直都很低调 不过是明白 欲成大事者便需小心谨慎 更何况 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环境 鬼于交集 自己没有真正将全身武装之前 还是低调行事 蓄力而后发 才是上策 但是今日他却知道 要想扩大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影响力 这倒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有时候一味的低调 反倒会失去不少的东西 像这类找场子的事情 韩莫在东海时期 那可是干了无数次 东海小霸王骨子里 并不是一个低调的人 该高调的时候 闹闹事也是他很乐意干的 两名禁一大汉拦路 韩莫身后几名公子 有了韩莫这个仪仗 自然是毫不畏惧 他们本就是军方子弟 都是有些武艺在身的 而且骨子里 本就有贵族子弟的狂傲 根本不答话 毫不犹豫便出手 出手极重且狠 那可是在出心中的怒气 黑大汉见到这群人 瞬间就打倒两名禁一大汉 脸色顿时极其难看 冷哼一声 从长凳上站起来 扭动大脑袋 脖子上的骨骼 咯咯作响 他的身材粗壮高大 比韩莫几乎高出半个身子 两只铁拨般的拳头紧握 却也瞧出 韩莫是这帮人的头头 晃着巨大的身躯 从门内出来 一根手指指着韩莫 粗声说 小杂种 你 被老子滚过来 黑大汉的小杂种一出口 韩莫尚未变色 他身边的几名兄弟 却是变了颜色 随即用一种极其同情的目光 看着那黑大汉 敢骂小韩大人 小杂种 众人实在不知道 这个可怜的黑大汉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虽然韩莫这边 人手众多 但是黑大汉 却根本没有丝毫聚色 咧着嘴 带着嘲讽之色 看着已经皱起眉头的韩莫 更是提起拳头 在胸前晃了晃 似乎是要给韩莫一些震慑 韩莫身边的姚静 见到黑大汉一副嚣张模样 也看到韩莫皱起眉头 便要上前给黑大汉一些教训 他自己倒也未必是黑大汉的对手 但是这边人多势众 这一类的找场子 从不介意用以多欺少的方式去完成 只是他正要上前 韩莫已经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必动手 韩莫背负双手 竟是在黑大汉身前站定 身高直到黑大汉的胸口处 一个魁梧强壮 赤着上身的凶恶黑汉 一个清俊斯文的白衣公子 这样两个人对面站着 却是一幅很不协调的画面 此时黑汉只要一出手 便可以击中韩莫 远远观望这边的人们 一时间都有些为韩莫担心 大家看在眼里 却都是觉得 这个时候 只要那黑汉发起威了 长相清俊的白衣公子 只怕是要倒大霉了 你嘴里不干净 我不找你 马上我会找你主子算这个账 韩莫抬头 戏谑地看着这个凶狠的黑汉 只不过 你摆出这副架势 是不是要和我打呀 黑汉呲牙于笑 也不多话 挥过铁拳来 进风呼呼 表现他力量的强悍 姚靖等人 倒是没有见过韩莫的武功 只是知道韩莫地位极高 思思文文一个俊俏公子哥 那黑大汉突然出拳 众人都叫道 大哥 小心些 小心 只是黑大汉的力气虽然大 可是速度放在韩莫的眼里 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黑大汉的拳头出到一半 韩莫的掌刀便已经切在了黑大汉的手腕子上 只听到嘎吱一声 黑大汉只感觉到自己手腕子一阵剧痛 本来握得如同铁拨一样的大拳头 竟是瞬间松开 软软的搭了下去 还不等黑大汉反应过来 韩莫的双手已经成爪 抓住了黑大汉的两边妖眼 然后用很大的力气往里面深深一插 几乎要插入皮肉之中 但是这一瞬间 韩莫就收回手 而黑大汉的庞大身体 就如同一滩烂泥一样倒在地上 他想挣扎着起来 只可惜下面的两条腿 就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一样 完全失去了知觉 根本无法站立 黑大汉骇然 不敢置信地看着 比他矮上半个身子的斯文年轻人 如见鬼魅 而姚静和远处围观的人们 也都是惊讶莫名 韩莫的速度快急 他们甚至没有看清 韩莫是如何动手 战斗便已经结束 年轻的公子 无比轻松地击败了强壮如野兽的黑大汉 姚静等人一正之后 随即都显出钦佩之色 他们阴阴也都知道 这位暴徒营指挥使 有着极强悍的武力 只是没有想到 竟然强大至此 有如此人物做老大 做靠山 姚静众人顿时更是信心大增 黑大汉三人 躺在地上哼哼唧唧 知道来者不善 更知道 若是硬顶 恐怕还要吃更大的苦头 所以不管能不能起来 干脆躺在了地上 就不起来了 韩莫也不理会这些人 静自进了刘方阁内 姚静等六人急忙跟上 身后十多名跟班 也是呼啦啦的跟了进去 刘方阁二楼 显然不知道下面发生的事情 楼上依然是笑语声声 夹杂着银瓷汇语 一众人簇拥着韩莫到了二楼 一处楼梯口 就见到楼上 已经是一片乌烟瘴气 十多个人在上面 催泉行令 喧闹繁杂 好不热呢 一群极是美貌的姑娘 各自抱着自己的乐器 挤在屋角处 瑟瑟发抖 一个个都是低着头 不敢看这些胡天胡地 再次胡闹的人 在那跃坐之处 只有一名女子轻轻地弹着琴 不过神色很是惶恐 显然是被逼着现意 琴调错落 表现出她的心神不宁 除此之外 靠近窗边站着的几个人 都是战战兢兢 其中一名三十多岁的妇人 农庄艳抹 倒也颇有几分风韵 只是脸上却显出无奈之色 眼眸子里闪着惶恐之色 想来是琴楼里的人了 正坐之中 却坐着一名紫衣公子 相貌倒也说得过去 手里竟然拿着一把折扇 自以为潇洒地轻轻摇着 摇头晃脑 品评琴音 只是 琴音时有错落之处 他却毫无所知 一看就是个附庸风雅之人 韩莫这一群人 呼啦啦地来到二楼 一时间 二楼所有人的目光 都将目光投过来 颇为诧异 谁都知道 这楼下大门可是有人镇守 谁能进来 姑娘们 看着韩莫一群人 面面相觑 惊恐之色不减 但是却也有些疑惑 这群人是什么来头 崔全行令的闹事者们 陡然看到韩莫众人上楼来 立刻都站起身来 已经有人大声喝 什么人 谁让你们进来的 好大的胆子 还不滚出去 韩莫却是淡淡一笑 高声道 这里不是刘方阁吗 那又如何 立刻有人冷笑 本公子听说 刘京河畔的刘方阁内 有琴音十二相差 妙手调音 乐声优美 所以领着兄弟们 过来捧场 韩莫悠然道 这里谁做主啊 还不赶紧过来 安排一番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一十九集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墙边那名风韵妇人 看了看韩莫 又看了看 摇头晃脑 扇着扇子的紫衣公子 欲言又止 终是不敢说话 紫衣公子站起身来 依然没有忘记摇扇子 似乎这样 才能显出他的英俊 潇洒风流倜傥 一步三晃地走过来 盯着围手的韩莫 翻了翻眼睛 这里本公子做主 刘方阁不在杰克 还不赶快离开这里 既然开门 为何不做生意啊 韩莫微笑 客人上门 哪有赶我们走的道理 姚静等人 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模样 握着拳头 此时只要韩莫一声令下 众人必定会扑上去 好好教训这帮家伙一顿 紫衣公子又是一番眼睛 这里老子做主 说不接客便不接客 还不快滚 似乎想起什么 周梅道 你们是他们怎么进来的 走进来的 韩莫笑了 还能怎样进来 此时一名机灵的家伙 似乎想到什么 跑到窗外 往下看了看 惊动 九公子 老黑他们被打了 此话一出 紫衣公子 九公子手下众人 立刻献出怒意 九公子也是有些意外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盯着韩莫问道 是你们动手的 愿不得我们 他们不让进 所以就动手了 韩莫笑眯眯的 九公子一抖手 合起折扇 用折扇指着韩莫 你们是什么人 知道我们是谁吗 他显然并不认识韩莫 实际上 京中知道韩莫的人很多 但是见过韩莫的 却实在很少 此时姚敬竟是异常的灵活 从旁拉过一张椅子来 放在韩莫身后 韩莫一看 只觉得姚敬 果然是挑场子的行家 只怕以前这种事 也没少干 大咧咧地在椅子上坐下 旁边更有一名兄弟 也变得灵活起来 从旁拿起一个果盘过来 韩莫黑黑一笑 从中摘了一颗葡萄 放进嘴中 这就叫阵势 先要在阵势上 奚落对方 韩莫这边的举动 顿时更是激怒了 九公子那边的人 只不过 见到韩莫这边 人多势众 比之自己 似乎还要多出几个人 一时间倒也没有急着动手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韩莫悠然道 你是太常寺少青城的儿子 萧族旁之 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排序 不过因为萧家的原因 见到你的人 也都叫你一声狗少爷 是九少爷 九公子脸色发冷 都知道老子是谁 还敢来闹事 韩莫呵呵一笑 贪了贪手 有何不敢 本公子连萧明堂 都不放在眼里 你又算什么东西 萧明堂进到这里生意好 想要出银子 买下这秦楼 可惜陆宗轩不答应 萧明堂便派你们这些人 每天到这里来闹事 就是想逼着陆宗轩 将刘芳阁卖给他 陆宗轩不敢出面 得罪你们 不过本公子今日 却就是想到这里来听曲子 你们敢当本公子听曲 本公子就要揍你们 听清楚没有 不想挨打 赶紧都离开 否则别怪咱们兄弟不客气 九公子和手下众人 都是色变 韩莫这几句话 说得轻描淡写 却透露出 极度的不屑和鄙视 九公子这些人都是嚣张惯了 哪里受得了韩莫这几句讥讽 九公子虽然故作风雅之探 但是骨子里显然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 拎起一只椅子 对着韩莫就扔了过来 口中骂道 敢和老子道啊 真是找死 韩莫右手探出 轻巧接过椅子 那九公子瞧见 惊讶到 哟哟 有两手啊 老子倒是走眼了 原来你是个高手 韩莫也不理他 回头看了看众兄弟 笑了 诸位 是他们先动的手 说到哪里去都是咱们有理 都别客气 请他们吃大餐吧 姚敬等人都是兵家子弟 厚的就是逞强斗狠 虽然对面是肖家的人 但是如今有韩莫撑腰 年轻气盛的公子们也是不犹豫 姚敬抄起旁边一把椅子 叫了一声 打这些狗日的 率先冲上去 身后众人不甘落后 一个个如狼似虎冲上前去 往日里优雅的刘芳阁 此时却成了舞斗之地 那帮姑娘惊叫着 个个都是花容失色 不说姚敬等六公子 只是他们手下的跟班 那也是精选出来的好手 为的就是跟着自己做个帮手 也都是颇有武力之人 此时一个个撒开手脚 奋勇向前 与九公子等人缠打在一起 楼上叠飞碗碎 桌椅扫洞 都是拿起什么就用什么 蹦蹦蹦蹦一人打乱 便是刘芳阁楼外的 刘京河畔街道 行人们都是听得清清楚楚 趁只能看到 碗碟和椅子 时不时从窗外飞出来 更有一名家伙 从窗外栽倒下来 跌在门前 虽说楼层不高 但这家伙 依然是跌了个半死 韩墨坐在椅子上 饶有兴趣地 看着眼前杂乱的一切 更是看到九公子 以为姚敬按在地上 拿着茶壶直砸头 九公子有一名手下 很有智慧 知道秦贼先秦王 竟是往韩墨这边冲过来 却被韩墨抄起旁边的一条长凳 往他头上重重砸了下去 那家伙 头破血流 两眼冒金花 扭扭曲曲地倒下 甚至不忘 向韩墨伸出一个大拇指 以示钦佩 刘芳阁内大打出手 刘京河畔的人们远远望着 竟不敢靠近刘芳阁 实际上 在这繁华的刘京河畔 偶尔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那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并不为奇 韩墨这边人数本就多出好几个人 而且姚敬等人出身兵门 虽说武艺高不到哪去 但却也都是有武功根基的 比起九公子那帮人 战斗力却是要强出不少 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 九公子手下那十几个人 已是被打得爬不起来 躺在地上直哼哼 韩墨这边 却也伤了四五个人 整个刘芳阁二楼 已经是支离破碎 就连桌椅 也没有几个是完整的 刘芳阁的姑娘们 早已经是背过头去 不敢再看 姚敬等人揪着鼻青脸肿的九公子 到了韩墨面前 这位九公子头破血流 华贵的锦衣也是被扯破 血迹斑斑 门牙也脱落几颗 狼狈无比 哪里还有先前那自以为潇洒的模样啊 九公子此时也终于屈服 被姚敬提着后领 身体却软绵绵的 似乎只要姚敬一放手 九公子便要瘫倒下去 姚敬等六名公子 一个个都是神情兴奋 他们这些京中二流贵族子弟 那是没有少受九公子 这样贵族子弟的欺负 对九公子这一类人 本就是怨念极深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二十集 九少爷摇扇子 九门提督陆英纪 虽然很少与人接触 也约束陆宗轩 少与人接触 但是陆宗轩与这几名兵家子弟 却还是一起相投 也可说是一派之人 这帮人自幼在一起混迹 感情倒也极好 萧明堂看上刘方阁 更想着花些银子 将刘方阁从陆家手中盘过去 怎奈这是陆家赖以生活的 一处产业 怎能放手 自然是不答应的 萧明堂怒火之下 自己不方便亲自出面 便派了族亲九公子 来刘方阁捣乱 把这娄子 不让其他客人进入 那是要逼着陆家卖产业 若说萧明堂 多少还被萧府管束 这九少爷便是 地地道道的顽固子弟 整日里便是斗鸡走狗 在这流经河畔 仗着背后的萧家之事 可算河畔一霸 这里往来的达官贵人虽多 但是因为忌惮于萧家 自然是没有几个人 敢与九公子作对 萧明堂一声吩咐 九公子哪有不尽力之理啊 拉着手下一帮人 每日里霸载刘方阁 白吃白喝 更是强迫秦楼十二相差 轮番献议 只不过他倒也知道 到时候萧明堂 占了这娄子 还要靠十二差挣银子 所以倒也不敢霸占 这十二差 那是担心惹出乱子来 到时候不好 向萧明堂交代 若是换作平日 这十二差 必定会受尽这九公子的 胯下之辱 陆家虽然明知九公子 是奉萧明堂之令 前来找事 但是无奈 实力太弱 根本无法与萧家作对 只能避而不出 只希望撑过一段时间 萧明堂罢了这个念头 萧明堂如此欺辱陆家 姚静等一帮与陆宗轩 交好的兵家子弟 自然对萧明堂恨之入骨 只不过 他们也明白 自身实力 实在不能与萧明堂对抗 只能在心中怨赠 却也不敢正面出头 今日 韩莫却是主动出面 领着众人来扫场子 这可说 是姚静等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小韩大人竟然如此仗义 为众兄弟出头 所以内心而言 众人对韩莫 都是存了几分感激之心 由小韩大人撑腰 就等于是韩派撑腰 如今韩派知识不弱于萧派 这帮兵家子弟 自然是为韩莫 马首实战 知道这是一个强大的靠山 所以今日 面对九公子一伙人 那时都下了重手 狠狠地出了一口 挤压在心头的恶气 九公子狼狈不堪 看着韩莫哭声道 可下到底是谁 我不 在下 在下往日可有得罪之处 韩莫呵呵一笑 狗公子 你在流经河畔也算一号人物 就是在京里也是有名号的人 平日里听你多威风多威风 本公子一直想见见 今日见着 你却如此不堪一击 倒真是让本公子失望了 九公子哭丧着脸 他的头部被姚静用茶壶砸破 鲜血顺着额头往下支流 大哥高抬贵手 就饶着在下这一操 我这就操 不行 韩莫摇头 今日到这里来 本公子是要来见萧明堂的 这样 你派个人去找他过来 让他来接你回去 否则 你走不出这个门 九公子文言 您要找萧老大 萧明堂 在萧家这一辈人中 年纪不是最大的 但是身份最高 那是直系嫡孙 所以萧族这一辈子弟 都是称呼萧明堂为萧老大 六公子中的陈吟上前一步 大哥 门前跑了一个家伙 只怕已经去通知萧明堂了 这陈吟是六公子中 唯一一位在兵部办差的官员 其父是兵部职方司的两名主事之一 而陈吟则是在兵部职方司担任输令力之职 便是在其父手下办差 比起其父低了两个等级而已 兵部四司 兵部司 执方司 驾部司 库部司 执方司的职责 乃是勾画战略地图 拟定战略计划 进行军事总体的一个司衙门 可说是兵部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一司衙门办差的官员 首要一点那都是熟读兵书 通晓地理 知道如何进行兵力前梁装备的部署分配 可说都是比较优秀的人才 陈吟父子皆供之于职方司 而陈吟年纪轻轻 亦能担任职方司书令力 那也是成为兵部美谈 却也足够证明 陈吟亦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才俊 韩末点头 嗯 好得很 就是要等他来 陈吟想了想才说 大哥 咱们今日来了这么多人 萧明堂若是过来 人数也不会少 跟着他的人几躲 到时候 对方人多势众 咱们只怕要吃亏啊 要不 咱们也去拉些人来 其实说到底 今日在这边闹事 韩末就是希望动静大一些 让自己在京中 这一群人的圈子 建立威望 所以故意沉吟一下 看了看姚敬等人 姚敬倒也痛快 叫过自己的跟班 吩咐道 回去 从府里拉些人过来 然后去找平少爷 卢少爷 就说我在这边游用人 让他们带人过来 姚敬一吩咐 陈吟其他几位公子 也都是叫过自己跟班 令他们去找人来 大家都知道 今日的事情 还只是开始 萧明堂若是知道 这边出了事 必定带着一大帮子人 过来报复 自己这边 也要有所准备 否则必定是要吃亏的 六人在京中 也都是有些交好的朋友 那都是让跟班 不但去自家府中 调节人手过来 更是吩咐他们 去找自己的好友 那些也都是京中贵族子弟 让他们也拉着人手过来 夕阳未落 天边一片金光 这一阵打 却只是投阵而已 接下来 等到萧明堂带着人手来 那又是另一场打斗了 京中官宦子弟 互相之间打架斗殴 那是如同吃饭一样 数不胜数 但是与萧明堂的人手对抗 却是没有多少人有那胆子 但是如今 有韩墨这位小太岁坐镇 众人有了底气 顿时意气风发 那是要好好地干上一场 他们自是以为 可以借着韩墨之事 好好出一口心中恶气 只是反观过来 韩墨又何尝不是借着这次机会 让这帮年轻气盛的兵家子弟 与萧明堂直接发生冲突 从而让这股势力 与萧派进入更加明朗化的敌对 九公子听着姚敬等人 派人回去拉人 顿时惊骇无比 敢与萧明堂对着干 这帮人是不是找死啊 这俊俏的白衣公子 究竟是什么来头 竟然有这样的胆量和魄力 等跟班们都离去找人 韩墨才笑着说 萧明堂要召集人手过来 只怕还要一会儿 咱们等着也是无聊 不如让狗公子 给我们表演一些节目 姚敬众人此时都已经知道 这位韩大哥虽然斯文清秀 但是做起事来 却颇有些狠力 知道韩墨是在想着 法子整治九少爷 顿时一个个露出诡异的笑容 盯在九少爷的身上 九少爷被这群人 盯得身上支起鸡皮疙瘩 知道这帮家伙必无善意 浑身有些发冷 想陪笑 只可惜鼻青脸肿 只要笑一笑 脸上肌肉便及时疼痛 所以尚未笑开 那脸上肌肉就抽搐 显得难堪至极 此时若有镜子 给这位自以为潇洒的公子照一照 只怕这位大哥想死的心都有了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821集 元首 这个时候 若是往屋顶上一站 应该会有很多人看到九公子的风采吧 韩墨摸着下巴 望向墙角边背着身子的风韵妇人 叫道 这里可以上屋顶吗 那妇人一时不敢回头 也不知道是叫她 便有一名公子上去 将她带到了韩墨身边 这风韵妇人战战兢兢 对于眼前这位敢打九公子的清俊公子 却也生出畏惧之心 实在猜不出是哪家少爷有这样的胆子 你是这里的老板 是 风云少傅芒说 奴家金兰花 找梯子 九少爷要到屋顶看风景 韩墨淡淡说 伸手从旁边的果盘里 又摘下一颗葡萄放进嘴中 甘美可口 这刘芳阁的水果倒是极为上等 目光又瞧在九公子身上 国公子 你不是喜欢扇扇子摆潇洒吗 好的很 本公子今日便让你扇个够 潇洒个够 夕阳最后的一丝余晖尚未散去 流经河畔的人们 看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画面 在刘芳阁的屋顶 一个衣衫蓝绿 蓬头散发的身影 笔直地站在屋顶的最高处 右手拿着扇子 正在不停地扇着 在夕阳的余晖下 这个身影显得异常地滑稽 且狼狈 有些目力极好的人 竟是惊讶地认出 这位站在屋顶上扇扇子的身影 竟然是一直在流经河畔 耀武扬威 嚣张跋扈的九公子 看到这个场景的人们 心中都是暗暗称豪 甚至有些有才之士 放不过如此经典的画面 善画者已经铺开白纸 战墨作画 而善诗者 已经开始以此为题 出口成尸 只是人们都很奇怪 如此嚣张的一个人物 今日是被谁给治了呢 在刘芳阁二楼 屋顶已经出了一块缺口 九公子便是从这个缺口 蹬梯子上去 此时 韩莫等人正在二楼欢声笑语 等待着萧明堂带人过来 姚静的嗓门子很亮 时不时冲着屋顶那个缺口 向上高贺一声 快先生 不要停 要是停下来 定将你踢下屋顶去 夕阳已落 十里流经河畔 已经是滑灯初上 车马林林 来到此处寻找乐子的人们 开始多了起来 流经河畔的夜生活 也正式拉开了繁华的景象 金兰花已经吩咐 刘芳阁的伙计们 将二楼重新收拾好 更是奉上了新的果实酒品 虽然并不认识韩莫 但是金兰花却是认识姚静几个人 这几人平日里 并与陆宗轩有来往 此前也是经常来着刘芳阁消遣 他也是见多识广的人 心中却也明白 姚静等人 今日敢对九公子动手 原因无他 只可能是有了这位白衣公子 在旁撑腰 毫无疑问 这位白衣公子 显然不是一个一般的人 所以金兰花也只是在旁 一直陪着笑 说着九公子等人 在刘芳阁的霸道 时不时的 还用手里的香帕擦擦眼泪 十二相差这几日 那是受了大惊吓 韩末便是让他们都到厢房内歇着 痒痒精神 韩末却也知道 京城庞大无比 通知萧明堂 然后等到萧明堂领人过来 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总要等上一阵子的 大哥 你来看 靠近窗边的一人皱起眉头 向韩末叫道 来了人 韩末起身了 背负双手走到窗边 只见在刘芳阁大门前的空地上 却已经聚起了三四十个人 不少人手里甚至都提着长棍 或蹲或站 就在门口候着 也并不往刘芳阁进来 不是你们的人 韩末问他 陈寅已经摇头 指着人堆里的几个人说 那几个家伙我都认识 他们平日里都是与萧明堂一起的 只怕是早得了消息 所以就到这里来 他们不动手 应该是等着萧明堂过来 姚静在旁冷笑 这几个家伙成日里 在南城这边游手好闲 欺凌弱小 知道萧明堂霸了这娄子 如今我们打了九公子 这帮人必定得了消息 为了讨好萧明堂 所以带人来到这里候着 萧明堂倒还真是有些人脉 韩末微笑 京中没有几个感动他的人 陈寅说 今日我们打了九公子 就等于是打了他的脸 萧明堂是有仇闭报的人 自然要过来报复 而且定然会尽量多叫人来撞声势 不过是要显摆他的人脉而已 韩末笑呵呵的 人来得越多越好 萧明堂不是神奇吗 人脉不是广吗 咱们今日便要等着他来 好好教训他一番 让他失尽颜面 让他日后在京里 也没有脸再嚣张下去 韩末此言一出 众人都是颇有些兴奋 萧明堂是京中少党的老大 在年轻一代很有分量 若是能将他镇下去 毫无疑问 日后京中少党的老大便是韩末了 姚静等人虽是兵家子弟 但是身份却也算不得高贵 在京中也时时受欺负 如果今日韩末镇住萧明堂 自今而后 跟着韩末的这一群人 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咱们的人也该来一些了 姚静看着眼前 萧明堂的人越来越多 片刻间又多了十来人 自己这边 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过来 不由皱起眉头 韩末身边一名公子 龙渊已经指着不远处笑了 妈 谁说没到啊 你看陶明那小子不是带了人来吗 众人顺他手指望去 果然见到一名轻衣公子 骑着马正往这边赶来 身后跟着十多名手提长棍的跟班 自然是陈吟这一派的人过来了 姚静等人正高兴 却瞧见那陶明猛地勒住了马 后在刘方阁大门前 五六十名萧明堂的人手 都是将目光往陶明那边看去 陶明停了一下马 但是很快便继续催马前行 却并没有往刘方阁这边过来 而是沿着河畔 领着手下的跟班 从刘方阁前面的河畔穿过去 也不停马 便那样一直走下去 很快就没了踪迹 骂他 没意气 姚静握起拳头 开口骂头 我去定长那小子算账 毫无疑问 那陶明显然是认出 后在刘方阁大门前的 都是萧明堂的人 不敢得罪 所以装作只是路过 在众人眼皮子底下溜了 其他几人也都是义愤天鹰 大骂陶明不仗义 接下来的一阵子 萧明堂的人手却是越聚越多 显然都是得到消息 要来为萧明堂助阵 进百人的队伍 竟是将刘方阁面前场地站满 那些领头的顽固子弟 要么坐在椅子上哼着吊吊 要么就是聚在一起谈笑 一个个得意非凡 他们一时间不打进刘方阁 倒也不是没那个胆子 如今他们可是人多势众 势气高涨 只要一声令下 那是有足够的胆量冲进楼里了 不动手 无非是萧明堂还没到 要立功 也得当着萧明堂的面才行 至于屋顶的九公子 扇了半天的扇子 早已累得贪软下去 一开始众人对九公子的处境 很是关注 但是时间久了 九公子已经软倒在屋顶上 不能动他 其他人也就不再关注 只不过九公子经过今日之事 日后只怕是没脸 在流经河畔这一带混下去了 对方的人越聚越多 己方却是根本没有看到救兵过来 时间流逝 姚靖等人 却也都是有些不安 虽然他们已经知道 韩莫的武功甚高 但是俗话说得好啊 双拳难敌四手 对方目前已经有了上百人 回头萧明堂必定还会带来一群人 己方如今却只有六七人 先前手下的跟班 却已都派出去找人了 韩莫倒是由此看出 萧家在京中的影响力 确实不可小视 整个京中敢与他们相抗的势力 也确实是寥寥可数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八百二十二集 混战 流经河畔的人们 远望着这边的动静 都有些吃惊 流经河畔各大楼子坊间 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不在少数 但是今日的冲突 却聚集了如此多的人来 那却是难得一见的场面 势不关己的人们 远远躲开 不敢靠近 半日过后 听到一阵马蹄声响起 大大大的马蹄声 游远极近 人们都瞧见 流经河畔 二十多骑飞驰过来 当先一人锦衣滑腐脸色阴沉 这群人根本不顾路人 横冲直闯 如闪电般往流芳阁赶到 所有人都看出来 这领头的不是别人 正是京中顽固子弟的头头 萧明堂 见到萧明堂到来 聚在流芳阁前的众人 空出一条路来 萧明堂领着二十多骑 从那条路直迟到流芳阁的大门前 风韵妇人金兰花 看到门前黑压压的人 先前便在里面认出 许多达官贵人的子弟来 早就吓得脸色煞白 此时萧明堂亲自到来 这妇人更是瑟瑟发抖 不敢去看 本来一众人都是嘈杂无比 喧闹生生 此时萧明堂一到 众人都止住了声音 私下里竟然一时间安静无比 姚静等人互相看了看 对方如此大阵仗 真要动起手来 自己这边一定会吃大亏 他们一个个都有些愤怒 派了人去找帮手 且不说平日里的朋友们 不见踪迹 怎得连自家的仆役护院 也没能调过来 屋顶的九公子 听到下面安静下来 倒也不笨 似乎也猜到萧明堂过来 顿时挣扎着起来 在屋顶哭着嗓子叫道 老大 这帮王八 奴子把我打得好惨 你要替我报仇啊 萧明堂抬起头 看到狼狼狼狈不堪的九公子 从屋顶探出头了 冷哼一声 将目光投向了刘方阁二楼的窗户处 二楼灯火辉煌 萧明堂却是能够清晰地看到 汉墨的面孔 一看到那张清俊 却又带着不屑神情的脸 萧明堂便是怒火中烧 果然是你 萧明堂冷笑 老子就猜到是你干的好事 咱们以前的账 今日便都一起算了 本公子一直在等着你 韩墨在楼上 笑嘻嘻地看着萧明堂 本公子也是等着找你算账 萧明堂骑在马上 用马鞭指着韩墨 前几次你不识实物 老子都不与你计较 今日却要掺和老子的事 那便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高高举起马鞭 高声说 都给我听着 这几个杂碎赶坏老子的事 若是看得起我萧明堂 都给我冲进楼里 将这几个杂碎拖出来 罢了他们的衣裳有件事招 一声令下 身后的众人撸袖子的撸袖子 举棍子的举棍子 那些顽固子弟这一次 因为萧明堂在 那是准备亲自上阵 要好好巴结他一番 众人盯着萧明堂的马鞭 只要马鞭挥下 那便冲进去 抓人扒衣服游戒 萧明堂望着楼上 淡定自若的寒墨 冷笑着 心中恨恨到 他一下就知道 本少爷的厉害了 正要挥下手中的马鞭 就在此时却听到锣鼓声响起来 这锣鼓声响极其突然 而且竟是从刘京河畔两边同时响起来 所有人都正中 不由回头张望 只见 在长街两边锣鼓声中 渐渐出现两队人马来 竟是一左一右往刘方阁这边过来 这两路人马都不在少数 左右都有七八十人 加起来却也有一两百人 敲锣打鼓 前面都是骑马的公子哥 后面的护卫跟班家丁 都是高举手里的长棍叫嚷着气势极壮 这些人显然是很有组织 同时挺进 同时敲锣打鼓 大都拎着长棍 在锣鼓声中渐渐靠近过来 这突如其来的人马 顿时让萧明堂的人手都有些惊讶 不知道又是哪些人前来为萧少爷助阵 楼上的寒墨微皱起眉头 与姚靖等人一样 也有些疑惑 大家都互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眸子里看到了不解之色 姚剑左边树人骑马飞驰过来 挥舞手中的马鞭 最前面一人已经高声叫道 谁他妈敢动我弟弟 老子弄不死他 听那声音 韩墨嘴角扶起笑意 笑着摇了摇头 那声音他怎能使不出来 不是三哥韩斌 又能使谁呢 萧明堂在燕京少年党中 有着强大的人脉关系 而且势力极其雄厚 这自然是因为他身后 有着强大的家族所致 在燕京城内 大部分的顽固子弟 都是聚在他的旗下 但是毫无疑问 京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从来不买萧明堂的面子 韩斌这位在京中混迹多年的韩家子弟 便是首当其冲的一人 韩斌很小的时候就在京中开始混迹 也算得上是顽固子弟大军中的一员 十多年来身边自然也是聚了一股的势力 此时两路人马敲锣打鼓 气势如虹地往这边过来 刘京河畔的人们都是又惊又怕 如此阵仗 在刘京河畔还真是没有见过 十里风月 讲的是香艳刺激 据如此多人手斗殴 那却是极其罕见 亦是有些破坏这里的风月之美了 但是人们很快也知道 动手的两派 乃是萧明堂萧的少爷和韩斌韩三爷 一时间倒也释然 如今朝中最强势的就是这两派 针锋相对 他们的子弟在这边开打 那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韩斌骑在马上 精神抖走 如同大多数顽固子弟一样 韩斌也算得上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 手里拎着马鞭 带着几骑率先冲到这边来 高雄叫道 谁敢动我弟弟啊 老子弄不死他 他倒也痛快 冲到近处二话不说 抡起马鞭 对着一名锦衣公子便抽打了下去 他知道这名锦衣公子亦是官宦子弟 平日里就是跟在萧明堂身边的一条狗 所以下手击中 马鞭过处 那锦衣公子措手不及 竟是被重重打在脸上 本来长得就不怎么样的脸庞 顿时出现一道清晰的血痕 这锦衣公子一时呆住 捂着脸 就像犯了错的孩子 呆呆地看着马上的韩濱 萧明堂本来也是吃惊不小 实在料不到 韩濱竟然拉了这样一帮人马过来 先前本以为仗着人多势众 今日要大大的羞辱韩末一番 但是此时韩濱的人马一到 人数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 他一开始还有些吃惊 等到韩濱出手打了的锦衣公子 萧明堂顿时回过神来 高喝道 都给我听着 先把韩濱这杂碎给我拿下 出了事都有我顶着 这一群顽劣子弟 那也都是狂傲无比的人物 听萧明堂这样一说 那是后面有了大靠山 也不惧怕 已经有人喊到 把韩濱拉下马 顿时便有一群人 往韩濱那边冲过去 挥动手里的长棍 对着骏马上的韩濱打了过去 棍子尚未碰到韩濱 韩濱身后那几骑已经冲上前来 高头大马横冲直闯 一时间竟是撞翻了不少人 将韩濱护在了中间 这几名骑手也都是提着长棍 但是与其他人不同 大多数人手中都是木棍 而这几名骑手手中 都是铜棍 比起韩濱那阴阳血铜棍 自然是天壤之别 但是比起木棍子来 攻击力却是强出太多 这是斗殴 不是杀敌 双方的人心中也是存了小心 那只是想着教训对方 倒也不敢拿着刀枪过来 万一真的闹出人命 事情可就闹大了 铜棍子翻飞 见人就打 一时间哀嚎连连 冲上来的人们 要么被骏马撞开 要么被铜棍子击中 一时间便有数人倒在地上 这几棋之中 竟然有一名是先前装作 若无其事离开的逃明 却不知如何也调转码头 随着寒冰一同过来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二十三集 你想扒我的衣服游街 楼上的姚敬等人 自是已经认出逃明 更是瞧见 跟随寒冰前来的人群当中 有不少就是先前派人去打招呼的挚友 这群人 却是与寒冰连在一起 打到了流芳阁了 此时 两路人马的大部队 已经争先恐后地冲过来 那也是二话不说 抡起手里的棍子 没头没脑地打了过来 整个刘芳阁的大门前 人潮混杂 灯火之下 只见到棍影飞舞 双方混杂在一起 打成一团 双方的人马 都是京中向来 有些名胜的顽固子弟 平日里 双方都很有些看不上眼 如今双方有人领头 那就是找到了机会 在这里将以前的仇怨 拒斗了了 这些家伙 骨子里本就是 无法无天之辈 手下带来的 也都是自己的亲信 亦都是猖狂惯了的 如今有这机会 那都是要在 自家主子面前表功 所以双方人手 一个个奋不顾身地 往前冲 就打在一起 惨嚎生生是哀鸣振振 只片刻间 便有许多人被打伤在地 不能动弹 楼上的姚敬等人 见到冤兵到来 一个个兴奋不已 摩拳擦掌 楼下已经开打 他们也是忍耐不住 已经叫到 大哥 咱们也下去 韩莫说 别找那些娄乐纠缠 打那些领头的 姚敬等人 答应一声 再不犹豫 一个个便往楼下冲去 韩莫知道 莫看着楼下好几百号人 真有武力值得 却并不多 姚敬等人 比起楼下那些人 也算是比较能打的 他们出手 应该是不会吃亏 韩滨的武艺 虽然算不得高明 但终究是 韩家子弟 自幼那也是经过训练的 再加上 韩家直系子弟 修炼的长生经 力气十足 所以人群之中 这位韩三爷 倒也是一大亮点 转眼间 就被他放到好几个人 而韩滨 也是一路打 一路向萧明堂那边靠过去 显然是打定主意 要将萧明堂拉下马来 好好教训一顿 姚敬等人冲出流方阁 都是兵家子弟 战斗力在这一群人当中 就显得异常的凶猛 有韩莫在后面顶着 他们也无畏惧 管对方是谁 只要认出是 萧明堂一派的人 穿着锦衣华服 那是毫不犹豫地下重手 流方阁前呼喝震天 流经河畔的人们 都远远地望着这边 低声议论着这场好戏 看客中 自然不乏达官贵人 有些甚至是朝廷的重臣 只是大家都远远地望着 或是不敢 或是有心 让这场街头斗殴 继续下去 萧明堂脸色有些发青 眼前的事情 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他这位萧的少爷 并不是京中少党的唯一 站在他对立面的人 实在不少 今日韩家兄弟站出来 便有着一大堆的人 跟着出来 而且萧明堂非常清楚 这些只是其中 很小的一部分 他一直以为 自己在少党中间 有着绝对的权威 但是今日的事实证明 一直以来 自己能够在少党中 无人敢惹 只不过是没有一个 重量级的对手出现而已 今日这位重量级的对手 确实站了出来 此时 他被手下的几名护卫 护在角落处 并没有参与战群之中 不过 这并不代表着 他就没有麻烦 看到韩末背负双手 带着微笑 从大门走出来 萧明堂就敏锐地意识到 这个家伙 是要过来找麻烦了 韩末当然是要找他麻烦 今日带着来刘方阁闹事 韩末的目的 就是要树立自己在少党中的影响力 就是要踩着这位萧的少爷 让大家知道 在京中可以依赖的 不是只有这位萧的少爷 还有韩武爷 你想把我的衣服游街 韩末站在萧明堂面前不远 淡淡笑道 是好汉说到做到 你若是个男人 就过来试试看 萧明堂咬着牙 死死盯着韩末 若是有能力 他早就冲上来 只可惜 他却有自知之明 十分清楚自己的本事 与韩末是差了太多太多 其实你知道 我一直瞧不起你 韩末笑道 今日你这个窝囊的样子 更让我瞧不起你 你既然敢闹事 就该闹出个样子来 临阵退缩像个娘们 萧明堂怒急 翻身下马来 上前几步 指着韩末 姓韩的 你也太过分了吧 入京之后 你处处与我作对 这一个破老子 你也要来与我惹事 你 你他妈到底想怎么样 韩末看到萧明堂 气急败坏的样子 呵呵笑着 不想怎么样 五爷要来听曲 被你的人拦着 所以五爷不爽 替你教训你的几个手下 想不到 你却如此兴师动众 要来找我的晦气 我这个人倒也不是怕事的 既然来了 咱们就比一比谁的本事强 只不过你这畏首畏尾的样子 与方才圣气凌人的模样 很不同 所以五爷瞧不起你 很瞧不起你 你要是想找回脸 就过来与五爷动手 来啊 五爷等你 韩末悠然自得 故意激怒萧明堂 萧明堂脸色更是发青 看到韩末吊儿郎当的样子 一时头脑发热 再也忍不住 抢过身边一名护卫的棍子 冲上前来 临头对着韩末就砸了下来 见到萧明堂动手 韩末嘴角 划过脚匣的笑容 再不多话 不对反进迎上前去 右手探出 轻轻抓住那木棍 稍以用力 便从萧明堂的手中 抢了过来 萧明堂一愣 还没回过神 韩末就已经挥着 手中的木棍子打了过来 扫在萧明堂的胳膊上 就听咯吱一声 萧明堂一时叫了一声 左臂软软垂下去 竟是被这一棍子 打折了手臂 萧明堂身后的护卫健壮 大惊失色便要冲上前来 韩末手中的棍子 已经搭在萧明堂的脑袋上 悠然道 谁要上来 我打爆他的头 萧明堂脸上痛苦不已 额头上已经冒出痘大的汗珠 可是韩末手中握着粗大的棍子 压在他的头顶 一时之间 他还真不敢动它 左臂折断 剧痛无比 他只能忍着 虽然眼眸子里 依然带着无尽的怨恨 但却也流露出了惶恐和祈求之色 和韩末接触过几次 每次都是吃亏 他倒也摸清了韩末此人的性情 看似笑得温柔 其实下手却是阴辣得很 若说韩末下一刻抡起棍子来 对着自己脑袋打上一下 萧明堂那是身心不疑的 见到萧明堂被治 他身后的那几名护卫 却是不敢动他了 那边 双方已经是打斗正憨 地上早已躺下不少人 虽然双方的人数相差不大 但都有将近两百多人 但是韩末这边领头的 二十多名顽固子弟 在战斗力上 明显高出对方的领头者 而且姚靖等人 遵照韩末的嘱咐 只找那些领头的狂奏 虽然局势看起来混乱不堪 但是总体而言 韩末这边的人 显然是占据了上风 有些见机不妙的 甚至已经开始准备开溜 三四百人的斗殴 此时已经分成了一块一块的 不少都已经在 精算往日的丝绸 扯到一边去开打 你敢动手 萧明堂盯着韩末 咬牙切齿 却是不敢动弹 韩末 你若伤了我 我父亲和爷爷 绝对不会放过你 韩末怂怂肩 根本不将这话 放进耳朵里 只是淡淡笑着 萧大少爷 快让他们停手吧 你这做老大的 都已经被我制住 他们还打个什么劲啊 萧明堂恶狠狠地 看着韩末 却不说话 韩末脸一沉 微抬起手中的木棍子 做事便要往萧明堂的脑袋上 打下去 萧明堂神色大变 惊恐道 别动响 沉声喝道 还不过让他们住手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二十四集 历世 他身后的几名护卫 明白过来 已经高声叫道 都住手 都别打了 快住手 只不过 双方人马正打得热火朝天 呼喝声震震 这几个人的声音 完全淹没在众人 巨大的声浪之中 几名护卫 只得冲上前去 挥舞手中的棍棒打叫道 住手 九公子 本来是浮在屋顶 探着头 看下面的战况 可是见到韩末 竟是连萧明堂也制住 顿时惊恐交加 急忙缩回身子 就躺在屋顶 不敢动他 心中此时倒也明白过来 今日来的这位小爷 正是如今 京中最红火的 年轻世家子弟 韩末 他的消息可不弱 知道韩末 如今是御林军指挥使 更是西花厅厅长 这样的人物 比自己可是尊贵数倍 就是自己那个 干着太常寺 少青城的老爹 也是不敢站着 与眼前这个小阎王说话 想不到 今日这个小阎王 却是跑到这里来闹市 流经河畔 倒也有些燕京府寻差的牙役 一开始见到这边的动静 倒有些牙役准备过来管一管 等到旁边有人提醒这双方的头时 那些牙役 也早就装聋作哑 远远地躲开 不敢来掺和这样的街头斗殴 萧明堂的几名护卫 拉开了几个人 这些人也很快就发现了那个诡异的场面 看到了韩莫左手背负身后 右手拿着木棍子 搭在萧明堂的头上 这个诡异的场面 让这些人情不自禁地停下了手来 这些人停手 靠近旁边的也就发现了这怪异之处 于是就如同波浪一般缓缓扩散 打斗的双方一个个都指住了手 很快双方人手便已经散开 不少人衣衫破碎 血流满面 更有不少人则是躺在地上直哼哼 被扔到流经河里的则是爬上岸 全身上下湿漉漉的狼狈不堪 很快 大家就都知道 萧明堂萧的少爷 被韩莫韩武爷 拿着棍子对着脑袋 这个消息一传开 跟着萧明堂的那些人 都是脸色惨淡 而韩莫这一方的人 自然是一个个得意洋洋 韩濱早是从人群中挤过来 身后跟着姚敬等一大帮子人 呼啦啦全部到了这边 见到萧明堂那狼狈的样子 韩濱第一个笑起来 姚敬等人顿时也大笑起来 这笑声让萧明堂恨不得 找个地缝钻下去 但是木棍子就搭在脑袋上 随时都有可能打下来 他却是不敢动的 韩莫招手叫过姚敬 在他耳边低语几句 姚敬点了点头 这才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说 你们都听好了 今天惹事的不是韩武哥 是萧明堂 韩武哥今日心情好 领着我们到这来听曲子 却听说九公子霸了楼 不让大伙进去 这楼子是谁的 大家都知道 可不是萧大少爷的 他要强买此楼 更是让九少爷霸着此楼 不让客人进来 韩武哥看不惯 仗义出手教训了九公子 想不到萧大少爷 却是召集一大帮人来 对付韩武哥 韩三哥这才带人来援助 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究竟谁有道理 大家心中有数就是 韩莫等姚敬说完 才淡淡开口 我韩莫是个讲道理的人 而且一直不喜欢惹事 今日出手 也是迫不得已 顿了顿 才冷冷一笑 不过我知道 你们中间有很多人 不讲道理 这样的人 我很不喜欢 场中众人 都是望着韩莫 不发一眼 此时萧明堂被治 谁敢多说话 韩莫受黄恩 同管暴突营 那也是有义务 维护京城的秩序 韩莫缓缓道 流经河畔 繁华所在 若是在这里玩乐 我韩莫管不着 但是要在这边 欺凌弱小 强霸他人产业 这便是乱了京中的秩序 我韩莫 是不得不管的 看着萧明堂 手中的木棍子 竟是在萧明堂的头上 敲了敲 萧大少爷 要强行霸占刘方阁 这就是坏了规矩 今日我倒也不想 太过与萧大少爷为难 只要他在大家面前保证 日后不再霸占他人产业 更不要在流经河畔 耀武扬威 我便饶他这一遭 萧明堂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 在这么多人面前 被韩莫如此折辱 他只觉得自己的肺 都要气炸了 往日里 萧大少爷出场 无不是威风凛凛 整个京中有几个人敢惹 那些贵族子弟见到 哪一个不是客客气气 俯首贴耳 但是今日 却在这一帮人面前 受韩莫这样的折辱 颜面尽失 日后还有什么面目 在这帮人面前白威风 他心中恨不得将韩莫千刀万剐 此时 却是不敢动一根手指头 而且被打折的左臂 一直是疼痛晚分 额头上冷汗直冒 脸上表情 也是异常的扭曲可步 萧明堂被韩莫压制 韩莫这边的人手 顿时气焰极高 即使有伤 那也是昂愁挺胸 而跟随萧明堂的人马 此时不少人 却都低下头去 只觉得大事丢脸 更有人在心中只想 若此时是韩莫的人 那该多威风啊 贵族子弟 讲的就是排场 威风和面子 做老大的萧明堂 颜面尽失 他手下的那帮人 自然也是身以为耻 一个个 像双打的茄子蔫了下去 韩莫尚未进京之时 韩莫就与萧明堂 互相看不顺眼 双方的人手 就实有冲突 不过萧明堂 毕竟势大 韩莫往日里 倒也不会 真的起太大的冲突 今日 他在金钱方取乐 便听说刘芳阁这边 出了事 也是来了兴趣 派了一名跟班 过来打听 那跟班 乃是户部尚书府的人 怎能不认识韩莫 回去一禀报 韩莫才知道 是自己的兄弟 在刘芳阁这边闹事 随即听说 萧明堂正聚集人手 要到刘芳阁对付韩莫 韩滨对于这一套 却也是很为得心应手 立刻派人去召集 自己的人手 更是碰到几拨人 那都是要来为 姚敬等人助阵的 当即便拦响 组织起来 而后 将各路人马分成两路 弄来锣鼓 兵分两路 顺着刘芯河畔 一左一右 往刘芳阁这边过来 那是要在气势上 便将萧明堂的人 先压制住 此时见到萧明堂被制 韩滨一脸得意 在萧明堂身边绕着走了走 嘿嘿笑着 嘿嘿嘿 萧大少爷 平日里不是威风得很吗 怎的今日却如此窝囊啊 萧明堂恨恨地看了韩滨一眼 牙齿都要咬碎 韩莫看着萧明堂 淡淡说 萧大少爷 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 今日只要你在大家面前做了这个保证 我便放了 否则你今天便算能离开 也一定会让人抬着走 啊 对了 你不会不相信我的话吧 萧明堂看到 韩莫虽然带着微笑 但是那眼眸子里 却是阴冷得很 知道这家伙不是威严耸听 可是 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做保证 那就等于是完全对韩莫屈服 如此奇耻大辱 堂堂萧的少爷又怎能忍受 一时间 先前喧闹无比的流经河畔 在这时 仿若静止一般 完全安静下来 韩莫死死盯着萧明堂 冷笑道 哼 本公子可没有太多的耐心 你到底说不说 萧明堂一时恨恨地看着韩莫 强称道 韩 韩莫 你 你不要太过愤 韩莫冷冷一笑 再不多言 猛地抬起右手 高举起木棍子 便要对着萧明堂的脑袋 狠狠砸下去 所有人都是惊骇万分 这韩武爷 还真是太骄勇了吧 竟然真的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殴打燕国第一众臣 萧太师的大孙子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二十五集 过水东吟 萧明堂平日里耀武扬威 无非是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家族而已 此人骨子里却是极度的懦弱 此时韩莫的棍子打下来 进风呼呼 这小子竟是身不由己的双腿一软 竟是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师生叫道 不要打 我说 他这突如其来的一跪 惊待了所有人 如此看来 这位萧大少爷 实在没有半点骨气了 韩莫黑黑一笑 木棍搭在他肩头 笑了 既然如此 就立事吧 萧明堂低着头 无奈道 我保证 从今以后不再流经河畔为非作呆 强把他人产业 若是违背呢 那 那便是狗娘养的 萧明堂是又恨又怕 韩莫收回木棍 向着场中几百号人说 萧大少爷的保证 大家都听清楚了 有这么多人做见证 我想萧大少爷日后在这里 定然会非常的老实 看了萧明堂一眼 冷声道 若是违背今日之事 可莫怪本公子登府拜访 问问你 究竟是谁养的 萧明堂垂头丧气 此时身后有两人上前来将他扶起来 正要离开 韩莫却淡淡说 慢着 萧明堂恨恨地看着韩莫 韩莫 我也立事了 你还要怎样 韩莫丢下手中的木棍 背负双手靠近过去 萧明堂对韩莫已经是恨到了骨子里 也是害怕到了骨子里 韩莫一走过来 情不自禁地便往后缩了缩 如同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 这个动作看在众人眼里 据都明白 萧明堂今日是真的服软了 更有许多人已经明白 经过今天的事情 萧明堂在京中威势大弱 已经彻底算不上少党的老大了 韩莫靠近萧明堂身边 轻声道 萧道少爷 你既然立事 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其实今日这般做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萧明堂今日 吃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亏 只想早早离开此地 可是韩莫却还要折腾下去 只让他既是害怕又是怨恨 本想冷声应对 可是那声音就是没什么底气 韩莫凑近过去 压低声音 萧大少爷 实话对你说 其实这事情另有原因 我闹出这么大的阵势 其实也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你当众立事 不要在这边霸振产业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立下誓言 你便是再无耻 恐怕也不会违背的 萧明堂冷哼一声 却不敢说话 韩莫温和一笑 大少爷 正事咱们办完了 有两句话想单独和你说说 你看可好 也不等萧明堂答应 拉着萧明堂还没断掉的右臂走到旁边 萧明堂一时间根本不敢反抗 见到萧明堂的窝囊样子 许多跟随他的人马 已经羞愧得无地自容 竟有许多人纷纷离开 毕竟在这多留一刻 他们这些人的脸面 也就多受一份折损 片刻之间 竟然去了大半 留下的小部分 那是萧明堂亲信死党 虽有心要走 却也不好在这个时候离开 那是担心萧明堂回头报复 实话对你说吧 今天的事情不是我的本意 韩莫摸着下巴 你要抢买刘芳阁 坏了别人的事情 我受了别人的请求 只好出马 是陆宗轩 萧明堂咬牙 说来也怪 此时他对陆宗轩的恨意 反倒比韩莫要深 那是打定主意 回头就要整治陆家一番 韩莫摇了摇头 陆宗轩何许任务 我韩莫岂能为他所有 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 被韩莫奚落 萧明堂无可奈何 罢了 我也不瞒你 这次出手 不过是因为金钱方的东家 也想盘下刘芳阁 韩莫眼中划过脚侠之色 神色却极平静 但是你萧带少爷一出手 他们就没了机会 所以心里有些不痛快 本来这档子事我也不爱管 可是 我三哥与金钱方走得很近 金钱方的人 托我三哥来求情 我这做弟弟的 总不能服了我三哥的面子 萧明堂忍不住 朝那边的韩冰望去 只见韩冰此时 正与姚敬等人相谈甚欢 这两拨人本来也不熟悉 不过今日因为韩莫的原因 大家成为战友 此时自然是极其热络的 萧明堂心中一直也很奇怪 韩莫入京半年 向来也不掺和 京中少党们的事情 甚至都很少 与京中少党的人接触 今日却突然一反常态 到这里大闹一回 确实有些不同寻常 此时听韩莫这样一说 才知道后面有这档子事 心中顿时便信了八九成 关键是 韩冰今日太过出彩 组织得如此壮观 而且来得很是及时 似乎早有预谋一样 这就更让萧明堂相信 韩家兄弟 今日是为金钱芳出头 韩冰迷恋金钱芳后台的花庆夫人 自然是没人知道 只不过 却有一部分人隐隐知道 如今的韩三爷 似乎在金钱芳入了谷 是金钱芳的股东 所以韩冰为金钱芳出头 那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萧明堂握起右拳 恨得牙痒痒 刚刚对陆宗轩恨之入谷 此时却又是对金钱芳的那帮人 恨到骨子里 不过 却有些奇怪地看着韩墨 问道 你为何告诉我这些 韩墨很自然地说 因为我也看金钱芳的人不顺眼 从一开始 我就想整治金钱芳一番 只不过我三哥的原因 我也不好出手 这一次 他们竟然利用我三哥 来劝说我对付你 我三哥的面子我不能不给 可是金钱芳的这帮家伙 敢利用我 我心中是不痛快的 看着萧明堂 轻叹道 唉 只不过金钱芳的人 竟敢和你抢刘芳阁 看来那帮子人对萧大少爷 毫无畏惧之心啊 萧明堂虽然也感觉 韩墨有挑拨之嫌疑 但是他却也深信 是金钱芳的人在后面搞鬼 咬牙切齿 心中又开始盘算着 如何去对付金钱芳 韩墨见自己三言两语之间 已经挑起萧明堂的怒火 也知道萧明堂这个家伙 是个有仇必报之辈 取取金钱芳 萧明堂肯定是不放在眼中 说不准这两日 萧明堂就要对金钱芳下手了 金钱芳是韩墨心中的一根刺 那金钱芳处处透着诡异 却又将韩濱拉进水里 更是由花庆夫人那艳妇出马 牢牢控制住了韩濱 因为韩濱的原因 韩墨不好直接对金钱芳出手 今日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挑拨离间 让萧明堂去对付他们 怀着对金钱芳无比的怨恨 萧明堂在几名护卫的簇拥下 骑马离去 那时一刻也不愿意在这流经河畔多待了 跟随萧明堂的人手 见到郑主离开 自然不敢留下 早是一窝蜂的散去 刘芳隔浅 一时间只是剩下韩墨这边的一百多人 场地上处处都是鲜血 更有着无数丢弃的木棍 毫无疑问 今日这一场斗殴 韩墨这边的人马算得上是扬眉吐气 大大的出了往日积攒的恶气 今日前来住镇呢 除了姚敬这一帮人的朋友 亦有韩滨平日里的朋友 共有三十多名贵族公子 韩墨也不嫌麻烦 一一见过 这帮人对韩墨自然是恭敬有加 都是顺着姚敬等人的称呼 叫韩墨为韩大哥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二十六集 敬你不俗 打我虚伪 韩墨取了银票交给韩滨 让他领着那一帮贵族子弟 好好去消遣一番 至于姚敬这一伙人 则是就近进了刘方阁 里面重新收拾 众人坐了三四桌 把酒言欢 一个个都是欢声笑语 今日大盛 众人自然是有说不完的话 无非都是在吹嘘 自己方才斗殴之时 是如何的骁勇 但是说的最多的 还是韩墨轻描淡写间 制住萧明堂 逼着萧明堂当众立誓 一直被萧明堂一派人 欺压的众公子 今日也是仗着韩墨 大大的出了一口心中的恶气 韩墨替刘方阁赶走了 萧明堂的人 更是逼着萧明堂当众立誓 不再过来霸占刘方阁产业 以金兰花为首的刘方阁众人 自然是满怀感激 所以伺候的意识周到无比 受经过后的十二相差 意识打起精神 出来为众人表演取悦 这一场战后酒宴 直到深夜方散 众人一个个到得韩墨面前告辞 纷纷离去 临行之前少不得说上几句 韩大哥日后若是用得上 派人传个话就是 便是姚敬六公子也是醉了好几个 韩墨令他们手下人领着回府去 到最后 刘方阁只剩下韩墨 姚敬和陈寅三人 姚敬罪态可拘 脸上一时兴奋无比 直叫道 韩大哥 跟着你办事才爽快 若不是你仗义处马 兄弟们这口恶气 那是要一直憋着 没机会发泄了 陈寅虽然也是显罪态 但是显然要细心得多 笛声道 韩大哥 萧明堂今日被整治成这个样子 心中只怕怨念极深 凡事要小心些 莫要着了这小子的黑手 韩墨知道陈寅是好心 拍了拍他肩头 笑道 你放心 他奈何不了我 就在此时 却见风韵妇人金兰花 从门外进了 凑近韩墨耳边 低声说了两句 韩墨微微点头 向陈寅二人道 你们先喝着 我去去救揽 当下起身 随着金兰花出了雅士 转到了刘芳阁 后面的一间幽静房内 刚进到房内 迎面便上来一人 一身浅蓝色锦衣 腰细一条紫色腰带 相貌虽然说不上俊秀 倒也耐看 鼻梁高挺 左眉直上有一颗黑痣 浑身上下就是透着一股子活力 看得眉目 倒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这人两步上前来 对着韩墨深深一礼 在下陆宗轩 见过小韩大人 韩墨第一眼看到他 就猜出了七八分 上前扶住陆宗轩 笑道 陆公子何必如此客气 小韩大人仗义出手 帮我刘方阁解了大尾 这份恩情 我陆家必不敢忘 陆宗轩脸上 显出感激之色 韩墨摇头笑道 陆公子莫在意 其实这只不过是 韩墨爱管闲事 又听闻刘方阁十二相差 取义非凡 所以前来聆听一番 谁想碰到了 萧明堂的狗腿子九公子 这才惹出乱子了 顿了顿 笑道 陆公子 今日与九公子的人动手 毁了贵楼不少桌椅 宁默放在心上 陆宗轩立刻笑道 小韩大人说笑了 请了韩墨在雅座坐下 才拱了拱手 小韩大人 萧明堂对我刘方阁 亏死多事 几次三番要我陆家 将这刘方阁卖给他 他却不知 这刘方阁乃是我 陆家最大的镜像 陆府上下 就指望这里的镜像过生活 若将这镜像之路断绝了 我陆家到时候 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了 韩墨知道 陆宗轩的话中 虽然有所夸大 但是实情 实际上也是相去不多远 陆英纪身为九门提督 却又是皇帝的亲信 不与任何世家结党 这也导致各大世家 对这个陆英纪颇有意见 九门提督的位置极其敏感 各大世家 也都是想着将陆英纪搞下去 换上世家自己人 去担任这个职务 只不过皇帝竭力保全 而陆英纪这些年来 行事小心谨慎 从未给人逮到过把柄 所以这个位置 倒也是稳稳坐了下来 也正因做事要小心谨慎 不能被政敌抓到把柄 所以陆家的近相来源 极是单一 除了父子二人的俸禄 再加上宫中偶尔的赏赐 却并无太多近相 他们不同于世家贵族 有着自己的领地 更是能够从当地百姓的 税收中抽取一部分 作为世家族群的用度 他们若只是仅靠俸禄和赏赐 去养活府中上下 那是天方夜谭 也正因如此 陆家好不容易在流行河畔 弄起了刘芳阁 陆宗轩更是亲自在各地 找寻了色意俱全的少女 组成了秦楼十二相差 这才让刘芳阁生意红火起来 而财源上也算得上是广进 这里的近相 足以支撑九门提督府的用度 陆家对于刘芳阁的依赖 那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金兰花此时已经奉上茶来 耳后又很规矩地退下 小韩大人请用茶 陆宗轩微笑道 方才喝了不少酒 这茶清酒名神 倒可节节酒 韩莫端起茶盏 抿了一口 也微笑道 陆公子倒是想得周到 陆宗轩呵呵一笑 就在此时 却听到门外一阵脚步声响起 金兰花率先进入这间幽静的房间 随在他身后 鱼贯而入一群少女 一个个都是青纱曼群 身姿优美 艳瘦还肥 各色家人巨视权了 正是秦楼十二相差 十二相差此时 都已经换上了统一的衣裳 一入得门来 芳香扑鼻 整个屋内 一时间都弥漫着少女的体香 和她们身上熏的水粉香味 花色在前 忧香入鼻 韩莫惊讶之间 心中倒也有些怦然心动 这十二相差 无不是美丽少女 而且春蓝秋菊 融合了各类型的美少女 便是眼界再高之人 在这十二差之中 却也总能找到自己喜好的口味 韩莫自己都无法否认 最后面进来的那名美人 朱元玉润 身形丰满 皮肤白皙光滑 对这名女子的第一印象 她也是很有兴趣的 刘方阁镇格之宝 享誉燕京的秦楼十二差 还真是名不虚传 也怪不得刘方阁生意兴隆 更是怪不得 萧明堂会打刘方阁的主意 那最终目的 还不是想得到刘方阁的十二相差 十二相差的卖身器 自然都在陆家手中 没有卖身器 萧明堂倒也不敢真的将他们抢过去 所以才使出卑劣手段 逼着陆家交出十二相差的卖身器而已 十二相差大都含着羞涩之态 低着琴手 每个人手里都捏着香帕进了屋来 依子排开 如同展览一般站在了韩墨的面前 韩墨转头去看陆宗轩 去见陆宗轩指着这一众女子说 小韩大人 你看这些女子如何 韩墨一时间还不知道陆宗轩要搞什么鬼 但还是微笑点头 嗯 国色天香 绝世佳人 色意双全 世间难得 陆宗轩竖起大拇指 小韩大人好眼力 不瞒大人 这些女子每一个都是在下惊喜挑选出来 走遍整个大燕国 耗尽心力 亦是花费大批金钱培养成现在的样子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二十七集 蒙约 韩墨端起茶盏 抿了一口 并没有说话 等着陆宗轩继续说下去 来往于刘方阁的客人多如牛毛 看上他们的也不计其数 更有不少背后向我陆家索要 只不过不管何人开口 我陆家从未答应 陆宗轩缓缓道 不瞒小韩大人 这十二名女子 直到金石金客 无异不是处子之身 其实这个时代 这一类异计的身份极是低微 在主子的眼里 如同货物无疑 陆宗轩这话说出来 韩墨虽然有些尴尬 但也知道并无不妥之处 那一众女子大都是低垂着头 修意更胜 但也有几名女子 看起来颇有几分性情 神情冷淡 只是很木然地站在那里 小韩大人今日出手相助 萧明堂当众立誓 若他还知道羞耻 便不会再对我刘方阁下手 陆宗轩平静道 小韩大人这份恩情无以为报 如今 这十二名女子就在这 大人若是看上哪几个 尽管对在下说 后面的事由在下来办 韩墨一正 终于明白了陆宗轩的意思 敢请这小子想送上美人来 报答这份恩情了 韩墨神情淡然 嘴角带着笑 看着茶盏中的茶水 淡淡问道 陆公子 这十二相差是你楼里的镇楼之宝 你当真愿意割暗 陆宗轩立刻道 小韩大人能看上他们 是他们的福气 陆公子果然是好气魄 韩墨呵呵笑着 只不过 如果我说这十二名女子 我都要 你还会不会送给我 陆宗轩文言 确实一证 若是韩墨挑上三四个 陆宗轩还真是愿意割暗 但是要收走所有十二相差 那与萧明堂的目的又有何区别 一时间 有些发呆 竟是没有说话 脸上的笑容 也是有些勉强 韩墨叹了口气 像站在一旁的金兰花说 这阵子他们都受惊了 都疲惫得很 让他们好好歇几天吧 挣钱是要的 但是也要顾着他们的身体 若是身体垮了 银子也就没法子挣了 挥了挥手 吩咐他 带他们下去好声歇着吧 金兰花文言 向陆宗轩看过去 陆宗轩已经皱起眉头了 十二相差也是面面相去 看到他们的男人 没有一个不是想要得到他们的身体 如今少主人开口要赠送 这个年轻公子却拒绝了 这让他们很有些奇怪 实际上 大部分女子内心深处 还真是愿意跟着韩墨走 即使金屋藏娇见不得人 但是跟着这样一个俊俏的年轻贵人 而且不必抛头露面的卖艺 那倒是他们心中所求 看到韩墨脸上淡然的表情 陆宗轩终是挥了挥手 示意金兰花领着他们下去 金兰花下去之前 陆宗轩又丢了一个眼色 金兰花显然是明白眼色的意思 微微点头 这才带着姑娘们下去 一时间 韩墨和陆宗轩都没有说话 气氛一时间颇有些尴尬 二人只是坐着 各自喝茶 似乎都在想着什么 片刻之后 却见金兰花重新进来 身后跟着一名健壮的伙计 手里捧着一只铜盘 上面盖着红色的布巾 陆宗轩正要示意金兰花 打开房巾 韩墨却已经叹了口气 先是美人 如今又是银子 陆宗轩卸人的方法 倒是直接的狠 只不过比起银子来 布公子实在比不上我 而且就算里面装的是金子 数量似乎也搭不到哪里去 我韩墨 终究还是看不上眼的 他放下茶盏 在陆宗轩有些发呆的眼神中 站起身来 伸了一个懒腰 也不看陆宗轩 台步就往外走 走到大门处 停下脚步 也不回头 只是探到 我本想以国事带军 怎奈军要以俗人带我 摇了摇头 便要出门而去 陆宗轩呼地站起身来 轻声说 小韩大人 请等一等 韩墨停下脚步 背负双手 却没有回头 陆宗轩快步上前 抢到韩墨的面前 又是退后两步 而后深深一礼 随即站起身来 做出了一个 让韩墨都有些吃惊的动作 陆宗轩竟然是抬起手 对着自己的脸 狠狠地抽了下去 连抽三下 这才止住了手 此时 他右半边脸上 出现清晰的血痕 下手显然是极重 行李是静小韩大人的不俗 这三个巴掌 是打我自己的虚伪 韩墨微皱起眉头 金兰花和那手捧铜盘的伙计 见到自己的少主人 竟然抽打自己的脸 顿时都是惊恐万分 好在 金兰花是刘芳阁明面的主人 平日里招来送往 那也是风月场中的老手 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 此时很清楚 自己不该继续在这里留下 回头向身后的伙计 使了个眼色 带着那伙计匆匆离去 顺手更是关上了房门 韩墨叹了口气 沉吟了一下 回到座中坐下 陆宗轩脸色肃然起来 再无先前的笑意 走到韩墨身前声音压低道 小韩大人 我陆宗轩不瞒你说 今夜之事是家父吩咐 目的也很简单 家父不想我陆家 与你韩家扯上关系 你既有恩 我们便尽早还了这份恩情 不能有恩怨牵扯两家关系 韩墨这才显出笑容吧 陆公子 你早该如此 你这样说 我心里不但不介意 反而觉得你实在 这才是掏心窝子的话 让小韩大人见笑了 陆宗轩叹了口气 在旁边坐下 大人也该知道 家父所在衙门不同寻常 平日里似乎谁都不会理会 那看门的小衙门 但是咱们自己清楚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衙门 更不知有多少人 想取而代之 说到这里 陆宗轩朝上拱了拱手 圣上龙恩 对家父信任有加 更是龙恩眷顾 让家父在这位置上 待了六年不多 我陆家上下自是尽忠圣上 不敢有丝毫马虎 韩墨微微汗手 陆宗轩此时所说 那才是真心话 陆宗轩看着韩墨 压低生意 其实小韩大人也知道 圣上的眼睛也无时无刻 不在家父身上 家父这些年身居寡出 只是守着小衙门 锦小身为魏国办差 很少与其他官员接触 若被圣上知道 家父在京中交往太多 这对我陆家并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 苦笑道 小韩大人 这些年来我陆家得罪的人可不少 若从这位置下来 陆家只怕 他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苦笑摇头 脸上充满无奈 其虎难下 韩墨嘴中轻轻吐出四个字了 陆宗轩点头道 正是如此 又道 前两日接了贵夫人的帖子 邀请宗轩夫妇前往府中赴宴 说句实在话 我与姚静他们关系甚好 大伙都往大人府中聚宴 那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心里更是乐意的很 只不过身不由己 为了不让人闲话 宗轩只能拖过 未能赴宴 就算是今夜 我也只敢请小韩大人前来相见 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便是连姚静姚兄他们也是瞒住的 如今想来 实在是惭愧无比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128集 卧心尝胆 韩墨摇头笑道 陆公子这话我倒是不赞成 实际上韩墨一直认为 成匹夫之勇 三步亮刀 虽然是出了心中气 显了威风 但是若坏了大局 那么匹夫之勇 只能算是愚蠢 我一直认为 卧心尝胆 忍人所不能忍 那才是真英雄 其实韩墨心中 对令尊陆体督 却是十分钦佩的 陆宗轩苦笑 小韩大人说笑了 韩墨凝视着陆宗轩 淡淡笑道 陆公子请我至此 不过是想感谢我 只不过韩墨一开始就说过 我的本意 并不是要为了帮谁 只不过是我乐意干这件事 随着自己的性情而为罢了 顿了顿 继续道 所以你也不必想太多 更是不必对我有什么感激之心 陆宗轩似乎还想说什么 但是终究 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韩墨站起身来 微笑道 今日也倦了 陆公子只怕还有许多事情 我便不打扰了 也不多言 出门而去 陆宗轩望着韩墨离开的背影 若有所思 终是 微微摇头 流经河畔的斗殴 自然成了这几日人们私下里议论的话题 韩墨本以为 自己这般在流经河畔胡闹 韩玄昌若是知道 必定会斥责一番 只是 韩玄昌最终只是说了一句 胡闹 也并没有过多的训斥 朝中目前最关注的 终究还是庆国方面的反应 十日过后 庆国方面 终于派了又一对使臣过来 他们带来的 自然是庆国方面 对于和亲之意的态度 如同大多数人所预料的一样 庆国人对于燕国表达出来的诚意 很是高兴 上京城方面 也迅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与燕国结盟 本就是符合庆国的利益 而且燕国方面 主动表现出极大的诚意 这让上京城的后党 再没有明面上反对 两国结盟的理由 虽然后党 依然插手和亲的事务 但是最终 庆国还是开出了 极为丰厚的条件 来回应燕国人的诚意 这第二批庆国使臣 带来了庆国的国书 里面自然是详细罗列出 庆国愿意拿出的诚意 很多年前 双方其实就有过结盟 所以此番的结盟 对于两国来说 并不是陌生的事物 燕国方面 以户部韩玄道为首 与西河王爷为代表的 庆国使团 开始进行磋商 这两个人物 那都是燕庆结盟的 坚定拥护者 所以双方 虽然在某些细节方面 还有些矛盾 但是在这两位 主持磋商事务的 主要官员调和下 整个磋商过程 也算得上是极为顺利 只经过五日的磋商 最终达成协议 庆国方面 赠送燕国黄金五万两 白银一百万两 私薄二十万匹 另外 将靠近吴郡 位于庆国境内五平郡的八处大型铜矿 交由燕国开采 期限为十年 另有一些其他条件 总的来说 这一次 庆国在商中黎的主持下 也对燕国给足了实惠 比起很多年前的那一次结盟 庆国这一次所拿出的东西 多了不少 燕国所要做到的 首先 自然是尽快将燕国双公主 送往庆国 与庆国太子结亲 而且庆国方面已经保证 结亲过后 第一时间 便册封双公主 为庆国的太子妃 双方结盟最终的目的 自然是燕国保证 庆国后方的安宁 燕国保证不与魏国 有任何的军事结盟行动 战争期间 燕国也必须保证 不与魏国方面 进行任何的政治接触 除此之外 庆国方面还要求 一旦庆国南洋郡 被卫兵攻陷 那么燕国方面 有必要调动兵力 在庆国南洋郡 和燕国临阳郡一线布阵 以此对魏国 进行有效的牵制 燕国方面 自然是不愿意出兵的 牵制之意 一开始倒也产生分歧 后来双方共同协调 庆国方面 更是增加了两处银矿 交由燕国方面开采 终是达成了最后的 同盟协定 燕历平光九年 七月初八 双方在洪庐寺内 正式递交了国书 也正式宣告燕庆 结为同盟 消息传遍天下 除了想利用战争 飞黄腾达的人 整个燕国上下 对于这个结果 还是极其满意的 至少对于百姓来说 用不着直接参与这场战争 那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所以民间又开始讨论 当今圣上 为了避免战争 宁可将公主殿下 许配给庆国的太子 这实在是一个 宽厚仁慈的君王 这倒与很多人想的不同 燕国主动权在首 皇帝却将公主送去和亲 在不少人的眼中 本以为这是很懦弱的决定 但是民间弥漫出来的消息 大都却是夸赞皇帝的英明 如此结果 恐怕也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庆国使团递交国书之后 便在西河王爷的带领下 返回上京城 但是却留下了 庆国副使云苍兰 以及石鸣胡勇 按照庆国方面的意思 云苍兰和这石鸣胡勇 将会随同燕国的宋金使团一起 护送燕国的双公主 前往庆国 这个提议 燕国方面自然是没有拒绝的 其实云苍兰的刘夏 也表明庆国方面 希望燕国在和亲事宜上 不要拖延 要尽快派出和亲使团 前往庆国 双公主早一日到达上京城 双方的结盟才算真正的落到了实处 皇帝陛下也是下了旨意 着红炉寺和礼部 协同筹备出使事宜 燕国是大国 此番出使 而且是送公主和亲 自然要百足排场 而且 宫里已经选拔了二十名太监 以及二十名宫女 这四十人 都是作为双公主的贴身士组 一同陪嫁至庆国 换句话说 这四十人 也就是双公主日后在庆国的嫡系人手了 京中操持着和亲使团初使的事宜 韩莫自然是很清楚的 自那日雨夜 和秀公主见过面后 二人再也没有再见 但是韩莫却记着 秀公主当日的那些颇有些诡异的话语 总感觉秀公主似乎有什么打算 但是却并没有说清楚 如今双公主出国在即 韩莫心中 却也更是黯然的很 不过 自那日在刘方阁群殴之后 隔了不到十日 竟是听到一个消息 据传刘金河畔的金钱芳 在某一夜忽然发起了一场大火 那大火烧得很是旺盛 而且燃火点极多 日进陡金的金钱芳 竟是在这一场大火之下 被烧得一干二净 甚至殃及驰鱼 旁边的两家娄子也遭了殃 据说金钱芳之内 有些睡梦中来不及跑的 竟是活活葬生在火海之中 后来 燕京府衙的衙柴们清点火场 竟是从中抬出了四只烧成黑炭的尸体 都是金钱芳里面的五级歌女 韩墨听到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明白过来 动手的不是他人 十有八九 就是对金钱芳心存怨恨的肖大少爷了 这肖大少爷出手还真是凶猛 那日过后 寻思着对韩墨不能怎样 所以筹划着对付金钱芳 最后来了一出火烧金钱芳的大戏 说起来 还真没有多少人 会将火灾的原由 想到肖明堂身上去 毕竟韩墨内叶挑拨离间 却没有其他人知道 所以肖明堂对金钱芳的怨恨之心 那也是没有多少人清楚的 如此一来 自然没有谁会将金钱芳发生的火灾 和肖明堂联系起来 燕京府衙调查火灾原因 最终也只是拿出一个 金钱芳内部起火的结论 并没有继续调查下去 韩墨倒是第一时间 便派出了西花厅的暗黑立员 盯紧了从金钱芳火灾中 逃出来的几个重要成员 如金孝佛 杨老六 那都是派人严密注视他们的动向 另外 自然也少不得在宣德王府外 埋下了眼线 随时注意花庆夫人的动向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二十九集 复始 金钱芳被一把火烧了 除了金钱芳的那些人 最愤怒的 自然是韩家老三 韩斌 他这些时日在金钱芳之内 时不时地能够见上花庆夫人一面 甚至还能说些话 对他来说 这已经是极其幸福的事情 金钱芳被烧 也就没了据点 更是没了再见花庆夫人的机会 他既是愤怒 又是无奈 总不能跑到宣德王府 去找花庆夫人吧 所以金钱芳被烧之后的几日 他倒是老实地在府中待着 却是谁也不见 钱芯殿内 皇帝正含着微笑 看着案前恭敬无比的韩末 韩末此时却也有些奇怪 今日自己本来在暴徒营 检查训练事务 皇帝陛下突然传诏 却不知有何旨意 但是他内心深处 却也隐隐觉得 此番召见 只怕与和亲之事 脱不了干系 皇帝声音柔和 韩末 朕今日召你前来 你可知所为何事 韩末立刻恭敬道 臣不知 臣只知道 圣上无论有何旨意 臣都会尽心竭力去办 皇帝呵呵一笑 这次和亲 朕想派你担任使团的副使 护卫公主前往清国 韩末低着头 眼中划过一道光 心中暗道 果然是和亲之事 但是想到自己要亲自护送双二王 清国去 总是有一些怪异 一时间竟然没有答话 怎么 你要抗旨 见韩末低头不语 皇帝声音低沉下来 韩末此时却已经想到 秀公主说过的那句话 秀公主可是说过 要想救双公主 就必须答应护送和亲队伍 前往庆国 此时 皇帝声音传进耳朵 韩末也没多想 急忙说 臣 臣不敢 只是臣年幼无知 怕是难以承担如此重任 若是犹辱国体 真是万死莫死 皇帝倒也不知道 韩末心中真正的心思 哈哈笑的 你倒是谦虚得很 只不过朕对你 倒是很有信心 朕派给你的事情 你一直都能做得很好 朕很是欣慰 只若年幼无知 朕是不相信的 你年幼倒不假 却不无知 反倒比许多年长的人 聪明得多 韩末硬着头皮道 圣上过奖了 皇帝随即肃然下来 正则道 礼部和红炉寺 已经准备好 出使的事务 朕也决定 三日之后 便派出和亲使团 前往庆国 韩末一愣 想不到竟然 这么快就要动身 朕想了很久 和亲使团的正事 由昌德侯担任 以作为昌德侯的副手 负责使团的安全 杭帝凝视 韩末说 我大言公主前往庆国 凡事自然不能马虎 护卫的人选 由你负责 点齐五百御林军 护送使团 前往上京城 韩末又是一惊 想不到此番的正事 却是由昌德侯曹音担任 实际上 韩末每次看到曹音 身上总是泛起一种怪异的感觉 所以入京之后 韩末一直都未曾与曹音接触 但是想不到这次 却要与曹音一同前往庆国 朕对你只有一个旨意 皇帝神情严峻 一路之上 朕不希望发生任何的意外 朕要你护送公主 安全抵达上京城 要看到公主与庆国太子 顺利举行大婚 韩末立刻攻身 臣遵致 韩末 千万不要出任何的纰漏 皇帝交代道 若是公主有任何善事 朕首先便要取你的相上人头 你可听明白了 韩末跪倒在岸前 恭敬道 臣誓死护送公主 若有差池 任凭圣上处置 皇帝脸色这才和缓下来 抚着胡须说 平身吧 等韩末起来 皇帝才微笑道 临行之前 朕封你为云辉使 若是你能顺利归来 朕再封你为朕军将 韩末急忙说 谢圣上 燕国武将的封号 自神武大将军开始 下面依次是 票骑将 车骑将 武卫将 镇军将 云辉使 征军使 以及最低一等的卫军使 这八个等级的封号 就如同文官的爵位封号一般 就好比神武大将军 那是最高级别的武将封号 相当于文官中的公爵封号 票骑将就相当于文官中的侯爵封号 燕国唯一的神武大将军 那便是镇守西北边陲的军神萧怀裕 那是一种荣耀的象征 只要被封了武将封号 也就等于是正规的燕国武将 韩末不到二十岁的年纪 便被封为云辉使 更有可能成为镇军将 这可是无上的光荣 当日 宫中便派出了通事社人 前往礼部尚书府传了旨意 册封韩末为云辉使 更是任命他为和亲使团副使 负责使团的安全事务 此外 自然少不得一些赏赐 韩府上下 对于韩末被册封为云辉使 自然是十分高兴 毕竟这是极为荣耀之事 也正式确定韩末 为燕国的正式武将 燕国虽然有不少统兵将领 但是被册封武将爵位的 不超过四十人 换句话说 燕国的正式武将 只有四十人而已 韩末年纪轻轻 就能进入武将系行列 那也是前所未有的恩宠 只是高兴之余 却又有些担心 担任使团副使 并不是什么好差事 且不说一路上 要面对各样的风险 只要公主殿下 有丝毫的差池 那么韩末必然会获罪 所以韩夫人和小倩等 一杆府中上下 知道韩末要出使庆国 立刻都担心起来 倒是韩玄昌 似乎早就料到了 此事的走向 夜里将儿子召进书房 说道 圣上选你为父侍 并不是心血来潮 恐怕在他决定 和亲的时候开始 就想好了使团的人选 韩末微微点头 秀公主上次就说 韩末要出使庆国 显然那个女子 已经猜到了皇帝的心思 也就证明 皇帝早就准备派自己 往庆国去 其实算来算去 也是最好的人选 韩玄昌 韩玄昌叹道 本来先前 我还以为有可能派 苍儿接盟 不过 苍儿终究身份不够 苍儿 自然是指韩家长子 韩苍 如今在火山营 担任护军参领之职 韩末有些不解 看着韩玄昌 苍儿是护军参领 韩玄昌解释道 我们韩家的态度 朝野巨制 那是竭力赞成燕庆同盟 也是全力支持和亲之意 圣上心中很明白 虽然大局已定 但是还有许多人 想着从中破坏和亲 想在公主与清国太子 大婚之前 造些事段出来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三十集 那个人 韩莫冷冷一笑 哼 萧家的人 自然是不服气的 清国后党 自然也是不愿意 看到和亲成功 还有魏国方面 想要破坏和亲的势力 不再少说 韩玄昌欣卫点头 自己的儿子 能将局势看得透彻 也就知道如何应对了 是以韩莫坐下 才说 正因如此 和亲使团的人手 必定是要全力支持 和亲策略的 昌德侯是受圣上信任的 文武全才 倒是一个极其合适的正史人选 这副史之选 圣上自然要在我们韩家选择 因为我们韩家 对于和亲策略的支持 那是天下皆知的 顿了顿 继续道 若按常理 苍儿本是最佳人选 只不过 苍儿的身份是护军参领 官位上是差了一些 若是派苍儿前去护送 在清国人看来 我大燕仅派一名护军参领 护卫车队 到此是看清他们了 韩莫点头 所以圣上选中了我 你虽年幼 但是机缘巧合 如今也是暴徒营的指挥使 官位比之苍儿 要高出一等 也正合适 统帅和亲使团的卫队 韩玄昌轻声说 沐儿 若有时间 还要去见见苍儿 免得他心中不痛快 韩莫沉吟了一下 点头道 父亲 还要知道 韩苍当初那是韩族的最大荣耀 年纪轻轻 在御林军中便当上了护军参领 一直以来都是韩族的骄傲 但是这一年来 韩莫的光环已经照过了韩苍 整个韩族最耀眼的后起之秀 已经是身居暴徒营指挥使 和西花厅厅长的韩莫 韩莫如今又被册封为云徽使 更是被亲定为和亲父使 虽然暗藏危机 但是无可否认 这也是韩族面子上极荣耀的事情 韩苍从当初的韩族骄子 陨落下来 看着韩莫一日比一日荣耀 韩玄昌自然也是担心 韩苍心中会有不满 毕竟对于韩苍的性情 韩玄昌这个三叔 还是有些了解 韩苍是长子长孙 若无意外 他终究是韩族家主的接班人 若是对韩莫误会太深 伤害到兄弟和气 韩玄昌倒是担心兄弟二人 日后相处的会很不和睦 韩莫心中也明白 韩苍对自己 只怕是真的生出了借敌之心 当日大婚之时 韩苍表现得就极其冷淡 毕竟是家族兄弟 韩莫骨子里 虽然也不怎么喜欢那位大哥 但是却也明白韩玄昌的苦心 所以也不耽搁 四日便前往火山营驻地 要进营见一见兄长 韩苍那头倒是痛快得很 一句君物繁忙 竟是不肯出来见韩莫 韩莫见韩苍如此 心中顿时也颇有些不满 无论如何终归是兄弟 自己亲自来见 韩苍却如此巨傲冷淡 这让韩莫对这位兄长 实在生不出任何的好感来 韩苍不见 韩莫自然也不是低声下气的人 转头就走 火山营是内玉林军 筑扎地在皇城外城内 韩莫自皇城内出来 在两名玉林军兵士的跟随下 便是要返回暴徒营 皇帝是下过旨意的 令韩莫挑选出500名护卫队伍 韩莫自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选 只会在暴徒营内挑选精兵强将 负责此次的护卫任务 韩莫却也知道 这一次送金的护卫队总共是要800人 曹音负责挑选300人 韩莫作为负责护卫安全的副使 则是要挑选500人 沿着皇城高高的城墙往东行 没过多久 迎面却是行来一辆马车 那马车的四周 竟有七八名配刀护卫 瞧他们的打扮却是狼甲营的御林军兵士 马车本身却也极是滑贵 一望便知 这马车之内自然也是富贵之人 燕京五大御林军 虽然都属御林军 但是盔甲和头盔的样式却略有不同 而内御林军与外三营御林军兵士 最明显的差别 则是尖凯有所不同 火山营和龙香营的尖凯 都是双层尖凯 而外三营则是单层尖凯 火山营双层尖凯的颜色是赤红色 而龙香营则是灰褐色 所以马车虽然没有靠近 但是韩墨倒是一眼就识别出 那几名配刀护卫的身份 黄墙边的青石板道路极是干净 每隔十来步都会有一名兵士护卫着 除此之外 这黄墙之下却是很少有人经过 韩墨停下马来 看到对方在城墙下坐着马车 更有御林军护卫 想必是宫中的人 所以不愿多惹麻烦 催马闪到旁边去 将道路正中让给对方 那马车靠近过来 竟是在韩墨的旁边停下 却听马车中响起一个很平静的声音 既然来了 就别急着走 给我说说话吧 马车里传出的声音很平静 也很柔和 给人一种波澜不惊的感觉 韩墨皱起眉头 虽然马车里的人并没有点名 但是他自然知道 马车中的人是在对自己说话 只不过这人的声音似乎很有些陌生 正在奇怪间 马车车厢的帘子已经掀起一脚 露出一张很清秀的脸庞了 只不过这张脸看起来有些苍白 而且嘴唇似乎也有些薄 看到这张脸 韩墨眉头簇得更紧 这张脸他似乎从未见过 但是不知为何 又感觉有些熟悉 那人淡淡一笑 杨树村一别 小微兄一向可好啊 韩墨先是一正 随即有些吃惊 顿时想起来 这个人竟是真的曾经见过 相聚有些日子了 那次 还是和双公主一同前往杨树村 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 虽然那人当时穿着粗布衣衫 做出农民的打扮 但是韩墨当时却也一眼便瞧出对方的气质 不可能是一位农民 当日 这位农民甚至还请韩墨饮了酒 更是谈了一番国事 只不过双方的看法似乎有些不投机 匆匆一句便即分开 此后便再没有相见 这人突然出现在皇城之下 倒真是让韩墨有些诧异 听他出口提醒 却是想起来 当日 此人自称叫做黄历 而自己也自称小维 引去了真名 原来是你 韩墨也显出淡淡笑意 但是骑在马上 却也并没有下马的打算 旁边一名护卫 已经沉申合道 大胆 太子在此 妍敢不败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三十一集 还不下马 如果说韩墨再次见到皇历 还有几分吃惊的话 那么此时 听到这名护卫的呵斥 那便是完完全全的震惊了 因为他实在想不到 眼前的这位皇历 竟然便是当今的太子 实际上 燕国的太子 一直不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本来皇家事就很忌讳谈论的 而太子在皇室之中 似乎更是一位异类的存在 在韩墨所了解的情况中 只知道当今太子 似乎一直身居宫中 很少出现 即使是朝中的重臣 那也是很难见太子的颜面 据韩玄昌这一类的上层贵族所知 似乎太子素来患有某种隐疾 很怕见光 身子也颇有些虚弱 所以 只是身居宫中 一年之中也出不了几次宫 更不会在朝堂上出现 虽说太子很少出现 但是却挂了火山营指挥使之职 据说 太子偶尔也会往火山营去巡视一番 但是平日里的营中事务 还是交给部下处理 但是 韩玄昌曾经对韩默 叙说过宫里的某些事情 说过宫里的某些人 更是说过 虽然这位太子很少出现 但是暴突营的控制权 却很有效地掌握在太子的手中 也正因显得很隐秘 这倒让人们猜不透这位太子的心思 更是很难了解太子这个人 韩默对于太子的事情 实际上也是知之甚少 如同大多数人一样 只知道宫里还有这样一位储君 至于样貌 人品 以及能力 在韩默的脑海中 没有半点信息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今日竟然在这黄墙根下 碰到了当今太子 而且这位太子殿下 还算得上是故人 他也在瞬间就想到 眼前的这位太子殿下 正是双公主的亲哥哥 从太子那张清秀的脸庞上 竟然真的可以看到一丝 双公主的影子 如同双公子一样的眼睛 这位太子殿下 亦是有一双很明亮的眼睛 韩默脸上神色古怪 一时间没有反应 那护卫又是立合一声 还不下马 韩默身后的两名随从 已经翻身下马来 单膝跪地 对太子行礼 韩默也终始下马来 在马车边单膝跪下 恭敬道 小臣韩默 参见太子殿下 化名黄历 实为太子的年轻人 淡淡笑道 黄历非黄历 小为亦非小为 韩默 起来吧 等韩默起身后 太子才平静说 本宫正要与你说话 你起上车来 韩默犹豫了一下 太子已经冷声开口 难道你想违抗本宫的旨意 韩默颇有些无奈 只能上了车厢 吩咐两名随总 你二人就在这里等候 车厢内很是宽阔 也很是干净 太子鞋椅在一张瓷枕上 韩默进了车厢内 拱了拱手 这才在太子对面坐了下去 太子穿着一身 简便的紫色衣裳 看起来只像一名 普通的贵族子弟 他的右手大拇指 带着一颗白玉扳指 右手则是轻轻抚摸着扳指 那一双明亮的眼睛 凝视着韩默 嘴角带着淡淡笑意 看起来异常的平静 也显得很为随和 沿着黄墙走一走 韩默透过车窗 对外面的护卫吩咐 随即便放下车帘子 车厢内顿时显得有些昏暗 马车继续往前 并无目的地顺着黄墙 往前行 太子看着韩默 韩默也并没有显出 惶恐之色 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 这个年轻人 这就是东宫太子 这就是殷国的储君 这就是那个连朝廷 众臣也摸不清虚实的太子曹玉 韩默 你果然很沉得住气 太子首先打破陈记 嘴角带着轻柔的笑意 黄历便是太子 你似乎并不吃惊 韩默摇头 其实 臣心中吃惊无比 只不过小臣不敢惊扰殿下而已 更不敢在殿下面前失态 太子微笑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叫玉石不惊 殿下过奖了 韩默做出苦笑之色 其实小臣玉石最容易受惊 只是惊得多了 练出面上不惊的样子 心里面还是惊的 太子轻轻叹了口气 本宫今日不与你谈其他事情 本宫知道 这次和亲 是你担任使团的服事 圣上龙恩 小臣至今还是心中惶恐 他扮杂了差事 犹如国体 更有负圣恩 韩默拱手恭敬道 太子抬起手 轻轻摆了摆 本宫面前便不要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词 本宫 不爱听 韩默只是淡淡一笑 并没有说话 本宫只有一个妹妹 太子平静说 有些事情 本宫无力改变 所以只能看着他嫁到亲国去 韩默只是看着太子 并没有说话 本宫明白 你应该知道这次自己前往亲国需要做些什么 太子的神色冷燃下来盯着韩默 只不过本宫还是要对你说一句 您要保证 将皇妹安全送到亲国 最好不要在途中出现任何的纰漏 否则 若是让皇妹少了一根头发 本宫劝你 还是不要回言 她的声音有些冰冷 而且神情也极冷峻 韩默对于太子这种态度 却并不反感 心中却也明白 太子有此反应 倒是证明双公主在她的心中很有分量 这个做哥哥的太子殿下 对于自己的皇妹 那还是极其关心的 殿下放心 小臣便是粉身碎骨 也会护卫公主殿下的安慰 韩默正责道 公主若有差池 韩默必当任凭殿下处置 太子神色这才微微和缓了一些 闭上眼睛 似乎在想着什么 车厢内一时间 显得很是安静 韩默心中 却也有些思绪 这太子的马车 显然是从外面回来 却不知是从何而归 人们都以为 太子殿下 一直身处深宫之中 但是韩默 今日见到这位太子殿下 却觉得所谓 深居深宫之说 倒也未必 太子当日能去杨树村 那当然不是偶然 也绝不可能只那一次在外面出现 或许这位太子殿下 时常在外微服私访 只不过 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而已 马车依然很平稳地向前行进 韩默能够清晰地听到车轱辱 与轻石板之间摩擦的声音 太子既然不说话 他自然也不会开口 太子闭目良久 终于睁开眼睛 看着韩默 问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韩默 你看本宫像不像太子 韩默一正 立刻说 殿下乃龙子 是我大英国的储君 太子淡淡一笑 又问道 那你觉得 本宫会不会有朝一日 成为大英国君 韩默皱起眉头 也不敢再做 就在车厢中单膝跪下 做出惶恐之色 殿下乃储君 乃我大英未来国君 此乃天意民心 无人敢为 太子微微一笑 伸手扶起韩默 问言道 本宫告诉你 本宫终有一日 会成为大英国君 更会成为天下之君 与本宫为敌者 本宫必产出 效忠本宫者 本宫必会让他富贵勇士 恩其后代 韩默心中很是吃惊 这位太子殿下说话 竟是如此直白 却不知有何意思 特别是最后这两句话 似乎是在告诫自己什么 太子不等韩默说话 已经淡淡吩咐 回去 车夫顿时调回码头 往回反转 马车回到刚才 韩默登车之处 太子才向韩默 淡淡开口 本宫等着你凯旋而归 到时候 会为你设庆功宴 谢殿下 韩默恭敬道 随即下了马车 太子的马车很快就离去 望着远去的马车 韩默皱起眉头 眼中异色闪动 似乎在想着什么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三十二集 陋氏秘剑 初始日进 礼部传下命令 吩咐经中各家各户的门头 开始挂上红筹 这是大燕国立国以来 第一位远嫁的公主 所以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 彰显大燕国的气度 所以一时间 经中任何一座房屋的门头 都挂起红筹 整个燕京城 也是装点的一片红 显得颇为喜庆 这一次的送亲队伍 达到了千人之多 除了护卫队 上有太长寺精心操演出的仪仗队 仪仗队高达百人之多 那是要一路随行 直达庆国上京城 除此之外 上有礼部派出的成员 主要是负责掌管此次陪嫁的嫁妆 倒也是极其丰厚 由礼部右侍郎宋世青为主 也算是此次和亲队伍之中 除了正使昌德侯和副使韩末之外的第三名大员了 和亲的事宜 在礼部 太长寺 以及红卢寺的协调操持下 终是完全准备妥当 只待皇帝陛下一声旨意 和亲队伍便可以出京 而皇帝的旨意 倒是早已经明确 使团定于燕丽平光九年七月十八出京 按照燕丽的记载 这一天是个万事皆宜的好日子 韩末早已在暴突营点齐了五百精兵 这一次 韩末依然是下令 由暴突营骑兵队的护军参领肖穆 作为自己的副将 跟随一同前往庆国 暴突营三大护军参领 攻兵队是老城持重的斗扇 步兵队的护军参领 是经过重将投票选出来的杨永辉 骑兵队便是肖穆 若论关系深厚 三大护军参领之中 肖穆与韩末的交情自然是深一些 而且当初在宜春郡的时候 二人也是同生共死经过考验的 而且肖穆不但武力值很高 而且遇事也沉着冷静 倒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韩末离京 暴突营的事务 便暂由工兵队的斗扇负责处理 离京前夜 韩府上下自然少不得聚在一起吃顿晚饭 韩玄昌自然也是在饭桌上 少不得嘱咐一些事情 韩末也知道 此行很不轻松 家里的亲人们心里必定很是担心 所以只是说些轻松的话 尽量让有些低沉的气氛弄得活跃一些 小倩坐在韩末身边 一语不发 神色也很有些黯然 韩末心知 小倩心中必是担心不已 在桌下轻轻握住她的手 自是让她不要太过忧心 只知道半中间 却是有人来通报 说是宫里有人过来要见韩末 韩末还以为是皇帝召见 匆匆出来 却见到是一名宫中太监来传照 韩末倒也面熟 知道这太监似乎姓梁 只不过 今日这位梁公公并没有穿青蟒服 只是穿了一身灰褐色的锦衣 见到韩末立刻迎上来宫颈道 小韩大人 宫里有诏 韩末拱了拱手 正要说话 梁公公已经低声道 小韩大人 宫里传话 让您进宫之时 换一身衣裳 换衣裳 韩末其道 愣了一下 终是笑道 那公公稍后 我这边去换一身衣裳 梁公公摇头 不用 小韩大人 咱家已经从宫里带了衣裳出来 您这边换上 随咱家进宫 他从旁边捧起一个布包裹 双手奉到韩末的身前 韩末皱起眉头来 轻声问道 梁公公 是圣上传照 梁公公微笑 主子交代过 等小韩大人进宫 一切都明白了 这梁公公搞得神秘兮兮 这让韩末更是疑惑 隐隐觉得今晚的事情很不简单 威易犹豫 点了点头 公公稍候 他转到厅后 换了一身衣裳出来 却是一身暗灰色的长衣 倒像是个普通的装扮 从后面出来 韩莫韩响 公公 这 我实在有些不懂了 梁公公凑近过来 压低声音 不瞒小韩大人 今夜您进宫 主子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韩莫微微汗手 倒也猜出几分 这般装束显然是要掩饰什么 夜色深沉 韩莫随着梁公公出了府 竟不是从正门出去 而是由侧门出府 门外小巷子里 有一辆很简陋的黑色马车 梁公公请了韩莫上车 二人同坐在车厢中 马车这才往前行走 今夜的事情有些古怪 梁公公来此 除了前面赶车的马夫 竟然没有带随从过来 这让韩莫心中生出警觉之心 宫中既然传诏 韩莫身为臣子自然不能不去 但是心里自然有了戒备之心 他也就做好了以防万一的准备 离梁公公距离颇有些近 那是准备一旦有异动 先出手控制住梁公公再说 马车行走在夜色下的燕京街道上 狠不起眼 渐渐出了东城 竟是往北面行去 韩莫已经察觉方向有些不对 冷冷看着梁公公 淡淡道 公公不是要领我进宫吗 这条路 似乎不是往宫里去的吧 梁公公神色平静 微笑道 小韩大人稍安勿躁 一切都是主子交代 韩莫眼中显出寒芒 冷笑起来 梁公公 本官是朝廷命官 你以照我进宫为借口 却往这里来 你这是要欺瞒本官吗 梁公公低声道 小韩大人若是不信咱家 现在便可取了咱家的性命 是非寻常 都是主子交代下来 咱家也只能按照主子的意思办事 韩莫凝视着梁公公 见到梁公公目光诚恳 并无欺诈之色 更无恶意 心中却有些疑惑 但终是没有再问 只是很淡然地看着梁公公 密切注视他的一举一动 马车穿过几条街 转到一条昏暗寂静的胡同之中 随即转进一处小院子内 这才停了下来 梁公公掀开车帘子 向外看了看 这才向韩莫恭敬到 小韩大人 到了 韩莫跟在梁公公身后下了车来 只见寺下里很是浑暗 这是一个很小的院子 倒像一个普通的民家 两间并不算大的房屋 显得很是寂静 这是什么地方 韩莫皱眉问道 梁公公微微一笑 走到一间屋子前 伸手轻轻拍了一拍 那木门便被打开 梁公公已经回头向韩莫说 小韩大人 请进吧 主子就在里面候着 韩莫依然是小心戒备 狐疑地看了梁公公一眼 带着十分小心进了屋内 屋内很是简陋 只有一张很陈旧的木桌子 桌边有两把椅子 桌上点着油灯 油灯的灯火 亦是很为昏暗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子 很为陈旧的味道 这里显然很久 没有人住过 桌边竟然背身 站着一个极为婀娜的身姿 披着黑色的披风 带着斗笠 韩莫正好奇间 此人已经转过身了 灯火下 是一张很娇美的脸庞 带着几分笑意 灯火虽然很暗淡 但是美人容颜 却极实炫目 不是绣公主 又是谁呢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测目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三十三集 破坏和亲 韩莫看到是绣公主 这才松了口气 上千拱手 参见公主 绣公主 妩媚一笑 挥了挥手 梁公公这才恭敬退下 顺手带上了木门 绣公主 这才轻声笑道 是不是想不到 本宫会在这里 照你来见 韩莫心中 自然是奇怪的 但是却也明白 绣公主既然在 这个偏僻的地方相见 绝不是为了优惠 定是有极重要的事情 以绣公主的身份和能力 却要如此隐秘地相见 今日的事情 定然极其重大 公主是否有什么事情要吩咐 韩莫沉吟了一下 才轻声问道 绣公主妩媚一笑 本来就国色天香 这样一笑 更是明艳不可芳物 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 坐姿很是优美 凝视着韩莫 明日使团便要离京 你可有把握 将双公主送到沁国 韩莫皱起眉头 左右看了看 绣公主已经说 这里说话 不会有第三个人听见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便是 韩莫这才说 公主可爱记得 那天夜里说的话 什么话 公主说过 想要救双公主 我必须要前往庆国 韩莫凝视着绣公主 轻声道 公主当时并没有把话说清楚 所以我想问一问 公主是否有什么法子 能救小公主 秀公主凝视着韩莫 那张秀美的脸上 笑容渐渐消失 一双漂亮的眼眸子里 显出一股子严峻之色 此时此刻 她便从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 化成了一个冷峻威严的公主 平静问道 韩莫 你是真想破坏这次和亲 韩莫皱起眉头 淡淡说 臣不明白公主的意思 秀公主冷冷一笑 打从一开始 你的心思就不定 皇帝哥哥命你负责使团的安全事务 你却另有用心 你可知道 若是皇帝哥哥知道你一直不奸 那你可是获了大罪 韩莫只是冷然一笑 并没有说话 秀公主摇了摇头 悠悠叹了口气 终于说 哼 若是真有法子去救那小丫头 你愿意去做 韩莫一时间弄不清 这女人究竟有什么心思 只是疑惑地看着她 秀公主见韩莫不回答 冷哼一声 再次问道 韩莫 本宫再问你一句 若是有机会救出那小丫头 你有没有胆子去做 韩莫缓步走到秀公主身边 凑近过去 低声说 公主似乎忘记了 韩莫别的没有 有的便是胆子 否则 当初又怎敢对公主你动手动脚呢 秀公主闻言 不由狠狠瞪了她一眼 俏脸也缓和下来 美眸中 青眸流畔 红唇青起 这样说来 你的胆子倒还真的是大的 顿了顿 才轻声道 那么本宫要你见一个人 你有没有胆子见 韩莫一正 她却也明白 秀公主不会无缘无故问这句话 不由皱眸眉起来 见谁 秀公主看着近在身边的韩莫 一字一句 本宫要先提醒你 要不要见 你可以选择 你若不想见 现在就可以离开 所有的一切就当没有发生过 本宫也绝不会怪你 但你一旦见过 就会陷进来 跑也跑不了了 韩莫此时倒也不顾忌 秀公主的身份 与秀公主单独相处 她也习惯了没有拘束 在旁边椅子上坐下 带着一丝狐疑 看着秀公主 本宫没有吓唬你 秀公主嘴角带着平静的笑 你见了这个人 就只能跟着本宫走下去 否则 她并没有说下去 只是神色变得有些冷淡而已 韩莫沉吟了一下 她自然不笨 隐隐觉得 秀公主要自己见的人 只怕与营救小公主有关 终于到 公主既然照我来此 心中只怕早就想到 我会见那个人 我若拒绝 恐怕会让公主失望了 公主也知道 我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见到你失望 秀公主奄然一笑 风情万种 终于说 出来吧 就听到 嘎吱一声响 屋角 竟然有一处很不显眼的小门 小门被推开 里面阴暗无比 从那阴暗之处 缓缓缓走出一个人来 就如幽灵一般 脚步轻盈 几乎没有任何声音 韩莫皱眉 看到那人缓缓过来 全身上下 笼罩在紫袍之下 身形恶挪 紫袍虽宽 却也难掩她那 娇小玲珑的神姿 她头罩袍 一时间根本 看不清她的样貌 只是很轻盈地 走到秀公主面前 跪倒下去 低着头 毫无声息 秀公主转头 看了韩莫一眼 本宫要你见的 便是她 韩莫看着全身 都被裹在紫袍中的女子 一时间还是不明白 秀公主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秀公主淡淡说 起来吧 那紫袍女 很温顺地站起身来 却依然垂着头 抬起头 秀公主吩咐 紫袍女 这才缓缓抬起头了 昏暗的灯火之下 她的容貌 便显现在韩莫的眼前 看到紫袍女的脸 韩莫本来有些疑惑的脸 顿时显出吃惊之色 情不自禁叫道 双儿 在她面前的 不是双儿 又是谁 秀公主脸上 现出满意之色 连你都将她看作是那小丫头 看来 她还真是十分地想象了 韩莫闻言 一瞬间就听出秀公主话中的意思 皱起眉头 公主的意思 她 不是双儿 看着眼前的紫袍女 那弯弯的眉 那月饰的眼 那粉粉的小鼻梁 还有那晶莹剔透的血嫩肌肤 完完全全就是双公主 若不是紫袍女的表情太过平静 韩莫绝对确定 眼前这个女子就是双公主 如果眼前真的是双公主 韩莫相信 她的表情 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子淡定默然 秀公主向那紫袍女说 这位是韩大人 此次送亲使团的副使 也是值得你信赖的人 紫袍女立刻向韩莫攻身 见过韩大人 她的声音娇嫩清脆 乍一听之下 与双公主也是七八分相似 只不过 韩莫与小公主接触过数次 观察仔细 倒是也能隐隐听出二人的声音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人的音色本就不会雷同 这个女子的声音能有七八分相似 那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事情 更何况 有双公主一模一样的样貌 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实在让韩莫震惊不已 韩莫此时才明白 秀公主为何要如此谨慎地 在此见面了 出现一个与双公主一模一样的女子 她的用途 韩莫也在一瞬间便明白过来 公主 是要偷梁换柱 片刻之后 韩莫才低声问 秀公主微微一笑 本宫喜欢用偷香换玉这个词 凝视着紫袍女 就像是剑上一件艺术品 这就是偷香换玉的玉 无论是偷梁换柱 还是偷香换玉 韩莫都知道 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 韩莫眼角跳动 拳头情不自禁地握起来 她现在终于明白 秀公主的计划 乃是用一个假公主代替真公主 嫁到庆国去 你害怕了 秀公主看着韩莫紧握起的拳头 轻笑问道 你的胆子不是一直很大吗 顿了顿 美目流转 悠悠道 只不过你现在想退 也来不及了 韩莫苦笑 看来公主早有准备了 要找到一个与双公主相似的女子 甚至连行动举止都一模一样 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秀公主对紫袍女使了一个眼色 紫袍女微微欠身 便恭敬地退了下去 依旧走进了那扇小门之内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八百三十四集 什么身份 公主既然有了计划 又何必让我知道此事 韩莫轻声道 这种大事 岂不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被我知道此事 公主便不怕意外 秀公主咯咯娇笑起来 花枝招展 既然敢让你知道 就不怕出意外 眨了眨好看的眼睛 缓缓道 天下之间 知道子儿存在的 便只有本宫和你了 韩莫诧异 圣上不知此事 秀公主笑容脸下来 她若知道 也就用不着你知道了 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说 本宫让你知道此事 只因为你自己说过 你愿意为救出小丫头 抽一点力气 韩莫沉吟片刻 终于问道 公主想要我做什么 出京之后 在抵达上京城之前 由你来真正的偷梁换柱 秀公主十分平静 若是到了上京城都没有成功 那么一切都晚了 韩莫问道 出京之后 公主难道不是在出京之前 就让子儿替代小公主吗 秀公主摇头 出京之时 皇帝哥哥必然会亲自送小丫头上车 那个时候无可替代 朝中百官 众目睽睽之下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神色一冷 嘴角带着冷笑 而且你要知道 沁国人还留下了云苍蓝 他是沁国上京警备营总治史 更是沁国紫衣卫的副指挥师 另有一个身份 只怕连你也不知道的 什么身份 他是商中离的关门弟子 秀公主缓缓说 寒墨震了一下 苦笑道 公主今夜给我带来的消息 每一个都让我十分吃惊 秀公主 妩媚一笑 云苍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这次计划 绝不能让他看出半点的破绽 否则 不但救不了小丫头 只怕燕庆两国 会另起大波澜 瞥了寒墨一眼 悠悠道 我们的皇帝对于这次和亲 那可是圣心坚定 若是出了差池 我想龙岩一定会震怒的 寒墨摸着下巴 终于明白过来 公主让我此番必要前往庆国 就是想让我在半道上 偷香换玉 不错 秀公主汉手 你负负责使团的卫队 以你的才智 总会找到机会完成此事的 不过 如我方才所言 此事一定不要被任何人 瞧出丝毫破绽 所有的事情 只有本宫于你知晓 寒墨叹了口气 寒墨倒是没有想过 竟有一日要与公主 联手做这样的大事 凝视着秀公主 平静地 只是公主有没有想过 此事事关重大 若是有了差池 不单是寒墨有罪 只怕还会大大牵连到我的家人 以假公主替代真公主嫁到庆国 一旦有事 更是国之大事 后果一是不堪设想 秀公主悠悠道 事已至此 难道还有其他法子吗 寒墨沉吟着 一时间并没有说话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大冒险 而且赌注极大 一旦被其他人看出破绽 不单是庆国人 便是燕国内部 也会引起大大的骚动 而寒祖 定然处于绝对的危险 之中 寒墨实在不知道 以这样大的代价去阻止小公主入庆 究竟值不值得 而他最担心的 却是秀公主在这中间 是不是藏有什么其他的毛逆 自己是不是成为秀公主利用的工具 一直以来 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 寒墨很明白一个道理 在这个时代想要生存下去 无论是个人还是家族 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的都要被别人所利用 但是在被别人利用的同时 却也要谨记一点 那便是也要学会利用对方 可以被人利用 但是同时也要利用对方 正如入京之后 披着皇帝恩宠的外衣 寒墨和整个寒族 一直在被皇帝 以及皇族所利用 只是在这同时 无论是寒墨个人 还是整个寒族 也借着这个机会 利用皇族的势力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便是互相利用的极致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有利益的存在 不可否认 寒墨心中是非常不愿意 小双儿嫁到庆国去 为此 他甚至愿意做出极大的牺牲 但是如今秀公主提出的计划 可算得上是胆大包天 而且后果 有可能涉及到整个家族 他却不得不好好思量了 他在沉吟着 秀公主却已经站起身了 连步轻移走到寒墨的面前 竟然蹲下身子 伸出手握住寒墨的手 微抬着头 那一双美丽的眼眸子 凝视着寒墨的眼睛 似乎看穿了寒墨的心思 声音温柔 不要将我想得那样复杂 也不要以为我有太多心思 我只是想让小丫头 能够好好地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不想她毁在许多肮脏的事情上 我只想 要你相信我这次 她将寒墨的左手轻轻拉过来 放在自己的脸上 轻轻摩擦着 寒墨的手 触碰着她那光滑柔腻的脸庞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是血肉之躯 秀公主轻声道 我的心 还活着 燕丽评光九年七月十八 这一天 在燕丽上写得很清楚 万事大吉 似乎老天也很给面子 这一日艳阳高照 整个燕京城 都笼罩在朝阳的光芒之下 从皇城 通往燕京城北安门的街道上 人潮熄壤 百姓们 都在翘首等待着 和亲使团出京 公主出嫁 自然是国之大事 宫中议事礼节繁多 先是要往太庙去祭天祭祖 而后 直礼太监自然又是一番陈词烂调 冗长的宣读 持续了大半个时辰 等到诸多礼节完毕 在震天的礼乐声中 皇帝陛下 才牵着双公主的手 一同上了打扮的 富丽堂皇的踩车之上 因着铺满红地毯的道路 缓缓出宫 滑盖之下 皇帝神色严峻 紧握着女儿的手 不经意间 嘴角微微抽搐 以萧太师为首的上百名朝中重臣 跟随在划车之后 其后 更是跟着大批的宫女太监 手执花篮子 手儿扬起 彩花漫天飞舞 在沿途美妙的礼乐声中 喜庆无比 双公主穿着凤冠侠披 比只普通的新娘子自然不同 浑身上下金玉闪闪 珍珠串成的帘子 遮掩着她美丽的面容 使团的队伍 就在东宫门外 最前方的乃是一队 百人御林步兵 其后 则是上百人的仪仗队 高举着采齐 采齐在风中不时作响 仪仗队的后方 则是由二十名太监 和二十名宫女 簇拥的大马车 马车装扮得奢华无比 金光闪耀 车厢顶端 更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 航大的马车 至少可以容纳二十人 需以三匹 标匪腿长的骏马拉车 马车后面 又是盛装着公主 驾中的十辆大马车 由礼部侍郎宋世青为首 领着礼部的十多名大小官员 前往庆国 那是要参与在庆国举行的大婚 其后便是两百工兵和五百骑兵 组成的护卫队 千人的和亲使团 如同一条绚丽的长蛇 厚在东宫门外 昌德侯曹音 一身白色的锦衣 身边是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 在他后面 左边是一身银色盔甲的寒墨 右边则是庆国的云苍蓝 二人身边也各有一匹上等骏马 韩墨身边的自然就是猎马 绝影 三人都是静候在宫门外 等着皇帝陛下和双公主的到来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三十五集 出京 李月声中滑车渐进 在东宫门前停下 早有太监上前去 小心翼翼地从车上 将皇帝陛下和双公主 扶了下来 韩墨如同镖枪般站立着 望着身着凤冠狭屁的双公主 心中只是暗叹 小丫头现在 心里一定很难过吧 下了车 皇帝依然过去握着双公主的手 凝视着自己即将远去的女儿 皇帝陛下眼眸在身处 竟是流露出掩饰不住的伤感 父王 你保重身子 双公主看着皇帝 许久之后才轻声道 女儿从今以后 只怕再见不到您了 一直以来 远嫁他国的公主 几乎就等同于送出去的人质 很少有能够重新返回国内探视的 皇帝显然也清楚这一点 伸出手 掀开珍珠帘子 逝去双公主眼角的泪水 勉强笑道 不要悲伤 朕保证 你还能见到父皇 正在此时 却听到直理太监高声叫道 及时已到 恭请公主殿下 上车 一时间 锣鼓更加响亮 号角意识呜呜奏起 礼乐之声大和而鸣 整个东宫门外 地动山摇一般 除了皇帝陛下和双公主 东宫门内外 所有人都跪伏下去 皇城之上的守卫 亦是手持长枪 跪在城头之上 双公主后退两步 跪伏在地 向皇帝陛下恭敬地叩头 三叩之后 旁边便有两名宫女 上前扶起了双公主 便开始顺着红地毯 往大马车行去 皇帝看着双公主 缓缓向大马车行去 眼眸子中竟是显出苦涩之色 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 似乎想抓住什么 随起 缓缓放了下去 双公主在宫女们的簇拥下 经过了韩墨的身边 韩墨单膝跪下时 感觉双公主就在自己的旁边 停了一下 随即 小姑娘终是缓缓过去 道德大马车前 双公主回过头 透过珍珠帘子 望着巍峨的皇城 这是生她养她的地方 到了今日 却要离别 或许此生再也不见了吧 霍然间 她却看到了城头一个孤单的身影 高高的皇城之上 那个身影穿着明黄色的衣裳 两手趴在墙朵上 正从上往下俯视着双公主 所有的守卫都已经跪了下去 所以城头上的这个身影 异常的显眼 也显得异常的孤单 韩墨瞥见 双公主有些发呆地站在当地 不由顺着她所看的方向望去 亦是看到了城头那个 孤单的身影 虽然城墙极高 看不清那人的面孔 但是她身上那明黄的衣饰 却表明了她的身份 大燕国乃火德之国 皇帝的龙袍乃大红颜色 而大燕国内 却只有太子有资格 穿上明黄色的衣裳 站在城头的 当然是当今燕国的储君 在双公主远嫁之时 她终是孤独地站在城头上 前来送别自己唯一的妹妹 太子只是远远地望着双公主 等到双公主发现了她 她已经抬起一只手 轻轻挥了挥 然后转过身体 孤单而落寞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在城头 太子出现在城头 并没有几人见到 东宫门内外的人们 只是在礼乐声中 静静地跪着 双公主又看了皇帝一眼 就在这一瞬间 皇帝似乎苍老了许多 先前挺直 威严的身躯 在这一刻似乎已经有些勾搂 皇帝正值盛年 正值年富力强之时 但是此时此刻 他却显得很疲惫 或许外表依然洋溢着 一位国君应有的位移 但是他的骨子里 却散发着疲倦的气息 在直礼太监又一声 即时已到 请公主等车 双公主终于上了奢华 大气的马车之中 前方的仪仗队 更是高举起旗帜和华盖 昌德侯曹音和副使寒墨 一同行到皇帝陛下面前 恭敬跪了下去 皇帝疲倦地令二人起身 挥手道 去吧 二人起身 又向皇帝行了一礼 这才转身行到骏马边 一起翻身上马 昌德侯掉转马头 一斗马将催马向前 直冲到了队伍的最前方 韩墨转头 向那些臣子们望去 只见韩玄昌在人群之中 正远远地望着自己 面上的担忧之色 异于言表 韩墨微微一笑 一斗马将催马往前去 那边 已有支离太监高叫道 起行 号角声中 以萧太师为首的臣子们 齐声道 公主 一路顺风 队伍终于开始前行 顺着长街 往北安门行去 长街之上 人潮涌动 双公主的马车 锁行之处 两边的人们 立刻跪了下去 高呼 公主千岁 千千岁 公主远嫁的事情 乃是最近燕国上下热议的事 虽然大家对此看法各异 但是有一点却都是明白 公主远嫁 确实让燕国 暂时避开了刀兵之祸 无数将士 不用浴血沙场 归其原有 便是因为他们的公主殿下 牺牲自己 远赴他国 所以人们在内心深处 对于自己的公主 还是深为敬爱 云苍蓝自始至终 却是紧随在公主的马车旁边 他身边的十名胡勇 胡勇更是左右各五个 全力戒备 右手更是紧按在腰间的刀柄之上 做好了随时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 胡勇 是庆国最强的武士 无一不是精挑细选 而后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强大武士 毫不夸张地说 这十名胡勇 每一名都可以应对三四名玉林精锐武士的攻击 有他们十人在马车左右护卫 无论突发任何情况 以他们的能力 都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并且立刻应对 云苍蓝如此谨慎 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庆国方面将他留下来 就是了解他的能力 令他在双公主前往上京城的途中 好生保护 毕竟庆国商中礼方面 绝不希望双公主的安全 在路途上出现任何的差错 韩莫偶尔回头 看着马车边淡定自若的云苍蓝 不由微微皱起眉头 正如秀公主所说 云苍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这一路之上要想找到机会 只怕真不是容易的事 队伍缓慢前行 在沿途百姓的高呼声中 终是出了北安门 走出了燕京城 燕京城距离上京城 足足有两千多里地 虽说燕京城通往上京城 有三条道路可走 最终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远离了南洋郡一线 偏东路走 那是要途经燕国快积郡吴郡 出关之后进入庆国的五平郡 折而往东北 上庆国昌庆郡 上京城便是坐落在昌庆郡境内 途中所经四郡之中 除吴郡稍微偏小 其他三郡都是中原大地上 极大的州郡 幅远广阔 两千多里的路途 以和亲队伍的最快速度 至少也需要半个月 最快也要八月初 才能赶到上京城 离京之后 队伍便往北方行 开始了漫长的送亲之旅 感谢客观收听 顶着县内大小官员出现成二十里地相迎 县内 亦是配出礼乐队伍 见到公主的车队到来 立时奏乐起来 诬陷的官员们 这才将队伍迎到了县城里 公主远驾 县里的百姓们自然也是知道的 早有无数百姓聚集在街市两边 看着浩荡的队伍进入城内 虽然见不到公主 但是能够看到送亲队伍 这些县城百姓也是极为欢喜 跪在两边高呼千岁 韩莫却是吩咐部下 一切要谨慎小心 越是到了人多的地方 就越发要小心谨慎 而且他心中也清楚 萧家对于核心是心存反对的 如今到了萧家的地面上 一切自然要更加的小心 在卫队之中 不单有御林军卫士 更有着化妆成御林骑兵的暗黑力源 都是以铁面具遮挡住面孔 混杂在卫队之中 对此情况 对此情况 御林军倒也并不为意 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今是非常之时 护送公主的途中 绝不可能一帆风顺 御林军护卫杀敌 自然是无话可说 但是真要查探一些隐秘的敌宗 这帮暗黑力源的手段 自然是要厉害得多 大马车四周 紧贴护卫的 仍是庆国云苍兰手下的十名胡友 外层才是四十多名宫女太监 因为要行远途 这些宫女和太监也都换上了短装 重宫女更是自鼻子以下都被黑沙所掩盖 只露出两只眼睛来 云苍兰更是平行在大马车外围 亲自坐镇中路 那是要全力护卫公主的安全 乌县县令 将队伍安置在乌县一位 大附身的府邸安歇 大附身一家早已是搬出府去 只留下广阔的府邸 用来安置队伍 肖木安排好兵士 在府外一圈执勤 其他的兵士就在府邸四周驻扎 而双公主则被安顿在正院之中 乌县自是摆下了盛宴 宴请昌德侯曹音和韩墨 这一杆送亲的主要人物 云苍兰吩咐好胡勇 自然也是受邀在宴席之中 宴席之上 以乌县县令为首的官员 自然少不得歌功颂德 夸赞圣上的英明 更是大肆地逢迎昌德侯 以及韩墨 酒宴上 刘絮拍马之声不绝 九过三旬 却见到礼部侍郎宋世青 气呼呼地从外面进来 往晕苍蓝那边看了一眼 神情很是不满 到得曹音面前拱了拱手 侯爷 下官有事并报 曹音白皙俊秀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容 问他 何事 宋世青气呼呼的 禀侯爷 云大人的属下太过放肆 竟然阻止我们入院 为公主送膳 曹音微皱眉头 瞥了云苍兰一眼 淡淡说 云大人可知是怎么回事 云苍兰站起身来 拱了拱手 苍兰是派人在公主院外保护 却并没有让他们阻止为公主送膳 看了宋世青一眼 宋大人是不是误会了 宋世青此番往庆国去 负责的就是礼仪方面的事务 除此之外 公主一路上的生活用度 也是由他负责 听云苍兰反问 宋世青已经冷笑起来 云大人若是不信 还是去看看他好 便在此时 一名太监已经急匆匆地进来 禀道 侯爷 韩将军 大事不好了 那边打起来了 韩莫豁然起身 云苍兰也站起身来 皱起眉头 曹音那张俊美的脸上 显出不快之色 而宴会上的大小官员 更是面面相去 一时间根本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何样的事情 韩莫看了云苍兰一眼 立刻向曹音拱手 侯爷 下官请去看看 见曹音点头 立刻往门外走去 那太监急忙在前领路 云苍兰皱起眉头 亦是向昌德侯拱了拱手 快步跟在韩莫身后 道德正愿之外 就见到里面传来喝闹声 一个低沉的声音 冷冷说 谁敢再硬闯 莫怪我们不客气 除非我们死 否则你们要想进去 就得按照规矩办 便听一个声音喝道 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 敢打伤我们的人 真当我们咽国无人吗 你若有主 便给我打伤一场 韩莫脸色阴沉 这后面的声音 他倒是听得出来 那是肖木的声音 就听先前一个声音说 肖将军 莫与我们为难 我们不想出手 但是我们职责所在 任何人想硬闯进去 我们都不会答应 韩莫此时 已经进了院子 却瞧见院内 已经聚集了 数名御林军兵士 肖木正站在最前端 与对方的两名 胡勇争执 他身后的几名御林军 更是手按在刀坝上 只要肖木一声令下 便要上去拿下两名胡勇 在旁边 一名礼部官员 正坐在地上 喘着粗气 脸色有些苍白 一见到韩莫出现在院门 就像看到救星一般 眼圈一红 叫道 韩将军 您要为我做主啊 这帮庆国人 他们竟敢殴打下官 韩莫冷着脸走进了院子 走到肖木旁边 几名御林军见状 急忙攻身 大人 大人 那两名互在门前的胡勇 亦是恭敬抱拳 出了何事 肖木立刻回答 大人 卑职刚才正在院外巡视 听到这里响起动静 进来一看 却见到傅郎中 他们被打倒在地 郎中 乃是礼部官之名 在礼部只是一个 很低级别的官吏 双公主 一路上的膳食 就是由这位傅郎中负责 而这名傅郎中 倒是韩玄昌 进入礼部之后 提拔的官员 此番出来 亦是韩玄昌所派 算得上是韩族一党的官员 也正因为他是韩家的人 而且经过仔细的调查 确定他没有问题 所以才被韩默安排 负责双公主的膳食事务 韩默看着傅郎中 问道 他们为何要打你 肖木上前扶起傅郎中 傅郎中恨恨看了那两名 胡勇一眼 才说 韩将军 下官前来为公主送膳 到了这里 这两个沁国人 却拦着下官 不让下官进去 他们不但要查验 膳食中是否有毒 而且还要搜查 下官的身体 如此耻辱 下官 下官自然不会答应 下官担心公主饥饿 所以非要进去 一言不合 他竟然当凶 打了下官一拳 下官到现在 都感觉胸口疼痛难忍 韩默冷冷 看了那两名胡勇一眼 问道 他说的是真的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目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三十七集 至边关 他说的是真的 一名胡勇拱了拱手 攻身道 韩将军 公主很快便是我大倩的太子妃 一路之上 我们不得不为公主的安危着想 此时 云苍蓝已经缓步进来 背负双手 看了傅郎中一眼 才向韩默说 韩大人不要动怒 若真有怒气 尽管朝苍蓝法泄就是 韩默 韩默挥了挥手 示意肖默等人退下去 又吩咐傅郎中 速去准备膳食 傅郎中急忙大应 被人搀扶着下了去 云大人很小心 我很高兴 韩默 只不过 这样做的是不是太过了 公主乃是我大燕公主 尚未成为你们庆国太子妃 而且我的人手 足以保证公主的安全 何须你的人在此守卫 惊扰了公主 该当何罪啊 云苍蓝想也不想 无论什么罪 苍蓝都会一力承担 除非苍蓝与我的实名属下 没了气息 否则一路之上 我们定会全力护卫公主安全 顿了顿 走到韩默身边 平静的 我相信 韩大人的属下 自然有能力保护公主 只不过恕苍蓝指引 我从未想过 一路上会风平浪静 而且苍蓝不相信的人太多了 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 贴近韩默 压低了声音 韩大人只怕心中也不会相信 路上会太平板 其实韩默心中清楚 云苍蓝如此谨慎小心 那真是发自内心保证双公主的安全 不想双公主出现任何的意外 毕竟还在燕国境内 而且燕国反对此次和亲的人大有人在 说不准那些人已经在私底下打着什么主意 萧家是头号反对和亲的势力 如今又在萧家的地面上 云苍蓝处处小心情有可原 韩默看了看两名胡勇 忽然招手向其中一人说 你过来 那胡勇看了云苍蓝一眼 见云苍蓝微微点头 这才走到韩默面前 恭敬道 韩将军有何吩咐 韩默背负双手 冷漠地看着那胡勇 淡淡说 往我胸口打一拳 那胡勇一愣 脸上显出犹豫之色 让你打就打 韩默冷声道 你莫忘记 本将负责统帅卫队 你是卫队的一份子 若是抗命 本将可以立刻致你的抗命之罪 那胡勇一咬牙 再不犹豫 提起右拳 一拳往韩默的胸口 直打过去 他这一拳虽然留了几分力 但是威力却依旧十足 胡勇都是倾国一等一的武士 一朝一世之间 那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威力自然非比寻常 眼见拳头 便要打到韩默的胸口 胡勇倒也不敢真的伤了韩默 正要收拳 却感觉眼前已花 只见韩默的身体不对反进 胡勇惊讶间便感觉自己的左手腕子 在电光火石间被扣住 胡勇的反应即使惊人 知道事情反常 身体急忙后撤 拳头便要往后收回来 但是手腕子 却像是被铁箍箍住一样 那铁箍就似乎有千钧之力 拳头根本无法收回 胡勇惊骇之间 左拳也已经挥去 只挥到一半 就感觉韩默的另一只手 也如同灵蛇一般缠了上来 又扣住了自己的左手腕子 胡勇惊骇间 只感到韩默双手一推一拉 就听到嘎吱声响起 自己的两臂 竟然从肩部脱臼 两臂上的力量在一瞬间 荡然无存 韩默收回手时 胡勇双臂已经软绵绵地垂了下去 额头更是冒出冷汗来 也不知是因为疼痛 还是因为惊骇 这里是燕国的土地 韩默背负双手 冷声道 在燕国土地殴打燕国官员 真当燕国无人吗 瞥了云苍蓝一眼 淡淡说 让你的主子重新教你规矩 收起你们在庆国时候的威风 那胡勇额头冷汗之冒 虽然心中颇有些恼怒 却也只能低着头 不敢说话 云苍蓝笑着摇了摇头 上前去 两手握住胡勇的手腕子 猛一用力一拉一推 竟是将胡勇脱臼的胳膊给接了上 动作干脆利落 却是显出了他的武技底子来 还不向将军请罪 云苍蓝低声喝道 胡勇急忙单膝跪下 公手说 属下放肆 请将军责罚 韩默冷冷冷一笑 唤了一声 小木 小木正在院外等候 听到韩默召唤立马跑进来 公手说 大人 小木 你是护卫队的副将 负责的便是安排护卫事务 韩默缓缓说 如今庆国的兄弟在内院护卫 你们却在外院护卫 本将倒是要问你 咱们护卫的究竟是庆国的公主 还是我大燕的公主 小木 单膝跪下 明白韩默的意思 立刻说 卑职失职 请将军降罪 降罪是免不了的 韩默淡然道 只不过如今公主安全为重 回头再治你的罪 看了云苍蓝一眼 露出淡淡的微笑 云大人 你的部下 今日一天都在公主 坐下旁边守护 也是辛苦得很 明日还要赶路 总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 去赶路吧 还是让你的人 先下去歇息吧 小木 调派人手换房 可莫太辛苦 庆国的兄弟了 小木立刻说 遵命 正要起身退下 云苍蓝已经笑道 韩大人不必麻烦 我这几名部下 便是站在冰天雪地里 那也是能够恢复经历的 倒也不用专门去歇息 他们去内院守着 外院不还有你们御林军吗 在此边休息守护 倒也无碍 韩莫摇头 云大人错了 本将此番率领卫队前来 无非就是要护卫我国公主 若是将护卫职责交给你们 那岂不是太过荒谬 难道云大人觉得 我燕国无人 韩大人言重了 云苍蓝微笑 燕国武士 精锐强悍 苍蓝一直是静主 他淡定自若地 从袖子里取出一只卷轴 递给韩莫 微笑道 韩大人 不妨看看这个 韩莫微微皱眉 终是接过卷轴 打开看了一眼 眼中便划过一道古怪的光芒 这是贵国君主的首遇 云苍蓝笑道 不瞒韩大人 其实我国圣将 得知贵国院将公主远驾 高兴万分 第二批协商使团 到达燕京城时 带了圣将的一份书信 那是要苍蓝转交给贵国国君的 圣将意思很简单 贵国公主 很快便会成为我大清的太子妃 所以恳请贵国国君 允许苍蓝带领十名虎勇 跟随和亲队伍 一同返回上京城 返京途中 苍蓝以及部下的虎勇 可以护卫在公主的身畔 他从韩莫手中接过卷轴 微笑着说 苍蓝临行前 进宫觐见了贵国国君 乘上了圣将书信 贵国国君身以为虚 苍蓝更是求得了贵国君主的首遇 一路之上 有资格就近护卫公主殿下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838集 不妥协 苍蓝临行前 进宫觐见了贵国国君 乘上了圣将书信 贵国国君身以为虚 苍蓝更是求得了贵国君主的首遇 一路之上 有资格就近护卫公主殿下 韩末顿时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啊 云大人何不早说啊 差点引起误会 本将还以为云大人和你的属下 要纠战雀巢 抢夺我们御林军的护卫职责 藐视我大言无人呢 既然是圣上手遇 那么本将也不便都说什么 顿了顿 笑道 不过 本将毕竟是卫队统领 有权安排护卫人选 既然云大人如此担心 公主殿下的安危 那么内院 便加派人手严密守护吧 转向肖木 调派人手进来 四面各安置五名兄弟 总不能让沁国兄弟独自收来 肖木立刻攻守 卑职遵命 立刻下去安排人手 云苍蓝苦笑 韩大人骨子里 果然是不妥协的人 正在此时 傅郎中已经领着两名太监 和两名宫女 进了院子来 都是提着公主要用的膳食 云苍蓝的眼睛 在太监和宫女身上 扫了一扫 目光如电 随即笑道 公主只怕饿了吧 送进去 傅郎中看了韩莫一眼 见韩莫点头 这才领着宫女太监进了屋内 边的地平线上 一路向北 沿途都有官员接待 即使因为路途缘故 赶不到当地县城 当地的官员 亦是在县城之外 准备好了 驻扎的别院 连续几日 胡勇都是严密守卫 韩莫想要偷梁换柱 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虽然他心中倒也有不少法子 可以调换出来 但是云苍蓝就像一个幽灵一般 时不时地 在公主歇息之地的四周 转悠着 云苍蓝当然不会想到 韩莫有偷梁换柱之心 他只不过是竭力地保护好 庆国未来的太子妃而已 但是他的存在 却是让韩莫不敢轻易下手 没有找到绝佳的机会 韩莫可是不能轻易动手 他知道此事不同寻常 一旦败露 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双公主歇息之时 身边总有两名贴身宫女伺候 这也是极其麻烦的事情 真假公主调换 那是要瞒过所有人 包括双公主身边伺候的宫女 如今是外有云苍蓝 内有贴身宫女 几日下来 倒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机会 韩莫只能耐心等待 而且他心中清楚 机会迟早会到来 在快击郡行了四日 第五日才进入吴郡境内 自从西门一族被剿灭之后 吴郡境内也曾出现过一些动乱 之后是由吴郡成首军 加上调派过来的东海成首军 联合平定了当地的动乱 如今吴郡的形势 大体上稳定了下来 但是动乱的余波未消 山林之中聚集了不少匪类 而且境内也确实存在西门一族的余党 整个吴郡大乱没有 但是小患却还是存在的 和亲队伍进入吴郡 吴郡的郡守 自然成了最为紧张的人 那是生怕和亲队伍在吴郡境内 发生意外 有近千的护卫队 而且是燕国最精锐的御林军 其战斗力强悍无比 即使吴郡境内匪患甚多 但是自然没有任何一个匪患势力 足以威胁到双公主的安全 只不过吴郡郡守却也明白 即使公主殿下不会受到性命之威 只要受到匪类的惊吓 自己也是吃醉不起的 西门一族灭亡后 他这个郡守每日里也是提心吊胆 不知道经历哪一日便传下旨意了 当初他与西门一族走得近 虽然比不上宜春郡郡守司徒敬 与赫家那般蛇鼠一窝 却也帮着西门家干下了不少的缺德事 西门一族被灭后 他本以为自己的郡守之位是肯定保不住了 恐怕连自己的性命都有可能要为西门一族陪葬 不过平叛之后 东海政府军的韩玄龄在战报上 却是为他说了一些好话 称他在平叛之中尽心竭律 功不可没 之后朝堂上倒也就吴郡的官员分派进行了洗牌 吴郡的本土官员倒下了十之七八 空缺在之后不到一个月便全部确定下来 乃是经过内阁商议 各大世家和皇族都有官员派过来 恰恰是这个郡守之位却并没有换掉 依然是他坐着 如今的吴郡官场实际上混乱不堪 一切都没有回到正轨之上 各大势力的地方官员互相倾讶 他这个郡守做的也是很为痛苦 他却也知道 在吴郡围官之时得罪了不少人 自己若是从这个郡守的位置被罢免 今日下去明日只怕就要被人整死 所以公主来临他不敢有失 专门与成守军指挥使磋商 从军中调出一千名兵士 前往加强核心队伍在吴郡境内的安全 成守军指挥使自然也担心核心队伍 在吴郡境内有失 他同管军务 若是匪类惊扰了公主 他这个成守军指挥使也是难辞其咎的 所以核心队伍刚进入吴郡境内 吴郡郡守便已经领着吴郡大小官员 在边界上迎接 快击郡与吴郡交界之处 离吴郡建叶城有二百里之遥 这位郡守大人硬是迎出二百里地 表现得及时千功 接下来两日 便是在这位吴郡郡守的尽心安排下 一路上倒也是顺利无比 第三日正午时分 队伍终于赶到了建叶城 一路上昌德侯曹音倒是显得很为惬意 如同游山玩水一般 挨衣如雪 一路都是骑马而行 在建叶城歇了一日 此日队伍又继续开拔 而吴郡郡守依然领兵亲自护送 那是要将队伍护送到燕庆边关为止 和亲队伍有着不少驾重车辆 又怕太快颠簸了双公主 所以行进并不快速 又行了两日 队伍行到一处山上 韩莫便远远瞧见在天边之际 黑压压的一片 更是隐隐瞧见那边惊奇招展 似乎有不少骏马正在那边来回穿梭 在这之间 却有着无数的田地 金黄色的麦子在两边延伸 似乎没有尽头 阳光之下 金黄的麦子闪着黄金般的光芒 异常的美丽 韩将军 那里便是燕庆交界之处 云水关 出了关不过二十里地 便是云河 我大言与沁国便是以云河为界 过了云河便是沁国的地面了 吴郡郡守在旁热情地为韩莫介绍 镇守云水关这一线的 便是萧大将军麾下的西北将士了 西北军镇守的国界真要论起来 就属这里最为安定 很少与沁国那边发生冲突 这些麦子 怎能在边关中止啊 韩莫好奇问道 吴郡郡守笑道 啊 这些麦子是西北军的 那是萧大将军颁下的军令 以兵养兵 给国内百姓少些负担 每到春中秋收时节 萧大将军都会从中调派一批士兵出来 自耕自重 到了秋收之时啊 便可谓边关守军 补充大批的军粮了 往西边指着 韩将军还只是看到这一块 其实整个西北一线 像这样大规模种植粮食的情况 随处可见 队伍正缓缓下山 韩莫骑马立于山头 忽然瞧见 从天边出现一队人马来 那一群人马如同闪电一般 正飞快往车队这边飞驰过来 韩莫立马一抖马将 冲下山去 八百三十九集 云水关 韩莫骑马飞驰很快便奔到了昌德侯的身边 队伍并没有停 缓缓地向云水关靠近过去 曹音看到韩莫过来 骑美的脸庞悠悠一笑 前方便是我大烟的云水关 很多年前 本侯倒是来过这里 只是没有当年这一望无银的麦田 以兵养兵 战时是功无不克的勇猛战士 闲时却是田间地头的劳力 大将军这一手 可是为国减轻了大大的负担 若非大将军在边关的诸多自己策略 或大烟每年在边关的消耗 至少还要增加三成 十万大军 若是每年再增加三成的消耗 那可不是小数 大将军对我大烟国来说 功不可没 其在马上 望着金灿灿的麦田 寒莫情不自禁道 草阴微笑 当年开国五皇帝横扫燕帝六郡 魂重兵于西县临阳郡一带 做出要从西县进攻庆国之事 庆国人一时聚兵与南阳郡相持 谁知五皇帝却突发骑兵 暗渡陈仓 自西县无声无息抽调出大批军队 来到云水关 自这东县的云水关出关 直插庆国腹地 打了庆国人一个措手不及 顿了顿 遥望远望那如同巨兽一样 匍匐在大地上的关案 缓缓说 五皇帝所统精兵几乎已经攻下了 庆国的五平郡 只可惜那时庆国国力终究强盛 而且设下圈套 五皇帝中了庆国人埋伏只能撤军 那是一场惨败 说到这里 转头看着韩墨 温和笑道 那次若不是你韩家祖上的天涯功率军断后 阻住庆军的攻势 我大燕国只怕伤亡更为惨重 韩墨对于这些往事倒也知道一些 五皇帝率领拜军退守到了云水关 天涯功 则是在五平郡 组织了数万庆军六日 正是这六日 五皇帝加紧布防 坚守云水关 带天涯功率领所剩无几的将士回到云水关后 大关城门 与庆国人打起了防守战 是啊 曹音轻叹 我燕国立国之初正是英雄辈出之时 你的祖上天涯功更是当时五皇帝手下第一名将 威震天下 当时天下纷乱 都想着一统天下 正是战事频繁之时 若不是五皇帝英明统帅 天涯功等名将三军用命 只怕我大燕国早就不复存在了 他手指马将继续说 五皇帝兵败 庆国更是想借机进攻燕地 两路大军一路自西线进攻林阳郡 一路便是集结重兵自东线进攻云水关 那庆国乃是篡夺大齐天下 实力自然最为强盛 我大燕正值心败 那时若是被他们攻破任何一路 后国便岌岌可危了 韩莫微微一笑 他自然知道那场战争 从战略角度来说 庆国人最终是失败了 林阳郡那边有苏文茂 叶莲水以及胡朗父子 这几人都是当时的一时名将 竟是以两万将士 生生挡住了庆国六万大军的进攻 更是偷袭得手 大破庆军 逼得庆国人狼狈撤退 曹音眼中 竟是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云水关这边 武皇帝亲自坐镇 归下有寒天涯和西门天刚两大勇将 庆国人狂攻云水关 连攻三个月 双方死伤无数 他们终究是支撑不住 狼狈而退 那一战 我大燕先输后营 大伤庆国元气 后来庆国人一谈到云水关 便是为之色变 苏文帽 叶连水 胡朗 寒天涯 西门天刚 这些都是燕国开国的元勋 亦是如今燕国各大世家的祖上 在大齐国之时 除了寒天涯是渔民起家 其他各大家族 都是燕国六郡并不起眼的地方乡绅 亦是遭受着当地齐国官员的盘剥轻压 燕武王那时 不过是会计郡的一名武官 当时的会计郡 是齐国会计王 王府就设在会计城内 燕武王便是会计城内 王府护卫军的一名校尉 手底下不过统管二十多个人 齐国外戚篡权 皇帝更是被逼在上京城的太庙之中 上吊自尽 天下顿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 群雄割据英雄辈出 会计王治下的会计郡 自然是乱作一团 部下的护卫统领作乱 率众杀了会计王 欲要揭竿而起 燕武王却是带着手下人 以诛杀叛主之人为名 竟是杀死了护卫统领 更是强使夺权 先控制了王府的亲兵护卫队 随即更是在混乱之中 控制了会计城的驻军军权 以此为根基 开始走上了夺取天下的道路 燕武王恩威并重 广招人才 当时不少地方乡绅 纷纷投靠在燕武王的麾下 得到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 燕武王迅速发展壮大 随即南征北陶 在这乱世之中 在东方扩张 燕国外戚李氏 篡夺皇权后 料不到天下竟然会混乱至此 幸亏李氏亦有杰出人才 率军平叛 当平定北方之后 豁然发现 天下已经形成了四股强大的势力 七晋后裔司马氏 在西边称霸 燕武王在东方坐拥六郡 南垂蛮夷 更是脱国独立 燕武王在平定东方之际 功劳卓越的九大家族 开始成为帝国的支柱 燕武王依靠释迦立国 虽然成就了一番霸业 但是自此 却也让燕国拴上了释迦的枷锁 当年云水关一战 石横遍影 大战过后边关内外处处枯骨 我大燕将士的遗骨 便是埋在这片土地上 曹音抬起马鞭 扫着金黄色的麦地 金色麦田下 处处藏中魂 一将功成 万古枯 韩莫轻轻叹道 曹音笑了 好一个一将功成万古枯 历朝历代哪个帝国的建立 不是踏在无数人的尸骨之上 云水关大战之后 据说血腥味数月不散 方圆百里 渺无人印 就是在二十年前 这关内关外也是荒凉一片 除了守关将士 还有人质 顿了顿才说 自从萧怀玉成为边关大将军后 实施了一系列举措 这云水关才开始活跃起来 此处倒也是燕庆两国商人 往来的重要通道 萧怀玉更是便废为宝 大局开垦关内荒地 冲上了粮食 说到这里 曹音才总结式地说 他是有功于国的 韩默看着一望无银的金色麦地 想到曾经这里竟是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地 心中顿时颇有些感慨 小怀玉 果然与众不透 就在此时 麦田中间那一条宽阔的道路上 马蹄声声 方才在山上见到的那一群马队 正飞快地往这边驰行过来 队伍中打着一面旗帜 上面是一个烟红的烟字 核心队伍中 早有十几骑飞马上前 护在昌德侯身边 距离十多米远 那一军骑兵便指了马 当先一人一身重亏 身上并没有带兵器 下了马 快步上前 在道路正中单膝跪下 高声说 末将云水关总兵夏侯德 拜见侯爷 昌德侯见了那人 笑道 夏侯总兵 起来吧 夏侯德起身来 目光所到 看到曹音身边的韩末 眼中划过一道光 拱手说 这位便是韩副使韩大人 韩末却也知道 燕国与庆国边界 绵延千里 在这条边界线上 共有六处关隘 每处关隘 都设有一名总兵 乃是关隘最高的 军事指挥者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四十集 一样奖励 这六处关隘的总兵 便是号称 燕国军神六英的六位武将 有半数 使萧怀裕从航武之中提拔起来 另一半 亦是就在西北军中的勇将 每一人都是难得的将才 如果说萧怀裕 是边关的一片天 那么这六大总兵 便是支撑这片天的六根支柱 韩莫知晓此人分量不低 倒也不好再马上还礼 所以下马来上前两步 抱拳孝道 正是韩莫 早就听过夏侯总兵的大名 今日终是有幸得见了 夏侯德 颇有些无礼地打量了韩莫一番 才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奔将虽然远居边关 但是却也早就听过韩大人的名字 嘿嘿一笑 嘿嘿嘿 据说韩大人率领不到千奇 翻越骊谷山脉 绕至敌后 冲击骊谷关爱 打开大门 这才打破叛军 此事传到边关 本将得知 当真是好生钦佩 也早就想见见韩大人 这样的少年英雄了 他虽然口称钦佩 但是他那古怪的笑意 却很明显地表明 他的怀疑和不屑 韩莫岂能听不出他话中有话 并不计较 只是笑道 夏侯总兵过奖了 夏侯得也不多言 向曹音拱手 侯爷 天色已晚 末将恳请公主和侯爷 今晚就在云水关歇息一晚 明日末将再派人护送到云河畔 队伍的驻扎地 末将已经安排妥当 曹音点了点头 辛苦了 当下队伍便在夏侯德的带领下向云水关行进过去 穿过广阔的麦田前面便开阔起来 微蛾的云水关下 营帐连绵起伏 其中夹杂着不少土坯砌成的房屋 那些土坯砌成的房屋 大都是聚拢在偏左边 在几十里绵延的营帐中间 显得颇有些奇特 韩莫这是第一次到得边关 尚未靠近 就能感觉到边关行营 那股子肃杀之气 呼得觉得 旁边似乎有一道目光 正定在自己的脸上 偏头去看 正是云水关总兵夏侯德 脸上带着古怪的笑容 正打量着自己 夏侯总兵是否觉得 我这个副使太过年轻啊 韩莫笑问 夏侯德淡淡一笑 转过头去 目视前方 也不看韩莫 嘴中却有些不客气 年少英雄 这天下间虽然罕见 却也不是没有 是想萧帅当年 便是年少从军 建功立业 只不过 这天下孤名钓鱼之辈 想来比年少英雄 要多得多吧 夏侯德的冷言热讽 韩莫根本不放在心里 他倒是很明白 这些西北军中大将 每一个都是功劳显赫 战功无数 骨子里本就有着作为军人的高傲 韩莫帅骑兵翻阅离谷山脉 说起来 那是一次奇迹般的事情 虽然传扬开去 但是相信如此奇迹的人 却并不是多数 大部分人只是觉得 这是朝廷提拔起 韩莫的一个借口而已 其中是大有猫腻 这夏侯德当初听说此事 本就抱有几分怀疑 今日见到韩莫 却是一个年轻俊秀的少年 虽然银甲之下 也显得威风凛凛 但是在夏侯德的眼里 这个年轻人浑身上下 都透着公子哥的气息 如果是就这样一个秀气的年轻人 创造了翻阅离谷山脉的奇迹 他是一百个不相信的 夏侯德今年四十多岁 能够爬到总兵的位置上 一来是萧怀玉慧眼识人 二来也是他自己多年来军功所制 韩莫一个秀气的世家子弟 年纪轻轻 竟是爬到御林军指挥室的位置 而且如今还是和亲卫队的统领 这让夏侯德更是反感 夏侯德并不隐晦的嘲讽 倒是让韩莫清楚 这位总兵大人看起来 倒不是一个心机狡诈之辈 再初次见面便出言讥讽 倒显得这个人比较率直 亦是一个肚子里憋不住话的人 和亲队伍的营地专门画出来 公主与曹音所居之处 虽然算不上奢美 但是在边关却也算得上是不错 韩莫的营房相比之下 就显得寒酸不少 与礼部侍郎宋世青一个档次 这片区域与营地那边 还是隔了不短的距离 也是防止西北军事惊扰了公主 驻军完毕 天色也已经黑下来 边关之处自然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 倒是使团自备了上好的膳食 自己准备了晚餐 胡勇依然是坚持不懈地 在公主营帐外守护 正如云苍蓝所吩咐 他这手下的失明胡勇 一路上还真如同牛皮糖一样 就是粘在双公主附近 保证了出现任何意外 他们都能第一时间出现在双公主的身边 夜幕降临 云水关城头和城下都是火光点点 身处边关那是一刻都不能松懈 在萧怀玉的治下 整条燕国的北方一线 那都是保持着最高的警觉 并不如韩末以前所想 以为边关会很是喧哗 连绵几十里的营寨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安静得很 却也不知是向来如此 还是因为今日公主驾临 所以夏侯德才吩咐 众将士尽量保持安静 骑马巡视了驻扎营地一遍 更是吩咐随行的暗黑立员们全力做好护卫事宜 他一觉得有些疲倦 正要回迎歇息 却远远望见那石屋极具区内火光极亮 而且从那边隐隐传来一阵喧闹声 韩末来时就感觉那片区域有些特殊 只是队伍并未经过那边 并不清楚那里是做什么的 这儿毕竟是边关 西北军有西北军的部署 先前他也是不好多问 就在此时 却见到肖木正领着几名御林兵士过来 显然是在寻营 见到韩末骑马立于营门前 忙上前来参见 韩末望着那片石屋子处 轻声问道 肖副将 我瞧那里颇有些草草 你可知是什么所在 肖木是此番核心护卫队的副统领 隶属于韩末的副手 所以韩末以副将称呼 肖木先是一正 随即才笑道 韩将军 那里是营记所在地 韩末一愣 一时没理解过来 什么地方 营记 肖木重复 是边关将士消遣的地方 韩末这才明白过来 皱起眉头 在他的心中 一直以为边关是金戈铁马 双气纵横 充满着肃杀之气 是铁与血相结合的地方 猛地听到还有营记一说 一时间还真是有些出乎意料 肖木看到韩末的表情 心知韩末并不了解边军的状况 解释道 边关将士 中年镇守边关 精力旺盛 有时候 总要发泄一下 指着那营记聚集区说 那里的女人 都是发配到边关的罪名 发配到边关的男人 便是负责一些粗重的活计 修筑加固城墙 也练修补兵器 搬运器械粮草 女人们 白日里负责一些杂役 洗衣服做饭之类 晚上 便成为营记 韩末听到那边传来的声音 心中竟是一阵黯然 十万代甲将士 说讲出去 倒也是气如山河 威风淋漓 但是 在那雄风之下掩盖的悲哀 又有多少人明白 他心中清楚 整个北线边军营地 这样的地方 不可能是一个两个 营记也是成百上千 且不论其他 只说这一年来 燕国连续陨落数大士家 虽然斩杀无数 但是 却也有很大一部分 发配到边关为奴 那些士家被发配的女眷之中 恐怕就有不少 正沉沦于营记之中 一个家族的覆灭 深藏其后的 是无数的心酸血泪 韩莫明白 一旦韩家在燕国国内的 政治斗争中失败 那么所遭受的后果 也必定充满血泪 韩祖 必定有无数的女眷 会被发配到边关了 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 便是沦为眼前的营记 所以 韩家一定不能输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四十一集 刁难 将军 你恐怕有所不知 见韩莫不懂 向莫解释道 早先的营记 只要将士拿出一些银钱来 便够消遣一番 不过如今确实有些不同 有何不同 大将军在几年前 已经颁布军令 营记并非任何将士 花银子就能够消遣 肖木显然对边关的事情 很为清楚 在军规之中 有一条特别规定 各路军中 营记每月只会开放五次 每六日一次 而且能够消遣营记的 只有那些立下军功 以及在训练中 有极大提高的将士 燕国的边军 统称乃是西北军 最高的指挥者 自然是军神 萧怀裕 西北军分为六路兵马 也就是边界六大关爱的守军 每路兵马 大概在一万五千人左右 延延千里的边关 每一路兵马负责防卫 近两百里的边界线 各路兵马最高指挥者 自然就是总兵 六大总兵 直接受大将军萧怀裕辖制 每一路又设为三军 步军 马军 公军 每一军设一名都指挥使 各军之下 又设数营 每营又设一名偏将统领 营下便是最低的队 各队的最高长官 乃是都尉 每名都尉管辖的兵士 已不过是百人而已 都尉手下 又有小孝 负责协助处理军务 一层一层另行尽职 韩莫听萧木说 营祭每六日开放一次 而且接待的将士还有限制 不由更是奇怪 转头看萧木 眼中充满一丝询问之色 如今没有大的战事 西北军将士通常分成两步 一步进行边关的农活 也就是耕种土地 另一路则进行训练 两步轮流 都是练兵一日 务农一日 萧木说 按照军规 无论是训练还是农忙 只要表现优异 锁步上司便会寄攻再侧 每六日进行一次清查 表现优异次数最多者 限定术 可以进入营祭去消遣一夜 韩莫摸着下巴 这才明白过来 萧怀玉倒是将营祭 当成了一种奖励的方法 虽说营祭们依然摆脱不了 凄苦的命运 但是比起通常意义上的营祭 西北军各路所辖的营祭 因为萧怀玉这个军制 显然要好过得多 而且如此一来 精力旺盛的将士们 要想尝到女人的味道 势必卯足了尽头训练做事 争取表现的优异 也好到了时间 谢谢体内的旺火 听说除了营祭 还有其他一些奖励方法 小母轻声道 能够到营祭屋子里的 都是表现最为优异的将士 表现稍次一些的 似乎还有其他法的奖励 宗旨就是要每一名将士都有干劲 正在此时 却见到不远处的营地 竟是有一小队士兵 赶着四五头肥猪 正往营地深处行去 韩末更是好奇 催马上前往那边持去 营地这边密不透风 护卫森严 双公主的安全无虑 韩末此时却也不担心 他如今倒是感兴趣 西北军的一些情况 都说营怀玉部下的西北军 乃是虎狼之师 对于从未在边关待过的 韩末来说 倒真想了解这批虎狼之师 是怎样的一个生存状态 萧木见韩末 吃马往前面西北军营过去 立刻吩咐几名御林骑兵 跟上保护 韩末吃马 到得那一队兵士旁边 只见二十多人的小队 赶着五头肥猪 见到韩末过来 这些士兵看韩末一身银色盔甲 知道是高等武将 虽然一时不清楚 韩末到底是什么官 但还是停了下来 一起向韩末行礼 韩末骑在马上笑了笑 问道 诸位兄弟 这是要杀猪吗 领头的是一名小孝 上前拱手 回将军 正是要杀了这些猪 煮了吃肉 五头猪 能有多少肉啊 这么多人怎够吃 韩末手持马将笑道 那小孝忙道 回将军的话 这十几头猪 可不是谁都能够吃得了肉 只有那些继了工的 才有资格吃上一顿肉 韩末 吼了一声 显出好奇之色 那小孝见韩末年纪轻轻 心知韩末可能不懂边关之事 笑着解释 功劳策上的名字太多了 前面一批都往那边去消遣了 剩下的尝不了女人的鲜 这猪肉总是要吃一吃的 总兵下令下来 从圈养场那边拉了几头猪 待会儿杀了 炖上蔬菜 混在一起 足够几百个兄弟吃上一顿了 韩末说 这些猪都是你们自己养的 是啊 笑笑得意道 这几头猪还是猪崽子的时候 就是末将领人负责喂养 如今都肥壮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拖出来犒劳立功的兄弟 韩末下了马 跟随着这一对人 赶着肥猪往前行 偶尔动问一两句 显得很是温和 这些兵士一开始见到韩末 倒是有几分敬畏 虽然对方年纪很轻 但是毕竟身着御林军将军的铠甲 身份尊贵 说话时倒也是陪着小心 只是行了一阵 众人见韩末始终带着温和的微笑 而且异常的随和 顿时便亲近不少 说话也就胆子大了不少 咱们这边倒是比较太平的 小孝说 只不过有些时候派出去一些探子 往云河那边去探看一番 若是碰上沁国兵士越过河来 一言不合 少不得就要动一动手了 早些年倒是打得凶 他们死了不少 咱们也折损了好些兄弟 不过这两年沁国人倒是老实了许多 不敢愈合过来 死的人也就少多了 燕庆两国很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但是边界偶尔发生的摩擦 自然也是免不了的 守卫边界 自然是要时时弄清楚对面守军的兵力部署情况 有时候派出按探打探讯息 更多的时候 则是派出一些轻装斥后 了解对面的情况 双方斥后若是碰到一起 自然是刀兵相见 下手不留情 行了一阵 到得一处营地 只见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几百兵士 散坐在营地里 不少人腰中都挂着一只铁饭碗 那是专门用来吃饭的家伙 见到赶了猪来 顿时便有十几人冲上来 一个个兴高采烈 高叫道 爹兄们 杀猪炖肉 都快些过来帮忙 营地中间 已经架起了十几口大锅 锅下柴火也烧得正旺 几百号人都是欢呼起来 一大群人上前了 见到韩墨 也都是恭敬行礼 随即便一起将肥猪拖过去 开膛破肚冲洗干净 便要下锅炖肉 韩墨看到这几百号人 心知 这些人定是如同肖木所说 都是最近表现比较好的军士 继了军功 所以奖励这帮人吃猪肉 人群中 已经有人大笑道 那帮我妈犊子 在那边喂饱下面 咱们弟兄运气也不差 吃饱上面才是正经 吃了肉 接下来几日 咱们有的是力气 好好训练 争取下次去喂饱下面 他话声一落 人群中顿时一阵哄笑 嘿嘿 老侯啊 前两天你在演舞场上 可是连续击败了六个人 就凭那个 既攻测离你就该排进前十位 这次往那边去得有一百个名额 你怎能反倒留下来 和我们吃猪肉啊 又听一人笑道 嘿嘿嘿 小江那小子都快半年没尝过 女人的味道 这一次那是专门向我请求 给他一次机会 所以我便将机会让给他了 反正老子又不愁美女人 这两年老子可是没有一个月少女人的 老侯 那下次把这机会云给我呗 一个粗重的声音 黑黑笑着回应 立刻有人叫唤 我他妈的也有四个月没进那里了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八百四十二集 古气 众人大声说笑着 等着肉熟 韩墨听着这帮汉子的粗俗言语 却觉得 这帮当兵的 还真是士气不差 边关乏味 艰苦的生活 要长期保持士气 还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萧怀玉 以营迹和猪肉为奖励 让军营中始终保持着竞争 有竞争自然也就有了士气 这不比加官进爵 那等有些遥远的赏赐 女人和猪肉 实实在在 对于这帮兵士来说 反倒是更有诱惑力 也更能激发他们竞争的斗志 韩墨站在营外 看着里面兴奋的众人 微笑着摇了摇头 正要上马离开 却听到身后 响起了一个声音 这不是韩将军吗 韩将军军务繁忙 还有闲情意志 到这里来寻查吗 韩墨转过头 只见夏侯德骑着马 在四名骑兵护卫的跟随下 正往这边缓缓行过来 这么晚了 夏侯总兵还未歇息吗 韩墨笑着拱了拱手 虽然夏侯德从见面开始 就处处露出不屑之态 但是韩墨在内心深处 对于这些功劳显赫的边关武将 还是很为尊敬的 每个人的性格总会有缺陷 就像这位夏侯总兵 说话刻薄 而且颇有些一路总兵的傲慢 但是不可否认 大燕国边界的平安 正是这些人 以他们的热血换回来的 夏侯德从马上下来 笑道 今天是论赏的日子 恰好公主又在我云水观歇息 本将心中高兴 倒是睡不着 望着那边的将士们 正在大火炖肉 嘿嘿笑道 韩将军平日里锦衣玉石 自然是瞧不上这大锅炖肉 但是对于将士们来说 这可是好东西 若是没有功劳 他们连这肉也是吃不上的 我西北将士 个个都是骁勇男儿 凭的是本事吃饭 有本事吃肉玩女人 没本事 便躲到帐篷里睡大觉去 韩莫岂能听不出 他话里的讥讽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我大燕将士 果然是铁血之君 非战时期依然士气高啊 总兵大人 果然是统兵有方啊 夏侯德黑黑一笑 猛得高声喝道 嘿嘿 你们这把废物 御林军指挥室 韩将军在此 都不知道过来拜见吗 他这一声喝 如同巨雷一般 营地里虽然很是嘈杂 他这一声 却如同平地惊雷般 惊动了那边 正在说笑的将士 见到夏侯德 众人急忙站立起来 很快便裂成几排 一个个如同镖枪般站立着 韩莫瞧见这帮军士 只是在瞬间就站好队伍 心中暗暗点头 这夏侯德 虽然说话尖酸刻薄 但是从这军事的反应来看 这位总兵大人带兵 还是不错的 夏侯德笑着向韩莫说 韩将军 既然来了 不如一起看看将士们 笔知你们御林军如何 韩莫瞧夏侯德 笑得有些不怀好意 不知这位总兵大人 心中又在想着什么花样 但是对方既然邀请自己 进去看一看 却也不好拒绝 只能拱手笑的 打扰了 两人并肩进了营内 那十几口大锅下面的柴火 依然烧得很旺 从锅里已经飘出了 一阵阵肉香味 你们都看清楚了 这位乃是此番初始庆国的 副始韩将军 夏侯德高声道 韩将军更是御林军 暴徒营的指挥师 乃是京中一等一的武将 去年博州郡作乱 便是这位韩将军 在大东天里翻越了 离谷山脉 绕到底后 打了叛军一个出奇不异 大破叛军 今日韩将军来此 你们能够见到 这位少年英雄 那是你们的福气 韩末带着浅浅的笑 并不言语 众将士面面相觑 这才知道 这位少年将军 竟然就是当初攻破 离谷关的韩末 离谷关的事情 自然是传扬天下 西北将士自然也是知道的 当初 伯州郡夜无两家叛乱 军情传开 庆国人便开始在边关 蠢蠢欲动 西北军严阵以待 知道庆国人 是要找机会往东亲 坚守关爱 不敢放松对边关的警备 萧怀玉当时 也曾准备抽掉一小部分兵力 帮助平叛 只是调兵军书 送到燕京之后 上尉下来调兵命令 离谷关就被攻破 世家联军涌进离谷关内 士气大振 所向披靡 西北军 这才安心守卫疆土 后来将士们更是得闻 离谷关被攻破 乃是少年英雄韩末 在大冬天里 领着不到千人的骑兵团 翻越离谷山脉 这才给了叛军致命一击 此事传开 信者有之 遗者更有之 乃是当初边关将士议论纷纷的一个话题 只是这群将士没有想到 站在眼前的这位年轻人 便是传说中的那位少年 看到韩末秀气的脸庞 不少人眼中已经现出怀疑之色 怎么瞧 这位少年也不是立下那等大功的人物 先前带着队伍赶珠的那小孝 此时才知道 一路上和自己说话的少年 竟然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少年英杰 不由得吐了吐舌头 韩将军 将士们能有这等夫妻见到你 想来都是很高兴 夏侯德笑道 韩将军的勇武之名传遍大言 将士们也是身为钦佩 不如指教将士们一番 也让大家有所场景 韩末笑着摇头 总兵大人客气了 你带兵有方 韩末岂敢提及指教二字 韩将军 大家都是军人 不要语文人那般扭扭捏捏 本将最瞧不起的 便是那些光说不练的文人 嘴巴再厉害有个屁用 到了战场上 还不是比拼谁的拳头硬 夏侯德摸着 河下粗粗的胡须 军人嘛 就得拿出真本事来 那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韩将军 这里的都是我云水路官兵的精锐军士 你若是瞧得上咱们西北粗汉 便出手指导一番 你看可好啊 韩末心知 夏侯德是有心为难自己 淡淡一笑 问道 却不知总兵大人 要让韩末如何指教 本将从中挑选出几名士兵来 韩将军出手 试一试他们的本事 也看看西北军和你御林军 有多大的差别 夏侯德抚须说 韩将军 不会嫌弃他们只是普通军士 便不愿意出手指教吧 他指着队伍前列一人说 他们可都不是闹肿 这个家伙 当初可是手认过十多名清兵 虽然只是都尉之职 但是手底下的功夫是硬得很的 夏侯德乃是凭借着自己的军功和能力 一步一步爬到总兵的位置 对于这一类武将来说 最瞧不惯的 便是靠着家族的能力 加官进爵的世家子弟官员 在强壮高大的夏侯德眼里 韩末显得太秀气 也太弱小 这样的世家子弟 成为御林军的指挥使 倒是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 为御林将士感到一丝不平 他是个胆子极大的人 也不在乎韩末的背景身份 今日就是想在众人面前 让韩末出出丑 打压一下这位 依靠家族上位的 世家子弟的威风 韩末沉吟了一下 缓缓摇了摇头 韩末并不喜欢与人动手的 他此言一出 不少人都显出鄙视之色 夏侯德更是冷冷一笑 心中暗道 果然是一个无能之辈 临阵退缩 丝毫没有军人的骨气 就在众人充满鄙视之际 却见到韩末目光投向一触 随即缓步走了过去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目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四十三集 论兵 营地旁边有一块巨石 也不知是何用途 但显然放在那里已经很久 巨石底部 已经有一部分陷入泥土之中 整块巨石就似乎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一样 韩末在众人鄙视不屑的目光中 走到那巨石旁边 微一沉隐 终是弯下腰 两只手在那巨石上摸了一摸 心知这块石头 怎么说也有三百斤重 一般人还真是搬不起来 众人见到韩末到了石头旁边 一时也不知道 韩末究竟想做什么 目光都集中在韩末的身上 夏侯德摸着胡须 冷冷一笑 心中暗想 难不成这小子 还想移动这块石头 这块巨石重量不轻 就是在西北军中 那也是少有人能移动 若说这样一个年轻斯文的世家子弟 能够移动这块石头 夏侯德那是绝对不相信的 众人一时间屏住呼吸 看着韩末弯下身子 抱住那块巨石 都睁大了眼睛 想看看韩末是不是真有那个能耐 将石头移开 不少人更是做好了笑话的准备 其实韩末心中 还真不愿意在这帮人面前 显示自己的本领 但是夏侯德咄咄逼人 在这么多将士面前 故意刁难 自己若是示弱 反而会叫将士们更为瞧不起 韩氏家族子弟 无能的名胜 想必也会被一些有心人 故意在边关散播 该出手时就出手 既然夏侯德咄咄逼人 韩末道反倒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让这帮将士瞧瞧韩家子弟的本事 军人服气的就是实力 你若是比他们强 在他们心中便会生出尊敬之心 如果自己显示一下手段 让将士们生出一两分尊敬之心 倒也没什么不可以 说不定将士们日后传扬开来 自己反倒能够在西北军中 留下一个好名声 众人只见到 韩末低声吼了一声 正惊奇间 却见到韩末松开手 石头动也没动 韩末站起身了 拍了拍手 又开始绕着巨石转了两圈 随即摇了摇头 韩末这是故意在调动 这些人的情绪 夏侯德和兵士们却以为 韩末这是自成不济 顿时人群中便有人哄笑起来 夏侯德也哈哈笑起来 高声道 韩将军 实在不行 就不要为难自己了 韩末抬起头 望着夏侯德笑道 总兵大人 韩末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可惜这么好的巨石 没能用去修筑城墙 他再不犹豫 双手一抱巨石 这一次那是不敢有失 长生经气尽涌起 身体里充满了家族 世代秘密相传的无穷力量 嘀吼一声 那巨石的根部 竟然缓缓从泥土里面冒了出来 人群中已经传出惊呼声 几乎没有人想到 这个年轻人竟然真的能够搬动巨石 这块巨石的分量 别说从泥土里拔出来 一般的兵士 电视连推也推不动一下子 众目睽睽之下 韩莫竟真的将那巨石从土里慢慢地拔了出来 夏侯德本来脸上那种古怪的笑容 也开始变得有些滑稽 本来一直在抚摸胡须的手 此时却停在下额 忘记了浮动 韩莫并不魁梧的身体 抱着那块巨石缓缓走动 走了十来不远 这才将巨石放在地上 耳后站直身子 轻轻拍了拍手 众人有些发愣 呆呆看着韩莫之时 韩莫已经走到一名弓兵审判 伸出手 温和笑道 借弓一用 西北将士 时刻都处于戒备状态 无论是步兵还是弓兵 武器都时刻准备在自己身边 那兵士见韩莫要借弓箭 急忙从旁边取过自己的长弓 只不过是一旦硬弓 韩莫也不多说 接过一旦硬弓 随即接过对方呈上了羽箭 目光到处 看到不远处树立的一根旗杆 旗杆上挂着一面旗帜 上面写着大大的吓吼二字 在火光之下 那二字显得很是清晰 旗帜亦是在夜风中飘扬 韩莫往后退了十多步 离那旗杆已经很有一段距离 比之边军工兵平日训练的距离 还要远上好几米 万弓搭箭 拉满了弓对准旗杆 韩莫深吸一口气 捏着箭尾的两指 轻轻一松 那羽箭就如同流星一般 直往那旗杆射过去 只听得哒的一声 所有人分明看见 那羽箭正中旗杆之上 更令人惊讶的是 羽箭竟是深入一半 可见这只羽箭射出时的力量 也是令人恐怖的 韩莫连露两手 更是一箭重干 将士们愣了一下 随即有人情不自禁地 叫好起来 射得好 那是工兵队的一名好手 自然是一眼就瞧出 箭术的好坏 将士们 见到这位年轻将军 竟是真的有着不错的手段 一时间纷纷叫起好来 韩莫这才微笑着 将长弓交还给那名军士 笑道 这是一把好弓 夏侯德终是缓过神来 叹道 空未必是好弓啊 只不过 这本领确实真本领 他走上前来 带着微笑 竟是没有顾忌地拍了拍 韩莫的肩头 长者般地说 安将军 讨厌他 没给咱们英国武士丢脸 这才是我英国的将军 夏侯德并不是讨厌 世家子弟 对他来说 他所讨厌的对象 是那些没有真本事 只凭着身世背景 平步青云的贵族子弟 若是世家子弟 有着真本事 他自然也是不会反感 就好像如今的 西北大将军 萧怀裕 那亦是世家子弟出身 但是能力 却是强悍无匹 夏侯德那是敬畏万分的 韩莫露了两手 就如同韩莫自己所料 包括夏侯德在内的 这帮西北将士 对于韩莫的印象 大为改观 先前还以为 这位公子哥式的人物 只是一只小绵羊 此时才发现 是一头凶悍的雄鹰 这些三角猫的把势 不过一人敌的功夫而已 韩莫谦虚的 像总兵大人这般 统帅上万将士 将他们一个个 练得如狼似虎 这才是我大燕 真正的将军 夏侯德哈哈笑了笑 白手说 同兵的门道太过深啊 我只是学会皮毛 凑近韩莫耳边 压低了声音 不瞒韩将军 夏侯德大字不识几个 要看军报 还得贴身纹理给我念出来 我领兵的法子 一来是这么多年 自己慢慢摸出道来 另外呢 也是大将军实时次将 这才有所长进啊 韩莫道也看过不少兵书 行军布阵在兵书上 却也有不少介绍 但是他更知道 自己哪怕读了十部兵书 恐怕都没有夏侯德 打上一两场战争的经验有用 所谓纸上谈兵 那是远及不上这类 上过战场通过铁血拼杀得来的经验 总兵大人谦虚了 二人出了迎战 上马并肩而行 其实韩莫还真想向总兵大人 请教一番统军之道 只可惜明日就要离开这里 时间不允许 当真遗憾 夏侯德笑了 韩将军 如今天下已经开始动乱 我大言迟早还是要与地开战的 你还年轻 要学统兵之道 时间有的是 顿了顿 勒住马 抬头向巍峨的云水关关爱城墙上望去 随即又遥望着连绵的迎战 沉吟许久 终是转世寒末 韩将军 论起用兵 每一名将领 都有自己在将场上的一套法子 有些熟悉水战 有些熟悉丛林战 有些喜欢打山脉地带的战争 有些则喜欢在平原开战 论起战法 有些喜欢伏击 有些喜欢打后勤 有些善于圈围打点 韩莫静静地看着夏侯德 仔细聆听他的言语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844集 孤灯夜影 就在我的麾下 不少将领都是各有奇才 有的善于运用骑兵突击 有些则喜欢用弓兵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才能 不少将领都能充分利用 所处环境的地形和气候 做出正确的军事判断 夏侯德看着韩莫 平静道 当年我出从军事 只是知道勇猛杀敌 也不知道这些套路 但是日子久了 慢慢就熟悉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苦思如何在山地 进行骑兵作战 恰好被大将军发现 夸赞我知道上进 最后却告诉我 一个真正的将领 知道如何用兵 自然是不可或缺 但是更为重要的 却是知道如何用人 更要知道 如何让手底下的弟兄 另行禁止 号令如意 韩莫听夏侯德如此说 反倒开始对这位夏侯总兵 生出几分好感 之前夏侯德给他带来的不快 早就烟消云散 这夏侯德虽然位居一路 总兵的高位 但是却并没有多大的架子 而且性情倒也算是直率 之前还对自己满怀不懈 自己显露两手 这位总兵大人的态度 立刻变改观 显然是个重视 真才实学的将领 此时更是毫不犹豫 将自己的通秉心得说出来 确实不是心机狡诈之辈 夏侯德沉吟了一下 才问道 韩将军 依你之见 该如何让手底下的兄弟 拧成一股绳子呢 你可要知道 这些可都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猪也不是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都有自己的性情 有自己的抱负 他们的家乡分属大烟六郡 各有各的习惯 让上万乃至十几万不同的头脑 凝结在一起 合成一个拳头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韩莫微微点头 正如夏侯德所言 真正的统兵 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 另起一挥 手底下的将士都是奋勇向前 大家都是唯命侍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一个士兵就是一个头脑 一个士兵就是一个性情 如果只靠那些森严的军规 来约束这无数的头脑 绝无可能让这些人从心底里 真的团结在一起 无论进行什么战争 无论运用什么战法 首要一点 自然是要麾下的将士同心同德 保证军令能够畅通无阻 否则一位将领 即使有天才的战术头脑 却不能让手底下的将士同心同德 那么再好的战术 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实施 夏侯德几句话 却是点出了用兵的根本 韩莫深以为然 韩莫愚昧 还请总兵大人指教 韩莫拱手 夏侯德微笑道 其实说白了 一个将军 要让自己手下的将士听号令 就必须要让自己手下的将士们 吃饱饭 他抬起手 摸着粗粗的胡须 如同大将军 当初对我交代的那八个字 那八个字 讲法分明 任人为财 夏侯德凝视韩莫 一字一句 韩莫向夏侯德 讨教了一番治军之道 便其分手 自毁使团营地 营地处已经是万籁俱敬 队伍中有公主和昌德侯 这两个重要人物 众人自然是不敢出声惊扰的 一路之上 昌德侯曹音都是显得很平静 队伍的护卫工作是韩莫负责 其他琐事则是交给礼部侍郎 宋世青打理 曹音倒是清闲得很 营地内 一支又一支巡逻队 在并不是很宽阔的营地来回巡视 虽然处在西北军的势力范围中 使团的护卫工作 却是没有一丝怂懈 回到自己营帐 却见到营帐外一个人影 正在来回走动 似乎在交集等待什么 见到韩莫骑马回来 那人影已经匆匆上来 恭敬说 将军 你回来了 韩莫下了马 看了那人一眼 却是负责双公主膳食的傅郎中 点了点头 将绝影拴在一旁 这才问道 傅郎中 你在等我 有何事情 傅郎中脸上显出忧虑之色 凑近说 将军 有件事 卑职想了想 还是要向你禀报 韩莫看傅郎中的神色 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 不由皱眉 什么事情 傅郎中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 将军 公主刚出京的时候 每日里还能吃些东西 这一路上行下来 每日所食日渐减少 今日杯子送了三次饭食 可是 公主只喝了小半碗粥 这样下去 只怕公主金汁支撑不住啊 韩莫文言 立刻吃的 这事你怎么不早说 傅郎中忙到 卑职前日倒是向侯爷禀过 侯爷也去了公主那里劝说 卑职以为侯爷既然亲自劝说 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这两日非但没有多吃 反而吃得郁家的少了 卑职想了想 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事 卑职也曾向宋大人禀过此事 只是宋大人不敢去劝说 卑职身份卑微 更是没资格劝说公主 所以思前想后 只能来禀将军 将军 你可要想个法子 若是公主再不饮食 这身体是真的受不住啊 韩莫忍不住身腿 踢了那傅郎中一脚 骂道 混账东西 现在才告诉我 公主若有差池 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匆匆接下刚拴好的马枪 二话不说翻身上马 直往营地中间的公主营帐 飞驰过去 他是护卫统领 一路上自然是畅通无阻 很快便来到公主营帐外 公主所在的营帐 倒也豪华得很 宽阔巨大 云苍蓝手下的胡勇 就在营帐四周守卫 肖木安排的御林兵士 也是严厉戒备 见到韩莫过来 早有一名御林兵士 上前来牵住了马 韩莫翻身下马 便要往公主营帐中 直接进去 但终是冷静下来 在帐前恭敬道 陈韩莫 求见公主殿下 帐内没有声音 只是很快帐门掀开 一名宫女从里面出来 看到韩莫屈身行礼 轻声道 韩将军 公主让你进去 韩莫点了点头 进了帐内 这帐篷倒像一个巨大的房间 里面摆设齐全 桌椅具有 桌子上点着油灯 韩莫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桌边发呆的小霜儿 小姑娘已经卸去了凤冠霞 穿着一身宽松的衣裳 坐在孤灯下 手撑着下巴 呆呆地看着桌上 跳动的油灯 韩莫并没有立刻上前 从侧面看着小公主 就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小丫头比上一次见面 要瘦了不少 那个娇小的身躯 在孤灯之下 显得异常的冷漠孤单 韩莫心中叹了口气 生出怜爱之心 缓步上前 拱手道 公主 双儿转过头来 孤灯之下 看到了韩莫那张清秀的脸庞 本来毫无光彩的脸上 顿时显出一丝欣喜 正要喊 莫哥哥 却瞥见韩莫身后的宫女 于是挥手 你们先下去吧 等到帐里的两名宫女都下去 双儿才站起身来 看着韩莫 眼眶竟然有些泛红 莫哥哥 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呀 韩莫无奈地笑了笑 公主 你是君 我是臣 使团之内 人多眼杂 我实在不好太过靠近的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四十五集 这是姑姑的戒指 公主 你是君 我是臣 使团之内人多眼杂 我实在不好太过靠近的 双儿让韩莫坐下 韩莫犹豫一下 终是在桌边坐下 看着双公主 叹道 傻丫头 怎么不吃东西啊 饿坏了可怎么办 双公主可怜巴巴地看着韩莫 莫哥哥 我想父皇了 还想姑姑 韩莫心中苦笑 柔声道 他们此时 也一定在想着你 双公主在韩莫对面坐下 看着韩莫 莫哥哥 我们出京很多天了 还要多久才能到上京城啊 咱们的速度比预期的还要慢 韩莫说 出了燕京到达如今的云水关 已经耗去了将近十日 进了庆国境内 少说还要十日才能到达吧 双公主悠悠道 那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就不会太长了 看着这个小姑娘 承受着远超她年龄所能承受的压力和痛苦 韩莫怜爱之心更胜 摇头道 公主 你莫想太多 双公主看着韩莫 奄然一笑 在孤灯之下 依然是秀美无比 韩莫沉吟了一下 四周看了看 又看了看双公主 终是压低声音 双儿 莫哥哥有件事情要对你讲 双公主眨了眨眼睛 问道 什么 韩莫轻声道 在燕国境内 使团一路顺风 这倒并不是什么奇事 只不过 明日就要渡过云河 进了庆国境内 是非就要多起了 恐怕路上的行程 也不会安宁 双公主摇头 双儿不怕 有莫哥哥保护 谁也伤害不了双儿 眨了眨眼 轻轻笑道 莫哥哥 你莫要忘记了 我身上还穿着你送给我的衣裳 那可是神仙所赐 有他在身上 谁也伤不了我 韩莫会心一笑 很快脸上就严肃起来 声音更是压低 双儿 莫哥哥现在要和你说的 乃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你一定要记清楚 不可忘记 双儿见韩莫一脸严肃 知道必定不是一般的事情 很乖巧地点了点头 韩莫站起身来 缓步走到双儿的身边 凑近他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话 双儿的神情顿时显出吃惊之色 等韩莫站直身子 他才失声道 这怎么可以 韩莫立刻将食指放在嘴边 嘘了一声 双公主捂住嘴 瞪大眼睛 情绪稍微平复一些 才摆摆手 声音如同蚊蚁一般 莫哥哥 父皇让我嫁到庆国去 是为了我大焰子鸣考虑 若是父皇知道 我违背了他的意思 他一定会很伤心很伤心的 韩莫心中叹气 这小丫头在大师大妃之上 还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 并不因自己个人的安危 而影响了国家打击 韩莫弯下身子 低声说 公主 这都是圣上的意思 我们只是按照圣上的旨意行事 事到如今 也只能撒一个善意的谎言了 可是 小公主脸上 物字带有一丝怀疑 临行之前 父皇让我在庆国 要好好保重自己 并没有提及此事啊 她虽然年幼 遇事不多 但却是冰雪聪明 只觉得其中颇有些诡异 不合情理 韩莫叹了口气 这小丫头还真是死脑筋 她从身上取下一件事物 放在掌心 凝视着小公主 双尔 你可认识这个 这是姑姑的戒指 双尔看到韩莫手掌中的事物 立刻认出来 韩莫微笑点头 收起了事物 双尔充满疑惑 低声问道 莫哥哥 这戒指 是姑姑一直戴在手上的 怎么会在你手里 姑姑 为何要将这戒指送给你 韩莫微微笑 既然双尔一眼就认出 这是秀公主的戒指 那么就证明这确实是 秀公主的贴身职务 亦是皇家内院的宝物 那夜 秀公主与韩莫商议 真假公主互换的计划 韩莫虽然心中 也赞同秀公主的计划 更是愿意出手相救小公主 但是她却不得不防备 这是秀公主设下的一个圈套 她必须考虑到后果 虽然她很想救出小公主 但她也同样要保证 家族的安危 不要受到威胁 若是如秀公主所说 只是想救出双公主 然后通过周密计划 倒是有八成把握 能够将真假公主 在途中调换 但是韩莫还是要考虑 这是不是秀公主 设下的一个局 秀公主太聪明 而且是皇族的人 虽然韩莫感觉到秀公主 确实是真诚的 但是她却还是要以防万一 必须要做到严丝无缝 在她那夜犹豫之时 秀公主看出了她的顾虑 也看出了她的心思 秀公主却也能够理解 韩莫的谨慎 毕竟涉及到家族的安危 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安全 而是整整一个家族 成百上千人 所以秀公主表现出了 自己的真诚 拿出了这枚贴身戒指 这只戒指 等于是一件信物 蒙约的信物 一旦事情败露 这枚戒指 也就可以证明秀公主 参与到了这次计划当中 毕竟 以秀公主的能力 除非自己亲自拿出来 否则 没有人能够从她的身上 取到贴身职务 这一枚戒指在手 也就保证了秀公主 不会泄露此事 两人在这次计划之中 也就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从秀公主手里 接过这枚戒指之时 韩莫不得不承认 这位女子确实很有魄力 而且她也确实深爱着 在她照顾之下 长大的小公主 正如秀公主当夜所言 皇家女子多悲哀 已经有太多的皇室中人 陷入了痛苦的生活之中 她不愿意看到 这个小姑娘 继续沦为皇室的一件牺牲品 她能做的 只是冒一次险 赌一次搏 让这个小姑娘 过上新的生活 收起戒指 韩莫又从身上 取下一张便尖 递给双公主 双公主接过便尖 上面出现的 是姑姑那熟悉的笔迹 一切听韩莫安排 韩莫从小公主手里 收回便尖 小心翼翼收好 这才压低声音 这是圣上的旨意 吩咐我与秀公主秘密安排 你不相信我的话 总该相信秀公主的话 顿了顿 温柔一笑 圣上心里疼着你 自然不愿意让你远加他过 小公主沉吟了一下 眼中终是显出兴奋之色 用力点头 莫哥哥 我一直相信你的 韩莫呵呵一笑 既然听我话 那就要吃饭 饿坏了身子 什么都做不成了 小公主此时心情已是大好 向外叫道 快来人 我饿了 拿东西来吃 向着韩莫奄然一笑 璀璨夺目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目 下集更精彩 146集 诗里 云河 是一条自东向西的河流 属于东海支流 绵延好几百里 河宽且深 就在云水关外二十多里处 河水并不湍急 缓缓流动 和亲队伍清晨出发 指行了各把时辰 便已经赶到了云河之畔 看到了河上那一座宽大的石桥 云水关总兵夏侯德 亲自率领一队人马 将使团送到了云河之畔 在河边停下来 抬起马鞭 指着河上的石桥 向昌德侯与韩莫说 侯爷 韩将军 这里是云河桥 已经有许多年到了 主要是为了方便商人的往来 近百里的河段 只有这里一座桥 过了这座桥 就是庆国的地界了 这一条桥的两端都设了关卡 也都有石头搭建成的高高瞭望台 往来的商人 在进入对方土地之前 先要在这河边接受第一次的盘查 只是今日使团过河 石桥两面都暂时封锁住 不许任何人通行 一路上 只在公主大马车附近转悠的云沧蓝 此时终于持马上前来 望着河对岸 似乎在等着什么 贵国自诩礼之邦 只可惜今日实在太过失礼 夏侯德看见云苍蓝 自然知晓 他是庆国方面的官员 嘲讽道 我大燕公主 都已经到了云河边上 你们庆国边关的官员不来迎接 难道还在那睡大觉 韩莫在旁听道 不由玩耳 这夏侯德还真是本性难感 动辄就会说上几句 尖酸刻薄的话 按照正常的规矩 大燕国的公主进入庆国之后 乃是要成为庆国的太子妃 庆国边关方面 必定要在第一时间 派人前来云河边迎候 云苍蓝眼中望着河对岸 脸上也显出一丝不悦 但还是淡淡说 云水关离云河不过二十里 我庆阁南武官离云河 却有四十多里 总是要慢些的 他口中这样说 心中却另有其他的想法 庆国方面 军权几乎都是集中在 商中离的手里 就如同燕国的萧怀裕一样 牢牢掌握着举国精兵 南武官的首将 倒是商中离一系的将领 但是却并非南武官唯一说话的人 庆国的皇后这些年来全是日重 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 眼看后党日益壮大 庆帝却视若无睹 一来是沉迷于酒色之中不能自拔 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位庆国的皇帝 竟然有怕老婆的毛病 说的具体一点 便是这位皇帝很惧怕皇后 皇后提出的事情 通常情况下 这位皇帝都是浑浑噩噩的同意 后党在朝中最大的敌手 无疑就是商中离的军方力量 从某种角度来说 后党的构成主要是文官系统 而商中离一派自然是武官系统 虽然武派有着强大的军队 但是商中离一直以来 都是强烈遏制武将们的冲动 谁都知道 虽然皇帝昏庸 但是商势一族对于皇帝的忠诚 那却是无可撼动的 百年之前 大齐外戚李氏篡夺皇权 手下最勇猛的将领 就是商族中人 立国之后 李氏一族对于商家 那是恩宠有加 而商氏一族对于皇帝的忠诚 那也是经受得住考验 百年以来 商族蒙受着李氏皇族的恩宠 一直是庆国最主流的家族 而商中离脑海中 更是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 哪怕他的皇帝再是无能 却也毫不动摇他对皇帝的效忠 文官系统 控制着朝中各个枢纽 也就等于后党在朝堂上 有着强大的势力 但是面对着手握重兵的商中离一派 后党却也不敢太过嚣张 商中离的存在 让后党并不能左右所有朝中的事情 更不能左右整个庆国的权势 这自然让后党视商中离为眼中钉 肉中刺 只从后党宁可国家遭受两面夹击 也要破坏燕庆和谈 以此来制死商中离 就可看出双方对立态势的火热化 商中离手握兵权 一直是后党的心腹之急 庆后终于想出一个法子了 通过枕边风 终于让皇帝颁下一道新的旨意 庆国增设了一个新的衙门 安军部 安军部虽然带着一个君字 却并不是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衙门 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由文官构成的新衙门 但是他们参与的事情 却又是地地道道的军方事务 安军部的最主要职责 就是从里面派出文官进入军队 成为军中的一份子 然后干涉军方事务 按照新出台的军制 三千人以上的建制部队 都会有一名安军部官员 他将担任军方将领的副手 名义上是要协助军方将领处理军务 实际上却是彻彻底底的监视军队 这一类从安军部出来的官员 也是有着等级划分 辖制三千人以下的将领身边 安军部官员称为安军卫 五千人以下编制的称为安军都 而辖制万人的总兵 以及武将身边则是安军使 而且军制规定 只要是调动五百人以上的军事行动 必须要由武将和身边的安军部官员 联名军令 否则便是善调军队 属于谋反之罪 这样的旨意下达后 军方哗然 无数的沁国军方将领 都感到了这是一种极大的耻辱 让一群不学无数 毫不通晓捅兵之道的文人们 来军中掣肘事务 这实在是对武将忠诚的一大亵渎 为此 军方有无数的将领连名尚书 要皇帝收回这道旨意 只不过 他们的皇帝在庆后的蛊惑下 将那些军方将领的折子一一打回 更是毫不留情地传下话去 天子乃金口欲言 既然下了旨意 就要照着旨意办事 否则便是抗旨 毫无疑问 庆国皇帝的权威 比起燕国皇帝 那是要强出太多 将领们无法平息地怒火 最终被商中黎的一道军令压了下去 以忠诚为自己理念的商中黎 接受了这道旨意 允许了安军部的存在 安军部虽然至今只存在了三年 但是这三年来 从安军部派出的官员 已经遍及庆国军方的各个角落 虽然他们是庆国军方最厌恶的角色 但是毫无疑问 这些人已经成为混入米粒中的沙子 让军方处处受到掣肘 庆国的斗争 如今不但是朝堂上的文武之争 即使是在军队之中 也上演着激烈的文武之斗 庆国表面上看来 依然是中原最强之国 依然是地大物博 依然是繁华昌盛 但是骨子里却已经腐烂不堪 充斥着无数的弊端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四十七集 黑色骑士 云河对岸的南武官 总兵是商中黎麾下的战将 但是在他的身边 还有一名安军使 这名安军使 便是后党为了专门渗透军方 而建立的安军部出来 那是绝对的后党中人 如今公主已在云河边 庆国方面 却没有人到对岸迎接 在礼数上 已经是做得很不周全 云沧蓝心中虽然很恼怒 但是在燕国人面前 他却不能不撑住 他心中很清楚 后党一派 并不想燕庆和亲 不希望看到燕国的公主 嫁到庆国 所以南武官的安军使 必定是从中作梗 迎接的队伍 才至今伟道 曹音是燕国正使 一路上 他都是显得很平静 但是此时此刻 他那秀气的脸上 也危险不快之色 瞥了身旁的云沧蓝一眼 淡淡说 本侯并不是一个难说话的人 但是贵国迎接队伍至今为止 云大人却以一句路程 有些远为借口 本侯却有些介意 云沧蓝心中暗暗叫苦 拱手说 侯爷 此时回头 沧蓝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曹音轻叹一声 我大燕公主金枝玉叶 若是没有人来迎候 大燕公主是不会过河的 顿了顿 又说 云大人 本侯劝你还是先派个人回庆国 一路通传下去 若是这一路的迎候事物做得不好 那丢的不是我大燕的脸面 而是你们庆国人的脸面 云沧蓝苦笑一下 只是抱了抱拳 并不说话 连上夏侯德带来的人马 上千人的队伍 此时就在云河边静静等着 并不过河 好在等候的时间没有太长 片刻之后 遥望见对岸一马平川的空旷大地上 出现了一对人马来 并没有打着旗号 瞧来人的阵势 却也并不大 韩莫眼力极好 桥内一支队伍最多也不过二十多人而已 马提声声 这一支队伍很快就到了石桥对岸 当先一人却是穿着一身文官服饰 身形烧炮 后面跟着二十多名身着盔甲的兵士 这些兵士都佩戴着大刀 阳光之下一甲鲜亮刺眼 核宽一百多步 双方遥遥相望 韩莫看着对方来人 瞥了云苍蓝一眼 能笑的 云大人 本将现在还真是有些好奇 你们的人是要来和我大烟打仗 还是要来迎接公主啊 没有仪仗队倒也罢了 来这么点人倒也罢了 我只是想不通 既然来迎公主 何须如此全副武装 使团队伍不少人 已经开始窃窃私语 更有些人脸上显出愤怒之色 人倒是来了 可是这么点人 而且没有半点迎候队伍的姿态 这让燕国人心中都大感不快 只觉得庆国人实在是太过无礼 礼部侍郎宋世青也到了桥头了 见到对方的阵势 连声道 太势力 太势力 庆国人搞什么鬼 云苍蓝这次也终于冷下脸了 正要催马上前 只听对面的文官高声说 本官乃南武官安君使秦司 特来迎候燕国公主 云苍蓝已经催马上桥 沉声道 秦大人 连总兵为何没有过来 安君使秦司立刻接话 是云大人吗 连大人染了风寒 卧床不起 实在是来不了 所以本官才亲自来营 随即下道 诸位 不要嫌弃我们的阵仗小 关爱那边已经摆下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绝不会大骂公主的 草阴微皱眉头 忠实举起手 向前挥了一下 示意队伍开始过河 韩默却已经催马上前 绝影就像一道利剑一样 从石桥上划过 眨眼间便到了石桥另一头 在安君使秦司面前勒住了马 秦司正骑在马上 豁然见到一名银甲武将飞驰过来 吃了一惊 他坐下的骏马 显然对绝影生出了畏惧之心 不安的嘶叫几声 往后退了几步 韩默在马上凝视着秦司 只见这名安君使 不过四十岁上下年纪 细皮嫩肉 倒也看得出来是没有经历过 军事训练的文人 只不过 这位官员的脸色有些发白 那是一种很不自然的白 眼神也有些闪烁 似乎有什么心事一样 秦司身后的二十多名骑兵 坐下都是极飘悍的骏马 飙肥腿长 这些骑兵亦都是魁梧健壮 身上的甲昼显然也都是精铁所致 在阳光之下颇有些刺眼 韩默突然从石桥上冲过来 秦司固然吃了一惊 他身后的这群骑兵 却都是将目光瞬间集中在韩默的身上 这一群人显然是训练有素的兵士 毫无慌乱之色 一道道冷丽的目光直钉在韩默的脸上 韩默神色平静 他的眼睛本就明亮无比 一旦冷峻起来 便是异常的犀利 钉在秦司的身上 很平静地说 请你们下马 秦司皱起眉头来 韩默见对方并没有下马 又重复了一句 下马 这一次那是连请字也免了 秦司拱了拱手 听说燕国护卫队的统领是韩默韩将军 阁下便是韩默吧 韩默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只是淡淡说 公主要过河 你们还不下马迎后 冷冷一笑 骑在马上 让我大燕公主如何过河 本将护卫公主的安全 更要保证公主在庆国境内 享有她必须拥有的一切理解 秦司张了张嘴 似乎要说些什么 终究是没说出话了 瞧见云苍蓝也已经持马过了 他最终还是翻身下马了 身后那些骑士也互相看了看 也终于翻身下马 队伍终究是踏上了石桥 如同一条长龙一般 从石桥上穿过 夏侯德率领的一百多名骑兵 则是留在了南岸 巨都翻身下马 看着和亲队伍 踏上庆国的土地 全都单膝跪下来 骑声道 公主一路保重 上百名西北剑儿的声音 如同雷鸣 为他们的公主送行 队伍过了桥 云苍蓝已经到了秦司身边 看着秦司问道 秦大人 连总兵什么时候病的 有两日了 秦司脸色有些不好看 依然是异样的白 军中的大夫也看过 据说是操劳过度 又染上风寒 所以要歇上几日 昨日得到消息 燕国使团今日便要入境 连总兵本来还要亲自来营 只不过身体太虚弱 全身发冷 所以是本官劝他不必过来 让他好好歇息 我亲自来营救市 云苍蓝皱了皱眉头 看着队伍从旁边过去 又看了秦司一眼 才淡淡说 秦大人的身体好像也不好 这天还不算太热 秦大人的额头却流了不少汗 秦司一正 随即干笑两声 目光闪烁 从袖中取出手帕 往额头上擦了一擦 忽然看到那豪华大马车 从前面不远过去 问道 云大人 车里便是燕国的公主 云苍蓝瞥了秦司一眼 并没有说话 只是一斗马将跟上了队伍 秦司看着云苍蓝过去 眼中划过怨恨之色 却听身后一名骑兵 已经沉声道 秦大人 我们也该跟上了 秦司回头看了那骑兵一眼 点了点头 这才翻身上马 领着手下的一群骑兵 跟在了队伍的侧翼 石桥南岸的夏侯德 看着队伍慢慢远走 这才起身来 望着远去的队伍沉默了一阵子 才翻身上马 调转马头 领着部下的骑兵 往云水关返回 燕庆两国云水关一带 便是以云河为界 云河往南二十多里 是燕国的云水关爱 往北进五十里 才是庆国的南武关 十八级左翼方向有异动 云水关爱和南武关之间 竟是空出了七十里的无人地带 其实这也是历史史然 在大齐国时期 并没有云水关的存在 那时的云水关 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少卡而已 平时的武平郡和吴郡 是以庆国如今的南武关为界限 实际上 这无人区域的七十里地 在大齐国时期 是属于吴郡的辖境 燕武王当初平定燕帝六郡之时 第一个拿下的 便是吴郡之地 在拿下吴郡之后 就考虑到 如果庆国出南武关 进攻吴郡的话 一马平川 吴官可守 到时候 吴郡便岌岌可危 所以毫不犹豫地下令 在当初那少卡的基础上 修筑关卡 当时 庆国方面正忙于平定北方 无暇东顾 倒是让云水关很快修筑起来 虽然比不得如今的 巍峨磅礴 但也确实构筑了 一道坚固的关案 也正是因为燕武王的这个命令 后来进攻庆国失败 败退之后 才能凭借云水关 抵挡住了庆军的反扑 庆国固有南武关 那里有着地利之险 自然不会再往前推进 修筑新的关案 一来是金钱上的考虑 往前推几十里 修筑新的关案 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绝不是小数目 二来也是因为地势的原因 自云水关至南武关七十里地 都是一马平川的空旷之地 无险可依 是为了多出几十里地的辖境 花费巨资 在空旷的原野上 修筑一道新的防线 还是以中原有的南武关 空出一片土地来 庆国人选择了后者 所以中间也就空出了七十里的缓冲区 以云河为界 一分为二 双方的赤后 也就活跃在这七十里地之间 时常发生摩擦 一旦碰面 通常而言都是毫不犹豫的 消灭对方的赤后部队 和亲队伍此时 就在这七十里的空白区前进 虽然有着近千人的队伍 但是苍茫大地上 这支队伍还是显得很为渺小 过了河 行了将近二十多里地 已是到了正午时分 天上阳光也异常耀眼 时至七月末 天气已经热了起来 大队人马都是一甲在身 已经感到了炎热 安军使秦司 领着手下二十多起 跟在队伍的侧翼 不知道是因为体型烧胖怕热 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这位安军使大人的额头 一直往外冒汗 他骑在马上 一路上却是不停地拿着手帕 擦额头的汗水 韩莫回过头来 看到这位安军使大人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不由皱起了眉头 宋世卿催马上前来 向曹音问道 侯爷 还有二十多里地 估计还得割把石柴 咱们是不是歇下来 让公主和大伙吃些东西再走啊 曹音想了想 才说 给公主送些食物 其他人到南武关再修正吧 宋世卿点头称事 正要下去 就在此时 一起快马飞驰到韩莫身边 这名骑士并没有穿铠甲 只是穿着黑色的禁衣 面上照着面具 一看就是随对而来的暗黑丽园 此行随同前来的 也有将近二十多名西花厅暗黑丽园 都是混杂在队伍之中 清一色都是照了面具 大家也都能理解 暗黑丽园干的是暗黑事务 绝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 以面具遮掩住面孔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大人 有情况 那人低声道 属下刚才发现 右翼方向有不明人物出现 韩莫皱起眉头 问道 看清楚什么样子 只是出现一下便退下了 立元禀道 不过骑着马 进入沁国境内 已经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属下并不能确定 但是刚刚这伙人又出现了 属下看得清楚 这一次他们有三骑 在右翼方向出现了一下 但是很快便退了下去 韩莫向右翼方向望去 在很远的地方 有一片小土坡 并无异动 今日 两边都知道 燕国公主 要从云水关前往南武关 为了安全起见 担心往来商旅 会有奸细刺客一类的人物 所以两边的关卡都封锁住 不许人出关 这也导致了七十里的空白地带 罕无人烟 只有和亲使团的队伍 这一支人马 韩莫微微握了握拳头 他可不相信在这片区域里 埋伏着大批的军队 燕国的护卫队 有八百人之重 而且都是燕国一等一的御林武士 想要在这一群武士的保护下 伤害公主 敌人至少需要两倍以上的兵力 才有可能尝试一番 可是 有谁敢明目张胆 在这里率领军队 来袭击和亲使团呢 正在此时 肖木已经尺码过来 低声禀道 大人 左翼方向移动 韩莫冷冷一笑 吩咐道 王两翼派骑兵之后探一探 本将还真想知道 谁有胆子在这里动手 虽说燕庆魏三国 有无数的势力 想要破坏这次和亲 但是 又有谁敢光明正大的 在此埋伏呢 谁又能够在这里 集结军队 肖木领命 正要派出赤后 往两翼打探情况 却听到有人已经叫起来 有敌人 所有人已经看到 队伍的两翼 忽然间同时冒出一队人马来 距离还很远 但是韩莫却隐隐看得见 这群骑兵 如同黑色的幽灵一样 出现在天边的地平线上 阳光之下 土坡之上 一队骑兵子又一出现 这些骑兵 都是骑成着黑色的骏马 身着黑色的幽灵般的 黑色骑士 从队伍的两翼突然出现 但是整个队伍却异常的安静 并没有因为陡然出现的敌情 有丝毫的慌乱 和亲队伍的组成 是八百名训练有素的御林将士 另有一部分 则是混杂其中的暗黑立员 这些都是燕国一流的精锐人物 自然不会因为意外的到来 而有所慌乱 剩余人员 除了四十名陪嫁的宫女太监 其他的 则是随同前来的一些礼部官员 太监宫女 那也是燕国精心挑选的内功精锐 心理素质很强 真要说起来 反倒是礼部的一群官员 心理素质稍微差一些 但是 在强大的护卫队保护下 他们自然不会生出惬意 而最重要的原因 却是对方出现的人马实在不多 两亿加起来 最多也就二三十骑人马 虽然一个个看起来诡异得很 但是这股小骑兵放在燕国护卫队的眼中 实在是太过弱小 哪怕对方一个个都是强大的武者 但是面对着近千人的御林精兵 他们就如同狮子面前的一头狼崽子 很难看出 他们能够兴起什么风浪了 两亿的黑色骑士 并没有往这边冲过了 隔着徐远 远远地望着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曹音 终于停下马来 整个队伍也跟着停下来 苍穹之下 如同一条长龙 静静地折伏在大地之上 大人 咱们是否迎上去 肖木骑马跟在韩墨身边 目光锐利 手按在刀柄上 遥望着远处的黑骑 低声问道 韩墨目光并没有落在那群黑色骑士身上 却是四面看了看 判断除了这群黑色骑士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伏兵 在这空旷大地上 埋伏着几十人甚至百把人 韩墨并不奇怪 但是如果陡然出现千人以上的大规模军队 那么韩墨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确定 这是一场大阴谋 你说他们会是刺膏 韩墨摸着下巴 遥望着远处 冷笑道 如果说这几十个人 便想伤害公主 那无疑是吃人说梦 他们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 肖木说 大人 我御林骑士都是以一当时的勇士 对方没有三两倍兵力 绝对不敢来这里 韩墨淡淡笑道 哼 说的有道理 吩咐他 跳梁小丑 不必理会 抽两队骑兵护住两翼 继续赶路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四十九集 弟兄们 准备抓老鼠了 肖木立刻从后队调出骑兵 就如同保护甲一样 护在了队伍的两翼 队伍继续前行 两翼远方的黑色骑士 竟然很诡异地 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行 倒像是和亲队伍派在两翼 负责警戒的赤后骑兵一样 人们虽然并不言语 但是不知不觉中 却是对两翼的黑色骑士 产生了好奇之心 对方既不退去 又不过来 只是跟着队伍游荡在两翼 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究竟是谁的人 是不是亲国方面的人马 南武官安军使秦司 看到两翼游荡的骑兵 脸色更是有些泛白 额头的汗水更是不停地冒出 那张手帕因为连续擦拭汗水 竟然已经湿透 就似乎是对那幽灵般的骑兵 有着某种恐惧之心 秦司领着自己手下骑兵 一个劲地往公主所在的大马车靠 谁都知道 公主大马车附近 才是整个队伍最安全的地方 靠近公主的大马车 才会保证自己会更安全 看着秦司惊慌知错 脸色苍白的样子 更见他往大马车旁靠近 寻找着最为安全的地方 燕国人顿时都鄙视起来 这个文官胆小怕死 毫无领兵的霸气 也不知道他凭借什么 随着云总兵镇守边关 有些御林兵士心中甚至想到 如果庆国的边关都是这样贪生怕死的人在镇守 那么我大燕只要挥军北上 恐怕他们掉头就跑吧 只不过秦司靠近大马车 护在马车边上的胡勇却已经做出手势 让秦司和他的部下不要靠得太近 胡勇是燕国盛将商中黎贴身卫队成员 人数极少 每一个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据说整个庆国胡勇也不超过两百人 十名胡勇前来燕国 来时是为了协助云苍蓝保护西河王义的安全 如今返回却是保护双公主的安危 所以哪怕是秦司这些庆国人靠近 胡勇依然是戒备严密 禁止秦司太过接近 他们是商中黎的卫队 说句不好听的 对于商中黎的忠诚 甚至超过对庆帝的忠诚 商中黎将他们交给云苍蓝 云苍蓝又吩咐全力保护公主的安全 他们自然是奉为荆轲玉律 一根筋的执行者 秦司虽然是边军的安军使 可是这帮胡勇却不会管他是谁 秦司虽然有些不愉快 但是也没敢靠得太近 离着一些距离 即使是这样 却也能够身处在队伍的中心 处于最安全的区域 从后面上了一起 迟到韩莫身边 乃是戴着面具的暗黑丽园 压低了声音 大人是不是派人过去除掉他们 他的声音虽低 却很是清脆 虽然披着黑色披风 但是被黑衣勾勒的身形很是苗条 曲线优美 混杂在队伍里 一路上不少御林兵士 总是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到他的身上 只可惜 虽然能够见识这位女性暗黑丽园的苗条身材 却是看不到被面具掩盖的脸庞 很多人心中早就猜想 有如此美妙的身材 容貌一定也是极美的 红袖当然很美 只不过能看到他美丽容貌的人实在太少 这一次随行而来的暗黑丽园 并不只是男性 也有几名女性跟在其中 西花厅手下的暗黑丽园 从来就不是只有男性的存在 占有整个衙门三分之一数量的女性丽园 在暗黑行动中所做出的贡献 绝不比男性暗黑丽园少 韩默并没有立刻回答 只是向后队中望去 在队伍中间 隐隐绰绰有着不少身着黑衣 脸罩面具的暗黑丽园 其中三四名女性丽园 都是披着黑色的披风 韩默沉吟了一下 正要说什么 就听到有人叫道 他们来了 韩默抬头望去 只见两翼的黑色骑兵 似乎真的忍耐不住在周围游荡 纵马驰骋间 竟是慢慢靠近过来 这一群黑色骑士坐下的骏马 显然都是难得的良居 速度极快 他们并没有直接冲过来 而是来回的横措 逐步逐步靠近 肖默此时 正在左翼方向镇守 见到黑色骑士过来 皱起眉头 一挥手 从旁已经闪出二十多名弓箭手 穿到骑兵前面 蹲下身 弯弓搭箭 对准了缓缓靠近过来的骑兵 等他们靠近 一轮射箭过后 你领一队骑兵包围上去 肖默对身边的一名御林骑兵吩咐 这帮人既然找死 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尽量抓活口 是 大人 那骑兵立刻攻守 从腰间拔出佩刀 回头向自己身后的一小队骑兵说 兄弟们 准备抓老鼠了 身后的一队骑兵 立刻都拔出佩刀来 紧握刀柄 青筋暴露 只待一声令下 便上去将那一群游魂一样的黑色骑士 捕获起来 玉林军有的是自信 身为燕国的精锐武士 他们可不惧怕任何敌手 右翼的韩墨 也是挥手 让一队工兵准备在前方 亦是吩咐手下骑兵 随时准备上去突击 只是他的眼眸子里 却带着奇怪的神色 似乎在想着什么 手摸着下巴沉吟了一下 忽然转过头 往后面的安军使秦司望过去 只见到秦司 也正远远望着游荡的黑色骑兵 不过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看起来颇有些慌张 而且拿着手帕 依然是不停地擦拭着 额头的汗水 韩墨闭上眼睛 只一瞬间便睁开 凑近身旁的红袖耳边 滴雨了几句 红袖一拱手 调转马头回到了后队 云苍蓝已经骑马来到韩墨身边 正要说话 韩墨已经率先开口 云大人 这是你们庆过骑兵吗 云苍蓝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定 微皱着眉头 低声说 韩大人 你坐下的 乃是难得一见的绝世良居绝影 是不是 云大人好眼力 韩墨淡淡道 绝影是卫马 云苍蓝缓缓说 韩大人看他们的马 色泽极纯 速度极快 而且能够看得出 这些马匹耐力都是一等一的 咱们的队伍之中 除了韩大人的绝影 恐怕没有其他马匹 比得上他们的马 韩墨声音平淡 不错 他们坐下的都是毫马 若是逃命 我们应该是追不上的 那都是大雪山下的卫马 云苍蓝说 卫国马匹名扬天下 但是这群马 更不是普通的卫马 他们坐下的 可都是卫国的黑霸王 黑霸王 不错 真正的千里之居 云苍蓝冷笑 这种粮居 每一匹都价值不菲 这一次 竟然一次出动 二十多匹黑霸王 那可真是大受力 云大人的意思 是说这些人是卫国人 韩墨摇头笑道 云大人 骑着白马的 不一定是王子 骑着卫马的 也不一定是卫国人 云苍蓝微微笑了一下 看着游魂似的黑色骑兵 互相交错驰骑 他们高举手里的大刀 在阳光下 闪着明晃晃的光芒 距离弓箭手的射程 也是越来越近 两翼的燕国弓箭手 都已经拉满了弓 只带对方进入射程 遍及放箭 韩墨看了云苍蓝一眼 低声道 云大人 你说这些人 有没有能耐 伤害到公主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八百五十集 阳光下的罪恶 云大人 你说这些人 有没有能耐 伤害到公主 云苍蓝立刻摇头 即使对方每一个 都是武功高强之辈 但仅凭二十多人 就想冲阵 无疑自取灭亡 不错 我怎么看都觉得 他们这是自杀式的攻击 韩墨淡淡笑着 只是我却很奇怪 这天下间 真有这么多求死之人吗 云苍蓝摇头 如果没有必死的理由 很难想象有人真的想死 那么这群人像鬼魂一样 缠在两翼 更要做出攻击的姿态 坐下却又骑着适合逃跑的黑霸王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韩墨凝视着云苍蓝 低声道 云大人 你说他们会不会是故意将我们的注意力引过去 然后演绎出 你应外合的好戏啊 云苍蓝听韩墨如此说 皱起眉头来 但是一瞬间似乎想到什么 目光如电 豁然转头 向安君使秦司所在的位置看去 他正要在人群中找寻秦司 猛听得已有人沉声喝道 是 那声音低沉冷峻 从另一面传来 却是肖木的声音 左翼方向的十多骑在纵横交错间 却是已经进入了射程范围之内 所以肖木毫不犹豫地下令射箭 队伍不轻易派人过去击杀 就是担心对方还有其他的埋伏 以队伍的力量 保持防御阵势 自然是最为妥善的选择 但是对方既然进入了射程之内 那就只能不客气了 羽剑如雨点般射向过来的骑兵 十几骑 却是在进入射程的一刹那间 便斜里掉头 又往回奔去 不敢往这边冲过来 他们的马匹虽快 骑鼠虽精 甚至以手中大刀挡开羽剑 但是此番前来的御林工兵 都是营中好手 剑法虽然不是炉火纯青 却也是犀利无比 便有一人的尖头重剑 更有两匹黑霸网 也被羽剑射中 骏马吃藤长撕起来 肖木见到那一群骑兵撤退 挥动手中大刀 骑兵出阵 不可远追 骑兵们早已做好准备 肖木一声令下 二十多骑立即催马出阵 呈扇刑行 往那一群黑色骑士扑了过去 曹音身边已经有护卫守住 他的神色却是镇定得很 围皱着眉头 漂亮的脸上带着古怪的神色 就在肖木下令骑兵出击的同一时间 在队伍之中却听到一声惨叫 随即便听有人沉声喝道 有刺客 保护公主 就在公主所在的豪华大车旁边 如同平静的湖面砸下重重的石头 一时激起千层了 跟在马车旁边的宫女们 已经失声尖叫起来 几乎所有人都将注意力 集中在两翼来敌之时 安军使秦司手下那一群骑士 却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半弧形 分布在大马车的左翼 当肖木手下骑兵出阵之时 秦司手下这一群骑兵 竟在同一时间抬起了右手 对准守卫在马车边的虎勇 手腕护具之下 竟是一时间射出十多只袖剑来 分打数名虎勇 这些虎勇根本没有想到 秦司的人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行刺 而且这些骑兵在这一刻 展露出来的实力 完全不是普通的军事 他们配合默契无比 动作娴熟而迅速 显然是久经训练的刺客 虽然虎勇之前为了安全起见 阻止这群人太过靠近马车 但是相距的距离却并不算太远 几米之遥而已 而秀剑的速度快得出骑 又是出骑不备 护在马车边上的虎勇 顿时便有三人被射中要害 历时毙命 虎勇虽然战斗力强悍 但终究是血肉之躯 并非铜皮铁骨 被射中要害 自然是有死无生 第一轮袖剑射出 这一群刺客便毫不犹豫地 催马向大马车冲过去 毫无疑问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 马车里的公主 在三名虎勇倒下去的同时 护在左翼的另外两名虎勇 已经毫不畏惧地挺身而上 一人已经高声喊道 有刺客 瞬间拔出腰间弯刀 迎上了扑过来的骑兵 士气突然 刺客陡然出手 第一轮攻击便击杀三名虎勇 此时 这群人与马车之间 除了两名冲过来的虎勇 和几名跟在车边的宫女太监 再无其他阻隔 他们求的就是一击必重 所以以最快的速度 直往马车冲过来 更有两人 已经从马上腾空而起 临空挥刀 去迎击两名忽勇 所有的事情 只是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在外围保护的御林军 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一群如狼似虎的刺客 就如同一头头猛兽 往大马车直冲过去 似乎要将整座大马车 都要碾碎一半 要想在这个时候 阻止这样一群凶悍刺客 对大马车的进攻 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但是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冲在最前面的 从马上腾空而起的两名刺客 本来还是如同展翅的雄鹰一样 在空中挥刀 临头向扑过来的 两名忽勇斩落 但是他们的身形尚未落下 还在空中之时 两名刺客的身体 忽然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斩落的大刀 从他们手中脱落 而他们那强壮的身体 就像两条触电的鱼一样 抖动了一下 然后如同石头一样 急速下坠 砰砰两声落在地上 前奔的骏马 亦是在这一刻 踩踏在他们主人的身上 其中一条马腿 踩在一人的头颅上 将那头颅 生生踩出一个大洞来 血肉模糊 徒生一变 两名忽勇却根本没有停步 后面的刺客 已经骑马扑上 两名忽勇手中的大刀 已经横批而出 不砍人 而是先砍马腿 那是要阻止骑兵冲击 靠近大马车 只要骏马倒下 两匹骏马庞大的身躯 必定能够阻挡住 后面刺客的前进势头 这群刺客 在队伍阵中刺杀公主 求的是效率 讲的是速度 只要他们的步伐 稍微停滞一下 只要腾出 哪怕一点点时间 等到御林军冲过来 等到另一侧的 忽勇们转过来 这帮刺客 就没有机会了 两名忽勇 砍马不砍人 为的不是杀敌 而是阻敌 在这一瞬间 便能判断形势 更能立刻付出行动 胡勇的冷静 果然是令人钦佩 马上的刺客 也并没有因为 前面死去两个同伴 而有丝毫的停顿 胡勇砍马 他们一时当机立断 挥刀砍下 那时要砍人 此时情景 两名胡勇 势必能够斩断马匹的前腿 但是刺客的大刀 也必定能够砍在 胡勇的脑袋上 胡勇是要以性命 阻挡住敌人的进攻 碰了一声 血雾飞剑 骏马凄惨的 嘶叫响起来 胡勇凌厉的刀势 很轻易地 斩断了骏马的前腿 但是在这一刻 刺客的大刀 也已经到了 胡勇的头顶 胡勇已是 避无可避 眼见就要被刺客的大刀 斩落在脑袋上 只是 大刀终究没能斩落 大刀凌空顿住 然后马上的刺客 手中大刀脱落 继而从马上翻倒下 这个时候 刺客们终于发现 在他们发起冲击的时候 一群身着黑衣 蒙着面具的幽灵 就如同鬼魅一样 出现在侧翼 这群幽灵的身法快急 而且扬起手时 韩星出现 直往刺客们身上打 连续猝死的刺客 据是被那韩星 打中了要害 那些韩星 显然是 剑血封猴的剧毒暗器 否则被击中的刺客 也不可能在瞬间 遍及死亡 这些幽灵在阳光之下 全身举黑 毫不留守 只是眨眼间 又有数名刺客 被暗器击中 瞬间毙命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五十一集 护住我 两名忽勇的阻挡 暗黑利员们的迅速出手 已经延缓了刺客们的冲击 甩在后面的几名刺客 却已经被从后面迅速 窜上的御林军缠住 处在前方的几名刺客 物质向大马车冲过去 不管有多少牺牲 只要有一人能够冲到马车边 就必定能够斩杀双公主 虽然后面和两侧的兵士们 已经大吼着冲过来 但是最前面的几名刺客 与马车中间 物质拥有着可以突破的空隙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快如闪电 刺客们突然发起的刺杀 固然如同雷霆之势 但是他们或许没有想到 对方的反应 也是远超他们所想象 那一群暗黑利员 竟然是在眨眼间 就能够攻击过来 就像是已经知道了 他们的刺杀计划一样 他们甚至不知道 这一群暗黑幽灵 什么时候从后队靠近中间了 马车左侧的太监宫女们 在一瞬间也展现出了 惊人的勇气 他们迅速地连成一条线 手拉手 在马车旁边形成了 最后一道屏障 剩下的十多名刺客 拖在后面的 已经被御林军缠住 而冲在最前面的四人 已在瞬间分散 形成四个点 往马车冲过去 胡勇确实厉害 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 一时间 总不能阻挡住四点 至于手拉手 护在马车边的太监宫女们 在刺客眼中 根本算不上阻拦 护住我 一名刺客 立声吼道 我是 这名刺客 立吼声中 人已经从马上 腾身起来 如同大鹰一样 扑向大马车 暗黑立员们 已经向他打出暗器 但是旁边 已经有一名刺客 也在那一瞬间 从马上腾身起来 护在那人身侧 暗黑立员们的暗器 尽数打在了 此人的身上 这名死士刺客的身体 在空中抖动了一下 也如同石头般 落了下去 但是他这一挡 已经为主刺 腾出了时间和空间 主刺 显然也是这群人中 最强的一个 只一个腾空 已经窜出数米远 竟是在眨眼间 就到了马车边上 护在马车边上的 太监宫女 便有一名太监 冲上前来 要以自己的身体 阻挡住主刺的攻势 主刺立刻一声 滚开 手中刀过之处 心血喷过 那名太监的脑袋 已经飞了出去 而主刺向前的速度 并未延缓 他甚至已经能够 触碰到马车的车厢 两侧又扑过来 两名太监 都是要去抱住 主刺的大腿 但是这名主刺 双腿用力一蹬 人已经跃起 整个人直往马车 车窗窜过去 竟是想要从车窗 进入车厢之内 他的速度太快 他的手 已经攀在了车窗的窗檐上 用力一扯 身体竟然真的 就要从车窗窜窜进去 但是在这一刻 阳光下 一道光芒 如同闪电般飞过来 这道闪电般的光芒 穿透了主刺的身体 本来在这最后一刻 便要从车窗 进入车厢内的刺客 身体一时间卡住 随其便落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 人们才看清 一把大刀 竟然穿透了这个刺客的身体 直到刀柄 这把刀 就像是射出的剑那样快速 却充满着强悍的力量 让这个做出最后一击的刺客 功亏一篑 这把刀 当然是韩莫投掷而出 从刺客们发动袭击 到这名主刺被大刀贯穿身体 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十几秒的事情 一切都快得惊人 韩莫在刺客发动袭击的第一时间 就反应过来 也第一时间冲过来 但是距离却颇有些远 眼见到竟然有一名刺客 竟然能够躲过暗黑立元的攻击 冲到马车边上 便毫不犹豫地 将手中的大刀投掷出去 他这一下子 乃是用了十成的力量 毫无保留 韩家子弟的力气 本就是一呼寻常的恐怖 是超出正常力量的存在 而韩莫这些年 精修长生经 力量更是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层次 使出十成力量投掷大刀 那是何等样的一个威力 所以 这把大刀能够穿透刺客的甲咒 贯穿他的身体 主刺被贯穿身体之时 其他几名胡勇也已经到位 一时间 剩下的刺客被御林军 暗黑立元和胡勇团团围住 瞬间又有两名刺客被杀 亦有数名御林军兵士 死在刺客手里 韩莫坐下的绝影 依然直冲过来 沉生恶道 抓活口 他的绝影到了大马车旁边 便急翻身下马 从旁迅速上来一名 女性暗黑立元 护在他身边 韩莫二话不说 在那名女性暗黑立元的护卫下 静止到了马车前 并不犹豫掀开了车帘子 高声道 公主 你怎样 那名女性暗黑立元 跟在他身后 进了车内 帘子 一时放了下去 云苍兰死时 也已经骑马过来 脸色阴沉难堪 见到韩莫领着一名 暗黑立元 进了公主的马车 皱起眉头 但是一瞬间 韩莫已经重新 从里面掀开帘子 领着那名 暗黑立元出来 云苍兰见韩莫 脸色稍微好看一些 心中明白 韩莫擅进马车之内 倒也不致失礼 只是情急之下 关心公主的安全而已 韩莫毕竟是 护卫统领 若是公主出了 什么差错 韩莫的罪责 可是不小 从马车中出来 韩莫回身 向身后的那名 暗黑立元说 不必担心 刺客已经被制 你先退去 那暗黑立元 立刻退了下去 云苍兰催马上前 看了韩莫一眼 这才到得车窗边上 恭敬道 公主受惊了 韩莫站在马车边 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主刺尸体 然后看着云苍兰 冷笑道 云大人 刚已进你们庆国境内 尚未抵达你们的边关 公主就遇到这样的行思 你是否该给侯爷和本将 一个交代 昌德侯曹音 已经从前头策马过了 到了马车边 翻身下马来 冷冷看了云苍兰一眼 随即 一直到了车窗边问道 公主 你没事吧 沉寂了一下 车里 终于传出一个清脆 但显然是受过惊吓的声音了 我 黄叔 我 我没事 公主口中虽说没事 但是显然受了大惊吓 那便是有事了 昌德侯柔声道 不要怕 刺客已经伤害不了你了 是黄叔没有保护好你 车内并无声音回答 公主显然是真的吓住了 云苍兰面色难看 双拳紧握 眼眸子里显出冷力的光芒 进入庆国境内的第一时间 在他这位庆国大员的眼皮子底下 燕国公主差点被刺 这对他来说 当真是莫大的耻辱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152集 审问 刺杀发生之前 大部分人的注意力 都是集中在两翼游荡的黑色骑士身上 等到刺杀事件发生 大家的注意力 自然都是集中到了队伍之中 刺杀事件发生在队伍中心 前方的仪仗队和一部分步兵 以及拖在队伍后方的骑兵 竟有八成以上的人 根本没有清楚 究竟阵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部分的人根本不可能想到 庆国方面前来迎后的兵士 竟然都是刺客 更是没有想到 这帮刺客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青天白日地动手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想不到 所以刺客才利用了这一点 发动了一次突然的刺杀 此时已经有人想到 一直游荡在两翼的那些黑色骑兵 并不是真的想进攻队伍 他们的存在 只不过是要吸引队伍的注意力 将大家的视线 从秦司这一群人身上拉开 此时 两翼的黑色骑兵 已经没有了踪迹 他们坐下 都是奇快无比的黑霸王 撤退起来 自然是难以追上 当初往怡春郡 护送赈灾粮食 途中的刺客们 便上演过着 声东击西的招数 一群骑士在外围吸引注意力 而真正欲要放火烧粮的人 则是混在队伍之中 那一次 韩莫识破了 而这一次 一群并无太大实力的黑色骑士 在外围游荡 也不进攻 也不撤退 这让韩莫很容易就联想到 宜春郡发生的事情 他隐隐觉得 这一群黑色骑兵 是不是也在玩 声东击西那一招 可是和亲队伍里 又有谁会是他们的内应呢 韩莫心中存了戒备 思来想去 如果真有可能的话 那只能是秦司这一群人 虽然韩莫也并不相信 秦司这一群人 真的敢明目张胆行刺 但他还是低声嘱咐红秀 下令暗黑立员们 将注意力 集中到秦司这一群人的身上 他对于自己的判断 本来还是存着几分怀疑的 他很难相信 秦司的人马会是刺客 也很难相信这一群人 会在青天白日实行刺杀 他让红秀盯住这群人 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 但是事实证明 连他自己都有所怀疑的判断 竟然是事实 秦司的人马 竟然真的在阳光之下 发动了突击行刺 也幸亏他嘱咐了红秀 所以暗黑立员们 在第一时间 阻挡住了这群刺客的攻势 只不过 最后竟然有一名刺客 躲过暗黑立员的攻击 杀到马车旁边 差点真的行刺成功 这却让韩莫有些意外 也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内一致 乃是用了所有的力气 幸亏杀死对方 否则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剩无几的刺客 已经身陷重围 插翅也难飞 但是这一群刺客 显然并不甘心被抓 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但是面对着强大的对手 刺客们 很快就只剩下两个活人 暗黑立员们 此时已经退出战团 他们的脆毒暗器 已经杀死了不少刺客 而韩莫吩咐下来 要留活口 所以他们将擒拿活口的任务 交给了御林军 面对着重重包围 两名刺客背靠着背 满身血迹 四周已经横起数拔 躺着几十具尸体 有刺客的 也有不少御林军兵士的 亦有被袖剑杀死的 三名忽悠 还不放下武器 束手就擒 御林军中有人沉声喝道 若再顽抗 杀无赦 两名刺客明白 事到如今回天无力 这一次的刺杀计划 已经完全失败 二人竟是在同一时间 倒转刀口 往自己的脖子上 磨了过去 鲜血从喉咙喷出 两具尸体都是栽道在地 这一群前来刺杀的 二十多名刺客 竟然无一生还 汉不畏死 还真是一群亡命之徒 韩莫此时已经过了 见到刺客巨斗死去 不由皱起眉头 就在此时却听得一人惊恐道 不 不要杀我 一名暗黑立员 竟是用刀架着 安军使秦斯的脖子 从人群中出来 大人 他想跑 暗黑立员说 还剩这个活口 秦斯此时已是满色煞白 白白胖胖胖的脸上因为恐惧 而五官有些扭曲 额头的汗水一个劲往下流 锋利的刀刃架在他脖子上 让他都不敢轻易动他脑袋 云苍蓝见到秦斯 眉头微松 快步上前来 立声说 秦斯 这是怎么回事 谁令你行刺公主的 秦斯看着云苍蓝 哭丧着脸 云大人 救救我 救我一条性命啊 告诉我 是谁令你前来刺杀公主的 云苍蓝再一次问道 神情冷峻 你若老实交代 我或许可以保你一命 此时此刻 四面的燕国人 都以一种极度仇视的目光 看着秦斯 甚至有些人对云苍蓝 也生出了极大的怒意 刚进入庆国境内 燕国公主 就遇到这样突如其来的刺杀 这怎能让燕国人不愤怒 秦斯瑟瑟发抖 低着头 一时间竟是不敢说话 他的官府 已经被汗水浸湿 他感觉到燕国人的 一道道仇视的目光 就像要将他吞噬一样 他更是担心 燕国人在愤怒之下 会上前来 瞬间将他砍成肉泥 曹音淡淡开口 带他过来 转身出了队伍 到了旁边的一处空地上 韩墨跟在曹音身边 那名暗黑立员 则是压着秦斯跟了上去 云苍蓝知道 曹音是不希望太多人 听到秦斯的供词 沉隐了一下 也跟了上去 肖木此时已经过来 看到不少御林军士兵的尸体 躺在地上 咬着牙 眼眸子里一时显出森然的寒意 吩咐道 将兄弟们的尸体先收拾好 曹音背负双手 很冷淡地看着秦斯 淡淡问道 本侯只要一个名字 告诉本侯是谁派你这样做的 瞥了云苍蓝一眼 声音淡然 你的性命不在你们云大人手里 在本侯手中 云苍蓝皱皱眉头 欲言又止 终是没有说出话了 那暗黑立员可不管秦斯是什么 庆国的安军使 一脚踹在他的膝关节 秦斯压地叫了一声 跪倒下去 此时他哪里还顾得上 自己是庆国的安军使 更不会顾及什么庆国的颜面 叩头道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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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苍蓝在旁看到 尴尬无比 紧握双拳 若不是秦斯还有用处 他真想上去一拳打死 韩墨已经冷声开口 还不快说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853集 恶心 秦斯抬起头 战战兢兢 其实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 我是被逼的呀 你不知道是谁 韩墨冷笑 这些刺客跟随你前来 都是你的部下 你竟然说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 我真不知道 秦斯哭丧着脸 我 我 我是被他们逼着干的 否则不单是我 连我的家人都要全被杀光啊 说清楚 云仓兰兰在旁冷声开口 秦斯转头看着云仓兰 云大人 我没有说谎 三天前 半夜三更 我正熟睡之中 却被刺客用匕首顶住了喉咙 他让我听他们的吩咐 否则便要杀了我和我的家人 而且当时他还拿出了我夫人的钦钗 那是我当初送给夫人的 所以能认得 云仓兰冷笑 被那人恐吓 你就乖乖听从了 云大人 我的营长 那是由重兵把守 秦斯苦着脸 他能够躲过护卫 无声无息地到我床头 自然是能够随时取我性命啊 后来如何 我按照他们的吩咐 在燕国使团到来时 拎着一队骑兵出关来迎接 秦斯眼眸子里闪烁着惊恐之色 出成二十里地 就被这帮事先埋伏好的刺客遇袭 将随同我出关的那一群骑兵 尽数杀死 然后换上他们的衣裳 伴坐我的部下士兵前来迎接 伺机刺杀公主殿下 云仓来眼中显出怒涩 你就带着我大庆的勇士出关 进入他们设下的圈套 秦斯汗流浃背 盲说 岳大人 其实 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埋伏 也想不到他们出手竟然那样残忍 我 我只是以为他们擒住那些士兵就好 哪知道 哪知道他们竟然是下了杀手 声音发颤 李大人 这些都是实话 你 你可要救救我呀 我都是被逼的 就在此时 却见到韩墨两三步便走到秦斯身边 拿起他一条胳膊 二话不说 另一手已成掌刀 重重切在秦斯的臂弯间 就听到咔嚓一声 又听得秦斯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起 一条胳膊竟然被韩墨生生击断 云苍蓝吃惊间 韩墨却已经提起秦斯的另一条手臂 如法炮制 竟是在瞬间将秦斯两条胳膊折断 秦斯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头啊 叫了两声 当即便一头栽倒 晕了过去 云苍蓝想要阻止 可惜韩墨下手快速果断 根本来不及阻止 韩大人 你这是做什么 云苍蓝声音冰冷 他虽有罪 终归是我大庆官员 你怎可出手伤他 韩墨一边从腰间摘下水袋 一边淡淡开口 云大人 不要和我说这些废话 我们的公主差点死在他的手上 若不是要让他说几句话 本将已经杀了他 他拔开水袋的筛子 将水袋里的水 往秦斯脸上倒下去 冷声道 你们这位庆国官员不乖 若不给他点苦头吃 他不会说实话 曹音背负双手 在旁冷淡地看着 显然是默许了韩墨的做法 水袋里的水 箭洒在秦斯的脸上 将痛晕过去的秦斯惊醒过来 这家伙倒吸一口冷气 依然感到手臂上钻心的疼痛 一时间只能躺在地上 额头上痘大的冷汗之帽 紧咬着牙 脖子上的青筋都因为疼痛而突起 清晰可见 韩墨在他旁边蹲下身子 声音冰冷 说吧 我知道 知道的都说了 还要 还要我说什么 秦斯摇牙 韩墨扭了扭脖子 发出咯咯的骨骼之声 眼睛却瞧着秦斯的腿 淡淡说 可以折断你的手臂 自然可以折断你的腿 我倒是听说沁国人有些骨气 今日倒要见识一下 秦大人的骨气有几分 做事便要去扯秦斯的大腿 秦斯已经叫到 我说 我说 曹音和云苍蓝此时都盯着秦斯 看他如何交代 其实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 秦斯带着哭腔 可是 可是连大人的病 是我在酒中下了毒 随我出来的起名 出关之前 我们上次每人一碗酒 酒中酒中也有毒 我要使力气 就会凶猛气断 所以 所以才会被刺客轻易杀死 云苍蓝豁然变色 上前来揪住秦斯胸口的一斤 立声道 连总兵中毒了 秦斯惊恐万分 忙说 袁大人 连总兵无事 不过是 不过是一点让人头晕眼花的药物 歇息一两日就会好 苦着个脸 我被那帮人逼着做的 担心连总兵会不听我的劝阻 亲自出关迎接 那就坏了计划 所以 所以是逼不得已 云苍蓝 云苍蓝一拳打在 秦斯的脸上 牙齿和心血混在一起 惨不忍睹 无能之辈 云苍蓝无奈说 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 将几十名大清勇士送给敌人杀了 甚至差点让公主出事 你还想活下去 韩莫在旁边看了云苍蓝一眼 问道 云大人 你觉得你们这位安军使大人说的是真话 他真的不知道刺客的来历 云苍蓝皱眉 事到如今 我已看不出他所说是假话 韩莫冷冷一笑 总要再试试才知道 缓缓站起身了 秦斯脸色煞白 汗如雨下 嘶声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该说的我都说了 韩莫并不多眼 走到旁边 猛的一脚踩在秦斯的膝关节 又是嘎吱一声响 似乎是骨头的碎裂之声 秦斯又是撕心裂肺的惨叫 云苍蓝大是不满 韩大人 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 我大清官员 我大清有大清的王法 并不需要你来教训 韩莫并不理会云苍蓝的话 重新走到秦斯面前蹲下 伸手揪住秦斯的头发 将他脑袋提起来 一双眼睛冷立地看着秦斯 问他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莫忘记 你还有一条腿没有断 秦斯脸上的血液 混着鼻涕和眼泪 脸上已经扭曲变形 痛苦地产生到 我没有撒谎 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此刻 此刻的身份 说到这里 这位安军使大人 再也忍受不住 再次昏过去 韩莫放下手 看着云苍蓝 淡淡说 看来他说的是实话 真的不知道此刻的身份 只不过 嘴角泛起一抹冷冷的笑意 云大人应该会帮我们 查出这批刺客的来历 希望你能尽快 给侯爷和公主一个解释了 曹音从袖子里 取出一方粉红色的袖帕 轻轻擦拭嘴角 看着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秦斯 嘴中吐出两个字 恶心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854集 曹音 曹音再不看云苍蓝和秦斯 向车队返回去 走出几步 也没回头 只是吩咐道 韩莫 让人将秦斯带上 一同赴上京城 交给沁国的皇帝看看 说完 静自回去 韩莫看了脸色阴沉无比的云苍蓝一眼 冷然一笑 单手拎起昏厥过去的秦斯 回到阵中 交给部下捆绑起来 一同带到上京城 红袖上前来 低声禀道 大人 刺客的身上都已经细细搜查过 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 他们用的刀 他们里面衣裳的质量 可有奇怪之处 韩莫皱眉问道 没有 红袖声音虽然平静 但是却很肯定 刀具都是很常见的武器 不但是在庆国 魏国和我大燕 也都能够随时买到 韩莫微微汗手 心中却也清楚 刺客既然制定了详细的刺杀计划 那么 肯定也就设想了失守的可能 他们也肯定不会留下 任何能够泄露自己身份的线索 虽然幕后想刺杀双公主 意图阻止两国核心的势力 不在少数 但是此时此刻 却还是没有哪一个势力 敢正大光明地站出来 干这样的事情 燕国的太师一党 庆国的后党 自然都是对这样的核心结盟 抱有极大的仇视心理 但是却不可否认 事关两国大局 在谈判已定的情况下 这两股势力 自然是不敢将破坏和亲的手段 晾在明处的 除此之外 魏国方面 自然是另一个最大的破坏势力 但是魏国人 却也不会白痴到亮出身份 来刺杀燕国的公主 毕竟燕国与庆国的结盟 只是保证不从东方进攻庆国 免除庆国的后顾之忧而已 却不是要与庆国人合兵 对付魏国铁骑 但是如果魏国人明目张胆地 伤了燕国的公主 燕国人愤怒之下 定然会与庆国联手 合兵对付魏国 魏国人虽有当时最强的骑兵 而且战事骁勇异常 但是要想对付燕庆两国联军 那却是厚力不足 绝不可能做到 所以 想杀双公主的势力会很多 但是他们的刺杀行动 也一定会布置得周密无比 一旦失败 他们也会保证护卫队 不能从刺客的身上 搜找到任何线索 大人 兄弟们的遗体该如何处理 肖木从旁上来 脸色很有些难看 虽说将刺客一网打尽 但是这批刺客却都是亡命之徒 汉不畏死 即使是被围困插翅南飞 却也依然顽抗到底 而且这批刺客 都是严格训练出的武道好手 战斗力极其强悍 正因如此 玉林军虽然最终将所有刺客都斩杀 但是却也付出二十多名燕国武士的代价 同伴们 已经将这些燕国武士的遗体排成一排 看着牺牲的兵士 队伍中的人们都是默默不语 但是在这沉默之中 却是蕴藏着无穷的愤蜜 出入庆国境内 便有二十多名精锐的燕国武士 葬身异国他乡 怎能让人不怒 那个挺身而出的太监 脑袋被砍下 此时颈部已经被同伴包裹住黑布 头颅意识用白布包起来 放在尸首旁边 烈日之下 二十多具尸首 静静沐浴在阳光之下 队伍亦是一片宁静 韩默走到尸首旁边 从每一具尸首走过 对着每一具尸首都拱了拱手 到得最后一具尸首旁边 韩默才对身边的肖木说 他们都是我大言勇士 要安葬他们 也要回到燕国故土 他沉声叫道 宋侍郎何在 礼部侍郎宋侍卿就在不远处 急忙过来拱手说 韩将军 韩默说 宋大人 腾出两辆车子来 礼部侍郎一愣问道 韩将军要用车子吗 可是 这一次运送驾撞的十辆马车 都已经装满了驾撞 腾出两辆马车 那 两车的驾撞怎么办 韩默毫不犹豫 刺客虽然死了 可是他们的马匹还在 那些马匹 足够运送两车驾撞 礼部侍郎上载犹豫 韩默已经吩咐旁边的肖木 肖副将抽调五十名骑兵 将弟兄们的遗体装上车 迅速运往云水关交给夏侯总兵 他叹了口气 将这些兄弟 后葬在边关吧 他们都是勇士 我大应边关配得上他们 肖木立刻说 末将遵命 记下他们的名字 韩默又吩咐 回头报给本将 本将会写信交给兵部犯上书 好好嘉奖他们的家人 肖木脸上显出感激之色 大声说 末将带兄弟们 谢过将军 听到韩默这样安排 旁边的御林军们 都是显出感激之色 能够尊重部下 能够爱惜部下 甚至调出运送公主的 驾中的两辆马车 来运送御林军阵亡将士的遗体 回到燕国土地 这让所有人 对韩默都生出敬意来 宋世青尚在犹豫 却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宋大人 按韩将军的吩咐去办 声音轻柔 正是昌德侯 韩默回过头 向曹英拱手 多谢侯爷包容 曹英微笑着 白净的脸上 或许是因为阳光的照射 带着一丝飞红 白里透红 更让这位侯爷带着几分秀美 柔声说 韩默 你做得很好 我大燕的勇士就该回到故土厚葬 小木安排人 将最后两辆马车的架装搬运下来 又令将刺客的马匹归拢起来 将这两辆车的架装都放在马背上 以这些骏马运送 随后 又令人小心翼翼地 将阵亡将士和那名无头太监的遗体 搬运到马车上 用白布盖住抽掉五十名骑兵 令他们将遗体护送到云水关 交给夏侯德后葬 送到之后再折返回来赶上士团 五十名骑兵护送着遗体离去 韩墨翻身上马 遥望他们远去 神色间却极其严峻 不远处的云苍蓝从头到尾都静静看着 直到遗体远去 他才看下韩墨 眼中现出一丝钦佩之色 大人 这些刺客的尸体怎么办 小木问道 韩墨扫着不远处堆成一堆的刺客尸首 冷笑道 朴实荒野 任由野狗苍蝇啃尸 让那些心有歹念的人看看 胆敢行刺公主的下场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五十五集 精灵飞翔 南武关 是沁国南部边疆的一处关案 这道关案在前朝时期就存在 所以年头极久 上百多年下来 关墙已经很是斑驳 显得肃穆而沧桑 大齐纷乱之后 燕武王趁着沁国礼氏 还在忙于平定北方之际 暗渡陈仓 突然对南武关发动进攻 那是意图打开南武关长驱直入 攻入沁国土地 当时南武关并不坚固 也不算是很大的关案 燕国人突然袭击 打了沁国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守将逃跑 竟是在两日之内便被燕国人攻克了关案 随即燕军便长驱直入攻入沁国 后来沁国设下圈套 燕武王求胜心切 也小看了沁国的实力 所以大败而归 被沁国赶出南武关关外 甚至出关追击燕军 好在寒天涯率兵在云水河一带 布阵低档 而燕武王回到云水关重新布阵 这才击退庆军 躲过一劫 自那次战役之后 庆国人感觉到了南武关的不稳固 立刻加固扩大 如今这南武关已是巍峨高大 长长的关墙蔓延开去 南武关长约三十多里 居于浅峻高山之中 关内又有河流经过 两山之中山谷深邃 大口为官小口为爱 官爱呼应 聚屯有重兵乃是咽喉要地 如今加固加高更是一手难攻 入关之前 云苍蓝早已派手下胡勇 先行入关通传 黄昏时分尚未日落 抵达南武关早有大队人马出关迎接 南武关联总兵虽然全身乏力 无力站起 却还是坚持着让人抬出关来 亲自迎候使团 他是商中离的嫡系 知道燕庆两国联盟的重大意义 所以即使中毒却也不敢失礼 强撑着出来 但是见到安军使被全身捆绑在一匹骏马上 而且手脚聚残大是吃惊 等到云苍蓝将途中遇刺之事说出来 这位脾气有些火爆的连总兵 也顾不得其他破口大骂 这家伙昨夜邀请我饮酒 我就有些奇怪 什么时候他有这份心了 只不过一同镇守南武关 也不好在脸面上太过僵硬 所以和他饮了几杯 今日一早爬起来 才发现全身发寒 没有半点力气 连站都站不起来 老子就怀疑是这家伙搞的鬼 他奶奶的害了我二十多个贱儿 还要行刺公主 这畜生是不想活了 说到后来怒火中烧 竟是令部下当场将这琴丝拉下去砍了脑袋 终究是被云苍蓝劝住 队伍入关之后 就在南武关内暂时休整一夜 相比起燕国的云水关 南武关的条件确实要好处不少 关矮两侧乃是险峻高山 高山之上满是清脆树木 所以空气的味道也是好处不少 而且南武关下 更是依山修建了两处别院 虽然规模不大 但在边关这样的荒凉地带 却也是极其罕见 韩莫听身边的人解释 才知道庆国每一处边关之下 都修造了这样的别院 而且都是两处 那是安军部设立之后 皇帝便下旨修建的 从安军部派往边关的都是文人 大都不习惯边关的艰苦生活 所以安军部向庆后提出 在边关修造别院 庆后竟是同意 劝说庆帝下了这样的旨意 这样的小事 庆帝自然是同意 甚至为了表示一事同仁 更是下令每一道关爱都修造两处别院 一处自然是给安军使的 另一处则是赠予首官总兵 对于这样的旨意 边关的武将们不以为然 只有艰苦的生活 才能磨砺人的斗志 而且将领独享特权 反倒会与部下官兵离亲离得了 虽然商中离并没有反对这道旨意 但也不是很正式地提醒各路边关总兵 一切还是艰苦一点好 所以庆国边关的安军使 虽然住在别院之中 但是首官总兵 却都是与将士们居住在营地 并不进入别院 也正因如此 一直以来边关的别院 都是有一处是空着的 今日燕国使团到来恰好将这用得上 而且这两处别院 都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 双公主住进一直空着的那间别院 相邻的一间 则是昌德侯携席 清风徐徐 山上的树木气息飘荡在别院之中 在这山脚之下 没有边关的艰苦气息 倒有几分隐居室外的感觉 队伍就在别院四周扎下营帐 因为在途中遇到刺杀 所以守卫得更加森严 胡勇途中为了保护公主 浴血厮杀 更是折损三人 所以剩下的八名胡勇 依然在别院内部护卫着 韩默一时派了红袖 领着暗黑丽园 隐蔽在别院暗处 随时戒备 韩默在自己的营帐内 与肖默看着桌上的一张地图 这是一张庆国地图 上面画出了一条线 乃是前往上京城的路线 按照现在的行程 最快也要十几日 才能抵达上京城 所以韩默要清楚 这一路上的情况 与肖默一起 标出路途中的险峻处所 到时候也好做出 更好的护卫安排 在地图上标出一个一个的坐标 营帐外却有人禀道 将军 公主传你过去 韩默抬起头 皱了皱眉头 向萧木说 天也不早了 你先下去歇息吧 接下来的路还很长 萧木恭敬领命 退了下去 韩默整理了一下 出了营帐 进了公主所住的别院之内 静自来到公主所居住的房前 恭敬道 陈韩默求见公主 房门打开 一名宫女请了韩默进去 随即退下 顺手关上了门 韩默进了房内 见到公主正站在房中间 看到韩默进来 双公主那张漂亮的脸上 却显得很是淡定 韩默上前拱了拱手 死下里看了看 确定门窗关的严实 这才低声说 招何事 双公主靠近过来 压低了声音 林行前 主子交代过 一旦成功 让奴婢带她向你致谢 而且她吩咐奴婢 如果是在庆国境内成功 可在此处 让公主离开 她在这里 已经派人接应 说完 凑近韩默耳边 低声将接应地点 说予韩默知道 韩默微微焊手 我明白了 顿了顿 看着与双公主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孔 轻叹道 不管如何 你好好保重自己 这位假公主子儿 嫣然一笑 与真公主的笑容一样的灿烂夺目 今日在刺客发动刺杀之时 韩默击杀主寺 领着一名女性暗黑里员 进了公主的马车内 将事先已经随时做好准备的双公主 偷换了出来 速度快及 不着行迹 几乎没有人想到 韩默在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做出如此胆大包天的偷换公主之事 更不可能想到 在那一进一出之间 真家公主已经掉包 在大马车内 双公主早就按照韩默的吩咐 准备好了暗黑丽园的一套服饰 上车启程之后 便在车内脱下凤冠侠坯 换上暗黑丽园的服饰 随时等待调包计划的实施 若是没有机会 在车队驻扎之前 双公主再换回凤冠侠坯 然后收藏起暗黑丽园的服饰 一旦成功 小公主自然离开马车 而子儿则是进入替代 迅速换上留在里面的凤冠侠坯 伴做公主 只是韩默自己也没有想到 计划实施的第一天 就发生了刺客行刺的事件 自己也趁此机会调包成功 顺利完成了一个天大的计划 双二自然脱身 韩默为了防止别人 看出双二的身份 更是将他安排在自己的营帐旁边护卫 金枝玉叶 少不得要给韩默做一回护卫 吃一些苦了 只是看着眼前这位与双二一模一样的子儿 韩默心中还是有些叹息 虽然双二脱身了 但是这位子儿 却沦为了替代的牺牲品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五十六集 上京城 凌晨时分 护送遗体返回云水关的五十名骑兵 已经折返回来 追上了大队 次日一早 队伍收拾整齐 用过早饭 便开始启程 继续往上京城进发 接下来的路程倒是顺利得多 两日下来 途经各处 庆国的官员倒也是小心接待 只不过 使团经过一次刺杀 那是长了心眼 哪怕是庆国接待官员 那也是不许靠近公主的马车 第三日傍晚时分 韩默似乎想到什么 派出了手下的一名暗黑立员 骑马折返回去 似乎是要去送一份信件 暗黑立员办的都是诡秘之事 对于他们的行动 自然是无人敢去过问 一名暗黑立员的离开 自然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只是没有人知道 韩默此时心中却在祈祷 小丫头 一路顺风 好好生活下去 派出去的暗黑立员 自然是小公主 到达了约定好的地点 让小公主离开 自然有秀公主的人在接应 所有的后事 将由秀公主去处理 他十分清楚 双公主脱身出去 却是永远也不能再回到燕京城 或许终此一生 再也不能见到他的父皇和皇兄 落日余晖 将队伍的影子拉长 自南向北长蛇一般 朝着上京城 缓缓游动 跋山涉水 经过一处又一处城镇 队伍在庆国的土地上 穿行了十多日 离上京城也就越来越近 一路上虽然辛苦 却再没有遇到突发的事件 入关之后的行程 倒也算得上是极其顺利 自入关之后 云苍蓝便已用信歌 放出了吩咐 潜伏在各处的紫衣卫 全部集中到队伍索经道路之上 事先便将沿途的情况摸清 查探是否有可疑势力 那是让紫衣卫 率先清扫一遍沿途的障碍 紫衣卫 毕竟是庆国强大的暗黑衙门 与魏国黑旗和燕国花厅齐名 办事效率倒也不低 和勤队伍顺利前行 沿途自然有各地官员 接待安顿 殷勤服事 只不过谁也靠不进 公主所在的马车了 入关第十三日 午后时分 队伍终于在苍穹之下 遥望到天边 灰红大气的上京城 就像庞大的野兽 静静折伏在大地之上 就如同一团巨大的阴影 远眺上京城 肃目恢弘 竟是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尚未靠近 韩默就直观地感觉到 上京城比起燕京城 更是要庞大不少 本来燕京城经过百年的改造扩建 已经是天下间罕见的大城池 燕京城内的四大城区 容纳了几十万的官员百姓 但是此刻的上京城出现在眼前 韩默才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天下第一城 更明白 为何沁国人总是有一种 自认为正统的骄傲 上京城如今 已是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 充满了沧桑感 亦是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 韩默很清楚 前朝大齐国的时候 这座上京城便是齐国的首都 历时两百余年 此后 庆国礼氏夺了齐国的江山 这座上京城也就成了庆国的国都 上京城乃是当时所有城池中 城门数量最多的大城 每一面都开了一个大门 左右两偏门 共计十二处城门 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了 这座庆都的大气恢弘 上京城以南门为正门 四面的主门都建有突出的门阙 和高高的塔楼 大大增强了城门的防御力 除此外 上京城北面有天然的丹水河 西面有丹水的支流新水河 这两处大河也就成了上京城西北两面的天然护城河 此外 庆人又先后在东面和正门南面 开凿了大沟和外沟 两道人工护城河 河上都是架设了大型的桥梁 整个上京城四面环水居于其中 庆人早就放出话去 扬言着上京城乃是当今天下最为一手南弓之城 虽然未免有些夸大 但是其防御力量之强悍 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队伍正往上京城靠近 猛听得前方忽然响起鼓乐声来 虽然还隔着一段距离 但是那些鼓乐之声却是极有气势地传了过来 自远方已经出现了大批的人马 采齐飘扬 紧齐招展 黑压压的一大片人 云苍蓝持马来到曹音身边 侯爷 到上京城了 这是前来迎后的队 曹音点点头 淡淡一笑 并没有说话 自那边已经飞驰一队人马来 一个个官服在身 看他们的官服样式 品级倒也都不低 行到近处 那一群人勒住马 当先一人穿的倒不是官服 而是一身紫色的锦袍 年纪四十岁上下 长着两撇八字须 裹子脸 相貌堂堂 身材匀称 年轻的时候 必定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此人看起来很有风度 也显得很是儒雅 翻身下马来 快步上前 他身后的一众官员 也纷纷下马 跟着那中年男子 往这边快步迎来 云苍蓝看着那中年男子 微皱了一下眉头 随即向曹音说 侯爷 那是我大清礼部尚书 鲁尚德 亦是当今国舅 乃是皇后的兄长 曹音微微汗手 见到那位国舅爷已经过来 也翻身下马 韩末此时 也已经上前了 下马跟在曹音身边 曹音与韩末对视一眼 也不站着 主动上前去 却听那国舅爷 鲁尚德已经大笑道 这位一定是昌德侯了 一路上不是辛苦了 他双手抬起 三两步到了曹音面前 拱手说 笔人鲁尚德 奉旨前来 迎候公主和侯爷 诸位 一路辛苦了 曹音笑着拱手 原来是国舅大人 劳烦您亲迎了 国舅爷笑声爽朗 侯爷 今日我未曾穿官服 只穿这一身简单的衣裳来迎候 你可莫见怪 贵国公主 即将是我大庆的太子妃 燕庆也就是一家人了 我若是穿了官服来 反倒有些见外 却不如这般亲切了 曹音浅浅一笑 国舅有心了 国舅爷回身 介绍了身后的一些官员 主要是礼部和红卢寺的官员 红卢寺卿李宗峰 就站在国舅爷身边 为人看起来也很随和 等到介绍完官员 曹音这才回头介绍道 这位是我大焉副使韩墨 韩副使 这位是我大焉礼部侍郎 宋世卿 宋大人 国舅爷立刻拱手 上下打量韩墨一番 笑道 这位韩副使 我倒是听过的 乃是少有的少年英杰 韩墨已经拱手微笑 国舅爷过奖了 须有博明 当不起国舅的称赞 国舅哈哈一笑 这才向云沧蓝说 云大人 你一路上护送公主来京 那是大大的有功 本官必要上圣上请旨 好好犒赏你 云沧蓝神色淡然 平静的 国舅 公主路上受了惊吓 还是早些让队伍进城 也让公主早些歇息 受惊 国舅皱起眉头 云大人死话怎讲 云沧蓝注视着国舅的面庞 声音缓慢 公主进入我庆国境内 遭遇了一次刺杀 幸亏公主无事 否则 云某只怕要以死谢对 他话声一落 庆国的官员们都显出吃惊之色 就连国舅也是神色大变 失声道 什么 公主 遇刺 他倒像是真的不知道刺杀之事 吃惊之色 却也不似作为 韩莫在旁意识察言观色 见国舅神情真挚 为皱眉头 心中只觉得 要么此事 确实与庆国后党无关 要么这位国舅爷 便是一位天才的演员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第八百五十七集 无用之用 国舅 即是庆后的兄长 那么自然就是后党的核心人物 如果这次刺杀是后党所指使 这位国舅 应该知道一些情况 表情便不会显得如此真挚 曹音淡淡笑道 其中一名凶犯已经被我们擒货 也带到上京城了 能不能查出线索 回头再好好宣宣 顿了顿 淡然说 这名凶犯 却是贵国安军使秦司 如今就在我们队伍之中 本河要先与国舅说明 虽然他是贵国官员 但是刺杀的却是我大燕公主 所以暂时不能交给贵国 曹音此话一说 众人又是一惊 庆国官员内已经有人教导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云苍蓝看着那人 倒也认识 知道此人与秦司关系交好 冷笑道 没有什么不可能 确实是秦司领人行刺公主 秦司是后党中人 虽然云苍蓝实在不愿意看到 是庆国人策划这次刺杀事件 但是他却又希望利用这样的机会 对后党进行一次打击 国舅脸色 已经没有先前那般爽朗亲和 沉吟了一下 终于说 此时回头再议 侯爷 先进城吧 就在此时 他身后一名官员上前说 国舅 公主入城 也用不着如此多的燕国兵士 城外有营地 让一部分兵士跟着公主入城 其他的兵士就驻扎在城外吧 韩莫立刻道 我御林军乃是奉了我主之命 护卫公主与侯爷 公主没有大婚之前 我御林军自然不会离开左右 曹音也是淡淡一笑 国舅 我们的人一个不少的入城 若是不允许的话 我大燕公主也是不会入城 曹音的语气虽然柔和 但是这股子柔和的语气 却有着一种难以拒绝的强硬 国舅回头 向那名官员说 侯爷说得不错 这些都是公主的护卫 怎能分离 更何况 燕庆两国如今已经是兄弟之国 驻扎城外 这是什么道理 笑着向曹音拱手 侯爷 莫见怪 快请入城 圣上已经下了旨意 燕国使团入驻皇家别院 这可是天大的恩宠啊 曹音悠然一笑 我等非庆国臣子 贵主的安排只能说是热情 倒也不能称之为恩宠 国舅哈哈笑道 急事 急事 是我失言了 此时 后方的迎后队伍已经过了 锣鼓喧天 礼乐生生 分居大道两侧 在国舅和庆国一众官员的欢迎下 燕国使团终是进入了这天下第一城之中 上京城气势磅礴 楼阁相连 便是街道 似乎也比燕京城宽阔不少 这天下第一城中一片繁华 沿途竟是九楼茶寺 青瓦淡墙 高树掩映 景致颇美 主大街 已经有庆国的兵士分居两侧 严禁人们在道上行走 那些侧道之上 依然是行人繁多 车水马龙 不少人都是赶来观看燕国使团的到来 燕国使团的将士 都是燕国一等一的精锐将士 身材大都是恐武健壮 身上的甲昼 精良有形 一个个神情冷峻 目不邪视 坐下 亦都是高头大马 当之无愧的一支精锐之君 不但战斗力强悍 就是迈向也好 行走在上京城的街道上 靓甲怒马 极有气势 街道两侧的人们 低声议论着 韩默却是注意到 人群中多的是身着长衫 手摇折扇的文人墨客 挺着胸 抬着头 时不时地指着公主的大马车 然后与身边的朋友 低语几句 随其发出一阵怪笑 脸上都显出不屑之色 这样的情景 沿途下来 竟然所见极多 所见的文人墨客之中 竟超过半数 显出不屑的表情 韩默不是傻子 虽然人生繁杂 但是他却也能猜出 这帮文人的心思 燕国外嫁公主 在这些不明真相的 读书人看来 那是燕国人向庆国低头 作为礼仪上帮大国 这帮读书人的骨子里 就充斥着正统国度的 自傲和自尊 燕国在他们眼中 只不过是 割据一方的诸侯国而已 所以看到燕国送来公主 那是大大的满足了 他们身为上国子民的虚荣心 韩默心中只能是感叹 有时候读书读得多了 确实充满着书香之气 也确实拥有了 礼仪上帮的才气 拥有着极深的文化底蕴 但是同时却也让这个国度 在文人的无病身淫之风中 变得趋于懦弱 丧失了铁血狼性 四国天下百年来 且不论南风国 魏燕两国自始至终 都是武风盛行 特别是魏国 国民自幼就经受 严格的军事化训练 而燕国世家辖区的百姓 农贤之时 却也是从未间断过 民兵式的训练 燕国皇帝 更是为了保持国民的武风 每年都会兴师动众 进行两次狩猎活动 燕国的武人 亦是能够有着极好的归宿 无论是从军 还是成为护院保镖 都能够得到尊重 而庆国人立国之后 自诩正统上国 文风大行其道 虽然并没有发展到 弃武的地步 但是不可否认 在庆国这个国度 武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那些有才情的文人 才是国民崇拜的对象 所以庆国虽然有 商中离这样的绝代名将 但是从武之人极少 兵士也大都是强征而来 士兵的战斗力 相比起魏燕两国 显然是不如的 在这个动乱争霸的时代 一个国家的子民 若是成天吟诵着优美的文章 却丧失了狼的凶猛和嗜血性 那将是极其危险的一个局面 道路两侧的文人们 在耻笑燕国懦弱的同时 燕国人又何尝不在内心深处 耻笑他们的自以为聪明 上京城之庞大 确实是让人叹为观止 使团进入城里的时候 夕阳尚未西下 但是道德国舅所说的 皇家别院之时 天色却已经黑透 从南城门抵达皇家别院 竟是花去了一个多时辰 这还是后来加快了行进速度 若是以正常速度 又或者城中街道没有封锁 韩莫甚至觉得 要两三个时辰 才有可能抵达皇家别院 因此也确实看出 上京城之宏伟庞大 亦可明白 庆国人为何拥有着膨胀的自傲感 皇家别院 其实只是一个比较响亮的名字而已 实际上别院里并无庆国皇族入住 但是这处别院也确实占地面积极广 有几十栋大房屋 青砖玉瓦凋梁画洞 里面的布置亦是穷极奢华讲究 地上到处都铺着汉白玉地板 公主暂住的正屋 到处铺满了红色的地毯 地毯上更是绣着各种喜庆的大型绣画 栩栩如生 从红毯之上行走 看着地毯上的绣画 就像活生生的一样 甚至让人不敢 又不忍轻易去踩踏 如此美丽的绣画踩上去 反倒像是亵渎了这样的佳作 韩默看着地毯上的绣画 心中这才想起当初碧姨娘的言语 在这之前 碧姨娘的绣画便是让韩默钦佩不已 只觉得那个女人的巧手如神 竟是能够绣出那样活生生的绣画来 当时碧姨娘只说 庆国人才是绣画做的最好的地方 韩默当时还以为 碧姨娘只是谦虚之词 今日亲眼见到 才知道碧姨娘所言不虚 至少庆国人 在这些奢华艺术方面 确实是要强过燕国的 其实韩默在东海组织海上贸易之时 就在官室贸易行的货物中 看到了大批庆国的特产 那些上等的丝织品 字画 古董 瓷器 首饰 具都是做工精细 饰样多而精美 迎心而论 庆国人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 远高于其他各国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 858集 商中离和后党都想要 在庆国人的协助下 使团便驻扎在皇家别院 忙活了好一阵子 才安置妥善 别院面积巨大 容纳千人还真不是大问题 只不过 并不可能所有人 都能居住在房舍之中 陪嫁过来的太监宫女 就在公主所住的附近入住 至于将士们 则是分散在别院之中的各处 房间不够 则是临时搭建帐篷歇息 入住第一时间 肖木便已经安排人 将这处皇家别院团团守住 暗黑丽园也在 韩默的吩咐下 就近住在公主的附近 轮换直勤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韩默更是嘱咐布下 如今身处庆国心脏 凡事更要小心谨慎 韩默心中清楚 在公主大婚之前 燕国使团暂时不会离开 所以在庆国 还是要待上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使团 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心理 毕竟是在庆国心脏之地 对方一些居心叵测的人 若想玩什么阴谋 那机会可是大大的有 国舅陪同昌德侯曹音 在别院前厅说着话 等到使团安置妥善 才起身拱手笑道 侯爷 天色已晚 本来今日要安排迎接宴会 但是诸位旅途劳顿 这宴会明日再举行 使团需要什么用度 尽管向刘大人所用 平日饮食所需 刘大人都会妥善安排 在座的官员中 便有一人起身上千拱手 在下红炉寺少卿流山 见过侯爷 曹音汉手 一切有劳刘大人 随即向国舅问道 国舅 却不知贵主何时召见我 本侯总要与贵主商议大婚之事 国舅呵呵一笑 侯爷莫及 你们路途劳顿 这么快见圣上 反而不好 歇上几日 等到宫中下来旨意 自然是要进宫进监的 曹音也笑了 一切就有劳国舅了 岂敢 岂敢 今日先告辞 侯爷早些歇着 明日设下酒宴 为侯爷接风洗尘 国舅起身了 又说了几句话 这才领着一众官员离去 云苍蓝很快又调了一队 上京警备营的官兵 严密把守皇家别院附近的各处道路 更是下令 任何可疑人员可以立刻抓捕 云苍蓝在上京城 属于实力派人物 麾下同管整个上京城的警备营军队 有这样一个助力 燕国使团在上京城的安全 也算是更有保障 来到前厅 云苍蓝拱手向曹音说 侯爷 途中的事情 苍蓝必会尽全力调查 会给你和燕国一个交代 皇家别院各处道路 我们已经严密不空 可依人员不会再来骚扰贵团了 曹音微微一笑 云大人有心了 云苍蓝又说 圣将本来是要过来拜会侯爷 只是如今魏国人 兵临南洋关下 更有一路人马在山北郡驻扎 想要分兵两路进攻我大庆 圣将如今正在调派人马 进行布防 金屋太过繁忙 所以一时间没有空闲前来拜会 等过两日再抽空拜会 曹音呕了一声 哦 圣将还在上京城 云苍蓝点头笑道 正是 曹音问过之后 瞬间也就明白过了 虽说庆国边关吃紧 但是庆国人毕竟也不是不堪一击 而且商中离的部下 也不乏勇武之将 一时半会儿 边关倒也不至于出现大的问题 庆国太子和燕国公主大婚在即 上京城免不了风波不静 商中离留在上京城 自然是起到震慑作用 至少他在京城期间 却不会有人敢轻举妄动 商中离的目的 无非是想通过自己的震慑力 让两国的婚事圆满地完成 只有太子和公主完婚之后 燕庆两国才是真真正正地 结成了同盟 云苍蓝辞别之后 曹音回到自己的住处 派人将韩墨换了 韩墨依然是一身银甲 看起来也颇有些疲惫 或许是因为天气有些闷热 额头上已经渗出不少汗水来 看到曹音已经换上了一身轻便的衣裳 房中甚至点起了一箱 韩墨就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 和这位侯爷独处 总让他心中渗得慌 曹音缓步过来 从袖中取出红色手帕 竟是伸手过去 柔声道 怎么一头的汗水 还不擦一擦 韩墨见到曹音伸手过来 急忙探手接过红色手帕 谢侯爷关心 自己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却是闻到手帕之上 充斥着浓郁的香味 心中直犯毛 曹音被韩墨迅速接过手帕 震了一下 随即温柔一笑 转身到椅子上坐下 轻声道 这一路上可是辛苦你了 这都是陈下分内之事 韩墨一时不知 该如何处理手中香帕 只能卧在手心 倒是侯爷 一路上只是骑马 却是辛苦得紧 曹音温和一笑 摆了摆手 示意韩墨在旁边坐下 韩墨犹豫了一下 终是在离曹音 比较远的一张椅子上 坐了下来 本侯换你过来 只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曹音端起桌边的香茗 拿起茶盖 轻轻抚了抚茶面 更是轻轻吹了吹 随即才抿了一口 放下茶杯 那个琴丝该如何处置 从他口中 似乎也问不出什么东西 留在我们这儿 似乎没有什么用了 韩墨说 不知侯爷准备如何处置 曹音柔柔一笑 本侯是在问你 韩墨沉吟一下 侯爷 其实陈下以为 这位安军使大人 倒也不是毫无用处 在陈下看来 倒是有人想得到的 哦 曹音眨了眨那一双 很好看的眼睛 嘴唇泛起一丝笑意 这样的废物 还有谁会要呢 伤中离和后党 都想要 韩墨淡淡笑着 伤中离这边 未必不想利用 这位安军使大人 给予后党一点颜色看看 毕竟秦司是后党中人 而且此次刺杀 在外人眼中看来 他肯定是主谋 后党的人 以主谋身份刺杀公主 不管秦司是不是真的 被那帮不明来历的刺客所逼 我想伤中离 如果好好利用的话 完全可以用这位安军使 给后党制造一些麻烦 至少可以重重打击一下 那个所谓的安军部了 有道理 曹音汉手 至于后党方面 肯定也知道 伤中离有可能利用 这个秦司 给他们制造麻烦 韩墨缓缓说 所以对他们来说 秦司万不可落到 伤中离手中 如果陈下没有猜错的话 估计后党如今就在想着 如何将秦司带走 更有可能想着 如何杀人灭口吗 曹音微笑 看来秦司果然不是毫无用处 那你觉得我们该把它交给谁 或者我们要让庆国人 处死这位刺客 韩墨沉吟了一下 并没有回答 曹音温言说 有话你但说无妨 这里只有你跟本侯 说话不需要有什么顾虑 韩墨终于开口 若是按照秦司的罪行 他意图行刺公主 我们当然是要求 沁国人处死此人 顿了顿 看了曹音一眼 只不过 如果这条野狗 能为我们获取一些利益 何不利用一番 毕竟就算交到庆国人手中 他还是必死无疑 曹音笑了 韩墨 本侯果然没看错你 你果然是聪明得很 与本侯想法不谋而合 只不过要交给谁 就看他们谁出的价码高 感谢客观收听 且看江湖儿女朝野侧幕 下集更精彩